第一账 帮帮我弟弟怎么了 中秋节这一天 苏铁特意将女友陈妍一家 请到了临江饭店 为了今天这顿饭 几乎花光了他两个月的工资 着实令他极为肉疼 不过为了终身大事 还是咬咬牙忍了下来 只是没想到 女友一家的态度 险些把他气吐血 阿姨 我们家的情况您也了解 三十万的彩礼 加上一套婚房 已经是我爸妈不吃不喝攒出来的了 接下来还要举办婚礼 您现在忽然又要求全款买车 一时半会我还真是拿不出来 您看能不能再缓缓 苏铁搓了搓手 望着满脸阴沉的陈妍母亲 心中有些没底 几个月前 他和女友陈妍便谈好了 他家出三十万的彩礼 加上临江室内一套两居室的首富 年底结婚 没想到今天过来 对方忽然又提出 必须再加一辆三十万的车 而且要求全款 这对并不算富裕的他家来说 实在是一个无法承受的条件 不就让你再加一辆车 你至于吗 口口声声说 到头来连辆车都不愿意买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要是不想娶就算了 看上我们家严严的富二代 多了去了 坐在苏铁对面的陈妍母亲张巧玉 因着脸很是不耐烦道 再说了 现在哪家结婚不是房车齐全 你房子只交个首付 我就不计较了 现在连车都舍不得买 这要是传出去 让我老陈家的脸忘哪个 文言 苏铁苦笑一声 他家境一般 父亲早些年因工受伤 父闲在家 母亲在大学城卖包子 而他毕业以后 在一家中医诊所当实习生 为了和陈妍结婚 已经将家底全部掏干净了 没想到 对方还是不满意 三十万 或许对那些大老板们来说 就是一顿饭的事 但对他家来说 恐怕几年不吃不喝 也很难攒下来 陈妍片刻 他连忙退了退身旁 玩手机的女友陈妍 希望对方能帮忙说上几句话 苏铁 我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 以后连我都是你们家的 怎么我妈让你买辆车 你都不愿意买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爱我 陈妍将手机收起来 看着苏铁冷冰冰倒 听到女友这话 苏铁心中一阵冰凉 她没想到 女友既然能说出这种话来 不帮她打圆场也就算了 竟然还质疑她的感情 这时 坐在旁边抽烟的陈妍父亲陈大庆 将烟头扔在地上 不耐烦道 苏铁 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你要是想娶陈妍 这辆车你必须出 陈鹏结婚 人家女方家里 要求必须有车 另外 我的想法是 你和妍妍的婚礼以后再办 让陈鹏先结婚 她的婚房和装修 还需要你和陈妍帮忙解决 什么 苏铁愣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陈鹏是陈妍的弟弟 从小娇生惯养 初中没上完 就一直在社会上混 平时好吃懒做 二十好几的人 一直靠啃老为生 之前苏铁就听说他准备结婚 也想过能帮就帮 但万万没想到 人家早就算计到他头上了 另外 他算是听明白了 陈妍父母忽然提出要买车 显然也是给陈鹏结婚用的 他结婚 凭什么要我帮忙出钱 再说了 我怎么帮他解决婚房 苏铁气不打一处来 陈大庆冷哼一声 大声道 凭什么 你说凭什么 我们家陈妍嫁给你以后 陈鹏就是你弟弟 一家人血浓雨水 你帮帮他怎么了 面对咄咄逼人的陈妍一家 苏铁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 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直响 这时 正低头玩手机的陈妍 忽然道 苏铁 我记得你父母在江源小区有一套房子 贷款应该还完了吧 你什么意思 苏铁眉头一皱 急忙问道 陈妍犹豫了一下 才道 那套房子就是旧了点 好在地段不错 离我上班的地方也近 结婚以后 咱俩在那将就几年 咱们的婚房就拿去给陈鹏结婚 等以后有钱了 再重新买一套 好好 说得真好 苏铁胸口闷得说不出话 婚前变卦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把算盘打到他父母的房子上了 尤其是女友陈妍 竟然也是这样想的 她忍着怒火 陈生道 婚房的事 我可以再想想办法 但全款买车 我家拿不出这么多钱 你要是可以就行 不同意就分手吧 不就三十万 你这也跟我分手吗 让你爸妈找亲戚见 肯定能借到 实在不行贷款也行 陈妍不满道 看着陈妍理直气壮的样子 苏铁胸中气血翻涌 眼前一黑 差点晕过去 陈妍 你可真有意思 我爸妈一把年纪了 你让他们贷款 以后怎么还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苏铁强忍着怒火 陈生说道 陈妍顿时委屈道 我说什么了 他是我亲弟弟 你帮帮他怎么了 你还是不是男人 我不是男人 苏铁气得差点笑出声 为了结婚 他几乎快把父母那点养老钱掏空了 他也是没日没夜的加班 现在转头竟然说他不是男人 他算是认清楚 这个爱了五年的女友了 哪是知心恋人 完全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伏地魔 苏铁 你要是不愿意 那就分手吧 人家刘少可没你这么小钱 就在这时 陈妍忽然嘀咕了一声 苏铁愣了一下 忙抬头疑惑道 刘少 哪个刘少 你什么意思 当然是我了 咱们临江市除了我 还有谁敢叫刘少 就在这时 包厢外忽然传来一道不屑的声音 接着 就见一名西装革履 外表俊朗的青年 踏步走了进来 刘峰 怎么是你 看清来人 苏铁只觉得大脑一阵充血 猛的一下便站了起来 这刘峰是他大学同学 有名的花花公子 父亲是临江药业高级经理 资产几千万 被他拿下的女孩 没有上百个 也有几十个了 就苏铁熟知的同学中 就有十几个被刘峰睡过 甚至还有几名怀孕的 看到这个人渣的出现 苏铁心中顿时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 第二章 美女姐姐 第二章美女姐姐 包子在 不欢迎我吗 不过兄弟我也不是来找你的 刘峰轻笑一声 直接踏步走进包厢 将苏铁晾在了原地 包子仔 是刘峰给苏铁起的外号 因为苏铁母亲在大学城卖包子 算是一个颇具歧视的称呼 由于这个外号 在大学四年间 苏铁没少被同学们讥笑 此番再次听到 心中依旧还是说不出的愤怒和屈辱 刘峰 你给我出去 苏铁忍着怒火 沉声呵斥的 则则 包子仔 你也太小气了吧 就给妍妍他们吃这些破烂 实话告诉你 就这档次连我家猪都不吃 刘峰没有理会苏铁 而是扫了一眼餐桌上的菜 讥讽道 听到这话 苏铁脸色更是无比铁青 临江饭店是临江市最豪华的饭店之一 在这里随便吃一顿 都要几千上万 由于囊中羞涩 所以他只能选择最低档次 菜品的确是差了点 但此时被刘峰当着陈炎一家拆穿 他着实有些下不来台 尤其是看着 刘峰那盛气凌人的架势 心中更是有些火大 刘峰 你到底什么意思 这里不欢迎你 马上给我滚出去 苏铁强忍着怒火 沉声说道 刘峰也不生气 只是哈哈大笑道 急了 包子仔 你急了 我今天来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你说一声 炎炎以后是我的女人 你这土鳖以后离她远点 你说什么 苏铁心里咯噔一跳 连忙望向陈炎 陈炎眼神躲闪 低着头 心虚道 苏铁 刘少同意 给我买世纪豪亭的别墅 还得我配一辆奔驰小跑 文言 苏铁如坠冰枯 别墅 跑车 陈炎虽然没有明说 但已经回答了他心中的疑问 归根结底 还是为了钱 什么 还有这事 炎炎你 怎么不早说 害得我和你爸跟这个穷光蛋 浪费了半天的口舌 一听刘峰又是买别墅 又是送跑车 张巧玉脸上顿时乐开了花 陈大庆也是立刻眉开眼笑 急忙道 刘少 你快坐 快坐 叔叔给你倒茶 当即 陈家三人对待刘峰满脸的阴切 反倒将苏铁晾在了一旁 苏铁只觉得 耳朵阵阵嗡鸣 手脚冰凉 已然有些站不稳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这是被当场扣上了绿帽子 包子仔 我和叔叔阿姨他们 还有事要谈 你就别在这里碍事了 滚出去吧 这时 刘峰忽然望向苏铁 大声吩咐道 陈大庆也连忙板着脸 附和道 不错 苏铁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可以走了 他朝着苏铁摆了摆手 如同在驱赶一只苍蝇 苏铁没有动身 只是冷冷地望着陈炎一家 心中已然失望到了极点 包子仔 有件事忘了告诉你 你女朋友的口活真是不错 就是你家的床有点硬了 见苏铁没动身 刘峰忙 趴在苏铁耳朵边上 小声说了一句 听到这话 苏铁彻底忍无可忍 抡起拳头 便砸在刘峰的鼻子上 咔嚓 刘峰立刻捂着鼻子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诛叫 接着鲜血便顺着他指缝涌了出来 你个臭屌丝敢打我 给我干死他 刘峰忍着剧痛 连忙咆哮了一声 随着他一声令下 早已在门外严阵以待的几名手下 迅速冲进包厢 将苏铁架了起来 你小子敢打我 今天不拔你一次层提 老子不姓刘 刘峰捂着鼻子 指着苏铁怒喝道 说完 他顺手抓起茶杯 便要朝苏铁脑袋砸去 住手 包厢外忽然传来一道娇喝 很快 就见一名衣着鲜亮 身材火辣的年轻女子 从门外走了进来 只见那女子穿着一件修身套裙 脚上是一双黑色高跟鞋 胶滴滴是樱桃小嘴上 涂抹着浓重的口红 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知性而又不失性感 气场十足 真极品啊 看清来人 刘峰眼睛都有点直了 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他自认也算是见过不少美女 可像眼前这种不仅外表一流 身材更是辣到爆炸的美女 在临江市 着实还是头一次见 不仅刘峰 苏铁的眼睛 此时也在女子身上 有点无法挪开了 比起陈妍那干巴巴的身材 这才叫真正的女神 那身材 那气质 简直就是心目中的女神 尤其是那不迎宜握的腰身 那挺拔高耸的山巒 那圆润潭的翘臀 那淡淡如同幽兰般的体香 更是让苏铁胸中热血沸腾 美女 你找我吗 刘峰忙将尘眼甩开 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 女子没有理会刘峰 而是反手给了刘峰一耳光 吏色道 你是什么东西 连我沈月灵的弟弟也敢欺负 你敢打我 老子今天 刘峰愣了一下 接着立刻爆幕 先是被苏铁砸了一拳 现在又被一个女人扇了一耳光 这要是传出去 她以后还怎么在临江试魂 当即 她抬手不要打回去 小畜生 你敢 就在这时 包厢的门忽然再次被推开 接着就见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快步走了进来 你猜小畜生 我他妈今天 爸 你 你怎么来了 看到来人 刘峰愣了愣 刘峰帮脸上的肥肉抽出了一下 没有理会刘峰 而是回头望向那名年轻女子 恭敬道 沈总 您 您找我有事 是 沈总 听到父亲的称呼 刘峰只觉得心里忽然一颤 不由想起刚才女子的自称 沈月灵这个名字 她可一点也不陌生 正是临江药业的总裁 他爸所在公司的大老板 临江市为数不多的几名 身价过十亿的顶级富豪 就在这时 他才渐渐反应过来 眼前这女子跟他见过的沈总照片 还真有点像 不过比起照片 本人显然更加冷艳几分 刘建邦 你儿子现在有出息了 连我弟弟都敢欺负 我看你这个经理是当到头了 要是不想干 随时可以滚蛋 沈月灵秀眉微皱 冷冷呵斥倒 弟弟 刘峰又是一愣 连忙诧异的 妄想站在身旁的苏铁 已然有些怀疑人生了 他们大学四年同学 对苏铁的底细 可谓是一清二楚 从未听说过 对方有这么一个姐姐 苏铁也是一脸问号 他父母就他这个儿子 没听说还有个姐姐 不会是我爸的私生女吧 第三章 对不起就算了吗 第三章对不起就算了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苏铁连连摇头 在心中否定了 这个极其荒唐的想法 且不说这沈月灵跟他爸 根本就没有相似之处 就自己父亲那自律的性格 别说私生女 怕是连其他女人 多看一眼都困难 思来想去 他更是一头雾水 沈总 您别生气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这小子 这时 刘剑帮忙望向沈月灵 笑呵呵道 这位沈总的脾气 他太清楚了 可是出了名的户端 之前近熙来的一个没老板 当众调戏他手下的女秘书 结果第二天 就溺死在了清衣江 现在自己的儿子 招惹了对方的弟弟 那还了得 他虽然是临江药业的高级经理 身价上千万 但跟这位商界女王相比 实在是天上地下 想到这 他连忙回头 狠狠瞪了一眼刘峰 怒喝道 小畜生 还不马上向苏先生道歉 道歉 刘峰看了一眼苏铁 心中一阵不怨 他堂堂刘少 给一个穷屌丝道歉 怎么可能 况且 明明是他被打了 现在反而要让他道歉 算什么道理 要是传出去 还不被人笑死 不过见父亲那猪肝一般的脸色 忌不情愿地朝着苏铁拱了拱 道 苏铁 对不起 对不起就算了吗 苏铁冷哼道 他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女友被抢 还被当众羞辱 一句对不起 就想让他罢休 根本不可能 那你想怎么样 刘峰不悦道 面对这么一个 他抬手就能捏死的爬虫 当众道歉 已经是他所能容忍的底线 没想到 对方非但不见好就收 反而得寸进尺 苏铁没有理会 而是扫了一眼尘颜 淡淡道 你去扇他挤耳光 就这 刘峰愣了一下 他还以为苏铁 会有什么过分要求 没想到就这么简单 陈妍这种女人 在他眼中就是玩物 别说扇挤耳光 就算废掉双手双脚 他也不会有丝毫动容 刘建邦心中 也是暗暗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苏铁 会要求他们 父子跪下磕头认错 或者赔钱什么的 现在看来 也不过如此嘛 陈妍却差点哭出来了 急忙嚷道 苏铁 你什么意思 你少给我废话 打你是看得齐年 刘峰毫不犹豫 拉住陈妍 便是挤耳光 很快 陈妍粉嫩的小脸上 便肿起了几个巴掌印 顿时哭了起来 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儿 张巧玉和陈大庆急的团团转 但见刘峰身边那几名 魁梧保镖站在一旁 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刚看着女儿被打 苏铁 您看怎么样 打得够不够近 要不然 我再来挤耳光 刘峰连忙陪着笑道 好 听您的 苏哥您满意就行 刘峰连忙硬道 这时 刘建帮急忙上前 甘笑道 小苏 我这儿子不懂事 冒犯了你 还请你多多包涵 我这就带他回去好好教训 改日我父子必定登门道歉 说完 他连忙拉起刘峰 就准备开溜 我让你们走了吗 就在两人刚抬脚 一道冷冰冰的声音 忽然从背后传了过来 回头望去 就见苏铁正一脸玩味地望着他们父子 苏哥 您还有什么吩咐 一定全力以赴 刘峰压着心中木火 沉声道 苏铁白白手 似笑非笑道 很简单 刚才你扇了陈炎几耳光 现在嘛 你站着别动 让陈炎扇你就行 让他打我 你吃错药了吧 刘峰彻底绷不住 连忙大声叫道 怎么 不愿意 难道要我亲自动手 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的沈月灵 脸上闪过一丝寒意 愿意 当然愿意 刘建帮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 一边附和沈月灵 一边推了刘峰一把 他深知 得罪了这位沈大女王 挨几个耳光 实在已经是轻的 真让对方亲自出手 那就不是挨耳光的事了 想到这 他忙催促道 小畜生 愣着干什么 还不马上按照苏先生的 吩咐去做 刘峰脸色铁青 心中一万个不愿意 奈何父亲发话 他也只能照办 动手吧 他阴着脸 大声冲着陈炎嚷道 刚刚被刘峰无缘无故 扇了几耳光 陈炎正窝着一肚子的火 听到能打回来 丝毫不手软 上去就给了刘峰挤耳光 由于心中有怨 他下手极重 挤挤耳光下去 刘峰的脸 已经肿成了猪头 直到这时 苏铁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白手笑道 不错 差不多了 现在你们可以滚了 刘建邦根本不敢多言 急忙应了一声 拉起刘峰 逃逝地冲出包厢 看到这一幕 陈炎 张巧玉等人 早已是目瞪口呆 那可是刘建邦 千万的富豪 现在面对苏铁 却乖巧得像一条狗似的 这也太不真实了 直到片刻之后 陈炎一家 才渐渐将目光 重新落在苏铁身上 那个 苏铁 之前都是误会 刚才谈到哪了 你打算和小燕年底结婚是吧 我同意 张巧玉忙上前笑道 苏铁不屑一笑 冷冷道 呵呵 我可娶不起你女儿 哪里的话 有这么一个姐姐 区区几十万 那还是是吗 张巧玉脸上 已经笑开了花 双眼不断在 沈月铃身上扫视 虽然她不认识对方 但见刚才 刘建邦父子的态度 也能猜到 必定飞富极贵 要是以后 能跟这种大人物 成为一家人 那可真 就算是攀上大树了 想到这 她忙回头看向陈炎 急声道 小燕 还愣着干什么 快来向苏铁认错 陈炎犹豫了一下 硬着头皮 拉着苏铁的胳膊 哀求道 苏铁 我知道错了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就算给你当牛做马 我都愿意 滚 苏铁一把将陈炎甩开 陈炎愣了愣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毕竟苏铁一直对她 唯命是从 以往不管她犯下什么错误 只要稍微一服软 对方就会原谅她 没想到 现在竟然让她滚 苏铁 她真的知道错了 你别生气 今天这事 陈大庆忙起身倒了杯茶 笑着说道 我说 让你们滚 没听见吗 没等陈大庆的话说完 苏铁直接将她打断 第四章 我的师弟 怎么能这么可爱 第四章 我的师弟 怎么能这么可爱 苏铁的声音不大 但听在陈炎一家耳朵里 却震耳欲聋 顿时 三人到嘴边的话 只能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连忙低着头 灰溜溜地冲出包厢 看着仓皇离开的 陈炎一家三口 苏铁兄中 机遇已久的怒火 这才渐渐消散一些 不过很快 她还是反应过来 要不是沈月琳出面 今天她怕事 不仅奈何不了刘峰分毫 反而很有可能 会被痛打一顿 想到这 她连忙抬头望向沈月琳 真诚道 沈总 今天实在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怕事 小东西 你可是我的好弟弟 跟姐姐还这么客气吗 沈月琳轻轻呵斥了一声 顺势在苏铁脸上捏了一把 苏铁脸颊顿时一红 她长这么大 除了陈炎 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异性 做出这般轻易的动作 而且还是一个如此漂亮的女人 尤其是感受着沈月琳那细腻温柔的小手 苏铁感觉整个人都快要融化了 迟一片刻 她才干咳嗑道 沈总 你恐怕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弟弟 我家就我一个 从来没有姐姐 在苏铁看来 对方必定是认错人了 否则她一个独生子 怎么可能无缘无故 多出这么一个神仙般的姐姐 虽然她也很想认了这个姐姐 毕竟要是有这么一个身份 地位不凡的姐姐撑腰 以后再临江 就没有人敢小瞧她了 但对方既然出手帮了她 她就不能撒谎 却不料 沈月琳听完之后 非但不惊讶 反而捂着小嘴哥哥笑了起来 美呀 太美了 刚才对方一直板着脸 看起来凶巴巴的 虽然也很美 但跟现在比起来 简直撑得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那笑容便如同腊月寒冬的暖阳 看得苏铁浑身暖阳阳的 一时间都有些失了神 小笨蛋 我没认错 你的确是我的失点 沈月琳忽然伸出双手 捧着苏铁的脸 认真说道 面对沈月琳突如其来的邻居离接触 苏铁如同触电了一般 身体瞬间僵在了原地 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否则这样的场景 怎么可能出现在现实 望着眼前那张令人恨不得咬一口的樱桃小嘴 那香软的小手 那道道优弱的体香 苏铁大脑一阵冲血 心中更是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尤其是目光所及之处 那片藏在白衬衣内若隐若现的风轮 更是令她热血翻涌 不过很快 她还是回过神来 忙将沈月琳推开 感渴道 沈总 你真的认错 师弟 什么师弟 苏铁忽然想到 沈月琳刚刚说的话 看来师父没跟你提过 沈月琳多了嘟嘴 忽然问道 五年前 你是不是拜了个师父 不错 你怎么知道 苏铁疑惑地望向沈月琳 上大一的时候 她在学校认识了一位姓黄的老中医 跟对方学了四年的医术 可惜毕业之前 老黄一生不想地辞职了 之后 两人就再也没见过面 毕业这一年 她一直凭借着老黄教的医术谋生 虽然没有获得太大成就 但也算是 有了一份吃饭的本事 因此 二人虽未正式拜师 但苏铁一直把老黄当成师父 你不会也是老黄的徒弟吧 看沈月琳这架时 苏铁忍不住好奇问道 只是令她疑惑的是 老黄一无名气 二无地位 怎么会收了这么一个 又有钱又有势的女弟子 老黄 沈月琳再次插着腰 咯咯笑了起来 随之 那两座风鸾 也跟着颤巍巍地跳动起来 看到这景象 苏铁心痒难耐 她毕竟也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此时包厢内又没别人 她真有种将对方扑倒的冲动 大姐 您能不能坐下说话 稍一迟疑 苏铁才干咳到 沈月琳愣了愣 很快便反应过来 不过她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 反而有意挺了挺胸脯 笑道 小笨蛋 师姐身材好吧 啊 苏铁尴尴尬一笑 沈月琳得意一笑 才继续道 什么老黄 师父可是世外高人 道号泰玄真人 乃是真正拥有大神通的人物 泰玄真人 大神通 苏铁愈发有些糊涂了 沈月琳思量片刻 才道 罢了 现在跟你说 你也听不明白 有几件东西 师父让我交给你 说完 她从包里取出一个木制小匣子 递给苏铁 打开之后 里面是一枚黑色药丸 以及一块玉佩 见苏铁满脸疑问 沈月琳忙介绍道 这药丸是洗髓丹 当年师父 怕你年纪轻 会走上邪路 所以教你道法时 先封住了你的经脉 现在只要服用这枚洗髓丹 你的经脉 便会彻底打通 洗髓丹 经脉 道法 苏铁呆呆地望着沈月琳 沈月琳揉了揉苏铁的脑袋 宠溺道 我的师弟怎么能这么可爱 对了 你还记不记得 师父教过你太玄经的土纳方式 那就是本门的内修功法 算了 看来师父都没告诉你 就由我这个大师姐 跟你详细介绍吧 经过沈月琳的一番解释 苏铁对经脉 太玄经 以及太玄神通 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就相当于 一名武林高手 不仅要修炼外功 还要修炼内功 医术 拳法 腿法 这些都相当于外功 而太玄经则是内功 如果只会外功 不修内功 那就只能文为三流 只有内外兼修 才能将实力发挥到极致 几年前 苏铁跟老黄 虽然学了太玄经的修炼方式 但却被封住了经脉 所以相当于 一直在做无用功 这也是他医术 始终平平无奇的缘故 那这个鸟形玉佩是什么 苏铁的目光 忽然落在匣子内 那枚血红色玉佩上 什么鸟 这是朱雀 它是 沈月灵顿了顿 似有难言之意 接着才吞吞吐吐道 就是师父随身佩戴的玉佩 现在留给你当作信物 算是一个纪念 那老黄如今人在哪 苏铁继续问 沈月灵摇摇头 苦笑道 师父是高人 当然是去云游四方了 至于在哪 我也不清楚 听着沈月灵的一席话 苏铁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 几年前认识的一个老中医 现在变成了老神仙 还给他多了一个师姐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他现在算是接受了自己 多了一个师姐的事实 师姐 今天太感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的出现 我怕是要丢人了 苏铁连忙感激道 沈月灵笑了笑 大声道 你可是我师弟 我帮你是应该的 以后要是遇到麻烦 随时给师姐打电话 就算是天王骄子 我也不会放过他 谢谢师姐 有你这么一个师姐撑腰 我真是太幸福了 苏铁由衷道 她是独生子女 从小便希望有个姐姐 没想到竟然真实现了 心中自然是说不出的喜悦 沈月灵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接着紧紧握着苏铁的手 忽然道 小笨蛋 幸福的还在后面 除了我 你还有六个师姐呢 第五章 师姐 你不讲武德呀 第五章师姐 你不讲武德呀什么 还有六个 苏铁不由则舌 心中暗暗叹息 这老黄还真是有福 一把年纪了 竟然有七个女徒弟 以后怕是吃喝不愁了 别急着惊讶 我已经通知他们 我找到你了 最近应该都会回来 看你这个小笨蛋 说着话 沈月灵很自然地 又捧着苏铁的脸 狠狠地揉了几下 苏铁无奈摇头 干咳 师姐 我又不是小狗 你别这样 怎么 你是我师弟 让师姐揉几下还不行吗 沈月灵嘴角扬了扬 一把将苏铁抱进怀中 顿时 苏铁的脑袋 直接被迫扎进 那片香软沟壳之中 我去 也太像 太软了吧 苏铁只觉得 脑袋一阵充血 鼻血险些喷涌而出 即便还隔着衬衣 但他依旧能感觉到 那片滑腻温润 令他忍不住想咬上一口 过了好半天 沈月灵才将苏铁放开 小哥哥道 好了 跟师姐回家吧 今晚你我师姐第二人 可要促膝长谈 说完 他毫无顾忌地 拉起苏铁的手 便要起身 叮铃 就在这时 沈月灵的手机忽然响起 他连忙接通 应了几声 才满脸不好意思道 小笨蛋 我公司有点事 要回去处理 不能陪你了 没关系 那我自己回家 咱们改日再聊 苏铁忙到 今天婚事没谈成 他还要回去 跟母亲解释清楚 沈月灵揉了揉苏铁的脑袋 接着从包里 取出一张银行卡 和一把车钥匙递给苏铁 正色道 初次见面 这是师姐给你的一点见面礼 车就是旧了点 勉强还能开 要是不喜欢 卡里有一千万 自己去选 一 一千万 苏铁一口血 差点喷出来 他这辈子 可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要知道 按照临江市的物价 一千万都能在 最豪华的地段 买套别墅 而且还能衣食无忧十几年 不过很快 他还是忍住了 他摆摆手 苦笑道 师姐 这礼物太贵重 我不能收 如果需要钱 我会凭自己的本事 去挣 好 不愧是我的师弟 沈月灵一阵侧目 看向苏铁的眼神 更多了几分赞赏 接着又取出一张金色卡片 递给苏铁 板着脸道 这是一张购物卡 里面没有钱 但在临江市 所有的大型饭店商场消费 都可以直接刷卡 这你总不能不收了吧 这 见沈月灵一脸坚定 苏铁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车钥匙和购物卡收下 你拒绝一次 那是客气 拒绝第二次 那真就是不给面子了 何况只是购物卡 收下不用也无妨 好了 新车 你可能也开不习惯 我让我司机送你 沈月灵满意地笑了笑 这才拉起苏铁 往酒店外走去 当即 师姐第二人边走边聊 苏铁虽然不善言谈 但在沈月灵面前 却感到十分的轻松 聊天内容也是毫无顾忌 充满着欢声笑语 小笨蛋 你刚才处置那两个人的手段 真是够爽的 就是有点便宜流风的小子了 你怎么不让我把刘建邦直接开除 沈月灵挽着苏铁的手臂 好奇问道 苏铁苦笑摇头 因为我 你把移民公司高层开除 这样恐怕不能服众 你已经帮我出了气 我可不能再让你为难 原来 你是这样想的 沈月灵心中顿时十分感动 他没想到 苏铁竟然还在为他着想 心中愈发坚定与这个师弟相认 是一件极其正确的选择 稍一迟疑 他连忙拍着胸脯 保证道 师弟 等公司难关过去 我一定找理由 把刘建邦那老家伙开了 让刘峰变穷光蛋 苏铁无奈摇头 他实在不想让沈月灵因为自己 而影响到公司决策 但见对方态度坚决 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点头硬了下来 心中也是十分的感动 他没想到 两人今天第一次相认 对方便如此袒护自己 反观陈妍五年相处 换来的却是背叛 好了 好了 都过去了 等过些天 师姐给你找个好老婆 保准比那姓陈的女人强一百倍 似乎猜到苏铁的心思 沈月灵轻轻揉着苏铁的脑袋 笑着安慰道 闻言 苏铁心中更是黯然神伤 虽然陈妍算不得什么绝世大美人 但两人毕竟交往了五年 说没感情那是假的 结果却发生了今天这些事 怎么 不相信师姐的话 要是实在找不到 那师姐给你当老婆好了 还有你六个师姐 他们也都给你当老婆 沈月灵忽然转身 双手还住苏铁的脖子 望着面前吐气如蓝的美艳女子 苏铁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加上那阵阵涌入鼻息的幽香 身体已然有些失去控制 下意识想要复身上去 不过她还是忍住了 连忙扭过头 想要挣脱 怎么 师姐不好看吗 沈月灵却没有丝毫顾忌 深深地注视着苏铁 悠悠说道 苏铁迟疑了一下 苦笑道 师姐 你不知道自己很美吗 再这样 我可真就忍不住了 小笨蛋 算你会说话 师姐今天就放过你了 沈月灵鸣嘴一笑 这才将手松开 看着满脸得意洋洋的沈月灵 苏铁顿时一眼黑线 师姐 你不讲武德呀 来骗 来偷袭 我这个二十四岁的小师弟 这好吗 这很好 不过心中却忍不住想着 要真有沈月灵这样的女人当老婆 那真是人生一大兴使 身材极品 长相一流 最关键的是 还善解人意 简直就是梦中女神 好了 我还是先给你介绍一下 其他六个世界吧 不然以后 见到你都不认识 沈月灵鸣笑一声 这才忽然道 苏铁点点头 立刻将心中那些 不切实际的思绪扫清 二人一边闲聊 很快便来到停车场 沈月灵跟司机打了个招呼 便匆匆离开 苏铁也忙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我去 这就是价值上千万的麦巴赫吗 看着车内豪华装饰 苏铁颇有些 刘老老经大官员的感觉 他实在没想到 沈月灵随手送给他的车 竟会如此昂贵 要知道 在临江这种三线城市 麦巴赫这种顶级豪车 可谓是寥寥无几 今天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实体 最关键的是 现在这辆车就属于他 要是能开着这辆车出去转一圈 怕是立刻能引起 临江市民园圈的一阵轰动了吧 这时 苏铁忽然想起 沈月灵刚才说的话 车就是旧了点 勉强能开 天哪 这说的是人话吗 麦巴赫才是 勉强能开 难道这就是 富婆仙女的快乐生活 苏先生 请问我们现在去哪 就在苏铁 正沉浸在拥有豪车的兴奋时 一道温和的声音 忽然传了过来 第六章 豪车 第六章豪车抬头望去 原来是司机正在说话 苏铁顿时一阵尴尬 刚才太过陶醉 竟然忘了这一茬 于是连忙干渴道 对不起 去大学城 没关系 苏先生 梁振山连忙微笑摇头 有些受宠若惊 这可是沈总的弟弟 竟然跟他一个司机说对不起 这素质也太高了 他给沈月灵开了近十年的车 遇到过的那些富家子弟 哪个不是飞扬跋扈 像苏铁这样的 着实还是第一次见 一时间 对苏铁的印象也好了不少 稍稍迟疑 梁振山便立刻发动起车 往大学城方向开去 大学城位于临江市南郊 附近有三所大学 两所财经类的二本 一所医学类的一本 苏铁的母亲 就在这附近的美食城 摆了一个小摊卖包子 晚上十点 出来吃饭的学生 陆陆续续回到学校 李贵兰的包子 也卖得所剩无几 便准备收摊子回家 顺便给儿子打个电话 问问今天和女友一家见面的事 就在这时 一阵发动机嗡鸣声忽然响起 接着就见一辆豪华跑车 缓缓停在美食城门前 大学城不乏豪车出现 但在美食城附近 还是有些罕见 因此 一些还未收摊回家的摊贩们 立刻便扎堆 一轮起来 我的天 你们谁知道 这是什么车 怎么这么帅 应该是奔驰小跑 不过这车至少好几百万 怎么会开到咱们这破地方 不会是来吃饭的吧 开几百万的车 来这里吃饭 你信吗 要我看 多半是来找人的 找谁 找你还是找我 就咱们这些穷苦老百姓 谁家能有这土豪亲切 重摊贩一边议论 也没太在意 毕竟偶尔有个豪车路过 也是在理解范围之内 妈 怎么还不收摊 赶紧回家 就在这时 车内走出一名西装革履的青年 大声嚷道 听到这声音 重摊贩的目光 再次聚集过去 接着 就见青年竟然朝着一个 水煎包的摊子走去 什么情况 那是张翠芬的儿子 他家竟然这么有钱 其中一名中年人 忍不住惊叹道 其他人虽未开口 但也都是一脸震惊 张翠芬却一脸云淡风轻的模样 望着迎面来的青年 淡淡笑道 李扬 你怎么来这破地方了 说了不用接 我自己会回去 怎么老不听 说着话 他连忙妄想众人 笑着介绍道 这是我儿子李扬 不让他来接我 他非要来 真是没办法 李扬 快过来 妈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刘伯伯 宋阿姨 还有你张大爷 李扬笑了笑 主动上前跟众人打招呼 翠芬 你可真是有福啊 竟然有这么一个儿子 不仅人长得帅 还这么孝顺 就是 还开着豪车 工作一定很不错 真是让人羡慕 不像我家那兔崽子 成天就知道吃喝玩乐 哼 他也没你们说的那么优秀 就是每个月的工资 比咱们一年挣的还多 张翠芬语气颇为得意 看着众人羡慕极度的目光 张翠芬脸上洋溢着笑容 十分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就在这时 他的目光忽然落在 正在收摊的李桂兰身上 整个美食城 大部分熟人此时都围过来捧场 只有李桂兰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这令他很是不满 装什么装 张翠芬脸上笑容立刻收敛 冷冷地哼了一声 两家是多年的老邻居 他一直被李桂兰压一头 不仅人员比不过对方 连生意也比对方要差不少 最关键的是 李桂兰的儿子上的是重点大学 毕业以后在市里知名中医药房实习 而他儿子就是一个普通三本 现在只能给人当司机 今天好不容易 儿子借来一辆奔驰小跑 就是想压一压对方的气焰 没想到李桂兰直接来个不搭理 要是这场戏就到此结束 那就太没意思了 想到这 他故意上前 不冷不热到 桂兰 这么晚了 待会让我们家里洋送你回家吧 正在收拾东西的李桂兰 抬了抬头 忙摆手道 不用了 我们家苏铁待会来接我 他骑个破三轮车有什么好接的 还是坐李扬的车吧 又快又舒服 张翠芬轻笑一声 淡淡道 再说了 这么好的车 你肯定还没坐过 今天不过过瘾 以后还知道有没有机会呢 他与其中夹枪带棒 充满嘲讽意味 李桂兰的脸色也逐渐沉了下来 说他也就算了 还连带着说他儿子实在难以忍受 有人见气氛不对劲 忙上前打圆场道 其实苏铁也挺孝顺的 每天都来接桂兰 比我家儿子强多了 哼哼 他孝顺什么 二十好几的人了 连辆车都买不起 这么冷的天 还让他妈坐个破三轮 要是我 直接死了算了 张翠芬越说越起劲 这时 李扬忙上前 笑呵呵道 妈 你也不能这样说 苏铁想买 也要买得起才行 奔驰小跑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开的 对 儿子说的对 像这样的豪车 有些人一辈子也开不起 张翠芬笑着附和道 听到这话 李桂兰嗓子里 如同堵了石头一般难受 他想反驳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因为对方说的都是事实 凭他们 这小老百姓 怎么可能开得起这种豪车 要是出言反驳 反而是自取其辱 呼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一辆黑色轿车 一个漂亮的飘移 缓缓停在包子摊前 今天是怎么了 咱们这破地方 竟然又来一辆豪车 好像没有李扬的奔驰小跑拉风啊 不过看起来也挺贵吧 其中一名满脸胡须的中年人 连连感慨道 另外一名年轻些的小伙子 撇嘴道 图老帽 这是麦巴赫 真正的顶级豪车 最起码也要上千万 比奔驰小跑 不知道贵多少倍 听到这话 重摊贩的目光 立刻从奔驰小跑 迅速移动到了这辆 忽然出现的豪车上 第七章 小梁 第七章小梁 我的天 上千万 我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啊 没想到这车竟然这么贵 要是能让我坐上去兜兜风 那这辈子也没遗憾啊 据我所知 咱们华夏的马首富 坐的就是这车 咱们这些穷人 还是靠边站嘛 重摊贩一边一轮 看向那辆麦巴赫轿车的眼神中 充满渴望 就连李扬也是一愣 他是给人当司机的 对豪车可谓是如数家珍 一眼就能看出来 眼前这辆麦巴赫 没有一千三百万 怕是拿不下来 最关键的是 这种顶级配置 整个华夏都十分罕见 更别说临江这种三线小城市 能坐在这辆车上的人 绝对的非富即贵 这大晚上的 会是谁来了 他忍不住轻难了一声 不止李扬 其他摊贩的目光 此时也都齐刷刷地集中在了 那辆车上 都在期待 接下来会从车上下来 什么大人物 就在这时 车门轻轻打开 接着 就见一名衣着朴素的青年 快步从车内钻了出来 然后两步小跑 来到李贵兰面前 满脸欠一道 妈 对不起 我有点是耽误了 咱们快回家吧 苏田李贵兰愣了愣 下意识又抬头扫了一眼 那辆豪车 一时间有些没回过神来 虽然他不太清楚 那辆车具体值多少钱 但也能判断 至少不会比李扬的 那辆奔驰差多少 自己儿子什么情况 他太了解了 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每个月的实习工资 也就几千块钱 别说这样的豪车 便是普通轿车也买不起 不止李贵兰 美食城所有人摊贩 此刻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苏田 尤其是张翠芬母子 半天都没能合拢 妈 怎么 苏田这时也发觉不对劲 李贵兰证了证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毕竟他现在也没搞清楚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倒是李扬很快反应过来 连忙上前 好奇到 苏田你可以啊 连卖巴赫都开上了 是你的吗 哦 这不是我的车 苏田如实回答 刚才在车上他就想过了 这车太过昂贵 实在不能接受 虽然很喜欢 但无功不受禄 他决定还是找机会 还给沈月琳 听到他这话 李扬和张翠芬母子二人凝重的脸色 逐渐舒缓 搞了半天 原来是借的车 就说你一个穷小子 怎么走了狗屎运 连这种顶级豪车都开上了 当即 李扬再次恢复底气 忙拍了拍苏田的肩膀 不邪道 苏田 不是哥说你 想在大家面前卖弄 这我能理解 但也要在你所能承受范围内 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 一个车咕噜 都够你吃一辈子了 要是损坏什么零件 你妈卖多少年 包子都配不起 知道吗 你误会了 我真没这想法 苏田迟疑了一下 有点没明白李扬什么意思 他就是顺路过来接母亲回家 怎么就成想在大家面前卖弄了 你不用辩解 我还不了解你 不就是想在大家面前 显示你有本事 有什么用 不是你的 永远不是你的 李扬直接打断苏田的解释 冷冷讥讽道 他话音刚落 这时麦巴赫的车门再次打开 接着一名中年人踏步走了出来 只见来人西装革履 戴着一副黑边框眼镜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虽然长相一般 但气质着实不凡 我去 梁总 他怎么来这了 看清来人 李扬脸色瞬间一变 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那辆奔驰超跑 梁振山 他背后的大老板 临江是医药界的知名人物 这辆奔驰超跑 就是对方交给他去保养的 要是被对方知道 他私自开车来这地方 恐怕他这份工作 也就干到头了 只是 令他感到疑惑的是 这种身价千万 身份尊贵的富豪 为何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最关键的是 对方好像还是和苏铁 从同一辆车内下来 难不成说 这二人有什么关系 梁振山倒是没注意到 李扬的存在 下车后 便立刻朝着苏铁母子走去 他原本没打算下车 但又觉得自己 见到沈总弟弟的母亲 要是不下车打个招呼 那就太实力了 更何况 他对苏铁的印象很是不错 不仅有礼貌 而且待人谦和 他也十分乐意与对方拉近关系 苏先生 请问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来到包子摊前 梁振山连忙笑着问道 这位是 不等苏铁回答 李贵兰很是警惕地 望向梁振山 刚才儿子从豪车上下来 他就有很多疑问 现在又来了这么一个人 着实令他有些忧虑 哦 我叫梁振山 您叫我小梁就行 梁振山连忙自我介绍道 正躲在人群中观望的李扬 听到这话 一口血差点喷出来 小梁 开什么玩笑 林江市医药界的知名人物 身价千万的富豪 连林江市副市长见到 也要称呼一声梁先生的大佬 现在竟然在一个卖包子的摊贩面前 自称小梁 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 威严霸道的梁总吗 小梁 李贵兰此时也是一头雾水 他总觉得奶不对劲 但一时又想不太明白 看着母亲满脸怀疑的表情 苏铁连忙干咳一声 笑道 妈 这是我一个朋友 今天正好没事 就开车送我过来了 说着话 连忙给梁振山递过去一笼包子 调转话题道 来 尝尝我妈的手艺 正宗江南风味 他深知母亲向来谨慎 看到自己从豪车上下来 又认识这么一个衣着不凡的中年人 自然会有胡思乱想 只是他一时也没想好如何解释 只能这样先糊弄过去 好好 梁振山立刻会议 接过包子便大口地吃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称赞道 味道真是不错 的确很正宗 他也是老江湖了 一眼便能看出苏铁的母亲在担忧什么 为了不给苏铁带来麻烦 知道这时应该选择回避 于是 忙干咳咳道 苏先生 那我先去车里等你 说完 他转身便要离开 就在这时 梁振山的目光忽然落在人群中一道身影上 李昂 你怎么在这 我不是让你把车开去保养 怎么开到这来了 梁振山扫了一眼 停在路边的奔驰超跑 第八章 两极反转 第八章两极反转 李昂心里咯噔一跳 他没想到 自己躲在人群中 竟然还是被梁振山看到了 面对大老板的质问 他只觉得手脚发颤 连忙支支吾吾道 那个 梁总 我马上就去 马上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明天沈总还要开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他若怪罪下来 你担得起吗 梁振山指着李昂的鼻子 大声呵斥道 是 什么 这是沈总明天要开的车 听到梁振山的话 李昂只觉得如同被人当头一棒 那位沈总的脾气 他可太清楚了 手下稍微有点瑕疵 就可能大发雷霆 要是知道 有人开着他的车来炫富 必定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想到这 他只觉得腿肚子发软 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 梁总 求求您 千万不要跟沈总说这件事 我知道错了 放过我这次了 李昂急忙上前 大声哀求道 梁振山一把将李昂推开 冷哼道 开沈总的车出来招摇撞骗 还敢让我帮你求情 等着被开除吧 说完 他头也不回 直接起身回到车里 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为观众摊贩 脸色立刻变得无比玩味起来 呵呵 原来他也是借来的车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他的呢 装的人五人六的 反而还把苏铁教训一顿 什么叫也 人家苏铁从一开始就没说车 是自己的 反倒这李昂 真是人品有问题 众人本就对李昂刚才的傲慢态度 有些不满 此番看到这情形 自然是毫不留情地 开启嘲讽模式 更有人开始为苏铁铭不平 李昂却根本没心思去管这些 为了这份工作 他家花了好几万打点关系 现在因为这点事 就要丢掉工作 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苏铁 我的苏哥 求求你 把我跟梁总求求情骂 稍一迟疑 李昂连忙拉着苏铁 大声哀求道 他知道 这种时候 也就苏铁能帮上他的忙了 虽然有点丢面子 但他也顾不得太多 苏铁冷笑一声 白手道 李昂 就我这身份 怕是帮不了你 苏铁 你就别开玩笑了 凭你和梁总的关系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李昂连忙陪着笑脸 张翠芬这时也绷不住了 忙上前 满脸堆笑道 桂兰 咱们两家那可是多年的老邻居 你不能见死不救 就当我求你了 刚才是我不会说话 我向你道歉 你要是不解气 那就打我一顿 但你不能不帮李昂啊 实在不行 我给你跪下了 好了 你别这样 李桂兰面路不悦 连忙将张翠芬拦住 虽然心中 对这母子二人很是不满 但他也实在 印不下这颗心 于是小声道 苏铁 你要是能帮忙 就帮李昂 跟那个梁总说说吧 好 那我去说说 苏铁微微点头 淡淡说道 听到苏铁这话 张翠芬和李昂 顿时面露欣喜 急忙道 苏铁 谢谢你了 以后来我家吃水煎包 不要钱 呵呵 苏铁冷冷一笑 直接选择无事 两家邻居多年 这母子二人什么德行 他太清楚了 要不是看在母亲的面子 他根本不可能答应帮忙 妈 快点收 我爸还等着呢 苏铁回头催了一声 收完摊子 苏铁便和母亲 直接上了麦巴赫 在众人羡慕夸赞声中 消失在美食城 不得不说 苏铁这孩子 人品还真是不错 不仅孝顺 而且还是医生 比某些满嘴谎话的人 可强多了 那是当然 苏铁是我看着长大的 可惜我女儿已经结婚了 不然我肯定不会放过 一边议论 看向张翠芬母子二人的目光 更是充满不屑 他奶奶的 这小子 怎么攀上两种这棵大树了 李扬摸着脑袋 心中很是疑惑 张翠芬阴着脸 不耐烦道 好了 你还嫌不够丢人 赶紧收摊回家 文言 李扬忙应了一声 匆匆帮忙把摊子收好 便和母亲逃逝地离开美食城 江苑小区 距离美食城 大约半个小时车程 到达目的地之后 苏铁让母亲先走 他则有意留在了车里 苏先生 请问车停在哪里 梁振珊连忙问道 苏铁干咳一声 笑道 梁总 真是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 还劳烦你将我送回来 不过 这车我真是不能收 麻烦你跟我师姐说一声 梁振珊先是一愣 接着哈哈大笑道 苏先生 你可能还不清楚 你在沈总心目中的重要性 区区一辆车 根本算不得什么 我建议你还是收下吧 可这车也太贵了点 我实在受之有愧 苏铁有些不好意思道 梁振珊白白手 淡淡道 苏先生 有时候接受比拒绝 更能表达善意 况且 这是沈总的一番心意 你若拒绝 他反而会难过 那好吧 我就先收下了 不过 我家小区没有停车位啊 苏铁摸着脑袋 有些不好意思道 他家这小区 已经是十几年的旧小区了 几番改造 别说停车位 就算自行车 都没有停的位置 梁振珊愣了一下 他也是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稍一犹豫 才道那这样 车先停在我家 苏先生若是有需要 随时打电话给我便可 那就拜托了 苏铁顿时如释重负 且不说停车位的问题 他解决不了 要真有这么一辆豪车 停在小区门前 怕是第二天 就会引起一场轰动 下车后 苏铁便匆匆往家赶去 没想到刚进家门 就被母亲李桂兰拦住 严肃问道 苏铁 你跟妈说实话 那个梁总到底是什么人 不会是搞传销的骗子吧 苏铁顿时一脸黑线 忙道 妈 您想多了 两种是临江十一药界的大人物 怎么可能是搞传销的 我可没想多 人家这么大的人物 怎么可能给你当司机 不会是想让你去做什么 违法乱计的事吧 李桂兰更加紧张 怎么越说越离谱了 苏铁无奈摇头 心中却暗暗想着 要是让母亲知道 自己还有个在临江药业 当总裁的师姐 怕是会更加睡不着觉了 第九章 洗水单 第九章洗水单 好在母亲也没深究 苏铁随便编了几个理由 总算是敷衍了过去 倒不是他不相信母亲 而是这件事太过离奇 他实在也是 没想好该如何解释 几年前拜的老先生 忽然变成老神仙 还多了七个女师姐 而且各个身怀绝技 怕是如实交代母亲 也不会相信 罢了 我就一句话 违法乱计的事 你不许干 否则我一定大意灭亲 李桂兰指着苏铁 再次叮嘱道 苏铁苦笑一声 只能坚定地点了点头 由于今天到家时间比较早 母亲帮父亲受伤的双腿按摩 苏铁则到厨房 随便给老两口做了点宵夜 一家人一边看电视 一边闲聊 其乐融融 就在这时 李桂兰忽然开口问道 苏铁 你今天跟陈妍的父母谈得怎么样 年底能不能结婚 他这话一出口 客厅内的气氛 立刻变得凝重起来 苏铁结婚这事 一直是家里的的难题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没钱 其实老两口早就想问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他们怕儿子为难 更怕听到陈妍家 又提出他们无法承受的要求 他们家要求全款买车 还要我负担他弟弟的婚房 沉默片刻 苏铁如实回答 听到这话 客厅内又是一阵寂静 只是比起刚才的气氛 还要凝重 哦 这个那大概还要几十万吧 我们家一十半会拿不出这么多钱 不如 我让你爸找你大不二伯借点吧 片刻之后 李桂兰勉强强挤出一丝笑容 苏忠亮也忙拍着苏铁的肩膀 安慰道 不错 你大不二伯肯定有钱 我找他们借 应应该能借来 看着父母语无伦次的样子 苏铁只觉得心都在滴血 他父亲和大不二伯的关系 一直极差 甚至势同水火 现在却为了他拉下面子 去借钱 实在令他无比愧疚 稍稍平静 他才忙道 爸妈 不用了 我已经跟陈妍分手了 什么 分手 你怎么能这么傻 钱的是我和你爸能解决 你怎么能一起用事 李桂兰顿时即到 他倒不是多看重陈妍这个儿媳 而是实在不忍心 看到儿子难过 苏忠亮也是一拳砸在沙发上 自责道 都怪我 要不是我这双腿废了 还能出去多赚点钱 爸 您别这样说 不是钱的问题 您已经做得够好了 苏铁连忙握住父亲的手 坚定道 爸 您别担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您的腿 并且赚很多钱 让你跟我妈都过上好日子 他父亲原本在临江市一家包装厂上班 两年前未就同事 砸伤了双腿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 耽误了医治 拖延之下 伤势逐渐加重 至今只能瘫痪在床 苏铁也曾试图用中医的方式 给父亲医治 可惜始终没有半点成效 如今只能每日按摩缓解疼痛 见父亲因为这事 而满脸愧疚的样子 苏铁心里很是不好受 好好 爸相信你 苏忠亮连连点头 眼神中的愧疑 却更加浓郁 在他看来 如果不是他双腿受伤 就能挣更多的钱 儿子也就不用和女友分手了 苏铁没有再多解释 心中却已然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父亲的腿治好 吃过夜宵 帮母亲将父亲搀扶回房间睡下 苏铁洗了得早 也回到房间准备睡觉 劳累了一天 明天还要上班 他可不想吃到 刚躺下 这时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原来是师姐沈月灵 发来了一个微信家群邀请 他直接点了同意 有意思 泰玄真人弟子交流群 苏铁默念了一遍群名 糟糕的心情不友好了一些 尤其是想到那个神仙般的师姐 心中更是说不出的暖意 匆匆通过家群邀请后 他立刻便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各位师姐们好 可惜消息发出去之后 竟然没有一个人回复 直接来了个冷场 这让苏铁很是尴尬 他本以为其他六名师姐 会像沈月灵那般热情 看来是想多了 大家毕竟都没见过面 左右睡不着 他便大略扫了几眼师姐们的头像 其中大姐沈月灵的头像 是他本人照片 一张烈焰红唇性感制服照 符合霸道总裁的人设 二姐的照片 则是一个红色的图案 像是一团火焰 又像是什么符号 看起来极为神秘 其他几名师姐的头像 则千篇一律 要么是风景照 要么是小猫小狗什么的 唯一特别的是 四师姐灵萧萧 竟然用的 还是几年前流行的手绘头像 还戴了一个圣诞帽 我去 这姐姐有多少年没上网了 苏铁无奈摇头 就在这时 她的目光 忽然落在最后一张风景照头像上 背景像是一片大草原 昵称是泰玄真人 这不会就是老黄吧 一把年纪 竟然也用微信 看到老恩师 苏铁自然毫不犹豫 立刻添加好友 老黄医术不凡 且见识颇深 苏铁准备问问对方 是否有医治他父亲腿伤的方法 可惜过了十多分钟 对方一直没有通过 这让苏铁颇有些失望 就在这时 她忽然想起沈月灵 跟她提到过的经脉 道法之类的事 虽然当时懵懵懂懂 但此番回味起来 着实又另有感想 听师姐的意思 服用那枚洗髓丹后 我说不定就能医治父亲的腿伤了 苏铁心中暗暗猜测道 想到这 连忙取出木匣 将那枚洗髓丹拿了出来 洗髓丹 真的假的 不会是卖力素吧 看着手中的巧克力色药丸 苏铁苦笑不止 不过她还是拿起那药丸送进口中 她相信 沈月灵这样的大美女 一定不会骗她 药丸入口即化 微微有些苦涩 但却回味无穷 呼 就在这时 一股热流忽然从苏铁的喉咙 沿着全身经脉 如同前膛潮水一般 朝着五脏六腑奔涌而去 那热流涌动速度极快 而且温度极高 苏铁只觉得 整个人如同置身烤炉中一般 短短几分钟 她已然是满头大汗 喉咙更是燥热的 几乎快要喷火 作为一名医学生 她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饶氏早有心理准备 此时也是立刻方寸大乱 我去 我不会要走火入魔了吧 苏铁心中大惊 连忙掏出手机 准备询问沈月灵什么情况 是不是自己打开方式不对 却不料 手机刚取出 她脑子里瞬间一白 接着整个人便彻底失去了意识 第十章 我的师弟太帅了 第十章 我的师弟太帅了 太玄京 笨蛋 快按照太玄京吐骂 昏昏沉沉中 苏铁隐约听见 耳边传来一道暴躁的声音 像是老黄 但又不太能确定 太玄京 苏铁心中一动 这太玄京 是老黄叫她的一种吐纳方式 虽然对身体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但的确能让人凝神尽气 算了 死马当活马医 想到这 苏铁勉强用最后一丝精力 盘膝坐下 开始按照太玄京的方式吐纳起来 就在这时 神奇的一幕出现 随着她打坐吐纳 周身两尺之内 竟然出现 倒倒绿色细线 不断顺着她的鼻息涌入体内 而一旦睁开眼 停止吐纳 那绿色细线又消失不见 起初苏铁还有些担忧 自己不会忽辱什么有害物质了 只是渐渐 体内那股燥热气息平稳 她便意识到自己想多了 虽然还不清楚 那绿色细线是什么 但至少能肯定对身体无害 看来师姐没骗我 这太玄京的确有用 苏铁心中暗暗感慨 当即再次闭上双眼 开始继续吐纳 清晰地感觉到 随着那绿色细线进入身体 原本在五脏六腑 横冲直撞的那股热气 趋于平稳 并逐渐沿着经脉 汇聚在气海穴位置 一个小时以后 体内的那股热气彻底消散 体温也逐渐恢复正常 呼应该没事了吧 想到这 苏铁盲准备睁开眼睛 却不料 这是她脑子里忽然嗡的一声 接着便发觉自己 竟然置身于一片宽阔大草原上 在她面前是一张十案 岸上摆放着四卷古书 太玄经 一道片 五道片 这不会就是老黄留下来的吧 不过本门的传工方式 还挺有趣 苏铁青南道 直到目光落在第三卷古书上时 她心中顿时一沉 这第三卷古书和第四卷古书 她明明能看到就在眼前 但书的名字却一片模糊 好像眼睛被打了马赛克一般 难道是老黄不想让我看 又或者 我还不够资格 苏铁没有细想 而是将目光直接落在 第一卷的一道片上 她现在急于寻找 医治父亲腿伤的办法 或许这一道片内就能找到 古卷开启 瞬间一道白光射来 苏铁只觉得眼睛一阵刺痛 随着脑子里又是一白 便彻底昏死过去 不知道过去多久 苏铁猛然惊醒 我去 什么味道 她只觉得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极为刺鼻的味道 又腥又臭 很是难闻 很快苏铁便发现 自己身上 竟然分泌出一些黑漆漆的物质 而那气味 正是从这些东西上散发出来的 难道这边是洗水痰的效果 苏铁心中琢磨 她学习中医 对玄之右玄的事 也了解不少 以往便听说过 凡人洗水之后 便会排出体内污浊 脱胎换骨 甚至炎炎异瘦 不过自己除了醒来后 神清气爽之外 身体似乎也没有太大变化 苏铁也来不及多想 她深知 要是被父母看到她现在这模样 怕是又解释不清了 当即 连忙趁着父母还未起床 匆匆将床单被罩塞进洗衣机 她自己也顺便冲了个凉水澡 将一身污泥清洗干净 这才回到房间 距离上班时间 还有一个多小时 苏铁准备再睡一会 没想到这时 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拿起一看 竟然有十几条微信未读消息 而且还都是 泰玄真人弟子交流群发来的 点开内容 苏铁顿时目瞪口呆 什么 我的小师弟来了 师姐可想死你了 快来让师姐抱抱 三师姐安禄道 二师姐临摹跟着回道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要抱抱小师弟 你们别这样 吓到小师弟了 大师姐沈月灵急忙回复 还带着一个滑稽的笑脸 显然口是心非 我的小师弟 我还不能抱抱吗 我还要按道轻轻呢 三师姐发了一个坏笑的表情 二师姐则回了一个鄙视的表情 接着道 老三 你矜持一点好吗 不错 三师姐都把小师弟 吓得不敢说话了 这时 潜水的五师姐 陈珊珊发了一个 无嘴笑的表情 三师姐回了一个问号 接着道 我有吗 我觉得我已经很克制了 不过小师弟真的没有回消息 难道真是被我吓到了 那是当然 咱们的小师弟 可是很腼腆的 大师姐沈月灵道 三师姐有些激动道 看来我们的小师弟 是只小奶狗 是我喜欢的类型 小师弟 快出来 师姐不会吃了你的 顶多先吃一半 看着这些聊天内容 苏铁早已是一脸的乙母笑 本以为这几个师姐太高冷 会不好相处 没想到 一个比一个热情 当即 她连忙回到 师姐们早上好 哎呀呀 我的小师弟终于来了 妈妈爱你 消息刚发过去不到一分钟 三师姐便发来消息 紧接着 还加了一个激动的表情 随后 五师姐也立刻回到 小师弟 你终于来了 昨天晚上 三师姐激动的一夜都没睡 小师弟 你在临江吗 可惜师姐 在燕京办事 暂时不能过去见你 倒是便宜了大师姐 二师姐回到 苏铁连忙一一回复 各位师姐的消息 这时三师姐忽然发了一个坏笑的表情 道 小师弟 快发一张自拍 让师姐们看看 我的小师弟帅不帅 这个 苏铁迟疑了一下 她的长相 一直都属于那种平平无奇的类型 要是平时 那自然没什么 但三师姐如此激动 她反而有点虚了 不过对方极力要求 她也只能硬着头皮 自拍了一张发了过去 没想到照片发过去之后 三师姐立刻便发来一连串的消息 哇 这就是我的小师弟嘛 也太帅了吧 挨了挨了 好大的胸肌 好想咬一口 我感觉我又行了 二师姐也回了一个流口水的表情 道 还真是 有棱有角 气质不凡 就好像漫画里的男主角一样 不愧是我的小师弟 我看跟那些所谓的当红小生 也相差无几 其实相差无几 简直就是完胜好吗 那些小鲜肉我都看腻了 还是小师弟符合我的胃口 好想推倒 三师姐连忙道 就连一直比较矜持的五师姐 也变身迷妹 道 天哪 这竟然是我的小师弟 身材这么好 我现在都忍不住想要回国 把他扑倒了 第十一章 人家真的很喜欢小师弟 第十一章 人家真的很喜欢小师弟 不愧我是师弟 你们就尬吹吧 看到这些师姐的回复 苏铁都有点脸红了 自己长什么样 心里还是有点竖的 虽然不至于太差 但也的确很普通 完胜当红小生 漫画里的男主角 这些称呼 恐怕一辈子也落不到他头上 苏铁无奈摇头 要真是这样 那他做梦都能孝醒 毕竟在这个年代 颜值也是一种财富 没有马爸爸的资产 却有朝伟 德华的容貌 也能一辈子衣食无忧 一边想着 他下意识站在镜子前 将自己打亮了一番 顿时苏铁眼珠子 都要瞪出来了 只见镜子里的那个他 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虽然外表并未有太大改变 但皮肤 气质等多方面 却都有着质的飞跃 尤其是整个人的精神面貌 可谓是脱胎换骨 那阴挺的鼻梁 玫瑰花瓣式的嘴唇 刀刻般俊美的脸庞 以及深邃的黑眸 全部都如同金星雕琢过的一般 邪魅而又俊美 最令苏铁震惊的是 他原本稍显轻瘦的身材 此时竟然异常高大魁梧 甚至比那些健身男模还要有形 完美啊 我去 这还是我吗 苏铁愣在了镜子前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于是连忙揉了揉眼睛 又看了几遍 才算接受这个事实 难道是那没洗髓单的缘故 思来想去 苏铁觉得 只有这一个可能 否则 他又如何能一夜之间脱胎换骨 从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子 变身人见人爱的男神 而就在他思索的 这段时间内 微信群里已经爆发了 哇 我好喜欢小师弟 小师弟 你有女朋友吗 如果没有的话 能否考虑一下师姐 三师姐发了一个花痴的表情 二师姐忙机动道 老三 你靠边站 你身边的小鲜肉那么多 还要跟老娘抢吗 小师弟是我的 二师姐 你身边的帅哥也不少吧 不像我 身边都是些大叔 还是把小师弟让给我吧 五师姐可怜巴巴道 这时 大师姐沈月灵 实在有些看不下去 忙道 你们这些冲动女色魔 又把小师弟吓得不敢吭声了 至于吗 至于 怎么不至于 看到小师弟的照片 我甚至连以后 我们的孩子叫什么都想好了 三师姐发了一个坏笑的表情 二师姐也不满道 老大 你别站着说话 不要疼不要疼 你在临江独享小师弟 当然理解不了我们的感受 嘿嘿 那就怪你们运气不好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小师弟人长得帅 性格又好 的确很适合我 说不定哪天我就收了 大师姐沈月灵 发了一个无嘴笑 看到这些聊天信息 苏铁忍不住连连摇头 心中暗暗叹息 我可是你们的师弟啊 不过 大师姐也不知道 说的是真的假的 要是真能被他收了 那该 一时间 苏铁脑海里 不由浮现沈月灵 那火辣傲人的身材 真香 真软 好幸福啊 好了 好了 老三你最近不是在英国拍戏 有没有和老五见面 大师姐忽然问道 拍戏 苏铁不由一愣 下意识又扫了一眼三师姐的名字 安禄 怎么这么熟悉 很快他便想了起来 这安禄正是最近几年娱乐圈当红的女明星 就在年前还出演了一部动作片的女主角 票房高达三十多亿 算是华夏近几年最火的女明星之一 就连苏铁所在诊所的几名同事 也都是对方的忠实粉丝 清纯冷艳的气质 加上古典淡雅的外表 算是无数少男心目中的女神 苏铁有一段时间 也是这位大美女的眼粉 不会吧 当红女明星 竟然是我的师姐 苏铁暗暗则舌 大师姐是身价过十亿的霸道女总裁 三师姐是当红女影星 她愈发好奇 其他几名师姐的身份 会不会更加爆炸 想到平时在镜头前高冷无比的三师姐 刚才在面对她时 却变身迷昧 苏铁便有种说不出的兴奋 什么 神仙姐姐要当我的女朋友 我愿意 就在苏铁响入飞飞之际 三师姐再次发来消息 当然见面了 我两个现在就在酒店泡澡 需要来一个群视频聊天吗 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 紧接着就是一张照片 只见照片内 是两双交叠在浴缸里的雪白眉腿 虽然沾了泡沫 但依旧不影响视觉效果 左边的纤细白皙 右边的风鱼温润 都是极品中的极品 看得苏铁早已是春心荡漾 小师弟 师姐的腿好看吗 口水有没有流出来 是不是想抱着师姐的腿睡觉 苏铁正看得入神 忽然收到三师姐的艾特 呃 苏铁顿时又是一脸黑线 这还是那个无数少男心目中的高冷女神吗 不过 要真能抱着这双眉腿睡觉 这辈子也就值得 大师姐很快发了一个无语的表情 道 老三 注意一下形象 好歹也是个师姐 一点师姐的样子都没有 可是人家真的很喜欢小师弟吗 三师姐发了个委屈的表情 跟着这几名师姐聊天 苏铁心情大好 最近几天 因为婚事而烦闷情绪 也随之一扫而空 这时 他忽然发现 除了大师姐 二师姐 三师姐和五师姐之外 四师姐 六师姐 还有七师姐 却一直没有出现 他本打算打个招呼 左右一想 说不定这三名师姐 不喜欢太热情 于是还是忍住了 顺其自然吧 小师弟 二师姐暂时不能回去看你 待会我把你的微信 推荐给临江这边的一个朋友 以后要是遇到什么麻烦 直接找他帮忙就行 二师姐忽然道 不错 不错 二师姐可是江南省的女王 要是谁敢惹你 让二师姐把他脑袋拧下来 给你当球踢 三师姐认真道 苏铁笑了笑 也没太在意 只是连忙道 好 多谢二师姐 正和几位师姐聊的热火朝天 一阵急促的闹铃声忽然响起 各位师姐 不能再聊了 师弟我要去打工了 刚才太过入神 苏铁竟然忘了上班时间 要不是有闹钟 险些就耽误了 我的小师弟 在哪家公司上班 师姐帮你买下来 以后想几点去 就几点去 三师姐回道 苏铁苦笑摇头 忙道 三师姐 你就别开玩笑了 要是迟到 可是会被扣工资的 说完 他连忙将手机装进口袋 匆匆出门 第十二章 相信我 第十二章 相信我济世堂 位于临江市城西 最繁华的步行街上 虽然放眼整个江南地区 算不得什么 但在临江市 却也是几十年的老字号 大学毕业之后 苏铁就一直在这里实习 根据规定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转为正式医生 最近是考核的关键时刻 他可不想节外生枝 你们这帮医生是干什么吃的 我女儿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砸了你们的电 刚一进门 苏铁就听见一名男子 正在大吼大叫 抬眼望去 原来是一名身着运动装的男子 正抱着一名六七岁的女孩 冲着济世堂几名年轻医生发脾气 女孩脸色发轻 呼吸短促 伴随着浑身抽搐 显然情况十分危急 中毒 因立即给患者催吐 并用生理盐水洗味 苏铁脑子里嗡的一声 忽然闪过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像是凭空出现 来得十分突然 但仔细思索 又合情合理 难道是昨天晚上那个梦 苏铁忽然想起 昨天晚上梦到的那片大草原 以及那四卷古书 他正想的入神 这时候被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回头望去 原来是同时张亮 好像是小女孩感冒 林雨若开错了要 今天这件事 我劝你还是别管了 张亮小声道 怎么 苏铁有些不解 张亮用鼻子 指了指那名发脾气的男子 冷冷道 如果我没看错 他应该就是赵新成的儿子赵斌 小女还是他女儿 听到张亮这话 苏铁顿时 道吸一口凉气 赵新成这个名字 他可一点也不陌生 正是临江市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大亨 身价数十亿 无论背景还是实力 都不容小觑 最关键的是 这位大佬 还是出了名的宠孙女 要是今天这小女孩 在济世堂出了事 别说砸了济世堂 怕是连带有关的医生护士 都要跟着一起完蛋 赵总 我也不想这样 刚才他还好好的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站在赵斌面前 身着白大褂的林宇若 早已哭得梨花带雨 眼前的小女孩 就是他负责诊治的 原本就是一点小毛病 没想到服药之后 短短半个小时 病情忽然加重 听到他这话 赵斌的脸色更是阴沉 连忙大喝道 你是医生你不知道 我女儿就是吃了你开的药 才变成这样的 你这个庸医 他要是出事了 我要你陪葬 可是 我开的药没有问题啊 会不会是他又吃了 什么别的东西 林若宇一边给女孩 检查身体 一边查验药单 可怎么都看不出来 自己的问题出在哪 况且 要是别的疑难杂症 也就算了 就是一个小小的感冒 他岂能开错药 你还敢狡辩 我女儿就是吃了你开的药 才变成这样的 老子今天弄死你 女儿病情突然加重 赵斌心中本就无比愤怒 现在林若宇 还想推脱责任 他已经有些失去理智 当即 抡起拳头 便要朝林若宇砸去 林若宇早已下的手足无措 面对赵斌这挥来的一拳 更是毫无躲闪的意识 整个人直接呆在了原地 等等 眼看那沙包一样的拳头 就要砸在林若宇瘦弱的身躯上 一道身躯 忽然挡了上去 林若宇紧闭的双眼慌忙睁开 这才发现 原来是苏铁 正紧紧地抓住赵斌的手臂 你是什么人 竟敢拦我 信不信我连你一块收上 赵斌眉头微微一皱 冷冷地扫了苏铁一眼 语气很是不悦 苏铁没有理会 而是沉声道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女儿情况十分危急 必须马上接受治疗 治疗 我女儿都快被你们治死了 今天你们纪事堂 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不然我让你们都跟着进监狱 赵斌指着苏铁的鼻子 怒喝道 苏铁皱了皱眉 严肃道 放心 有我在 你女儿不会有事 听到苏铁这话 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 心情瞬间平静了许多 不过很快她还是反应过来 苏铁不过是一个实习医生 医术很普通 现在连她都看不出小女孩的病情 苏铁出手显然也是白大 最关键的是 苏铁若是执意插手 一旦小女孩出现问题 必定会被赵斌迁怒 想到这 她连忙上前 小声劝道 苏铁 谢谢你 不过 这件事 你就别管了 相信我 我可以医治好她 苏铁猜到对方的担忧 只是轻轻拍了拍林若宇的肩膀 微笑安慰道 看着苏铁和煦的笑容 林若宇精神不由有些恍惚 她忽然发觉 苏铁竟然给她一丝 以往不曾有过的感觉 她 她好像变帅了 真的好帅啊 林若宇脸一红 连忙摇了摇头 如此危机时刻 自己竟然还在想这样的事 算什么医生 你说你能治好我女儿 那好 今天我就让你治 不过要是我女儿有什么闪失 我杀你全家 赵斌大声嚷道 苏铁没有理会 而是忙事宜林若宇 帮忙将小女孩放在病床上 就在这时 诊所外忽然一阵响动 接着就见一名西装革履 头发稀少的中年男人冲了进来 赵总 实在不好意思 家里出了点事 所以耽搁了几分钟 您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保证林女儿的安全 中年男子 一边冲着赵斌点头哈腰 一边回头狠狠瞪了林语若一眼 他便是祭食堂的老板宋大海 刚才正在家里跟老婆亲热 一听林语若把赵斌的女儿治出问题 便立刻赶了过来 林江是房地产大亨赵新成的儿子 那可不是他惹得起的 赔钱道歉都是轻的 真把赵家人惹急 连他这条命怕事都难保 赵斌却一点也不买账 一把将宋大海推开 怒道 你就是这里的老板是吧 今天我女儿要是有个好歹 我饶不了你 赵总 您放心 今天这件事 我们祭食堂一定负责到底 不过 现在救人要紧 我建议还是马上把孩子送去医院抢救 所有费用我们一并承担 宋大海一脸诚恳道 赵斌冷哼一声 虽然心中依旧很是不悦 但宋大海说的也有道理 当前救人要紧 便点了点头 见此情形 宋大海顿时松了口气 当即立刻不要拨打120 准备叫救护车 等一下 就在这时 一道急促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 第十三章 人命关天 第十三章人命关天海哥 小女孩病情极为严重 我建议立即在咱们这里进行抢救 苏铁急忙道 刚才趁着宋大海和赵斌交谈 他给小女孩拔了个脉 基本已经确定病情 正是中毒 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 是中了什么毒 但他知道 像这种情况 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根本不能耽搁 要是等救护车过来 拉走的多半只能是一具尸体 苏铁 这里没你的事 给我站在一边 宋大海脸色顿时阴沉 连忙将苏铁推开 咬牙切齿道 刚才他进门时就注意到了 小女孩气息微弱 稍有不慎 便会性命不保 要是真死在他们诊所 他可担不起 因此 他极力主张 让赵斌将女儿 送到施医院医治 若是能治好 那自然是大功一件 若是死在了医院 那赵家人也怪不到他头上 反正有施医院顶着 眼看赵斌已然松口 没想到却冒出来个愣头青苏铁 着实令他火大 张亮也连忙将苏铁拉到一边 小声劝道 兄弟你找死啊 这小女孩八成是没救了 你现在出手医治 万一出点事 你砸过卖铁都赔不起 放心吧 我有把握 苏铁抿了抿嘴 坚定说道 说完 他忙望向宋大海 再次劝说道 海哥 小女孩中毒极深 必须马上抢救 距离祭食堂最近的医院 也要半个小时的车程 根本来不及 如果耽误了医治 恐怕有性命之忧 什么 有性命之忧 听到苏铁这话 赵斌脸色骤然一白 赵总 别听这小子威严耸听 就是一点小问题 宋大海一边安抚赵斌一边指着苏铁 怒喝道 苏铁 你被开除了 马上给我滚蛋 由于担心赵斌变卦 他继续解释道 赵总 这小子就是我们济世堂的一个实习生 什么都不懂 就是想出风头 您别搭理他 当务之急 我建议还是尽快将孩子送医院 什么 实习生 你他妈可真有种 敢拿我女儿的病出风头 赵斌顿时火冒三丈 挥起拳头便朝苏铁砸去 苏铁眉头一皱 闪身躲过赵斌的一拳 接着手上猛的发力 直接将赵斌汉倒在地 你敢跟我动手 今天我饶不了你 赵斌气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指着苏铁便破口大骂 苏铁眉头紧锁 不耐烦道 蠢货 你女儿有你这样的父亲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眉 我再说最后一遍 他要是不及时抢救 必定会有生命危险 苏铁 你怎么敢这样跟赵总说话 你 你给我闭嘴 小女孩若是出事 你也脱不了干系 没等宋大海的话说完 苏铁冷哼一声 将其打断 宋大海愣了一下 心想 平时那个唯唯诺诺的苏铁 今天怎么变得如此引起了 他来不及细想 忙将赵斌搀扶起来 劝道 赵总 时间紧急 别为了这小子耽误了大事 我这就去开车 赵斌心中虽然愤怒 但看着苏铁那冷冰冰的目光 多多少少也有些忌惮 他自知凭他个人实力 怕是奈何不了对方 犹豫了一下 指着苏铁怒喝道 小子 你给我等着 今天这是没完 说完 他抱起女儿 便立刻冲出诊所 宋大海也连忙跟了上去 对不起 苏铁 要不是我 你也不会被开除 我一定会帮你 跟海哥求情的 看到赵斌一行离开 林若宇忙上前 满脸愧疚道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想在这干了 苏铁摆摆手 没有太过在意 林若宇点点头 忽然想起另外一件事 急忙道 对了 苏铁 那个小女孩的情况很严重吗 他 他真的会死 小女孩的病是他诊治的 要是真出什么事 即便赵家人不追究 他也会愧疚一辈子 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苏铁扫了一眼双眼 通红林若宇 摇头道 我刚刚给他简单给他做了急救 应该能撑到医院 不过 是否来得及医治 就看他造化了 说完 他望着宋大海一行离开的身影 心中也不由闪过一丝担忧 迟一片刻 他才继续道 你也别想了 作为医生 我们已经是人之一尽 要怪只能怪他 没有遇到一个称职的父亲 林若宇轻轻点了点头 话虽如此 但看着一个只有六岁的生命 就这样死去 他实在有些不忍 苏铁也没再多说 而是直接回到办公室 准备收拾东西离开 宋大海一行离开祭祀堂 便直奔临江市中心医院 他妈的 一个狗屁实习生 也配及我女儿治病 也不撒泡尿赵赵 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赵斌依旧骂骂咧咧咧 宋大海苦笑道 赵总 您放心 回头我一定好好处理那小子 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用了 我自己会处理 赵斌冷哼一声 接着他直接拨通一个电话 大声道 彪子 帮我半个人 即是唐一个叫苏铁的实习生 对 给我好好招呼他 只要不死人 你们随便发挥 最好废掉两条腿 初遥是我担着 听到赵斌这番话 宋大海顿时冷汗直冒 他一直听说 临将赵家黑白通吃 今天算是亲眼见识到了 他只庆幸自己 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要是这小女孩 真死在祭祀堂 他这条老命 怕是也难保了 至于苏铁的死活 他可管不了那么多 谁让你多管闲事 这年代 想当好人 要拿实力说话 就在宋大海 正胡思乱想之际 后排忽然传了一声惊叫 他连忙回头望去 就见赵斌怀中的小女孩 竟然喷了一口血 赵斌整个人都吓傻了 连忙掐着女儿的人中 大喊大叫道 快 快救救他 今天我女儿要是出事 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要你们都给他陪葬 赵 赵总 你放心 马上就到医院了 宋大海脑子里一阵发猛 纵然他医术一般 却也能看出来 这小女孩快不行了 他来不及细想 迅速加快油门 便往是中心医院冲去 第十四章 体面 第十四章体面十五分钟后 将小女孩送进急诊室 宋大海这才摊坐在了地上 看着面前双眼通红 如同一头临近失控的野兽的赵斌 他心中说不出的紧张 小女孩是在他车上出的事 一旦赵家计较起来 济士堂怕是依旧逃脱不了干系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忽然响起 接着就见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带着几名手下 匆匆赶了过来 爸 您 您怎么来了 看清来人 赵斌连忙从地上站起来 有些心虚道 赵星成英这脸 猛地甩了赵斌一耳光 怒喝道 让你带妍燕去正规医院 你就是偷懒 不听劝 要是他今天出点什么事 我饶不了你 爸 我 赵斌捂着脸 支支吾吾的 也不敢说什么 女儿今天感冒 原本他是打算去试中心医院的 结果中途朋友约他去打球 他就随便找了一家诊所 拿了点药 没想到竟然会出这种事 迟疑了一下 他才忙道 爸 有孙院长出手 妍燕一定会没事的 他是咱们临江市最好的二科大夫 最好是这样 赵星成哼了一声 没再理会 而是连忙趴在急诊室玻璃窗前 不断往里张望 希望能看到孙女平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赵星成苍老的脸色 变得愈发凝重 紧随在一旁的赵斌 更是心急如焚 女儿是他的心头肉 要是真出点事 他就算死 都无法原谅自己 比起这父子二人 宋大海的心情 也丝毫没有轻松多少 看现在这情况 他毫不怀疑 要是病房里的小女孩真出了事 赵星成立刻便会 将她扔进江里喂鱼 就在这时 急诊室大门忽然打开 身着白大褂的 临江市中心医院院长孙正修 快步冲了出来 沉声道 赵老 炎炎中毒太深 怕是 他的话还会说完 赵星成显现没站稳 一屁股瘫坐在了椅子上 你说什么 你不是临江市最好的科医生 怎么会治不好我女儿 她要是死了 我让你们陪葬 赵斌猛地冲上前 揪着孙正修的领带 大声叫嚷 住手 赵星成冷哼一声 接着盲看向孙正修 满脸期望道 孙院长 真的 真是一点办法 都没有了吗 赵总 炎炎所重之毒 本身毒性就极强 现在又耽误了最佳医治时间 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孙正修严肃道 耽误了医治时间 赵斌忽然想起苏铁的话 他猛然回头瞪向宋大海 幕后道 都是你 要不是你催着 让我把炎炎送医院 他就不会死 不 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 宋大海惊慌失措 连连后退 你不知道 那老子今天就先杀了你 赵斌抱贺一声 直接冲上前 朝着宋大海的脸上 就是两拳 赵星成眉头一皱 连忙示意手下将赵斌拦住 随即他才看向孙正修 有气无力道 孙院长 犬子缺少管教 冲撞了你 还请不要介意 没关系 孙正修连连摆手 忽然道 对了 有件事我有些想不明白 按理说炎炎中了如此剧毒 早就应该 莫非在这之前 有人给他治疗过 我想起来了 是那个实习生 爸 炎炎有救了 炎炎不会死了 赵斌顿时面露喜色 急忙大声叫道 什么实习生 你这话什么意思 赵星成脸色一变 好奇询问 赵斌不敢隐瞒 立刻便将刚刚在 祭祀堂内发生的 一系列事情 跟父亲说了一遍 混账东西 平时我怎么教你的 炎炎要是出点什么事 我饶不了你 赵星成气得反手 又给了赵斌一耳光 孙正修抬手 将赵星成拦住 劝道 赵老 当务之急 我看还是先将 那位小兄弟请来 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对 对 你说的对 赵星成应了一声 接着狠狠踹了赵斌一脚 怒道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请那位苏先生 说完 他也顾不得腿脚不利索 拉起赵斌便冲出医院 祭祀堂内 苏铁将自己随身物品 收拾好之后 便准备离开 苏铁 你别着急啊 海哥 也就说说而已 怎么可能真开除你 张亮急忙将苏铁拦住 林若鱼也是拉着苏铁 急声道 不错 待会海哥回来后 我再帮你求求情 你先别走好吗 不用了 除了这事 我待在这也没什么意思 苏铁摇头道 看到这一幕 其他年长期的医生护士们 则都是一脸的鄙夷 这就是没什么本事 还爱逞强的下场 年轻人 终归还是太年轻啊 就在这时 济世堂外忽然传来一阵急杀车声 接着就见几辆50面包车 停在了门前 车刚停稳 一帮手持棍棒的打手 便冲了出来 其中走在最前面 身穿皮衣的男子 正是赵斌刚才联系的彪子 谁抓住那兴苏的小子 我重重有赏 随着彪子一声爆喝 十多名打手 立刻挥舞着武器 涌入济世堂内 彪子本名叫张大彪 在赵新城手下当保安队长 跟随赵新城 已经有十几年 但一直得不到重用 今天总算得到表现的机会 岂能轻易放过 你们这有没有一个 叫苏铁的实习生 让他马上滚出来见我 冲进店内 张大彪便立刻叫嚷起来 看到这阵势 正在治病买药的顾客 立刻蜂拥而散 苏铁忙准备上前 却被张亮一把拦住 接着迎上前 陪着笑道 彪哥 怎么是您 是不是爱买药啊 得了什么病 我帮您看看 他对这张大彪还算了解 深知对方是 附近有名的狠角色 手底下有几十号人马 要是苏铁落在他们手里 必定凶多吉少 你他妈才有病 老子还找人 你们这是不是有个 叫苏铁的实习生 马上让他给我滚出来 张大彪一把将张亮推开 冷声喝道 彪哥 您找他干什么 他就是一个实习生 哪得罪您了 我替他向您道歉 张亮满脸堆笑道 张大彪脸色一变 一把将张亮倒在地 怒喝道 你替他道歉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 说完 他抬脚便要踩下去 住手 苏铁不知何时 挡在了张大彪面前 皱眉道 你们凭什么打人 你他妈又是谁 敢多管闲事 张大彪眉头一皱 苏铁将张亮搀扶起来 陈声道 我就是 你要找的苏铁 有什么事 冲着我来 好 老子找的就是你 跟我们走一趟吧 张大彪扫了苏铁一眼 听赵斌的意思 对方好像把赵总的孙女 指出了问题 要是自己把这小子收拾了 以后和仇得不到重用 苏铁不由笑了起来 他饶有兴趣地望着张大彪 好奇道 我若不跟你走 你又能如何 小子 我可以给你体面的机会 自己出门上车跟我们走 你要是不想体面 那我们只好帮你体面了 张大彪似笑非笑道 他话音一落 站在他身边的几名手下 立刻将苏铁围了起来 颇有强制动手的架势 就在这时 门外再次传来一阵汽车嗡铃声 旋即一辆黑色奥迪 迅速停在了济石堂门前 赵总 张大彪心中顿时一喜 他正愁不知道该如何让赵心成知道这件事 没想到 对方竟然亲自来了 正好能当面邀功 于是快步赢了出去 第十五章 若能救人 虽千万人无网以 第十五章若能救人 虽千万人无网以赵总 您怎么来了 我已经派人把那小子控制住了 只要您一声令下 我保准待会让他连他妈都不认识 张大彪满脸谄媚 一副邀功情赏的架势 赵心成的老脸 却已然变成猪肝色 他阴着脸 冷冷道 是谁让你来找苏先生麻烦的 苏先生 张大彪不由一愣 下意识扫了一眼旁边的赵斌 赵斌忙朝着张大彪几眉弄眼 接着干咳道 爸 还是先去找苏先生给炎炎治病吧 让我说你什么好 赵心成脸上肌肉猛的一抽 抬手又准备给赵斌一耳光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接着 他快步冲进济士堂 急声道 请问哪位是苏先生 是我 不过苏先生不敢当 苏铁踏不上前道 赵心成顿时满脸对笑 道 苏先生 还请您能不计前嫌 出手救救我孙女 只要能将他治好 无论您提出什么条件 我赵家都倾尽全力满足您 抱歉 我现在恐怕没时间 这几个人 要我跟他们走一趟 苏铁扫了一眼张大彪一行 无奈道 混账东西 还不马上滚过去 向苏先生道歉 赵心成脸色顿时一沉 回头狠狠瞪了一眼张大彪 张大彪脑子里还是猛的 怎么刚才还要他扮人 现在就让他道歉了 这也变得太快了吧 不过赵心成发话 他也不敢多说 盲甘笑道 苏先生 对不起 我这个 你不应该跟我道歉 而是应该跟刚才 被你们打扰的病人们道歉 苏铁抬手将张大彪打断 语气骤然变得冰茫 济世堂的规模 虽然算不得太大 但每天也有几十号病人 而且大部分 都是体弱多病的老年人 张大彪一行 风风火火地到来 着实惊动了不少病人 甚至有几名年龄稍大的病人 差点吓晕过去 这些老年人的身体本就较差 一旦出点什么事 后果不堪设想 各位 实在对不起 刚才是我太心急 没有估计到大家的感受 张大彪不敢迟疑 立刻朝着一旁的病人们 拱手道歉 赵心成也妄想众人 一脸诚恳道 今天的事 我也有管教不言之责 这样吧 大家今天在济世堂的费用 全部算在我头上 他这话一出口 济世堂内立刻一片沸腾 不愧是咱们临江市的房地产大佬 出手就是阔绰 我今天有好几百块的医药费呢 我才买了几十块钱的中药 看来还要再多买点 真是没想到 我这辈子 竟然还能遇到这种好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还是多亏了苏医生帮咱们说话 以前倒是没注意 没想到这苏医生人还不错 真是一准人心啊 一众病人们一边议论 自己今天能省多少钱 一边对苏铁大价夸赞 苏铁挣了挣 不由又多看了赵星成一眼 不愧是伤人 这些病人的药费 最多也就几万块钱 不仅帮自己赚了的好名声 还帮他人扬了名 让他都不好意思拒绝了 苏先生 现在可以去对我孙女治病了吧 赵星成一脸期待地望着苏铁 苏铁摇摇头 苦笑道 不好意思 我只是一个实习生 恐怕还不够资格医治你的孙女 苏先生 您就别开玩笑了 刚才是我不对 您要是还生气 就打我一顿 但千万不能见死不救啊 不等父亲开口 赵兵快步上前 低声下气道 虽然他对苏铁 依旧有些不服 但为了女儿 他也只能暂时忍下这口气 不错 苏先生 犬子有什么错 要打要罚 都任由您处置 他若敢说个不字 我绝不饶他 但我孙女在医院命悬一线 还请苏先生 暂时不要一起用事 赵星成也急声拱手道 苏铁再次摇头 叹息道 老先生 不是我不愿出手 而是已经耽误最佳医治时间 凭我的医术 什么 听到苏铁这话 赵星成如同天塌地陷 险些没能站稳 苏铁摆摆手 示意赵星成别急 接着继续道 我可以出手医治你孙女 但只有三成把握 老先生若是不介意 我可以一试 愿意 我愿意 赵星成急忙点头 他现在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别说有三成 就算只剩下一成 他也一定会让苏铁去试试 当即 赵星成也顾不得什么礼仪 拉着苏铁便要上车 苏铁 你可要想好了 要是治不好 你就完了 这时 张亮忽然上前 拉着苏铁小声劝道 他在这一行待了这么多年 见过太多翻脸不认人的事 请医生出手治病时 都是好话说尽 稍有差池 轻则笔诸莫罚 重则甚至有可能挥刀杀人 作为好兄弟 他可不想苏铁掺和上这种事 苏铁摇摇头 微笑道 没关系 若能救人 虽千万人无往矣 靠 我看你就是太年轻 张亮骂了一声 心里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连忙开车跟了上去 林若鱼也担心苏铁遇到麻烦 忙坐上张亮的车 二人一同前往医院 是中心医院 赵新成父子离开后 孙正修便立刻召集医院 几名内科方面的专家 探讨小女孩的病情 经过一番讨论 众医生一致认为 由于中毒太深 加上耽误了最佳医治时间 已经是没救了 看着病床上气息微弱 不断发出痛苦呻吟的女孩 孙正修深深叹了口气 来了 苏先生来了 就在这时 病房外忽然传来一阵高呼 接着就见赵新成一行人冲了进来 孙正修急忙抬头 看到苏铁的一瞬间 心中顿时闪过一丝失望 对方实在是太年轻了 他倒不是以貌取人 实在是医生这一行 经验太过重要 你天赋一饼 你聪明过人 你过目不忘 你掌握了所有理论知识 可你没有实践经验 依旧毫无用处 何况还是面对如此棘手的情况 若是没有深厚的临床经验 怕是连从何处下手都不清楚 不过孙正修还是忍住心中疑问 急声询问道 苏先生 病人情况十分危急 请问你打算如何医治 有火关吗 给我准备几只 苏铁连忙到 作者有话说 朋友们好 我是 我有七个神仙师姐的作者昨天 我和番茄小说签约了 说一下更新的事 每天保底两更 大家热情的话 也回家更新书期 还望大家多多支持 喜欢的话 点个小小的赞 再给一个五分好评 拱手 第十六章 拔火关 第十六章 拔火关火关 你说 你要拔火关 孙正修顿时眉头一皱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苏铁点点头 陈生道 不错 是拔火关 麻烦孙院长 给我准备几个质量好些的 你是中医 孙正修忽然反问道 语气中难掩讥讽 要知道 连是中心医院最尖端的医疗设备 都无法医治小女孩的病 你中医又能如何 小子 你把我们中心医院 当你家养生堂了是吧 竟然还拔火关 你是来搞笑的吧 一名八字胡医生 心直口快道 另外一名 带着金丝边眼镜的女医生 也是皱眉道 小伙子 你们中医平时骗骗人也就算了 这时候还来添乱 你看看小姑娘都成什么样了 你忍心吗 其他几名医生虽未开口 但看向苏铁的眼神 也是充满抵意 他们这些人 基本都深受西方医学的影响 对中医意图 实在没什么好印象 在他们看来 那些所谓的医术 基本都是骗人的手段 至于拔火关 针灸这些 更是毫无科学依据 赵总 虽然我也很想救炎炎 但我实在不想看到 他临死还被人折磨 请民三思 孙正修狠狠瞪了苏铁一眼 大声说道 爸 这小子到底行不行 我也听说 很多中医都是骗人的 看到苏铁被一众医生质疑 赵斌心里有些没底 赵心诚没有回答 而是深深注视着 病房内痛苦的孙女 片刻之后 他才回头 沉声道 苏先生 我相信你 请你为我孙女医治吧 赵总 您可想好了 要是这骗子 大会治出什么问题 跟我们中兴医院可没关系 刚才那名八字胡医生 冷哼说道 苏铁没有理会 而是拿起准备好的火罐 迅速冲进病房 根据刚才诊断 小女孩的病 其实算不得太过复杂 就是普通药物中毒 只是因为担得太久 加上身体虚弱 才变得严重的 再次把脉确定病情之后 苏铁立刻将准备好的火罐 分别落在小女孩后背的大锥 深注 神道 灵台 中枢 命门 阳关七个穴位上 这七个穴位一字排开 全部位于人体肚脉上 肚脉 肚一身之阳气 小女孩命悬一线 他只能用这种办法 暂时稳住他最后一丝气息 才能进行后续的医治 火罐落定之后 苏铁没敢丝毫停歇 而是迅速将手指在小女孩的中腕 天突 内观三个穴位上掠过 这三个穴位都是催吐之用 目的是排除体内残留的毒素 虽然对病情效果微弱 但暂时能稳定铸造星成等人的心情 就在这时 原本正处于半昏迷中的小女孩 忽然一阵干呕 接着便将一口黑血吐了出来 很快 他原本紧紧皱起的眉头 渐渐舒展开来 这说明 他体内的痛苦减轻了几分 好 太好了 毒血一旦排出 他至少能舒服一些 孙正修顿时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另外几名医生 也纷纷面露喜色 虽然他们都不看好中医 但看到经过苏铁治疗 小女孩的情况渐渐有了好转 心情也是十分的激动 赵星成更是激动地语无伦次 饶食他身居高位 并执掌资产数益的商业帝国多年 此时看到孙女有活下来的希望 也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一直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宋大海 此时也是 长舒了一口气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 现在只是暂时稳住了病情 接下来是否会恶化 还说不准呢 就凭中医那点坑蒙拐骗的手段 我看很难有作用 刚才那名八字胡医生 冷笑不止道 他叫陈骁 华裔美帝人士 乃是临江市中心医院 从国外特聘的那科专家 对华夏医术向来不以为然 虽然刚才苏铁的治疗有些成效 但在他看来 不过是运气罢了 苏先生 我孙女他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转位为安了 听到他这话 暂时还没有 毒药对炎炎的大脑 身体器官造成极大损伤 如果不能修复 恐怕就算治好了 也很难苏醒过来 孙政休忙解释道 苏铁微微点头 回应道 不错 只是暂时稳定他的病情 能否治愈 还要继续治疗 说完 他抬头望向众人 沉生道 孙院长 接下来的医治过程 乃是我师门不得外传的秘法 所以还请大家回避 什么独门秘法 好像谁稀罕学士的 陈骁冷哼一声 养着脑袋 起身离开病房 孙政休和其他锦铃医生 也纷纷紧随其后 赵星成父子 虽然有些担忧 但有刚才的效果 此时对苏铁还是颇有信任 于是也迅速退出病房 直到所有人离开病房之后 苏铁这才将目光 再次落在小女孩身上 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 忽然一指 落在大锥穴的火罐上 哄 得一声 火罐内立刻闪过一道幽蓝色火焰 接着消失不见 苏铁没有停歇 此时若是有人在一旁便会发现 苏铁每落下一指 火罐内便会出现一道绿色光团 缓缓渗入小女孩的身体内 就见原本脸色发青 呼吸微弱的小女孩 随着那绿色光团渗入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正常 这便是昨夜 他从太玄经一道片内学到的医术 由于太过起义 甚至已然超出这个世界 所能理解的范畴 所以他才随便找了个理由 将众人支开 否则 他还真是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哦 总算脱离危险了 半个小时以后 苏铁这才长舒一口气 经过这一番医治 他已然是满头大汗 后背更是被汗水浸湿 不过看着小女孩的气色恢复正常 他心中也颇为欣慰 稍作休息 苏铁不敢耽误 连忙再次起身继续给小女孩医治 虽然脱离了危险期 但小女孩体内还有余毒未清 若是耽搁 虽然不会致命 但难免对身体有害 就在苏铁正专心为小女孩治病时 病房外的众人却已经有些等得不耐烦了 作者有话说 今天第三个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第十七章 嫁给他 第十七章嫁给他怎么还没好 这都半个小时了 拔个火罐 要这么长时间 赵兵急得在病房外走来走去 不断大声嚷嚷着 虽然刚才女儿的情况的确有所好转 但听到陈霄的那番话 他心中还是有些打鼓 赵星成虽然没有开口 但也是坐立不安 不断望向病房 可惜隔着窗帘 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随后赶来的张亮和林若宇二人 更是急得满头大汗 苏铁的医术 他们十分了解 虽然是知名大学毕业 但毫无临床经验 现在又遇到如此棘手的疾病 出问题的几率实在很大 都怪我 要不是我 苏铁也不会惹上这麻烦 林语若吉的手足无措 心中无比自责 张亮叹了口气 忙小声安慰道 别担心 苏铁既然敢出手医治 就一定有办法 我们应该相信他 哼 相信一个骗子嘛 连现代仪器都毫无办法 就凭他那两下子 就能起死回胜 陈霄不屑道 你说谁是骗子 张亮顿时火大 陈霄却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 养着脑袋 轻笑道 怎么 用把火罐去医治一个快死的人 不是骗子还是什么 要是传出去 怕是会被人笑话死 真是丢人现眼 你 张亮气得手臂发抖 以他的脾气 要是以往 被如此嘲讽 他早就动手了 但此时病房内的情况 还都是未知 他也只能忍下这口气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病房内依旧一点动静都没有 原本对苏铁 还有些信心的那几名医生 忍不住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把火罐到底行不行啊 我行医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中毒后 用把火罐医治的 哼 中医不就喜欢 搞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什么针灸 火疗 跟巫医放血没什么两样 基本都是心理安慰 没有实际用处 不错 中医这些治病方法 治医治那些鸡毛蒜皮的小病 或许运气好 还能瞎猫碰上死耗子 真正遇到这些重大疾病 根本没有任何医治可能 听到这些议论 林若宇和张亮的脸色 愈发阴沉 他们都是正规中医学校毕业的 现在却被人当面侮辱他们的专业 着实无法忍受 奈何凭他们的能力 也的确无力反驳 因此心中实在无比的憋屈 赵总 再等等 说不定有用吗 就在这时 一直没有开口的孙正修 拍了拍赵新城的肩膀 轻声安慰道 听到他这话 赵冰冷哼一声 不满道 还等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 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要我们等多久 哼 我早就说过 就中医那两下子 根本治不了病 说不定人早就没命了 只是那小子不敢出来罢了 陈霄讥讽道 陈霄 说话注意点 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还不知道 你不许胡说 孙正修皱了皱眉 陈霄却很是不以为然 实话而已 刚才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 除非奇迹出现 否则绝无第二种可能 说着话 他轻笑一声 要是连把火关 这种骗人的招数都能治病 我立刻辞职走人 话音刚落 病房的门忽然被推开 接着就见苏铁 从里面走了出来 冲着众人喊道 孩子没事了 可以进来了 听到苏铁这话 赵新成父子二人 快步冲进病房 看到孙女脸色 已然恢复红润 呼吸也渐渐正常 赵新成顿时老泪纵横 赵冰也是激动的手脚发抖 心中说不出的喜悦 苏先生 今天实在谢谢你 你救了我孙女 救了我们全家 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只要我赵家能办到 一定全力满足 赵新成很快回过神来 连忙激动的握住苏铁的手 不错 苏先生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向您道歉 您要多少诊金 我现在就去给您取钱 赵冰也急忙复合道 他语气极为诚恳 甚至把对苏铁的称呼 从你变成了您 如果说 刚才他是被逼无奈 才向苏铁道歉 现在他便是真心实意地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苏铁只是笑了笑 摇头道 治病救人 乃是我的职责所在 还请赵总履行之前 在祭祀堂的承诺 至于其他的 就不必了 见苏铁态度坚定 赵新成也没再多劝 他知道 像这样品行高洁之人 你要是给钱 那就等于侮辱了对方 不过在他心中 却已经将苏铁记了下来 这样的人 值得他去深交 对了 刚才我检查了一下 您孙女 应该是误服了鼠药 导致中毒 苏铁忽然道 站在一旁的孙正修 也连连附和道 不错 经过检查 炎炎吐出来的血液中 有零化新的成分 基本可以确定是鼠药中毒 说着话 他有些惊讶地 看了苏铁一眼 他是经过仪器检测 才发现小女孩 是鼠药中毒 没想到 苏铁仅凭双眼就看了出来 实在令他大开眼界 最关键的是 刚才小女孩的情况 明明已经是命悬一线 基本没有医治的可能 结果苏铁竟然在一个小时内 起死回生 实在对他内心 有着极大冲击 看来中医的确是博大精深啊 孙正修心中暗暗叹息一声 苏铁倒是没在意 而是望向赵斌 淡淡道 赵总 既然事情已经搞清楚 不是我们济世堂开错了药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林医生 再道个歉 对 对 实该道歉 林医生 实在是对不起 当时我太心急了 错怪了你 还请你能原谅我 赵斌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忙向林医若道歉 林医若顿时有些受宠若惊 他没想到 在这种时刻 苏铁竟然还在为他着想 心中十分地感动 一时间 他精神有些恍惚 发觉苏铁好像带给他一种 难以形容的感觉 安全感 他突然萌生出 想要嫁给对方的冲动 尤其是看到对方 那张和煦而又俊朗的脸 心中那种冲动 愈发变得强烈起来 第十八章 帮陈医生回忆 第十八章帮陈医生回忆 苏先生 我承认 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对你和中医做了很多武端指责 还请你能原谅 就在这时 刚才那名当面讽刺过苏铁的女医生 连忙上前 诚恳说道 另外一名中年医生 也连连道 不错 我也应该道歉 要不是苏先生 要不是中医 就凭我们这些人 怕是根本治不了 这小女孩 我承认 以往我对中医是有些误解 今后一定改正 他们这些人 大部分对华夏传统医术 有着极大偏见 在他们眼中 所谓的中医 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与巫医没什么两样 刚才见到苏铁妙手回春 才彻底改变了 他们心中的态度 看到这景象 原本窝着一肚子火的张亮 和林若宇二人 顿时心情舒畅 对苏铁更是无比的敬佩 要不是对方力挽狂澜 恐怕在旁人眼中 他们永远都是骗子 对了 我记得刚才好像谁说过 要是我能医治好小女孩 他就立刻辞职不干了 这时 苏铁忽然开口道 虽然刚才在病房内 但外面发生的事 他听得一清二楚 你没学过中医 可以选择不信任 也允许质疑 但故意挑动患者家属对立情绪 苏铁无法容忍 如果当时赵新成父子 在挑唆下擅闯病房 打扰了医治 小女孩的生命 必定会受到威胁 听到苏铁发话 众医生的目光 纷纷落在陈霄身上 我说过吗 好像不记得了 一定是误会 陈霄满脸通红 陈医生记不清了 那就有劳大家帮他回忆回忆 苏铁似笑非笑道 文言 刚才那名女医生迅速起身 不错 陈医生的 却说过这样的话 我可以作证 没错 我记得他说过 的确有这事 我也可以作证 很快 一众医生纷纷起身 为苏铁作证 这陈霄仗着有海外背景 平时在医院里极为傲慢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而且还处处贬低华夏文化 众人早就有些看不惯他 此番自然是毫不留情面 孙正修也冷冷道 陈医生 既然你说过这样的话 那就请履行莫言 早点辞职吧 辞职就辞职 谁稀罕你这破医院 陈霄无法抵赖 冷哼了一声 又回头狠狠瞪了苏铁一眼 咬牙切齿道 小子 你有种 咱们走着瞧 说完 他将白大褂脱下来 扔在地上 转身离开 什么东西 要不是看在你大伯的面子 我早把你开除了 孙正修哼了一声 连忙将白大褂捡起来 放在了椅子上 对于这种不尊重职业的人 他很是看不惯 随后 苏铁又跟赵新成父子 简单交代 后续该如何为小女孩 调养身体 以及影视上的注意事项 便和张亮临若宇离开 苏先生 请问你是如何医治好炎炎的 刚才我见他明明已经 刚走出医院大门 苏铁就被孙正修 和一帮医生将他拦住 不错 苏先生 你是如何医治的 跟我们说说吧 我对中医了解的不多 也想多学一些 苏铁笑了笑 盲谦虚道 其实我能医治好 也有运气成分 我先是用推拿的手法 将他体内毒素排出 然后用火罐 他大致跟众人解释了 一番治疗过程和心得 不过说的 都是寻常中医 医治中毒患者的方法 只有他知道 能将小女孩 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归根结底 还是那道绿色光团起的效果 根据苏铁脑海中的信息 那些绿光 正是他修炼太玄精时 从天地间吸收的绿色丝线 按照太玄精一道篇里的说法 就是天地灵气 灵气能修复身体受损之处 甚至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这才是他能迅速修复 小女孩体内受损器官的原因 怪不得世界说 只有修炼太玄精后 才能将本门医术 真正效果发挥出来 看来是这缘由 苏铁心中暗暗思索 有了今天这一查 他也有信心 将父亲的腿急之好 想到这 心中说不出的激动 听完苏铁的介绍 众医生又是连连称赞 虽然也没听懂 但心中对苏铁 却是无比的钦佩 只有孙正修 忍不住又多看了苏铁一眼 根据最初的检查 小女孩体内器官严重受损 但刚才他发现 小女孩那些受损的器官 竟然全部恢复正常 甚至连口腔和胃部的溃烂 也得到了修复 他虽然不懂中医 但也知道一个常识 想要修复受损器官 除了使用药物外 最主要的 堪称奇迹 想到这 他忙地上一张名片 笑道 苏先生 我们是中心医院 也有中医科室 你若是有兴趣 可以给我打电话 行啊 要是你们这缺人 我可以来试试 苏铁随便应了一声 便将名片收了起来 心中却是摇了摇头 他知道 这些年中医的名声 早就被那些骗子拥一败坏 虽然今天改变了 孙正修等人的态度 但在大多数人眼中 依旧还是有着极大偏见 是中心医院 以心意为主 要是在这里工作 还不知道 要遇到多少麻烦 回到祭祀堂 宋大海早已将一众 医生护士们 召集到门前 给苏铁来了一个 隆重的欢迎仪式 苏铁 今天实在谢谢你 要不是你出马 咱们祭祀堂 恐怕就要关门了 刚下车 宋大海便立刻迎上前 满脸堆笑道 运气好罢了 苏铁摆了摆手 丝毫不领情 要不是宋大海 想推卸责任 又如何会闹出 这么大的乱子 因此 他可没什么好脸色 宋大海甘笑一声 虽然心中有些不悦 但还是忍住了 经过今天的事 苏铁的名气 已经打出去了 他可不想失去 这棵摇钱树 回到祭祀堂 苏铁没有急着上班 而是在休息试歇了一会 这太玄金 医道偏离的医术 虽然治病效果极佳 但对体力消耗极大 刚才给小女孩一番医治 她浑身 像是被掏空了一般 于是她连忙闭上双眼 按照太玄金的吐纳方式 迅速修炼起来 再次睁眼 已经到下班时间 苏铁迅速收拾好随身物品 便准备去接母亲回家 没想到刚一抬头 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作者有话说 今天第二章 晚点还有一章 觉得作者写得好看的 可以加入一下书架 并给个五星好评 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 点一下催更的视频 三十多秒 却能给我带来一些收入 收入是我写作的动力 拜谢了 第十九章 狐狸精本精 第十九章 狐狸精本精小笨蛋 你醒了 苏铁刚一抬头 就看到大师姐沈月灵 正用手撑着下巴 轻轻抚摸着她的脑袋 那温柔的首饰 那媚态横生的笑容 那寒情凝蒂的眼神 那令人酥软的小奶鹰 苏铁感觉整个人 在这一刻都快要化了 尤其是此刻二人 相隔不到十厘米 她甚至能清晰地闻到 沈月灵身上 那股淡淡的体香 最让苏铁热血沸腾的是 沈月灵今天穿的是 一件低胸的絮 从她这个角度 那片雪白风鸾 可谓是尽收眼底 看着那道狭长沟壑 苏铁只觉得大脑充血 血压瞬间飙升 真白 真香啊 好想咬一口 短暂脑袋短路 苏铁立刻回过神来 忙干咳道 师姐 你怎么来这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找我的小帅哥师弟 约会不行吗 沈月灵铭嘴轻笑 接着又用修长的手指 捏了捏苏铁的脸 苏铁顿时浑身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连忙抖了抖身子 苦笑道 师姐 你就别逗我了 怎么 小笨蛋不想跟师姐约会吗 那师姐只好自己扑倒了 沈月灵邪媚一笑 忽然一个俯身 将苏铁直接压在身下 苏铁只觉得眼前一黑 接着一股忧香 便扑入鼻戏而来 这也太软太大了吧 好想舔 苏铁二十出头 正是血气方当的年龄 拿顶得住沈月灵如此撩拨 原本放在两侧的手臂 下意识 不要搂住沈月灵纤细的腰肢 彻底放飞自我 好了 不逗你了 没想到就在这时 沈月灵忽然起身 咯咯笑道 苏铁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心中还忍不住回味 刚才那股香甜气息 片刻之后 她才回过神来 忙干咳咬道 大师姐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是你三师姐 让我来找你的 她说 她把你上班的公司买了下来 但因为不记得 到底是祭石堂 还是恩基堂 所以就把两家都买了 你现在签的字吧 沈月灵苦笑道 我没听错吧 真买下来了 苏铁顿时一脸黑线 她本以为上午三师姐 在微信群内 就是随便说说 没想到对方真买了下来 这也太过土豪了 祭石堂也就算了 恩基堂那可是 临江市数一数二的中药店 有近百年的历史 乃是真正的百年老字号 在临江市 共有十几家分店 没有个几千万 根本拿不下来 愣了十几分钟 苏铁才算勉强 接受了这个事实 合同方面 我看你也没什么经验 你三师姐让我帮你处理 等交接处理完毕 我会通知你 沈月灵淡淡说着 直接将签好字的合同 收进包里 苏铁连连点头 应道 大师姐 谢谢你 哼 你要真心谢大师姐 那就过来亲大师姐一下 沈月灵轻轻一笑 然后朝着苏铁嘟了嘟嘴 这个嘛 苏铁干咳一声 望着沈月灵那娇艳欲滴的樱桃小嘴 她着实有一种咬一口的冲动 不过最终还是忍住了 行了 我去恩基堂帮你处理合同 有事随时联系 沈月灵又揉了揉苏铁的脑袋 这才起身离开 看着沈月灵纤细腰之下 被包囤裙紧束的圆润翘臀 苏铁顿时忍不住狂吞口水 她忽然发现 自己对这位大师姐的认识 还是有些片面了 以往她只是觉得 沈月灵容貌倾国倾城 现在她才发现 对方的身材更是令人发狂 无论是隐隐可握的腰肢 还是挺翘风润的翘臀 都是不肥不瘦 恰到好处 如同天宫雕刻处的一般 所谓的柔柔轻慢 妩媚鲜弱 也不过如此 这大概就是狐狸精本精吧 苏铁心中暗暗苦笑 要是再被这位大师姐聊几次 恐怕她真就控制不住要犯罪了 苏铁 你还没下班吗 就在苏铁正响入飞飞之际 一道软弱的声音忽然传来过来 抬眼望去 苏铁眼睛顿时一亮 只见林若宇退掉白大褂 换上了一件淡蓝色宽松款卫衣 下身则是白色百折短裙 搭配肉色丝袜 脚上穿着一双刷的 十分干净的小白鞋 灵巧可爱中 透着一丝难以形容的美感 由于以前不在一起工作 她还真没太注意过林若宇 没想到对方换下制服 竟然别有一番风味 比起大师姐沈月灵 虽然少了那份性感和成熟 但却多了几分软萌可爱 尤其是脸颊残留的一丝红侠 更是令苏铁心动不已 迟一片刻 苏铁才反应过来 盲肝壳道 哦 正准备走了 你找我有事吗 那个 今天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林若宇低着头 有些不好意思道 苏铁连忙摆手 无所未道 没关系 治病救人是咱们行医之人的职责所在 况且 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感谢你出手帮我 这样吧 不如今晚我请你吃饭 林若宇鼓着勇气 满脸期待地望着苏铁 她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主动约一个男生出去吃饭 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刚才也是给自己鼓励了半天 才有勇气过来 苏铁倒是没在意 左右时间还早 何况又是林若宇这样的美女主动发出邀请 她自然是不会拒绝 立刻便应了下来 当即 二人直接打车 前往市中心 天悦饭店 林江市比较知名的饭店之一 虽然比起林江饭店 档次差了那么一点 但比较适合年轻人聚会 苏铁二人到了以后 饭店内已经是人满为患 等了好一会 才算等到一个位置 坐下之后 苏铁便主动拿起菜单点起几个菜 我去 这不是咱们的苏大神医吗 怎么也来这里 跟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一起吃饭了 就在这时 一道怪声怪气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 抬眼望去 就见一名衣着华丽的青年 和一名衣着暴露 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 正朝着他们这边踏步走了过来 作者有话说 今天第三更 喜欢这本书的 还请加入书架 第二十章 这便是现实 第二十章 这便是现实看清来人 苏铁眉头微微一皱 心中不由闪过一丝厌恶 青年名叫颜飞宇 衣着暴露的女子 是她女友秦佳怡 二人都是她大学时的同学 这颜飞宇 和之前在临江饭店见过的流风 是一丘之和 仗着家里有点钱 明里暗里 没少贬低苏铁 他们那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同学 因此 苏铁直觉选择了无视 呵呵 几天不见 包子仔脾气见长嘛 颜飞宇也不生气 直接坐在了苏铁旁边 笑呵呵地说道 站在一旁的秦佳怡 忍不住好奇问道 飞宇为什么叫她包子仔 哦 她妈在我们学校门口卖包子 所以大家都叫她包子仔 颜飞宇连忙笑着解释道 文言 秦佳怡顿时有些鄙视的 扫了苏铁一眼 你一个卖包子的 竟然也赶来这种高档餐厅消费 对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男人 他很是看不上 颜飞宇 你有事吗 苏铁皱了皱眉 冷声道 怎么 咱们老同学叙叙就还不行吗 我听说你女朋友陈妍 被刘峰那小子拿了一些 是不是真的 你别担心 过几天她玩腻了 就还给你了 颜飞宇笑呵呵地说道 他这话一出口 周围的顾客们 纷纷向苏铁 投来一样的目光 正在摆弄手机的秦佳怡 也不由一阵侧目 他没想到刘峰这花花公子 竟然连别人的女朋友都不放过 不过他对苏铁 却没有半点同情 区区一个卖包子的 又如何能跟刘峰那种富二代竞争 说白了 穷人本就不配拥有女人 或者说 穷人只有资格要富人看不上的女人 苏铁对面的林若宇发觉情况有些不对劲 连忙小声问道 苏铁迟疑了一下 忙回答道 我大学同学颜飞宇 我去 苏铁 这不会是你新找的女朋友吧 还不错吗 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有福 颜飞宇的眼睛 不由地落在了林若宇身上 青春可爱 楚楚动人 尤其是肉色丝袜 搭配白褶裙 颇有些高中笑话的感觉 看得颜飞宇心中火热 他这种级别的富少 那些雍之俗坟早就玩腻了 他是我同事 苏铁随口回了一句 那岂不是也是一声 颜飞宇眼睛更是一亮 脑海中已然浮现起 林若宇穿上一身制服的样子 青春可爱 搭配性感制服 简直人间极品 他越想心中越是燥热 恨不得现在就将林若宇的衣服脱光 然后换上制服 在病床上来一场激情的变装秀 飞宇 我都饿死了 这时 站在一旁的秦家仪 发觉男友颜飞宇的眼神有些不对劲 连忙撒娇道 好好 那就点猜吧 颜飞宇连连应了几声 眼神却始终无法从林若宇身上挪开 心中着实有些愤愤不平 苏铁这穷鬼 竟然能找到这么极品的美女 不过他也不担心 想从其他人那挖墙角 或许还有些困难 但挖苏铁这种穷婊丝的墙角 那就太容易了 尤其还是对付林若宇这种 未经世事的清纯少女 他更是有一套计策 当即 他直接放弃了提前预定好的包厢 故意选择靠近苏铁他们的这一桌坐了下来 点菜 点菜 刚一坐下 颜飞宇便立刻大声嚷了起来 颜少 您来了 请问今天想点些什么 服务员立刻上前 恭敬询问道 颜飞宇大手一挥 淡淡道 当然是 你们这的招牌菜 鱼子酱 金枪鱼 还有 很快菜就点好了 真修美酒 丰盛无比 而且每道菜都极为昂贵 接着 颜飞宇扫了一眼苏铁他们这边 轻笑道 苏铁 你也太扣门了吧 带女朋友出来吃饭 就点这些垃圾 不会是吃不起吧 要不然哥请你 林若宇顿时一脸窘迫 他刚刚工作没几年 每个月不过几千块的工资 所以 刚才点菜的时候 也没赶点太贵的 犹豫了一下 他忙小声道 苏铁 要不然 我再点几个菜 没关系 够吃就行了 苏铁连忙摆手笑道 哼 图老帽 都什么年代了 既然出来吃饭 吃的就是个情调 要的就是把所有美食 都品尝一遍 否则回家吃包子不就行了 颜飞宇不屑一笑 连连摇头道 不过 你们这些穷人 恐怕永远也不会懂这个道理 说完 他忙加起一块生鱼片 冲着秦家仪笑道 哎 尝尝这进口金枪鱼生鱼片 还有这大白鲜鱼子酱 别看就这一小盒 有些人怕是一辈子 也吃不起 还有这红酒 一瓶大概也就是某些人 一个月的工资吧 秦家仪连忙笑着责怪道 飞宇 你别这样说 人家卖包子 能挣几个钱 能有勇气来这里吃饭 已经很不容易了 看着这对情侣一唱一鹤 林雨若顿时如梗在喉 今天是他第一次 请苏铁出来吃饭 没想到 竟然遇到这种事 一时间 只觉得鼻子酸酸的 眼泪更是已经在眼眶内打转 他也想点贵一些的菜 可就他手里那点微薄工资 实在没有这个能力 一时间 愈发后悔 今天邀请苏铁出来 菜就不点了 不过酒 倒是能点一瓶 这时 苏铁忽然开口道 听到他这话 严妃宇早已是迫不及待 连忙叫道 服务员 没听见吗 这边要点酒 年轻女服务员立刻上前 询问苏铁需要什么酒 当然是你们这最贵的 我这苏老弟不差钱 不等苏铁开口 严妃宇急忙道 接着 他扫了一眼林若雨 似笑非笑道 苏老弟 请女朋友出来吃饭 可不能太抠门 你要是没钱 我可以请你 他就是故意想让苏铁下不来台 因为他知道 女人没有不虚荣的 一旦让林若雨感到自尊心受挫 就会对苏铁愈发的失望 到那时 他在略施小计 轻易便能让林若雨 主动投怀送抱 无论多么坚真的爱情 在金钱面前 都将变得不堪一击 这便是现实 苏铁倒是没在意 只是微微点头 笑道 不错 就把你们店里最贵的红酒 拿过来吧 第21章 镇店之宝 第21章镇店之宝先生 我们店里最贵的红酒 是90年的罗曼尼康蒂 您确定要点吗 女服务员有些迟疑 下意识将苏铁打量了一遍 要知道 那瓶罗曼尼康蒂红酒 可是他们的镇店之宝 他不认为这一身地摊货的青年 付得起钱 否则也不至于坐在大厅 早就被经理请到包厢内 并亲自出面招待了 严飞宇更是一脸看笑话的态度 苏铁家里的情况 他太了解了 母亲在街边卖包子 父亲残疾人 别说罗曼尼康蒂那种顶级红酒 就算最便宜的 怕事都喝不起 当然确定 就在这时 苏铁再次开口 女服务员又是一愣 接着强调道 先生 那瓶红酒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售价73万 您确定真的要点 一旦我帮您把酒拿过来 即便您没有打开 要是想要退掉 都必须支付30%的违约金 说着话 他一副买不起就闭嘴的表情 扫了苏铁一眼 像这种只会打嘴炮的男人 他欠多了 无非是想在女朋友面前显摆一下 待会再随便找几个理由 把酒退回去 一时间 他愈发佩服 饭店出这个规则的人 每当遇到这种人 只要他把这条规矩说出来 对方马上就怂了 否则 他一天光把那瓶罗曼尼康蒂 从酒柜里拿出来 怕事就要有几十次了 苏铁 不是我说你 以后说话还是多过过脑子 上来就要最贵的 你以为你是谁 这酒你喝得起吗 严非宇一副看热闹不嫌失大的表情 林若宇这时也反应过来 一脸紧张地望着苏铁 那瓶酒他当才点菜时注意到了 售价要七十多万 就算把他全部积蓄拿出来 可都买不起 他真怕苏铁为了斗气 而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 怎么 怕我付不起钱吗 去拿来吧 苏铁抬头扫了一眼女服务员 与其再次坚定了几分 女服务员不由地一愣 他没想到 自己把话说到这种地步 对方竟然还不知难而退 严非宇更是一脸诧异 看苏铁那架势 好像真付得起钱似的 那可是七十多万一瓶的酒 他连问都不敢问 一个卖包子的 竟然如此轻描淡写地点了下来 先生您好 我是本店的大堂经理 请问是您点的90年罗曼尼康蒂红酒吗 就在这时 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风风火火地走了过来 七十三万一瓶的红酒 要是真卖出去了 光提成他都有好几万 最关键的是 如此出手阔绰的客人 要是能发展成为饭店会员 他必定会得到更丰厚的奖励 甚至直接升任总经理 只是看到苏铁后 他心中不由的有些失望 就这衣着气质 可真不像是消费得起这种级别红酒的人 不错 是我点的 苏铁淡淡回答道 大堂经理微微点头 接着一挥手 就见一旁的女服务员 将一瓶红酒放在了苏铁他们这一桌 苏先生 这瓶便是本店的镇店之宝 有红酒王子之称的罗曼尼康蒂 请您慢用 他连忙介绍道 听到他这话 周围几桌顾客的目光 立刻被吸引了过来 我的天 竟然那瓶90年的罗曼尼康蒂红酒 据我所知 这可是天悦饭店的镇店之宝 售价要73万 没想到 竟然被这个年轻人点了 据说这款红酒 全世界只发售几千瓶 号称千万富翁才喝得起的红酒 90年的 更是极品中的极品 要是我能喝一杯 就算让我做什么都行 和自己的另一半 坐在这样的环境下 品味着世界顶级红酒 简直浪漫到爆啊 这样的男人 能不能给我也来一个 众人一边一轮 纷纷露出羡慕的目光 尤其是几名年轻女孩 更是有些极度地 看得凌若雨一眼 都在心中思索 自己比对方差在哪了 老公 我也要喝90年的罗曼尼康蒂 看到这一幕 坐在颜飞宇对面的秦家仪 大声嚷道 颜飞宇顿时有些尴尬 开玩笑 这一瓶酒可是要73万 他每个月的零花钱 也就一两万块钱 哪有钱喝得起这种红酒 别说他 就算他爸 也只有在招待 极为尊贵的贵宾时 才有可能买下来 迟疑了一下 他忙道 别担心 就凭那小子的身份 多半也就虚张声势罢了 他绝对不敢喝 说不定待会吃完饭 就会跪在精灵面前 求人家给他退了 碰 颜飞宇话音刚落 就见苏铁请服务员 帮他将红酒打开 接着给他和林宇若倒了一杯 来 我们干杯 苏铁端起酒杯 朝着林若宇微笑道 苏铁 这酒 这酒太贵了 我可没钱付账 林若宇急得快哭了 要是没打开 那还好说 现在已经打开 连转卖的机会都没有了 看着面前这价值 73万一瓶红酒 他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苏铁却一脸的无所谓 眯眼笑道 你见过男女两个人出来吃饭 让女生付钱的吗 可 可你怎么付 林若宇嘟着嘴 心情没有半点舒缓 苏铁的情况 他十分清楚 只是一个实习生 工资还没他高 每个月就几千块钱 如何消费得起这红酒 放心 我有办法 苏铁没有解释 只是笑着说道 见苏铁一脸坚定 林若宇也只能硬着头皮 端起红酒喝得起来 飞鱼 人家一个卖包子的都喝得起 你都不舍得买给我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爱我 看到这情形 秦家仪更是急切 连忙拉着颜飞鱼 不断嚷着要喝那瓶红酒 颜飞鱼苦笑摇头 忙道 大姐 那一瓶酒73万 我哪喝得起 要不然咱喝点蝶的 82年的拉菲 你看如何 我不 我就要喝那瓶罗曼尼康蒂 秦家仪双手抱在胸前 死活都不愿意妥协 颜飞鱼头都大了 73万的红酒 根本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哄了半天 才算将秦家仪暂时安抚下来 不可能啊 据我所知 这小子就是穷光蛋一个 前两天还因为买不起车 被陈妍给甩了 难不成真中大奖了 看着苏铁一脸从容的表情 颜飞鱼心中更是充满疑问 陈妍片刻 他还是觉得 苏铁是在打肿脸充胖子 待会一定没钱付账 呵呵 你一个卖包子的 也敢在老子面前装大款 既然你喜欢装 那老子就陪你玩到底 看你今天如何收场 想到这 他连忙发了一条短信 第22章 我没钱 第22章 我没钱 苏铁 待会怎么办 73万 我全部存款 也没那么多啊 林若宇还是有些担忧 想到待会负账时的窘迫 即使面对这醇香美味的红酒 却一点也咽不下去 苏铁只是笑了笑 忙到 林大美女 你就放心好了 我既然说我负账 就不会付不起 可是你 林若宇叹了口气 只好不再多说 就在这时 刚才那名大唐经理 忽然从一旁走了过来 微笑道 苏先生 请问 您对我们的红酒可还满意 还可以吧 苏铁淡淡回了一句 那就好 既然苏先生觉得满意 那就请先把账结了吧 韩耀威满脸堆笑 眼神中却闪过一丝冷意 刚刚他正沉浸在卖出 镇店之宝的喜悦之中 结果就收到 颜非宇发来的短信 说苏铁家里就是卖包子的 根本付不起账 而且很有可能是来吃霸王餐的 看到这条消息 他顿时一身冷汗 那可是73万一瓶的红酒 要是真遇到吃霸王餐的 他可担不起这责任 不说丢工作 那份巨额赔偿 也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现在就副长 我们还没吃完 林若宇顿时紧张起来 苏铁也忙抬头望向韩耀威 淡淡道 不错 我们还没吃完 说不定还会点些别的 你待会再来吧 苏先生 你们点的这瓶红酒 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由于价格高昂 所以 还请现在就把账付了 韩耀威纹丝不动 脸上讥讽意味更浓 怕我付不起账吗 苏先生 您若是这样想 那我们也没办法 总计七十三万六千三 请问您打算刷卡还是现金 韩耀威有些不耐烦 脸上标志性的笑容 都有些僵硬 苏铁瘫了瘫手 摇头道 我没钱 哼 看到没有 真被我说中了 我就说嘛 这小子哪能喝得起这种酒 一个卖包子的 竟然在这装大款 严飞宇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苏先生 我们这里盖不设账 您要是没带钱 可以通知家里人帮忙送过来 韩耀威脸色 也瞬间变得无比阴沉 虽然吃霸王餐的是苏铁 但他身为大唐经理 也逃脱不了责任 那可是七十三万 他要工作多少年 才能挣这么多钱 一旦总经理怪罪下来 他算是彻底完了 林若宇更是如同被人当头一棒 呆呆地望着苏铁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猜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但此刻真正面对 还是有些不知所措 发生什么事了 就在这时 一道冷冰冰的声音 忽然从众人背后传了过来 抬眼望去 原来是一名身着笔挺西装 满脸凶悍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我去 王经理来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看清来人 严非于眼神中闪过一丝兴奋 这王经理是天悦饭店的总经理 早些年是道上混的 苏铁吃霸王餐撞上了他 今天怕是不死也要办残 韩耀威连忙上前 恭敬道 王经理 这小子点了我们店的那瓶90年的 罗曼尼康蒂红酒 现在想赖账 什么 王经理脸色顿时一沉 接着连忙望向苏铁 沉声道 苏先生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没有开玩笑 我的确没钱 苏铁从容道 见苏铁一脸不以为然 王经理顿时火大 他沉声道 苏先生 你可知在我们这赖账 会有什么后果吗 他话音刚落 只见数名身材魁梧的保安 立刻将苏铁团团围了起来 看到这阵势 凌若雨顿时下的花容失色 急忙望向苏铁 而坐在一旁看热闹的颜飞雨 脸上早已乐开了花 让你小子给我装大款 现在看你如何收场 苏铁依旧是一脸的淡然 抬头扫了一眼王经理 淡然道 我只是说我没钱 但好像没说过我不付钱吧 那好 就请苏先生付账吧 要是实在付不起 那就只能委屈你的女朋友 跟我到后面聊聊了 王经理冷笑一声 眼睛不由自主地 在凌宇若身上扫过 刚才过来时 他就注意到了凌若雨 温柔可爱 正是他喜欢的类型 尤其是那双被肉色丝袜包裹的美腿 更是令他腹部升起一股热流 脑海中已然幻想着 将对方压在身下 尽情享用的画面 面对王经理这极具侵略性的目光 凌宇若心中一阵厌恶 但付不起仗的是他们 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低着头 心中无比的委屈 我刷卡 苏铁忽然道 说完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 递给了王经理 江南商会发行的星辰卡 你怎么会有 王经理顿时惊讶道 要知道 这星辰卡 整个临江市 也就十几个人拥有 而每个拥有之人 必定飞富极贵 要么是退下来的老领导 要么是身价上亿的富豪 颜飞宇这时也是一头雾水 这星辰卡 他听他父亲提到过 没想到 苏铁竟然会拥有 怎么样 能不能刷 苏铁抬头扫了一眼王经理 淡淡问道 能 当然呢 王经理的脸色有些尴尬 凡持有这星辰卡之人 在临江市大型饭店商场 都可以直接刷卡消费 天悦饭店自然也包括其中 何况 就算天悦饭店不能刷 持有这种卡的人 又如何会消费不起 七十多万一瓶的红酒 经理 我怀疑这卡是假的 这时 韩耀威连忙小声道 不错 这种卡 我在黑市上曾见过仿造的 如果只是 用眼睛看 根本看不出来真假 颜飞宇也连忙附和道 他怎么也不相信 平苏铁的身份 能拥有这种卡 要知道 这星辰卡 可是身份的象征 没有十多亿的资产 根本不配持有 哼哼 没关系 我这里正好能验星辰卡 苏先生是否敢让我 拿去验证一番 王经理忙道 苏铁点点头 将卡重新递给王经理 飞宇 他怎么会拥有星辰卡 听我爸说 连他都没有资格持有啊 见苏铁一本正经的样子 秦家宜有些忐忑起来 颜飞宇摆摆手 很是自信道 放心 就这种穷鬼 根本没有资格持有星辰卡 绝对是假的 要不是假的 我跟他姓 第23章 小偷 第23章小偷 看来颜少要改姓了 就在这时 众人背后传来 王经理冷冰冰的声音 什么 王叔叔 您说 这星辰卡是真的 颜飞宇和秦家宜二人 皆都是一脸诧异 韩耀卫也忍不住 抬头又多看了苏铁一眼 神情中充满惊疑 王叔叔 您没搞错吧 他怎么可能持有真正的星辰卡 颜飞宇急忙上前大声质问道 一个家里在街边卖包子的穷屌丝 却拥有身价十亿 才有资格持有的星辰卡 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场闹剧 便如同街边的乞丐 忽然拿出一张瑞士银行 一千万的存单 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就算发生 那存单也一定是假的 更何况 星辰卡还是身份的象征 整个临江市 也就只发行了十几张 怎么可能发给这么一个无名小辈 就算江南商会愿意 其他会员也不可能同意 因为这是降低身份的事 那些身价上亿的富豪 又如何甘愿跟这么一个 岌岌无名的小人物为伍 王经理没有理会严飞宇的疑问 而是快步来到苏铁身边 忽然冷声道 苏先生 请问你这星辰卡 是从何处得来的 哦 这个 哼 说不出来了吧 不会是偷来的吧 王经理冷笑一声 直接将卡地给含耀威 见此情形 众人纷纷变色 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铁抬眼扫了一眼王经理 微微一皱眉 王经理哼了一声 沉声道 众所周知 星辰卡只有身价过十亿的富豪 才有资格持有 而临江是这种级别的大佬 我基本都认识 好像没有阁下这好人 况且 刚才我已经查过了 你的这张星辰卡 持有者的性别是女 难不成你是女的 他语气颇为得意 要知道 持有星辰卡的人 那可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 要是能帮那些大佬 找回丢失的星辰卡 那可就是大功一件 呵呵 苏铁 你现在可以啊 都学会偷东西了 你偷就偷 还敢拿出来用 胆子可真是不小 严飞宇毫不客气的 开始落井下石 秦家姨则双手抱在胸前 不屑道 飞宇 你别这么说 万一人家真变形成女人了呢 对 对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严飞宇 已经笑得快合不拢嘴了 由于苏铁他们这边动静太大 加上又是在饭店大厅 因此 立刻引起众人的围观 真没想到 这小伙子 既然是个小偷 我就说嘛 他这个年龄 如何消费得起这种顶级红酒 呵 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懂浪漫的好男人 没想到既然是个贼 真是丢死人了 还好我不是他女朋友 你以为他女朋友是好东西吗 我看八成他早就知道他男朋友是小偷 甚至很有可能他自己就是小偷 听着众人的嘲讽 林若宇深深低着头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虽然出身普通家庭 但也从未被人如此当面讥讽过 还被当成了小偷 心中着实说不出的委屈 这卡不是我偷的 是我姐姐送给我的 苏铁本不想说 但已经被当作小偷了 他也只能如实回答 你姐姐 王经理差点笑出声 他轻横道 苏先生 你可知道 你手里这张新城卡的主人是谁 正是临江药业的沈月琳沈总 你说她是你姐姐 沈总 我去 这下有意思了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敢偷他的东西 看来真有好戏看了 颜飞于脸上闪过一丝戏谑 沈月琳可是临江市有名的霸道女总裁 连那些商界大佬都不敢轻易招惹 现在有人偷了他的东西 还拿出来招妖撞骗 那不是找死 不错 沈月琳是我姐姐 苏铁淡淡答道 呵呵 沈总要是你姐姐 那马总就是我爸了 颜飞于和秦家仪捂着肚子 哈哈大笑 苏铁不由皱了皱眉 沈声道 沈月琳的确是我姐姐 我这卡也是她送给我的 你们要是不相信 可以打电话问她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 我一定会给沈总打电话 并且顺便会报警 你就等着跟警察解释吧 王经理冷笑不止 这时 颜飞于忙上前 急声道 王叔叔 赶紧派人把手住出口 别让这小子跑了 颜少说得对 来人 马上把这小子丢拦住 别让他跑了 王经理双手插腰 大声招呼道 他话音一落 韩耀威立刻带领着 庶民身材魁梧的保安 将苏铁和林若宇 团团围了起来 颜飞于也顺势挡在了苏铁面前 讥讽道 苏铁 不是我说你 装大款 也要有个底线 拿偷来的东西讨好女朋友 你要不要脸 我看你怎么收场 呵 怪不得他女朋友跟了刘峰 要是我有这样的男朋友 早就一头撞死了 秦家仪撇了撇嘴 一脸不屑地 扫了林若宇一眼 苏铁没有理会 而是依旧平静地 坐在椅子上 悠然地品着红酒 沈总 真是不好意思 这个点给您打电话 对 刚才我们抓住了一个小偷 他偷了您的星辰卡 哦 好像姓苏 叫什么苏铁 沈总 您别担心 那小子已经被我派人控制住了 您看 是您亲自发落 还是我派人送到警察局 王经理满脸堆笑 一副邀功勤赏的架势 心中已经乐开花了 沈岳玲 林江市数一数二的富豪 医药界的巨头 身价过十亿 背景更是深不可测 据说 还有燕金高层背景 要是能借今天这个机会 得到那位霸道女总裁的重视 那以后 她在林江市可就发达了 你说她叫什么 短暂寂静 电话那边忽然传来沈岳玲略带疑惑的声音 王经理迟疑了一下 忙笑着回答道 好像叫什么苏铁 对事叫苏铁 一个穷小子 来我们店里吃罢王餐 还想用您的星辰卡刷卡 王斌 我看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连我弟弟都敢惹 瞎了你的狗眼 要是他有什么事 我饶不了你 还没等王经理的话说完 电话那边立刻传来一阵爆炸般的声音 第24章 那个女人 第24章那个女人 沈总 您 您不会是误会了吧 听说那小子家里是街边卖包子的 怎么会是您弟弟 王斌苦笑一声 连忙小心翼翼地问道 一个是身价十亿的霸道女总裁 一个家里是街边卖包子的穷屌丝 完全就不在一个世界 想到这 他下意识又回头扫了苏铁一眼 愈发坚定心中这个想法 他是不是我弟弟 难道我会不知道 还要你来告诉我 王斌 我看你天约饭店是开到头了 要是实在不想干 我明天就可以帮你关门 还有 我弟弟今天若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废了你 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咆哮声 王斌的老脸已经变成了猪肝色 他现在不仅能确定 苏铁就是沈月灵的弟弟 还能确定 这位沈总就是个地孔狂魔 自己只是随便询问了一句 还没做什么 对方便雷霆震怒 要是真做点什么 那还得了 迟一片刻 他才忙干咳道 沈总 您弟弟安然无恙 正坐在那喝红酒呢 我就是打电话给您确认一下 实在是没想到 他竟然会是您弟弟 实话告诉你 他不仅是我弟弟 还是林默的弟弟 电话里的声音 忽然变得平静许多 可王斌听完之后 脸色却瞬间变得毫无血色 林默 您 您说的是林大小剑 不会吧 你可以给他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不 不用了 沈总 我知道错了 王斌都快哭了 嘴唇更是不断哆嗦 半天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能说清楚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就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青年 竟然会是沈月琳和林默的弟弟 沈月琳也就罢了 那个女人 可是他连听到名字 都会瑟瑟发抖的存在 尤其是想到对方当年的事迹 更是手脚发软 浑身冷汗直冒 要不是强忍着 怕是会当场大小便失禁 开玩笑 要是被林默知道 他的弟弟被人欺负 别说饭店关门 恐怕明天他王斌就会横尸接头 几分钟后 王斌才 渐渐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他连忙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满脸畏惧地来到苏铁面前 一时间都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怎么样 证实过了吗 苏铁倒是没在意 只是淡淡问道 不等王斌回答 严非宇踏步上前 大声道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 这种事还用得着证实 我发现 你小子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竟然连沈总的弟弟都敢冒充 你怎么不说 你爸是比尔盖茨呢 那可不行 比尔盖茨是外国人 可生不出他这样的儿子 秦家仪也白了苏铁一眼 撇嘴讥讽道 严非宇笑着应了一声 接着忙看向王斌 大声道 王叔说 虽然这小子是我同学 但您完全不用给我面子 马上报警抓人吧 我抓你妈王斌额头上的青筋 猛然鼓起 反手给了严非宇一耳光 天月饭店经营到今天 他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血 结果险些因为严非宇这小子全毁了 要不是现场人多 他真想一刀捅死这白痴 王叔说 严非宇顿时被这一耳光抽猛了 连忙捂着红肿的脸 惊慌失措地望着王斌 秦家仪更是吓得花容失色 迅速躲在了严非宇背后 大气不敢出 王斌没有再理会这二人 而是迅速将那张星辰卡 恭敬地递到苏铁面前 苦涩道 苏先生 今天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听信了小人谗言 还请您能原谅我这一次 我没什么好原谅的 苏铁将卡收回口袋 轻轻摇了摇头 听到苏铁这话 王斌眼泪都快出来了 连连哀求道 苏先生 我知道错了 只要您能原谅我 要打要罚 我都认了 对了 我怎么记得 刚才王经理要我朋友 跟你到后面聊聊 不如现在就去吧 苏铁端起红酒 轻轻摆了一口 他声音不大 但听在王斌耳朵里 却如同奔雷过劲 苏先生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求您就放过我这一次吧 王斌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 便跪倒在苏铁面前 他知道 就凭这件事 林末至少会废掉他双腿 因此他丝毫不敢怠慢 一边向苏铁哀求 一边很是识趣的望向林若宇 痛哭流涕道 林小姐 您大人有大量 就饶了我吧 说完 他迅速取出一张黑色卡片 放在餐桌前 继续道 林小姐 这天月饭店的黑药卡 识词卡来 本店消费 全部免费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请您能收下 林若宇此时脑子一片空白 林小姐打了个电话 怎么忽然就忽然变得如此恭敬 既然是王经理的一点心意 你就收下吧 这时 苏铁忽然道 听到苏铁这话 王斌顿时松了口气 他知道 对方这是原谅他了 想到这 他猛然从地上爬起来 满脸堆笑道 苏先生 沈总那边 还请您能帮忙说说 放心吧 看在你是出饭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苏铁冷冷一笑 王斌干咳一声 王继续道 还有 请苏先生千万不要 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林默小姐 林默 苏铁微微一皱眉 有些不明白 为何王斌会提到他二师姐 不过他也没在意 只是点了点头 接着 他才向林若铁打了个响指 微笑道 林大美女 要是吃好了 我们就走吧 好 我们走 林若铁乖巧地点了点头 当即二人直接起身 在众人无比茫然的目光注视下 起身离开饭店 看着苏铁二人的背影彻底消失 王斌这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短短几分钟时间 他如同在地府里走了一圈似的 即便此时 手臂还在不断发抖 要不是搀扶着椅子 怕是会直接瘫倒在地 见此情形 韩耀威连忙上前 担忧道 王经理 您没事吧 呵呵 没事 你知不知道 老子差点被你害死了 王斌抬手 给了韩耀威一耳光 接着 他冷冷地望向颜飞宇 沉声道 颜大少 沈总说了 如果三天内 你得不到苏先生的原谅 你严家的生意就不用再做了 作者有话说 晚点还有一张 大家多多支持 喜欢本书的 可以添加书价 第25章 想学吗 师姐教你 第25章想学吗 师姐教你 刚刚离开天岳饭店 沈月灵的微信就发了过来 苏铁解释了好半天 才算说清楚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 小笨蛋 你说吧 要师姐如何处置王斌那个混蛋 要不然这样 明天我让她直接破产 你看解不解气 手机听筒里传来沈月灵愤愤不平的声音 苏铁苦笑摇头 连忙回道 算了 一点小事而已 而且人家送了会员卡 要是被你搞破产 岂不是浪费了 好 那师姐就听你的 不过 我听王斌说 你还带着女朋友 沈月灵的声音 忽然充满八卦味道 苏铁下意识扫了一眼 正在自动售货机买水的林若宇 无奈道 什么女朋友 就是普通同事而已 好了吧 师姐还不懂吗 趁着时间还早 去看场电影 然后送她回家 剩下的事 就不用师姐 教你了吧 沈月灵哥哥笑道 苏铁翻了个白眼 故意道 剩下什么事 我还真不太懂 师姐教教我 想学吗 那你现在就来我家 师姐手把手地教你 很快 苏铁便收到沈月灵 充满诱惑的声音 紧接着还带了一张自拍照 点开照片后 苏铁鼻血 差点喷了出来 只见在照片内 沈月灵穿着一件 粉红色针丝睡裙 优雅地坐在一面 雪白的鲜鲜玉腿 微微翘在椅子上 顺着撑开的腿缝 仿佛能直接窥见那片隐秘 给人留下无限遐想 可惜光线较暗 照片里只能看到一片漆黑 不过即便如此 那双诱人的眉腿 还是令苏铁口干舌燥 心中忍不住浮想连偏起来 苏铁 怎么 就在苏铁正盯着手机屏幕 看得入迷 这时背后忽然传来 林若宇的声音 没 没什么 苏铁连忙将手机黑屏 干咳回道 他只觉得 脸颊一阵滚烫 颇有种偷看小电影 被当众发现的感觉 心中暗暗想着 要是这照片被林若宇看到 怕是要被误会了 顿了顿 他才忙摸着脑袋 欲言又指道 那个 时间还早 要不要去看场电影 不了 明天还要上班 不如下次再看吧 林若宇犹豫了一下 摇头说道 被直接拒绝 苏铁顿时有点小失望 对于他这种恋爱小白来说 主动邀请女生看电影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也是鼓了半天的勇气 才说出口的 没想到林若宇已丝毫不给机会 正好这周末我有时间 到时候 我们再一起去看吧 就在这时 林若宇忽然开口道 听到这话 苏铁顿时又燃起了信心 毫不犹豫地印了下来 时间已经不早 与林若宇分别后 苏铁便直奔大学城 接母亲回家 随后母子二人匆匆往家赶去 比起与林若宇周末的约会 他现在更加迫切的是 想重新尝试 医治父亲的腿疾 到家后 他便立刻将自己 想重新医治父亲腿伤的事 跟父母商量了一下 算了 算了 都多少年了 我都习惯了 苏忠亮靠在沙发上 连忙摆手笑道 虽然脸上带着笑 但眼神中却充满苦涩 他又何曾不想治好这双腿 像正常人一样 能下地行走 自从双腿残疾后 他整日只能待在家里 不仅不能为这个家 做出任何贡献 反而还成了累赘 尤其是想到 儿子因为没钱 只能跟女友分手 他心中更是如同刀割的一般难受 要不是舍弃不了妻子儿子 他甚至想过去死 可惜 从腿受伤至今 他不知道尝试过多少次 中医 西医 甚至各种偏方都试了个变 一点效果都没有 不错 苏忠 你就别费功夫了 你爸这样也挺好 母亲李贵兰也连忙复合道 倒不是他不相信苏忠 而是能用的方法 基本都用过了 至今连半点成效都没有 他实在不想再失望了 苏铁微微一笑 忙道 爸 你就让我再试这一次吧 正好我这几天学了一手针灸 就算不能将你的腿彻底治好 至少也能缓解疼痛 那好吧 你就试试 见苏铁极力要求 苏忠亮只好答应 不过他也没报希望 毕竟连是中心医院那些专家都没办法 苏铁刚刚毕业几年 又如何能治得好 苏铁也没多解释 当即立刻将提前准备好的针袋 平铺在沙发上 才道 爸 你忍着点 可能会有些疼 好 你扎吧 苏忠亮沉沉地点了点头 苏铁深吸一口气 迅速捏起两枚豪针 分别落在了父亲左腿的血海 和英灵犬两个穴位上 这两个穴位都位于膝盖位置 本就用来医治腿伤 不过在落针时 苏铁按照太玄精一道偏离的方法 顺势将一道灵气 顺着豪针注入父亲体内 爸 你感觉怎么样 苏铁忙抬头询问 苏忠亮眉头紧锁 片刻之后 才道 感觉小腿酥酥麻麻的 好像还有些肿胀酸软的感觉 那就对了 苏铁心中顿时一喜 这说明 他的治疗有效 当即 他再次捏起豪针 分别落在父亲右腿的血海 和英灵犬这两个穴位上 不过这次落针时 他将注入的灵气 提升了两倍 疼 有些疼 不过 还能忍受 苏忠亮立刻咬着牙道 看着父亲额头上涌出的汗珠 苏铁捏着豪针的手 有些颤抖 心中着实有些不忍 但他知道 父亲想要重新站起来 只能经历这一步 当即 他再次调动体内灵气 不断注入父亲腿部 直到半个小时以后 苏铁才缓缓 将豪针收回 接着长舒一口气 忙望向父亲 急声道 爸 你现在试着活动活动双腿 这 好 我试试 苏忠亮犹豫了一下 才点了点头 不过心中却并未太过在意 毕竟这样的尝试 他经历过太多次 要是能医治好 早就好了 又何须等到今天 不对劲 我好像 就在这时 苏忠亮原本暗淡的目光 忽然变得明亮起来 作者有话说 不好意思 这张晚了点 因为找人帮忙 做书的封面 所以耽误了一回 搞到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 觉得作者写得好看的 帮忙加入书架 并点个催更视频吧 第26章 小笨蛋 妈妈爱你 第26章小笨蛋 妈妈爱你老苏 你感觉怎么样 李贵兰这时也发觉 丈夫神情有些怪异 急忙关切询问 苏忠亮没有回答 而是又重新试着活动了一下双腿 顿时兴奋地坐了起来 他忽然发觉 原本僵硬无力的双腿 竟然渐渐能活动一些 虽然依旧还是不能站起来 但比以往已经有了极大突破 我 我的腿 苏田 你的治疗有效 应该是有效的 苏忠亮只觉得眼眶一热 猛地一把抱住苏铁 便嚎啕大哭起来 看着父亲由于太过兴奋 而口齿不清的样子 苏铁心中也是说不出的激动 他终于成功了 父亲终于又能站起来了 李贵兰起初还有些不敢相信 直到确认是事实后 也是激动得热泪纵横 许久之后 一家人的情绪才渐渐平复下来 苏忠亮抹了一把眼泪 满脸感激地望着苏铁 笑道 苏铁 我要当一辈子废人了 爸 我早就说 你的腿一定能治好 苏铁微笑道 这时 李贵兰忽然小声道 苏铁 你爸这腿什么时候能下地走路 我看 怎么好像还是没有理解 由于之前的屡次失望 他到现在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切 毕竟苏铁只是随便扎了几针 他实在怕会空欢喜一场 妈 我爸这腿是老毛病 想要彻底恢复 至少还要半个月的时间 不过你放心 一定会好起来的 苏铁保证道 其实他刚才也想尝试 但一来他担心父亲忍受不了那种剧痛 二来他体内的灵气 已然消耗殆尽 只能先停下来 不过 父亲有了好转的迹象 他心中也有了底气 只要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治疗 十天之内 基本就能下地走路 来 苏铁 陪爸喝几杯 这时 苏忠亮忽然道 苏铁不会喝酒 但见到父亲难得的开怀 自然是不会拒绝 当即立刻拿出酒杯 陪父亲喝了起来 苏铁 我真是没想到 这辈子竟然还能重新站起来 父子俩一边喝酒 苏忠亮感慨不断 母亲李贵兰 也是难得的舒展容颜 一家人充斥着欢声笑语 回到房间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 苏铁只觉得脑子里晕晕乎乎的 由于白天医治那名小女孩 晚上又医治父亲 他浑身上下 已然没有半点力气 不过想到父亲 马上就能重新站起来 他丝毫感觉不到半点疲倦 尤其是 想起以往沉闷不善言谈的父亲 今晚却滔滔不绝说个不停 脸上机遇已久的愁容 也一扫而空 他心中就更是说不出的喜悦 多少年了 这个家已经很久没有 像今天这般问心美好了 还是要谢谢老黄 苏铁很快便回过神来 要不是老黄叫他医术 给他洗水单 他霸着双腿 怕是永远都治不好 想到这 他连忙拿出微信 再次添加老黄的微信好友 可惜十几分钟过去 老黄依旧没有同意 甚至连回应都没有 这让苏铁颇有些失望 罢了 看来老黄暂时不想理会我 不过没关系 我便用他教我的医术治病救人 也算报答他的恩情了 苏铁心中暗暗想着 叮咚 就在这时 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是泰玄真人弟子交流群里 发来了几条消息 小笨蛋 在吗 在吗 小笨蛋 小笨蛋 妈妈爱你 看到小笨蛋这个称呼 苏铁基本能猜到 是大师姐发来的 点开之后 果然如他所料 他不由暗暗叹息 要是让那些商界大恶们知道 那个平时生人物尽 高冷无比的霸道女总裁 还有这么一面 不知道会露出什么表情 迟一片刻 他才忙回道 大师姐 我在 有事吗 有了女朋友 就不要师姐了吗 沈月琳立刻回道 还带了一个生气的表情 苏铁苦笑摇头 连忙准备跟沈月琳解释清楚 没想到消息还会发出去 整个聊天群瞬间爆炸 什么 小师弟找女朋友了 天哪 我的小师弟竟然抛下我 有了别的女人 感觉以后都不会再爱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我的男生 怎么会喜欢上别的女人 你们都别拦着我 我不活了 看到师姐们的回复 苏铁早已是一脸黑线 这都哪跟哪啊 我可是你们的师弟 你们这群戏精 小师弟 快让师姐看看 我的竞争对手长什么样 我想知道 我到底输在哪了 这时 二师姐发来一个哼的表情 三师姐紧接着附和道 不错 我也想知道 夺走我夫婿的人 到底长的是什么样 是师姐 我胸不够大 还是屁股不够翘 快点让我死心 扶絮 搞得好像我们有过什么一样 好了 你们就别逗小师弟了 女朋友的事 是我瞎说的 只是她同事 不过以后如何 那我 可就不清楚了 这时 大师姐沈月灵 忽然发话 苏铁连忙应道 不错 我们就是同事关系 各位师姐别误会 那师姐就放心了 不过即便真是女朋友 我也不介意 当小师弟的小情人 刚才一直没开口的 五师姐 忽然懦懦道 我也是 二师姐 我也是 大师姐 小师弟 选我 选我 你喜欢的姿势 师姐可多擅长哦 三师姐发了一个 坏笑的表情 我喜欢的姿势 你都擅长 苏铁忍不住 又是一阵摇头 你可是无数少男 心目中的女神 这话要是传出去 怕是明天 她就会被那些 狂热粉丝们 碎尸万段了 况且 你们光说 倒是来点实际行动啊 好了 说正事 小师弟 恩基堂的合同 我已经帮你弄好了 明天你亲自去一趟 完成后续交接工作就行了 这时 大师姐正色道 苏铁连忙应了一声 回道 多谢大师姐 谢大师姐 不谢谢三师姐 你个小没良心的 三师姐接着回了一个白眼的表情 苏铁不敢迟疑 忙道 也谢谢三师姐 这才乖嘛 不过 你若真想谢三师姐 就让三师姐好好品尝一下 你性感的胸肌 三师姐顺带 还发了一个流口水的表情 我也要 我也要 苏铁又是一阵汗言 不愧是亲师姐 连要求都是一样的 看着热闹的群聊 苏铁心情无比舒畅 一时间 身体似乎都没那么疲倦了 而就在这时 他再次注意到 几名师姐聊天时 四师姐 六师姐和七师姐 依旧还是没有发话 上次还能说是没看到 或者没时间聊微信 这已经过去好几天 连个招呼也没打 显然另有缘由 想到这 苏铁觉得还是要问清楚 于是连忙将自己的疑问 私聊发给了沈月灵 作者有话说 待会还有一张 终于有了封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第27章 冤家路窄 第27章 冤家路窄 是师姐忘记告诉你了 你四师姐正在进行 一项很重要的生物实验 六师姐在海外执行任务 七师姐在昆仑山闭关 所以恰好都没时间回复你 很快 沈月灵的消息便回了过来 生物实验 海外执行任务 昆仑山闭关 苏铁脑袋上立刻浮现一排问号 他本以为其他几名师姐的身份 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没想到 剩下这三名师姐更是离谱 对了 你七师姐还说了 等他闭关出来 要送给你一份大礼 沈月灵继续回到 还带了一个吃瓜的表情 苏铁不由好奇 连忙问道 什么大礼 你七师姐特意叮嘱过 让我千万不能告诉你 否则 他非杀了我不可 沈月灵回到 苏铁苦笑摇头 也没太在意 有这七个师姐 她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至于礼物 实在无所谓 好了 最近公司麻烦太多 师姐明天上午还要开会 就不跟你多聊了 沈月灵忙到 苏铁不由好奇问了一声 师姐 公司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能帮上忙吗 侍卫生署那边遇到了点问题 正在派人协商 你帮不上 我再想想办法吧 沈月灵回到 见对方这样说 苏铁也就没再多问 于是直接回了晚安 便闭上双眼 开始吐纳起来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醒来后 苏铁又给父亲针灸了一会 这才匆匆出门 他没有去祭祀堂 而是直接打车 前往位于市中心的恩纪堂 相较祭祀堂 恩纪堂在临江市名气极大 并且已经有十多家分店 苏铁去的是位于天佑广场的总店 刚下车 一座古香古色的三层小楼 便出现在苏铁面前 不愧是百年老店 比起祭祀堂 的确有排面的多呀 望着眼前装修华丽的药铺 苏铁不由感慨万千 大学毕业时 他也曾给恩纪堂投过简历 可惜 由于家里三代并非从事中医 连第一轮面试都没能通过 没想到今天 他竟然成为了恩纪堂的老板 苏铁没有直接进门 而是在门外转了转 根据师姐沈月灵的叮嘱 他到恩纪堂后 店里的张经理会联系他 完成后续的交接工作 所以他也不急着进去 苏铁 怎么是你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忽然从背后传来 回头望去 就见一名染着黄毛的青年 和一名身材高挑 打扮艳丽的年轻女子 正站在他不远处 正是陈妍和他弟弟陈鹏 看到这姐弟二人 苏铁里都没理 转头就准备走 草 你他妈脾气还挺大 害得我姐被打 老子还没跟你算账呢 陈鹏一个箭步上前 横在了苏铁面前 狠狠道 苏铁不又皱了皱眉 扫了一眼陈妍 冷声道 你们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 你害我姐被人抽了十三段耳光 今天要么赔十三万 要么跪下向我姐道歉 否则这是没完 陈鹏瞪着苏铁 大声喝道 听到陈鹏这话 苏铁不又笑了起来 这姐弟俩 还真是死心不改 从头到尾都是为了钱 陈妍 钱在你眼里 是不是比什么都重要 苏铁忍不住笑着问道 陈鹏脸一红冷哼道 苏铁 你凭什么教训我 你以为你真是沈总的弟弟 我们都查清了 你根本没有姐姐 沈总那天就是认错人了 哦 那又如何 苏铁懒得多解释 我靠 你小子长脾气了 看来今天老子必须给你点颜色看看 陈鹏哼了一声 挥拳便朝苏铁面门砸去 苏铁心中一沉 连忙抬手一挡 哎呀 就听见一声惨叫 陈鹏竟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捂着胳膊嗷嗷惨叫起来 反观苏铁却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 看到这一幕 陈鹏顿时一愣 他弟弟虽然没正经练过 但从小在外面跟人打架 苏铁这种小白脸根本不是对手 没想到反而是陈鹏先倒了 陈鹏 你没事吧 他来不及细想 急忙上前将陈鹏搀扶起来 陈鹏连忙摆手 一脸忌惮地看了苏铁一眼 刚才他一拳砸出 感觉像是砸在了石头上一般 整条胳膊都快被震断了 最令他疑惑的是 他感觉苏铁身上 似乎萦绕着 有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 似乎自己在出手 便会立刻死在对方手里 但会见苏总重要 别因为这小子 坏了咱们的大事 迟疑了一下 陈鹏连忙到 陈鹏点点头 虽然心中还有些不服 但也只能如此 苏总 你们要见哪个苏总 苏铁不由好奇问道 陈鹏冷笑一声 得意道 当然是恩济堂的新任董事长苏总 可不是你这个穷光蛋 什么 苏铁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看着苏铁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陈鹏还以为 苏铁被自己激怒了 于是更是得意道 实话告诉你 我姐今天是面试苏总秘书的 一旦她被苏总看上 我们家就会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你这穷屌丝 还是靠边站吧 呵呵 那就祝你们成功吧 苏铁懒得跟着二人计较 见此情形 陈鹏愤愤不平道 苏铁 你也别酸 就你那点工资 连一瓶贵点的香水都买不起 哪个女孩会跟你谈恋爱 你就算努力一辈子 也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那你就等着那位苏总给你吧 苏铁轻笑一声 头也没回 直接转身并要离开 快救人 有人晕倒了 就在这时 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呼救声 顺着声音来源望去 原来是一名身着蓝色练功服 两鬓斑白的老者 昏倒在了地上 周围已经站了一圈的人 虽然距离较远 但苏铁依旧能判断 老者的情况十分不好 身为一名医生 遇到这种情况 苏铁自然毫不犹豫 迅速便钻进人群 准备给老者事实施急救 都让开 你们这些人都给我让开 没看到我师父来救人了 还未等苏铁出手 就见一名身着长裙的少女 忽然将围观人群推开 匆匆挤了进来 第28章 白神医 第28章白神医 你是不是聋了 还不快让开 耽误了我师父救人 你担得起吗 苏铁正准备给老人把脉 没想到还未伸手 就被人一把推开 抬头望去 就见一名年轻女孩 正一脸不耐烦地望着她 女孩身着果绿色絮 搭配一件过细的淡黄色短裙 笔直线长的小腿 被肉色长筒丝袜紧紧包裹 脚上则是一双黑色小皮鞋 处处透着青春气息 只是举手投足间 却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 看什么看 还快不让开 见苏铁没动静 女孩又嚷了一声 我 苏铁迟疑了一下 忙准备解释 就在这时 一名中年人 忽然踏步走进人群 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穿着一件 洗得有些发白的旧款西装 神情十分严肃 简单询问情况 中年人便快步来到老人面前 大致检查了一遍身体状况 便立刻将手搭在老人手臂上 开始把脉 看到这情形 围观市民们 立刻小声一轮起来 他想干什么 不会是想治病吗 胆子也太大了 竟然连这种闲事都敢管 就不怕这老头出点什么事 赖上他 说得不错 救人的心事好的 但也要考虑实际情况 万一出现意外情况 谁说得轻 众人一边一论 纷纷担忧地望向中年人 更有人上前拉住那名女孩 小声劝道 小姑娘 快让你师父别多管闲事 万一这老头没治好 额上你们 就算倾家荡产都赔不起 哼 没见识 我师父是何等人物 这点小毛病 岂能治不好 女孩哼了一声 直接扭过头部搭理 好言相劝 反而被讥讽 众人顿时有些不悦 哼 人家以为自己是神医 还用得着咱们操心吗 反正待会被讹的不是我们 刚才那名劝说的男子 不悦道 另外一名年轻男子 轻笑道 说不定人家家里是开矿的 根本不在乎这点钱 不过话又说回来 21世纪 这样的傻子 真是不多见了 面对众人讥讽 中年人没有理会 而是依旧 继续给老人把脉 不对 我怎么看这人有点面熟 好像是恩纪堂的白成业白神医 人群中忽然有人轻易到 这话一出口 围观的众市民们 立刻炸开了锅 还真是白成业白神医 我的天 以往都只是在电视新闻上见到 没想到 今天竟然见到真人了 什么 竟然是白神医 看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要是有他出手医治 那自然是没问题 一听中年人是白成业 原本刚才出言讥讽的众人 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更有人已经开始主动给不认识白成业的市民 科普对方的光辉事迹 白神医医术超群 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几年前精灵那边有一名老人 得了一种怪病 国内外的专家名医们都束手无策 最后还是白神医出马 将那老人救了回来 对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 当时我一个侄子也在场 那些老外们无意不对白神医佩服的五体投地 苏铁不由的也是一证 白成业这个名字 他并不陌生 在中医界乃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人品极佳 门下弟子更是遍布江南省各大医院 就连临江市中医院的几位知名中医 也都是他的弟子 苏铁记得 上大学时 他学过的几本关于中药的教材 就是白成业亲自编写的 没想到 今天会在这里遇到 对于这样一位中医界的前辈 他自然相信对方的医术 于是也不再担忧 而是直觉地站在一旁观看 应该是肝肾阴虚导致阴不治阳 而出现的肝阳抗鱼上 需要平肝前阳 素取我研制的清心丸 白成业一番把脉之后 忙看向身边的女孩 沉声吩咐 文言 女孩迅速打开背包 将一个青花瓷小瓶取出 递给了白成业 见此情形 苏铁眉头不由一皱 他犹豫了一下 忙上前 小声道 白先生 老人病情复杂 仅用药物治疗 效果怕是不太理想 而且清心丸里的党身 生麻非但不能医治肝阳上抗 反而有害 不如 其实他也不想在这时候打岔 但治病救人要紧 他也顾不得太多 不等白成业回答 一旁的女孩秀眉一皱 一把将苏铁推开 不耐烦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对我师父指指点点 苏铁有些不悦 不过他没有理会女孩 而是再次看向白成业 准备劝说 你是想说用针灸治疗吧 老人家年龄太大 身体十分虚弱 若是贸然用针灸 非但治不了他的病 反而会危及生命 远不如药物有效 白成业抬头扫了苏铁一眼 冷冷道 至于你说的清心丸 治疗肝阳上抗会有害 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 中药讲究配武 若是配武得当 完全可以抵消药物的副作用 难道你不懂这一点 他声音平和 但语气中却有些不屑 区区一个小辈 竟然当众对他指指点点 要不是急于救人 他早就翻脸了 苏铁正欲解释 这是一道身影 忽然钻进人群 白神医 这小子就是济世堂的一个实习生 您别听他的 陈鹏指着苏铁 大声喝道 说完 他满脸堆笑地望着白成业 继续道 白神医 我是恩济堂的保安 我看这小子 多半是收钱过来捣乱的 不如马上报警 把他抓起来 原来是这样 白成业扫了苏铁一眼 神情中闪过一丝冷意 他本以为苏铁 只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 没想到 竟然背后 还有这种龌龊够当 心中着实有些愤怒 顿了顿 他才冷哼道 小伙子 今天我急着救人 不想跟你计较 马上离开这里 否则我马上报警 白先生 请您相信我 我不是来捣乱的 苏铁扫了一眼 得意洋洋的陈鹏 连忙不要解释 没想到还未等他话说完 就被人从背后猛地推了一把 第29章 年轻人 好好体会 第29章年轻人 好好体会回头望去 就见原来是一名中年妇女 正插着腰 一脸的气势汹汹 人家白神医给我父亲治病 有你什么事 要是再敢捣乱 我马上报警 中年妇女猛地上前 揪住苏铁的领口 大声呵斥道 苏铁知道对方误会了 他迟疑了 忙苦笑道 我真不是来捣乱的 我是 不是捣乱 白神医给我父亲治病 你为什么阻拦 难道你觉得你的医术 比白神医还高 中年妇女直接将苏铁的解释打断 与此同时 围观市民们 也纷纷开始对苏铁大力声讨起来 这小子也太无耻了 竟然趁着白神医治病的时候捣乱 要是病人出现意外 他担得起责任吗 不错 现在的年轻人 为了钱什么都不顾了 连这种不要脸的事都敢做 而且他竟然还是医生 一点医德都没有 我一定要投诉他 听着这些指责声 苏铁无奈摇头 不过人家病人家属都这样说了 他也懒得再多解释 而是选择继续站在一旁继续观看 白杰马上用清水帮老人服药 就在这时 白晨叶吩咐了一声 女孩忙硬了一声 接着又回头朝着苏铁做了个鬼脸 才迅速取出清心丸 用矿泉水帮老人服下 不到五分钟 就见原本昏迷不醒的老人 竟然渐渐有了意识 虽然还未彻底苏醒 但勉强已经能睁开眼睛 好 太好了 不愧是白神医 真是妙手回春 那是当然 不然神医的称呼是白叫的 可不是那些阿猫阿狗 能指手画脚的 看到老人苏醒 围观世民立刻一片喝彩 而顺带着对苏铁 又是一阵口诛笔伐 其中甚至不乏侮性的语言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不学好 连这种龌龊的事都干得出来 还好白神医药道病除 否则老人今天性命堪忧 不错 要是遇到其他医术一般的医生 恐怕就会被他蛊惑了 我看就应该报警 把这小子抓起来 众人本就对苏铁出言质疑白成业有些不满 此番看到老人苏醒过来 自然是毫不留情 老人的女儿更是指着苏铁 怒喝道 还好今天白神医治好了我爸 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看到这一幕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陈鹏姐弟二人 也是一脸讥讽 这小子 真以为自己是神医 自不量力的东西 要不是待会要见苏总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陈鹏哼了一声 陈鹏也是不懈地扫了苏铁一眼 心中愈发坚定 一件极其正确的事 跟着这样的男人 一辈子都不会有幸福 苏铁没有解释 只是叹息一声 便要起身离开 这时 白成业忽然抬手将他拦住 冷冷道 年轻人 不要学了些皮毛 就到处卖弄 正经钻研 一道才是正途 今天这件事 也算是给你一个教训 回去好好体会吧 小子 我早就说了 凭你那点医术 根本没资格在我师父面前指手画脚 现在服了吧 站在白成业身边的白结 也朝着苏铁翻了个白眼 看到这师徒二人一唱一和 苏铁不又笑了起来 他摇头道 我并非是想卖弄医术 也没有捣乱的意思 只是想治病救人 哼哼 你治病救人 难道你现在还以为你是对的 白成业冷哼一声 语气有些不满 他本以为事实摆在面前 对方就算再不服 也该知道自己错了 没想到 还是固执己见 苏铁没有解释 而是沉生道 我是否是对的 白先生 你很快就会知道 他话音刚落 就见刚有苏醒迹象的老人 竟然再次晕倒过去 而且脸色比刚才还要难看 甚至已经没了血色 看到这情形 现场立刻乱成了一团 就连速来稳重的白成业 此时心中也有些慌乱 连忙上前探查 情况不太好 清醒完怕事也不起作用了 马上叫救护车送医院 白成业眉头紧锁 连忙喝了一声 心中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 白结丝毫不敢迟疑 立刻掏出手机 准备拨打120 据我所知 最近的医院 也要20分钟的车程 根本来不及 不如让我试试 这时 苏铁忽然上前 将白结拦住 没等白成业同意 他迅速在老人脉搏上探了探 确定病情后 飞速用手指 在老人后颈的几个穴位上掠过 你是不是找死 马上给我滚开 耽误了救人 我饶不了你 这时 白结忽然反应过来 连忙便冲上前 便要将苏铁推开 老人的女儿也是指着苏铁骂骂咧咧 让他不要碍事 苏铁没有理会这些声音 而是抬头看向白成业 沉声道 白先生 老人情况危急 我需要银针 不知可否借用 你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 看来姑奶奶 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是不行了 没等白成业开口 白结再次冲上前 娇喝一声 说话之际 他手上猛地发力 想将苏铁推倒 却不料 苏铁忽然一个闪身躲过 白结非但没能推到苏铁 反而自己一个踉枪 趴在了地上 裙子更是撕烂了一大片 白结顿时火冒三尺 从小到大他哪受过这气 当即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准备再次动手 住手 马上去取我的针带 给这位小兄弟 就在这时 始终一脸阴沉的白成业 忽然沉声呵斥道 白结顿时有些委屈 但见白成业神情严肃 也不敢质疑 当即 他立刻小跑前往恩纪堂 将针带取来 递给白成业 小声道 爷爷 您怎么 这可是咱们白家祖传的银针 真要给他用 他心中很是嫉妒 身为白家的孙女 连他都还没有使用这银针的资格 结果却让这无名小子 截足先登了 少废话 马上给这位小兄弟送过去 白成业因着脸 沉声呵斥了一声 担忧的目光 不断在老人身上扫过 他嘴上没说 但心中已然知道 苏铁是对的 如若早点按照对方的方法医治 说不定就不会有事 要是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 导致老人不治而亡 他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他现在只能在心中祈求 苏铁有办法医治好老人 虽然也没抱太大希望 毕竟对方实在太过年轻 第三十章 你就是苏总 第三十章 你就是苏总 白杰心中还有些不愿意 但见白成业眼神冰冷 也不敢再多问 只好嘟着嘴 将手中针带地给苏铁 苏铁没有迟疑 连忙捏起银针 飞速落在老人的百会 中庭 人中 环跳 三阴交等学位上 哼哼 我还以为你医术有多高 原来就这点能耐 连我师父都治不好的病人 你还是省省吧 真是不嫌丢人 白杰冷笑嘲讽道 他跟随白成业学医多年 对针灸自然不陌生 在他看来 苏铁的这一手 他也能做到 因此很是不以为然 倒是站在一旁的白成业 心中早已激起一阵惊涛骇浪 脸色更是大变 刘云针法 这怎么可能 他眉头紧锁 深深地注视着苏铁 如同看到世界奇迹了一般 震惊不已 这刘云针法 乃是针灸界十大奇数之一 早已失传几百年 即便是他 也只在古迹中看到过 如今 眼前这名年轻人 不仅施展了出来 而且已经达到 炉火纯青的地步 不得不令他感到惊骇 天才 实在是天才 年纪轻轻 便在针灸一道上 有此等造诣 若是稍加指点 白成业忍不住轻律 胡须 眼神中充满赞赏 就在白成业感慨万千之际 苏铁长出一口气 针灸随之结束 只见原本脸色惨白的老者 忽然一阵猛咳 接着脸色逐渐恢复血色 呼吸也变得正常起来 爸 你感觉怎么样 看到这情形 老人的女儿连忙上前 搂着老人急切询问 老人轻轻喘了几口气 连忙摆了白手 表示没事 虽然还是比较虚弱 但病情明显已经有了好转 他休息一会 身体就会恢复 不过以后不要再惹你父亲生气了 苏铁淡淡道 闻言 老人的女儿顿时面露惊讶 忍不住好奇道 你怎么知道 我惹他生气了 刚才他的确跟父亲闹了点小矛盾 但没有外人知道 苏铁一言道出 着实令他有些意外 哼 老人家这个年龄 肝羊上抗多半就是动物导致的 好在有这位小神医及时出手 否则情况难料 白成业盲解释道 闻言 老人的女儿顿时脸一红 低头道 多谢小神医 多谢白神医 我以后会注意 说着话 他满脸不好意思地望向苏铁 苦涩道 小神医 刚才我太过心急 所以言语冒犯了您 我向您道歉 道歉就不必了 赶紧送老爷子回家休息 苏铁盲白手道 他能看出来 这中年妇女只是太过着急 其实并无恶意 无非是对他有些误会罢了 因此也没太计较 看着老人被女儿搀扶离开 围观人群立刻爆发一阵喝彩声 真是没想到 这小伙子医术这么高 连白神医都没能治好的病人 他竟然治好了 而且人品还不错 看来刚才是大家误会他了 不错 的确是咱们误会他了 其实刚才我就发现 这小伙子与众不同 医术肯定不会差 果然没让我看错 好了吧 你 刚才就数你骂的罪凶 我看你该给这位小兄弟道歉才是 众人一边称赞苏铁的医术高超 还真有几名市民 主动上前向苏铁道歉 都表示自己刚才看走眼了 甚至有找苏铁要名片的 看到这一幕 站在一旁的白杰早已是一脸羞红 他没想苏铁年纪轻轻 医术竟然这么高 真将那老人治好了 想到自己刚才那些话 恨不得立刻找个地方钻进去 苏铁倒是没太在意 将针带还给白承烨 便准备起身离开 小兄弟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 我有的冒犯向你道歉 要不是你 今天我怕是要闯下大祸了 这时 白承烨连忙上前 急切道 苏铁连连摆手 谦虚道 白先生 您太客气了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我也是碰巧才治好了老人罢了 小兄弟 你说的是 那个 听说你在济世堂当实习生 要是不嫌弃 不如来我恩济堂 工资职务随便你挑 你看如何 白承烨借机问道 虽然他还不清楚 苏铁其他方面能力如何 但就刚才那一手流云针法 便可独当一面 甚至能成为恩济堂的一块招牌 这样的人才 他岂能错过 苏铁顿时有些迟疑 自己一个恩济堂的老板 现在竟然被邀请去当员工了 白老 您怎么在这 苏总还没到 我给他打个电话 就在这时 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忽然向苏铁他们这边走了过来 刘金山话音未落 目光忽然落在苏铁身上 顿时激动道 苏总 您怎么在这 我以为您还没到呢 苏总 白承烨这时也是一愣 一脸茫然地望向苏铁 刘金山迟一片刻 盲笑道 白老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咱们恩济堂 新任董事长 苏铁 苏总 什么 你 小兄弟 你就是新任的苏总 白承烨顿时一脸激动 他今天过来 就是为了 见这位新任的董事长 本来还担心 对方会是一个 不懂中医的门外汉 没想到 竟然是一位高人 真是太好了 恩济堂交到你手里 我就能放心退休了 他一把抓住苏铁的手 感慨万千 白老 别站在外面啊 有事咱们里面聊 这时 刘金山忙笑着说道 苏铁微微点头 接着忽然将目光 落在一旁的陈鹏身上 淡淡道 刘总 他是恩济堂的保安 不错 苏总 你有什么分负 刘金山忙道 苏铁笑了笑 摇头道 我觉得他的长相 可能会影响病人心情 所以你看着办 明白 刘金山连忙应了一声 接着 他回头望向陈鹏 立声道 你现在去财务节工资 以后都不用来了 你 姓苏的 陈鹏顿时气的脸 都变形了 苏铁冷冷一笑 接着才望着陈鹏 似笑非笑道 不好意思 这个苏总 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你只能再找别人了 说完 他直接起身 和白承夜等人 踏步走进恩济堂大门 作者有话说 今天第三章 喜欢这本书的 大家可以加入书架 也希望大家能动动小手 给个五星好评 谢谢大家了 第三十一章 接手恩济堂 第三十一章 接手恩济堂我他妈 姐 我没在做梦嘛 那小子竟然是苏总 他家不是卖包子的吗 望着苏铁消失的身影 陈鹏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陈鹏没有回答 但脸色也是 一阵青一阵红 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 他心中又气又后悔 要是没有跟苏铁分手 那自己现在 岂不是已经当上 恩济堂的女主人了 恩济堂 那可是临江市 数一数二的中药店 锦分店就有十几家 还有其他各种业务 每个月净收入少说 也有几百万 要是成为这里的女主人 别说迪奥香水 香那儿的包 就算跑车别墅 还不是随便买 可惜 现在都没了 他如同看着一座金山 在眼前飞走 抓都抓不住 最关键的是 他本有拥有这座金山的机会 是自己不珍惜 想到这 他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恨不得抽自己一耳光 姐 你倒是说句话 那姓苏的小子 竟然把我开除了 这可怎么办 陈鹏急得直跺脚 他这份保安的工作 好不容易才得到 不仅轻松 而且工资待遇不错 要是就这样失去 他怀疑他女朋友 一定会跟他分手 想到这 他对苏铁 更是恨得牙痒痒 陈鹏苦着脸 摇头道 还能怎么办 人家是这里的老板 想开除你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还算了吧 姐再重新给你 你找份工作 那不行 今天这是不能忍 他敢当众羞辱我 我不会让他好过 陈鹏哼了一声 不服道 见状 陈鹏有些担忧道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他姐姐很有可能 就是临江要业的沈总 不是你能惹的 沈总又怎么样 明着搞不了他 那老子就来阴的 陈鹏冷笑一声 看向恩纪堂的目光 闪过一丝寒意 苏总 咱们恩纪堂在临江市 一共有17家分店 经营的都还不错 基本都处于盈利状态 各分店的账目 以及店里的员工情况 还有其他一些资料 我都帮您汇总了 您请过目 走进位于三楼的办公室 刘金山立刻将一达文件 递给了苏铁 看着密密麻麻的各项信息 苏铁头都大了 连连白手道 行了 你先放在这 等我有时间了再看 那 请问苏总 您对公司经营 有什么建议吗 刘金山迟疑了一下 接着忙继续笑着问道 苏铁再次摇头 苦笑道 这样吧 以后公司管理方面的事 除非重大决策 你都可以全一行事 他是学一的 对公司运营 实在是一头雾水 而刘金山以前 便是恩纪堂的总经理 又是大师姐推荐的人 他也很放心 将决策权交给对方 苏先生 您如此信得过我 听到苏铁这话 刘金山顿时一愣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以往在恩纪堂 他虽然是总经理 但大小事务 都要经过董事长同意 以至于很多 有利于公司发展的项目 都因为层层上报 最后搁浅 他的一身报复 也一直得不到展示 没想到 这位新来的苏总年纪轻轻 竟然有此等胸怀 他着实有种 遇到薄乐的感觉 心中很是感激 怎么 你不愿意吗 苏铁淡淡道 刘金山连连白手 兴奋道 苏总 愿意 我当然愿意 多谢您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看到这一幕 坐在一旁喝茶的白成业 眼神中的赞赏意味更加浓郁 知人善用 开明有度 最关键的是 医术还不俗 他仿佛看到恩纪堂的希望 真是老天有眼 给恩纪堂降下这么一位贤民的东家 老朽此生无憾 白成业心中叹息不已 而乖巧站在白成业背后的白结 此时 看向苏铁的目光 也逐渐变得柔和 真没想到 他还真有两把刷子 不仅医术不凡 人也不错 而且 他好像长得还挺帅嘛 这样的男人 要是成为我未来的丈夫 想到这 他只觉得 脸颊忽然有些滚烫 竟然有些不敢支持苏铁了 苏铁倒是没注意 这爷孙俩的脸色变化 虽然接手了恩纪堂 但他心中 还充满着各种疑问 于是趁着有时间 便大致跟刘金山了解了一番 比如 恩纪堂在临江市中药店铺中 虽然算不得实力最强 但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也没有听说有经营上的危机 为何会忽然变卖 苏总 这你放心 恩纪堂没有任何问题 都是那些败家子们 只知享乐 不知道珍惜祖宗基业 所以才转卖的 白成业一边解释 一边愤愤不平道 往我白家三代为 恩纪堂操劳 如今却遇到这帮顽固子弟 真是令人寒心 原来这恩纪堂创建者信宋 是清末江南地区的一位名医 传承至今 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 传承到这一代 宋家子弟们都不学中医 而且也都是些享乐之辈 都无心在经营祖宗基业 于是几名子弟 便将公司变卖分家 全部移居国外 原来如此 苏铁若有所思 这时 他忽然想起另外一件事 忍不住好奇道 白先生 刚才听您说 您打算退休 不错 老朽年事已高 早有退休的想法 今天过来 一是想看看新任董事长 二来也是想提交辞承 白成业连忙回道 刘金山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忙道 白老 您今天带着孙女过来 应该是想来摘牌匾的吧 听到这话 白成业老脸一红 不由地甘笑了两声 这是什么意思 苏铁有些不解 刘金山笑着解释道 苏总 白老担心恩纪堂 落在凡夫俗子手中 会辱没了这块老字号 休的胡说 如今恩纪堂有苏总坐镇 相信会越来越好 我也可以放心回家养老了 白成业连忙板着脸呵斥了一声 他这倒也是实话 苏铁的医术无庸置疑 而刚才他也了解到了对方的品性 的确很令他满意 苏铁却有些犹豫 连忙道 白先生 凭您的医术 若是就此退休 实在是恩纪堂的一大损失 我希望您能留下 恩纪堂发展至今 白成业功不可没 要是他刚上任 就让对方就退休 恐怕其他老员工也不会有意见 这个嘛 让我留下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希望苏总能答应 白成业淡淡笑道 苏铁连忙应道 白先生 您淡说无妨 白杰 刘经理 麻烦你们先出去 有点私事 我想跟苏总谈 白成业语气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第32章 白杰的病 第32章白杰的病 白老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跟我提 只要我能办到 一定全力以赴 看着刘金山和白杰离开后 苏铁连忙拱手道 白成业没有回答 而是笑着问道 苏总一表人才 敢问如今 是否有心仪之人 这个 白先生 这跟您留下 有关系吗 苏铁挠了挠头 有些不解 白成业白白手 忙道 没有 我随便问问 对了 我那孙女从小被惯坏了 刚才若有冒犯之处 还请苏总别介意 没关系 当时情况紧急 我也不小心撕坏了她的裙子 还请白老袋 我向她道歉 苏铁连忙摇头笑着说道 那就好 那就好 苏总 你觉得我这孙女如何 白成业忽然问道 见白成业话里有话的样子 苏铁顿时有些疑惑 于是忙道 白先生 你有话还是直说吧 好 那我就直说了 其实还是 为了我这孙女 她得了一种怪病 苏总若是能将她医治好 就算让老朽一辈子不退休都可以 白成业连连叹息道 苏铁不由一愣 好奇道 白先生 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凭您的医术 您孙女的病 还需要我来医治 白家乃是中医世家 白成业更是文明临江市的神医 他的著作甚至被当作大学教材 现在却找他 这个年轻人治病 实在有些舍尽求远的意思 当然不是开玩笑 我要是能治好 就不会劳烦苏总你出手了 白成业端起茶水 轻轻抿了一口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见白成业一脸认真 苏铁也不好 再多说 于是继续问道 您孙女得的是什么病 不清楚 白成业淡淡回答道 苏铁点点头 也没在意 毕竟凭对方的医术 要是知道是什么病 早就自己医治了 于是接着道 那他是何时得的病 都有哪些症状 不知道 白成业再次摇头 白先生 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苏铁顿时一脸问号 左一个不清楚 右一个不知道 您连有哪些症状都不说 这让我怎么治 苏总 请恕我直言 我孙女的怪病 你诊之后便会清楚 白成业笑着说道 听到白成业这话 苏铁心中不由暗暗思索起来 难不成是什么妇科病 又或者丰胸 减肥 在他看来 也只有这些病 白成业才会不好意思开口 那我考虑考虑 过两天再给您答复 您看如何 想了想 苏铁才到 他总觉得 白成业的语气怪怪的 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似乎并非是为了请他治病 而是另有意图 最主要的是 刚才他就注意过白结 身体很健康 根本不像是有病的样子 苏总 老朽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请你出手 给我孙女治病 可千万别多想 似乎猜到苏铁的顾虑 白成业忙解释道 见对方这样说 苏铁也没再多想 别的他不敢保证 但白成业的人品 他可以肯定没问题 于是点头应道 既然白先生信得过 那我就给白小姐看看 不过能否治好他的病 我不敢保证 好 那老朽就先多谢了 今天时间已然不早 回去我跟白结再商量商量 改天约个时间 说完 白成业忙起身 朝着苏铁一拱手 才匆匆告辞 看着白成业爷孙俩离开的身影 苏铁心中不由盘算起来 这白结到底得的是什么怪病 妇科兵 不太像 气色不错 皮肤也很好 难不成真是丰凶 想到这 他不由又多看了一眼白结 摸着下巴青南道 跟大师姐比起来 是有点小 不过 已经算是正常标准了吧 而且还是正宗的水滴行 这还不满足 送走白成业爷孙俩 苏铁又跟刘金山闲聊了一会 大致对恩纪堂各分店的经营状况 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苏总 咱们恩纪堂如今17家分店 有9家位于临江市的市区 其中3家位于市中心 剩下的店则分布在临江市的下属县区 平均每家店月盈利额在100到200万 市中心的3家店 包括咱们现在所处的总店 月盈利额基本都在200万网上 其他的店也在稳步上升 听着刘金山的介绍 苏铁嘴巴半天都没能合拢 除了震惊 他再也想不出任何词语 来形容他现在的心情 17家店 每个月总盈利额至少有2000万 年盈利额就是2亿多 我去 那岂不是说 我现在也是亿万富翁吗 苏铁心中有些迷茫 尤其是听到这些数据 更是有些如梦如幻 谁能想到 就在几天前 他还在为买不起三十几万的车 而无比窘迫 不过 很快他便清醒过来 所谓权力越大 责任越大 手握如此庞大的企业 即将遇到的麻烦 也一定会比以往要棘手无数倍 叮铃铃 就在苏铁正胡思乱想之际 手机忽然响起 接通后 那边传来母亲的声音 晚上你大伯请全家到岳江楼吃饭 你千万别迟到了 大伯请吃饭 有什么事吗 苏铁不由有些疑惑 他这个大伯 那可是有名的铁公鸡 一毛不拔 此次 竟然主动请全家吃饭 还是在岳江楼这种有名的大酒店 着实令他有些纳闷 应该是苏哲的事 我也不清楚 你看好时间 千万不要迟到 对了 别忘了回家换上 我上次给你新买的西装 母亲又叮嘱了几声 才挂断电话 苏哲是苏铁大伯的儿子 也是苏家的长子 前一阵 他便听说他这个大哥 在考精灵大学的研究生 如今八成也是 有了眉目 今晚这场家宴 多半就是为了这件事 想起那些亲戚 苏铁就有些头疼 要么是见前眼开的主 要么是墙头草 见风倒 虽然还未到场 但他基本已经猜到 今天晚上的情况 不过母亲特意强调 他也不好拒绝 于是跟刘金山打了个招呼 便匆匆往岳江楼赶去 作者有话说 今天状态不太好 就先两张吧 喜欢这本书的 大家家的书架 并五星好评 多谢了 第33章 家宴 第33章 家宴晚上7点 青阳江畔 灯火通明 位于江畔左岸的岳江楼 更是热闹非凡 作为临江市 有几十年历史的传统酒楼 岳江楼的地位 与新兴的临江饭店相差无几 但又多了几分地方色彩 苏铁刚到 便看到母亲 已经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 在门外焦急等待 怎么才到 你爷爷奶奶已经到了 还有 怎么没穿我给你买的那件西装 待会你那些哥哥姐姐们 李贵兰打量了一番苏铁 有些不悦道 他深知那些亲戚们 都是些势利眼 若是见苏铁穿得破破烂烂 必定会冷言嘲讽 所以才叮嘱苏铁穿得好一些 不就是一个家宴 没必要穿那么正式 我觉得很好 说完 他忙看向苏铁 笑道 儿子 我感觉我这腿力气越来越足了 今天下午 我甚至扶着墙走路了几步 是吗 苏铁眼睛一亮 父亲恢复得如此快 实在是他没想到的是 按照这样的进度 恐怕还有一周 就能基本恢复正常 好了 赶紧进去吧 待会你大伯二伯他们又该说了 这时 李贵兰叹了口气 满脸愁容道 文言 苏铁连忙应了一声 主动推着父亲 往酒楼内走去 进门之后 苏铁一家便被服务员 直接带到二楼的一间包厢 此时亲戚们基本已经到齐了 正围在一起闲聊 爷爷 奶奶 大伯 二伯 大伯母 二伯母 苏铁连忙上前 跟几名长辈打招呼 看到苏铁一家进门 众人的脸色 纷纷变得玩味起来 尤其是苏铁的大伯二伯 更是一脸不屑 每次都是你们家最后一个道 一分钱不花 价子还挺大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什么大领导呢 没等苏铁一家坐下 苏铁大伯苏志勇哼了一声 语气颇有些不满 二伯苏鸿光也连忙附和道 不错 让我们等也就算了 老爷子老太太一把年纪 要是饿坏了 谁担得起 听到这二人的冷嘲热讽 上纲上线 苏铁苦笑摇头 连忙准备解释 其实他也想早点来的 但岳江楼距离恩纪堂 实在有点远 加上路上堵车 所以才到的有点晚 不过七点也是约定的时间 并不算迟到 未等苏铁开口 父亲苏忠亮忙将他按住 冷声道 路上遇到点小问题 所以来的有点晚 忠亮的腿脚不太好 所以来晚了点 也没关系 反正还没上菜 我也不饿 这时 苏铁的奶奶 小声帮忙道 既然知道自己行动不便 为什么不早点出门 这要是在生意场上 早就被人赶出去了 苏志勇依旧不依不饶道 他堂堂苏家顶梁柱 今天主动请客吃饭 这老三竟然还摆架子让他等 着实令他很是不爽 老三 你也别怪你大哥说话重 我们都等了你们半天了 老爷子老太太也等了有十几分钟 你们今天的确做得不太好 大伯母开口道 二伯母也忙点头应道 的确 你既然迟到了 大家说你几句都是应该的 也是想让你记住 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问题 说的没错 我赞同老大的话 我也觉得 老大说的有道理 有些规矩还是要讲的 其他几名亲戚 此时也纷纷硬核起来 听到这些声音 苏忠亮本就有些阴沉的脸色 变得更加难看 李贵兰虽未开口 但也是深深低着头 没办法 谁让老大人家是包工头 挣得多呢 这些亲戚的子女们 还要人家帮忙安排工作 自然极力地巴结 反观他这个残疾人 根本没有攀附的必要 归根结底 穷是原罪 好了 老三 你们先坐下吧 这次迟到 下次注意就行 没必要揪着不放 这时始终没有开口的苏铁爷爷 忽然发话 毕竟是一家之主 老爷子开口 众人这才罢休 很快 苏铁一家便坐了下来 包厢内再次恢复刚才的热闹 众人欢声笑语 船杯弄斩 虽然没有刻意 但潜意识里 还是把苏铁一家晾在了一旁 对于这样的穷亲戚 还是个残疾人 他们巴不得躲得远远的 别说给不了他们好处 甚至还有可能求他们帮忙 这样的麻烦 没有人想沾染 苏忠亮和李贵兰也明白亲戚们的想法 虽然心中窝火 但也只能闷着头吃饭 一言不发 心中只想着早点结束这顿饭 大家应该都到齐了 那我先宣布一个好消息吧 今天小哲获得了金陵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这时 苏志勇忽然站起来 满面红光道 他这话一出口 众人亲戚纷纷道贺 不愧是小哲 我早就看出他有出现 没想到 既然考上了金陵大学 还是研究生 真给咱们苏家长脸 可不是吗 小哲这孩子 是我看着长大的 从小学习就好 如果我没记错 他现在应该是咱们苏家学历最高的 比苏铁那什么医学类大学 要强得多吧 这是自然 苏铁不过是本科生 又是临江本地的学校 人家苏哲上的可是金陵大学 又是研究生 差远了 听到这些夸赞 苏哲脸上早已洋溢起得意的笑容 别 你们可别夸他 可别让他骄傲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小子就是肯努力 苏志勇连忙摆手 但脸上却难掩兴奋之色 听到这些亲戚夸赞 苏铁差点笑出声 他这个大哥 从小有手好闲 不学无术 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学历 基本都是家里找关系上的 至于这次的金陵大学研究生 更是花钱买的 现在竟然还自吹自擂起来 不过他也懒得多说 反正人家开心就好 什么学历最高 据我所知 他上的那个研究生 花钱就能买到 一个星期上不了两节课 有什么了不起 这时 始终阴着脸的苏忠 晾冷哼一声 别的方面 他可以不计较 但涉及到儿子 他无法容忍 他这话一出口 宴席上立刻静了一下 苏志勇父子脸上的笑容 也瞬间僵住了 苏铁也是一愣 他没想到 父亲今天火气这么大 他这个大伯 向来是脸面如生命 现在被当众下不来台 八成是要出事了 第34章 苏铁 苏先生 第34章苏铁 苏先生果然 短暂沉寂之后 苏智勇猛地喝了一口酒 冷哼道 老三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不会是嫉妒我们家苏哲考上研究生 会超过你们家苏铁吧 哼哼 笑话 一个花钱买的研究生 我有什么好嫉妒的 跟我家苏铁的重点大学 比起来差远了 苏忠亮丝毫不相让 看到这二人剑拔弩张的样子 其他人也不敢插话 只能低着头默默观看 苏哲脸色早已变得铁青 本以为今天能在众亲戚们面前露露脸 没想到被当众拆穿 着实丢人丢大了 老三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你们家苏铁学习成绩好 这我承认 但也不能贬低我们苏哲吧 大伯母怒气满腹道 他心里清楚 要是润学习 苏铁在苏家的确是最好的 即便没有读研 但上的也是 临江市最好的医学类大学 比起苏哲所谓的研究生 韩金亮不知道要高多少倍 真要再计较下去 丢人的只能是他们 所以赶忙调转话题 二伯苏鸿光也忙笑着硬道 老三 你也别的礼不饶人 苏铁的成绩的确还行 但也不能说苏哲就不行 人都是会改变的 你不能总拿老眼光看人 什么叫我得礼不饶人 明明是你们先贬低我家苏铁的 苏忠亮冷哼一声 好了老三 老二说的也有道理 苏哲既然愿意学好 那就是好事一见 你这个当叔叔的应该多鼓励 这时 老爷子忽然发话 文言 苏忠亮虽然依旧有些不满 但也只能低下头部再多说 苏志勇更是轻哼一声 又灌了一杯酒 家宴依旧还在继续 很快便再次恢复欢声笑语 苏铁一家 依旧还是被孤立对象 只有苏铁的爷爷奶奶 时不时地问一句 至于其他亲戚 因为刚才的事 现在基本连理都不理了 苏铁 听说你现在已经开始实习了 工资还行吧 就在这时 大伯母忽然开口问道 还可以 一个月基本工资3500 加上其他补贴 应该有个4000多吧 苏铁如实回答 如果不算恩纪堂那边的收入 他在几十堂的工资 的确如此 不错 4000多 差不多是 我们家苏哲一个月工资的零头了 大伯母回头看了一眼苏哲 满脸笑意 文言 苏哲连忙摆摆手 不约道 妈 你说话太不严谨了 我上个月的工资是15万03千 你说零头实在有点夸张了 对 对 是有点夸张了 大伯母笑呵呵地说着 语气颇有些自豪 他这个儿子 虽然学习不怎么样 但生意场上 还是有些建树 至少在苏家年轻一辈中 算是佼佼者 苏志勇也是轻笑一声 故意扫了苏忠亮一眼 见对方气得无法反驳 心中更是爽得不要不要的 我们家苏铁挣的虽然不多 但他是医生 哼 什么年代了 还觉得当医生高尚 光宗耀祖 实话说了吧 这年代 没钱你就是孙子 苏忠亮的话还未出口 就被苏志勇直接打断 二伯苏鸿光也连连点头 道 话虽然不太好听 但的确是现实 听说苏铁前些天谈了的女朋友 最后不就是因为没钱结婚 才分手的 我听说人家女孩 只是想要辆三五十万的车 要是放在苏哲 根本不算是 二伯母硬喝道 听到这些话 苏忠亮和李贵兰气的老脸战红 奈何也无力辩驳 只能窝着一肚子的火 在这个家 要是没钱 你就算真有理 那也是没理 看到这情形 苏志勇倾笑一声 云淡风轻道 苏铁 不是大伯说你 当年你要是没有学医 而是跟着我在工地上班 现在怎么也能混个保安队长当当 每个月一万多的工资 那不是随便赚 说实话 你以为苏哲上这个大学 真是去学知识的 这就是你们穷人思维 我那让他去世 结交人脉的 你刚进入社会 还不懂人脉的重要性 我告诉你 没有人脉 你寸步难行 想当年我在静西 听着大伯的滔滔不绝 苏铁只觉得好笑 就这段话 他已经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 唯一令他感到佩服的是 二伯每次听到这番话 总能摆出一副第一次听的模样 甚至还能连连附和 并发表一番感想 苏铁 你别不把我的话当回事 苏哲可能没有你的学识高 但人脉绝对比你强无数倍 将来创起夜来 你是永远也赶不上的 见苏铁一脸不以为然 苏智勇冷哼一声 他话音刚落 包厢的门忽然推开 接着就见 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踏步走了进来 正是岳江楼的副经理杨俊 杨经理 你怎么来了 有事吗 看清来人 苏智勇皱了皱眉 杨俊在包厢内扫了一圈 忙上前笑道 原来是苏总 真不好意思 我来找苏先生 那边有几个商界的朋友 想请苏先生过去聚一聚 苏先生 我们都姓苏 你找哪位 苏折盲抬头道 二伯笑了笑 指着苏智勇 意味深长道 这还用问 那肯定找的是你爸 总不能是我爸 在这间包厢内 姓苏的有十几号人 但在临江市商界 能被称为苏先生的 除了苏智勇 其他人根本不够资格 什么人 我现在可没空 苏智勇板着脸 摆起了架子 他虽然不是什么商界顶级富豪 但在临江市 也是小有名气 在他看来 多半又是那些小老板 想跟他套近乎 要是平时也就罢了 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 他才不会轻易过去 杨俊迟疑了一下 敢笑道 不是找苏总您 听说好像是找苏铁 苏先生 他这话一出口 包厢内顿时一片哗然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在了苏铁身上 什么人找苏铁 苏洪光疑惑道 苏折不屑一笑 大声道 估计是哪个小卖铺的老板吧 又或者婶婶卖包子认识的朋友 他这话一出口 众人哈哈大笑 老杨 你怎么搞的 让你请的苏先生 这么半天都没请到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再次传来一道 红亮的声音 接着 就见一名虎背熊腰的中年人 踏步走了进来 我去 这不是赵明浩赵总 他怎么来了 认出对方身份 苏家众人脸色纷纷一变 赵明浩 云山地产公司创始人赵新成的弟弟 虽然不在商界 但也是临江市数一数二的富豪 此等人物 忽然光临他们这间包厢 着实令众人感到匪夷所思 第35章 赵新成的邀请 第35章 赵新成的邀请老大 赵总是来找你的吧 众人稍一迟疑 老爷子苏国安 连忙望向苏志勇 好奇问道 听到他这话 苏家其他人的目光 也纷纷落在苏志勇身上 毕竟整个苏家 也只有对方在商界有些地位 我们公司最近 跟云山地产 的确有一个合同要签 也就几十万 不至于让赵总亲自过来找我吧 应该是走错包厢了 苏志勇摇摇头 一脸的迷茫 要是别人也就罢了 这可是云山地产老板赵新成的弟弟 临江市商界真正的大人物 他可不认为 对方会亲自过来 找他一个小小的包工头 不过他还是 迅速倒了两杯酒 主动迎上去 满脸堆笑道 赵总 您怎么来了 我敬您一杯 无论如何 云山地产 那都是临江市 数一数二的地产巨头 对于他们这些 承包工程的包工头来说 那就是皇上 要是能跟对方攀上关系 以后他在临江市 那可就发达了 你是什么人 赵明浩扫了苏志勇一眼 语气有点不耐烦 苏志勇迟疑了一下 盲端笑道 赵总 我是凯越建筑公司的小苏 您不记得我了 前几天咱们还见过面 来 我敬您一杯 哦 是吗 我不记得了 赵明浩摇摇头 目光依旧不断在包厢内扫饰 像是在找什么人 被赵明浩直接无视敬酒 苏志勇顿时有些尴尬 举在半空中的手 一时有些不知道该放在哪了 顿了顿 他才忙到 赵总 请问您找什么人 我帮您找 哦 我找苏先生 赵明浩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声 苏先生 哪个苏先生 您不会走错包厢了吧 苏志勇更是不解 下意识扫了一眼苏红光 心中暗暗想着 不会是找老二的吧 包厢内的其他人 此时也是一头雾水 尤其是苏红光 已经在心中思索 自己是否跟这位赵总有过交集 就在这时 赵明浩眼睛忽然一亮 接着迅速来到苏铁身边 兴奋到苏神医 可算让我找到您了 苏神医 总算找到您了 赵明浩这话一出口 包厢内立刻一片哗然 堂堂云山地产创始人的弟弟 亲自出面寻找的苏先生 竟然是他们苏家的一个小辈 而且还称呼对方 为您 一时间 苏志勇 苏红光 乃至苏家一众小辈 甚至连苏铁的爷爷奶奶 都是一脸的茫然 苏铁也是一愣 疑惑道 我们认识 苏先生 您可能不认识我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赵星成的弟弟 要不是您出手 炎炎的命 怕是就保不住了 赵明浩一边说着 再次激动地握住苏铁的手 苏铁这才反应过来 盲白手笑道 赵总 你太客气了 治病救人 本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苏先生真不愧是神医 待人如此谦和 还没有架子 那个 我哥就在楼上 他不太方便下来 所以想请您上去一趟叙叙旧 您看是否方便 赵明浩询问道 苏铁犹豫了一下 盲望向爷爷苏国安 请示道 爷爷 赵总找我有事 那我先过去一趟 好 你去吧 苏国安连忙应了一声 脸色依旧写满了问号 这时 赵明浩忽然想起一件事 忙回头看向杨俊 大声道 老杨 今天苏先生这个包厢的消费 都算在我头上 他撂下一句话 便立刻拉着苏铁 匆匆离开包厢 看着苏铁和赵明浩的身影消失 包厢内瞬间一片死寂 尤其刚才还滔滔不绝的苏志勇 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他忽然觉得自己在这个侄子面前 就像是个白痴 人家已经跟赵新成这等身价 十亿的富豪品被论交了 而自己还在炫耀那些不值一提的人脉 老三 苏铁和赵总 到底是什么情况 就在这时 苏国安忽然开口 不错 听赵明浩的意思 好像苏铁治好了赵总孙女的病 这又是怎么回事 苏志勇也忙问道 刚才赵明浩说 赵新成找苏铁续旧 他俩年龄相差几十岁 能有什么就可续 苏鸿光接着道 看着众人震惊的模样 苏忠亮精神无比振奋 这么多年 他还是第一次如此扬眉吐气 纵然他心中也是充满疑问 但表面上并未表现出来 而是他那贪手 云淡风轻道 这是吧 我还真不太清楚 不如待会苏铁回来 你们问他吧 听到苏忠亮这话 众人也只好将疑问暂时收起 心中却已然开始暗暗盘算起来 与此同时 苏铁跟着赵明浩已然来到楼上包厢 推开门 赵星成立刻快步迎上前 激动道 苏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听说你在在和家人聚餐 我实在不好去打扰 所以只能请您上来了 没关系 苏铁淡淡一笑 接着抬眼大致在包厢内扫了一圈 宽大圆桌上此时已然坐满了人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有几人苏铁还认识 正是临江市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 至于剩下不认识的 他猜测身份也不会简单 苏先生 这位是咱们临江市卫生署的署长容正清 也是我孙女的干爷爷 听说你治好了盐盐 他说什么都要当面感谢你 本来我还说 明天带他去你工作的诊所 没想到今天就遇到你了 赵星成连忙指着身边 一名身着中山庄的中年人 笑着介绍道 容正清扫了苏铁一眼 似笑非笑道 老赵 真是没想到 这位苏神仪还挺年轻嘛 艺术真有你说的那么好 原本听赵星成的描述 他还以为苏铁是一名老成恋达 成熟稳重的一道高手 没想到对方外表如此稚嫩 完全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心中着实有些失望 不错 老赵 这小兄弟的医术 真有你吹得那么好吗 我怎么有点不太相信 一名秃顶中年男子 半开玩笑地说道 另外一名梳着背头 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也是倾笑摇头道 哼 我看这小兄弟大学才毕业吧 怕是看过的病人 一个指头都数得过来 也敢成神医 随着这二人开口 包厢内的其他人 也纷纷开始对苏铁质疑起来 作者有话说 第三章 喜欢本书的 给个五星好评 求求了 第三十六章 他要神医 我就是神仙 第三十六章 他要神医 我就是神仙老王 老刘 你们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苏先生的医术 是我亲眼所见 难道还能骗你们不成 面对众人怀疑的声音 赵新成满脸不悦 连忙大声反驳 别的方面他不敢保证 但医术方面 他对苏铁 那绝对是心悦诚服 老赵 你如此捧这小子 不会是想说做女婿吧 反正我还是不太相信 他有你吹得那么深 要是真有本事 能否看出我有什么病 姓王的秃顶中年人 一脸的不屑 他也是临江商界 有一号的人物 大小名医见的多了 对中医 更是有着较深的了解 深知行医之人 更加重视的是经验 大凡名医 那必定拥有十几年 乃至几十年的临床经验 像苏铁这种刚刚毕业 碰巧运气好 治好了某个疑难杂症 便自称神医的年轻人 他很是不以为然 不错 我的确刚毕业不久 现在还是一名实习生 算不得什么神医 这时 苏铁淡淡道 他这话一出口 包厢内顿时一片哗然 老赵 听到没有 这小子自己都承认了 不仅是刚毕业不久 还是个实习生 你还有什么好吹的 不错 你也一把年纪了 连个小孩子都不如 就这小子还神医 他要是神医 那我就是活神仙 这些富豪们 平时见赵星成 在商界出尽了风头 今天巴不得看到他出丑 此番也是毫不客气地嘲讽起来 赵星成却一脸无所谓 只是哼了一声 没有理会 他亲眼见过苏铁出手 因此 对苏铁的医术 绝对地深信不疑 我虽然不是神医 但也的确懂一些医术 就在这时 苏铁忽然抬头望向 那名姓王的秃顶男子 缓缓道 王总 如果我没猜错 你最近经常消化不良 而且还有轻微的厌食吧 你 你怎么知道 秃顶男子神情顿时一变 满脸惊讶地望着苏铁 他最近消化的确不太好 也吃了不少健胃消食的药 但始终没什么效果 没想到 苏铁竟然一言道出 哼哼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其中望诊中 便是观人气色辨别病症 你鼻翼两侧蛋白无华 皮肤油腻 舌质发红 舌苔黄腻 正是肠胃湿热的表现 也就是常说的消化不良 苏铁淡淡解释道 说着话 苏铁忽然一顿 接着道 对了 王总 这几天 你背后是否比往常更加油腻 而且还起了很多浓炮 这也是肠胃湿热的表现 神了 真是神了 我背后的确长了很多浓炮 真没想到 这小兄弟年纪轻 还有这一首 听着苏铁的侃侃而谈 原本不屑一顾的秃头男子 顿时面露奇异 连连惊叹 仅凭看过一眼 便能猜到他有哪些病 而且连他背后有浓炮都能猜到 实在令他不得不佩服 哼哼 这没什么 你这毛病 大家都知道 说不定是老赵提前告诉他的 至于那些什么蛇智发红 蛇胎黄膩 多半也是编出来的 刚才那名姓刘的背头男子 不屑道 苏铁没有多解释 而是回头望向背头男子 笑道 刘总 你最近胸闷气喘 牙疼肿胀 烦躁失眠 并且情绪波动较大 稍有不顺 便会大发雷霆 我没说错吧 不错 那又如何 原本双手抱在胸前 一脸看笑话姿态的背头男子 听到苏铁这番话 脸色不由一变 虽然表面依旧还是一副不屑的样子 但他心中已然有些惊讶 他这些情况 可从未跟外人提过 赵新成更是不知道 没想到 苏铁竟然也能一言道出 着实令他有些意外 苏铁没有解释 而是继续道 刘总 令夫人这两天正在发烧 应该还服用了阿斯匹林之类的药物 这我也没说错吧 这 这你都知道 姓刘的背头男子再也忍不住 连忙失声惊讶道 说出他病症也就算了 竟然连他老婆发烧 甚至吃过什么药都知道 这实在有点离谱 要不是今天第一次见苏铁 他甚至怀疑对方 是不是翻过他家垃圾桶 就连赵新成也是一阵惊奇 忍不住急忙道 苏先生 这你又是如何看出来这些的 刘总上唇生疮 唇质咒后 颜色发紫 正是心肺火旺的症状 也就是常说的上火 苏铁忙笑着解释 那我老婆发烧 你又如何知道的 背头男子急忙问道 看向苏铁的眼神 更是有些警惕 他甚至怀疑 自己的老婆 是不是跟着小白脸有点什么 苏铁淡淡一笑 回答道 通常发烧之人服用阿斯匹林后 身体会散发出酸腐气息 刘总身上恰好沾染了一些 这不难判断 他这话一出口 包厢内顿时又是一片哗然 真没想到 这小兄弟年纪轻轻 医数尽如此之高 只是随便看几眼 就能诊断出得了什么病 甚至连老刘他老婆的病 都能说出来 不错 我也见过一些老中医 但医术实在没法 跟这小兄弟相比 仅凭刚才那一手望诊 就撑得上神医了 看到这些朋友们 对苏铁的医术 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样子 赵新成颇为自得 忙大声道 我早就说了 苏先生的医术极高 现在相信了吧 相信 我信了 小神医 刚才是我嘴贱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您看我这病能不能治 姓王的秃顶男子 很容易 我给你开一副药 清热厨师的药方 三天之内基本能见效 不过要注意平时生活习惯 苏铁淡淡道 那名姓刘的背头男子 也忙上前 急道 苏先生 我这病您看该如何医治 哼哼 你这个更简单 这样 苏铁微微一笑 接着将一副治疗心肺火旺的药方 写给了姓刘的背头男子 就在这时 包厢内其他人也坐不住了 纷纷起身 让苏铁帮忙治病 他们这些人 平时疲于应酬 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些毛病 看到苏铁医术如此高明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苏先生 我最近经常头疼 您能不能帮我看看 苏先生 我腰酸背痛 已经有好几年了 您能不能也给我看看 苏先生 看到被众人围起来的苏铁 赵新成心中很是兴奋 忙看向身边的中年人 自得道 老荣 我早就说了 这苏先生是不可多得的神医 现在你信了吧 不过是一些中医的入门手段而已 只能说尚可 至于神医 差得远 容正清摇摇头 很是不以为然 闻言 赵新成有些不高兴 忙拉住苏铁 嚷道 苏先生 容署长不相信你的医术 你让他开开眼 第37章 铁血老兵 第37章 铁血老兵 算了 算了 你也别为难小伙子了 人家治好了炎炎的病 我们本该感谢的 不过神医这称呼 实在有点重了 如若没有真材实学 最好还是不要轻易使用 容正清连连摆手笑道 到他这个年龄 早已认清了很多现实 深知像苏铁这样的年轻人 给他冠上了神医的名头 并非是一件好事 毕竟 想要接受皇冠 就必须要有那份实力 否则必受其类 想到这 他继续道 小伙子 别怪我说话不留情面 行医之人 最好还是多花时间去提升医术 而并非这些虚名 容书长说的是 神医这个称呼 对我来说 的确太重了 实在不敢当 苏铁连忙点头 硬道 赵星成却不肯罢休 板着脸道 老容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苏先生的医术 绝对担得起神医这个称呼 你要是不信 那就让他 给你诊断一番 这个 那好吧 我就听你一回 容正清执拗不过赵星成 只好笑着点头答应 接着 他抬头望向苏铁 但笑道 小伙子 那就劳烦你给我也看看 看看我都有哪些病 容书长的身体十分健康 看得出来生活习惯很规律 除了有些轻光眼 别的方面倒是没有太大毛病 苏铁忙回答道 容正清微微点头 漠然不语 脸上表情也没有太大变化 苏铁刚才这段话 大部分医生都能看出来 您的身体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但药不经常会感到酸软乏力 严重时甚至直不起身子 尤其到阴雨天 更为严重 我没说错吧 苏铁不紧不慢道 他这话一出口 容正清神情顿时一变 盲抬头望向苏铁 对方所说的这个病 的确困扰了他多年 每次病发 必定疼痛难忍 甚至整夜难眠 尤其是这一年来 更是痛苦无比 为此 他找了不少专家名医诊治 都没有效果 只能吃止痛药勉强应对 不过这病除了他身边 极为亲近之人 以及几名医生外 他从未跟外人提到过 苏铁一眼便看出 的确令他有些意外 不错 我是有多年的风湿病 陈阴片刻 他才忙回答道 容书长 据我观察 您这不是风湿 苏铁摇头道 容正卿不由一愣 芒痒起头 好奇道 你说 我这腰疼的毛病不是风湿 那是什么病 他请过不少名医诊断 都说是风湿 现在苏铁竟然说不是 愈发勾起了他的兴趣 容书长 是否方便 让我给您诊断一番卖相 苏铁没有回答 而是微笑询问道 容正卿有些犹豫 但在赵新城的催促下 还是将手腕亮给了苏铁 容书长 您腰部应该被弹片击中过吧 片刻之后 苏铁才抬头继续问道 不错 早些年我在战场时 腰部的确被弹片击中过 不过当时便取了出来 跟我这腰疼的毛病 有什么关系 容正卿眉头微微一皱 语气都变得严肃起来 如果说刚才那些病症 还有可能是其他人告诉苏铁的 弹片击中 腰部这件事 可是他的秘密 连他儿子女儿都不知道 苏铁竟通过把脉 就能说出这些 着实令他暗暗则舌 他甚至怀疑对方的眼睛 是不是自带技术 弹片虽然取出 但对身体的损伤 却未能修复 长年累月下来 病症逐渐加重 苏铁解释道 那能否医治 赵新成急忙询问 苏铁点点头 接着苦笑道 可以是可以 针酒便可 可惜今天来的匆忙 我没带豪针 这个容易 我让杨经理想想办法 这时 赵明浩上前说了一声 当即迅速出门 岳江楼位于临江市 最繁华的地带 想买到针酒用的豪针 并不算困难 不到15分钟 赵明浩便将 买好的豪针送了过来 苏先生 你看我该如何配合你 容正清急忙望向苏铁 语气再也没有刚才的轻视 反而变得无比尊重 他这腰疼的毛病 折磨了他十多年 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实在有些折磨人 要是苏铁真能治好 他可真就谢天谢地了 苏铁倒是没在意 而是忙到 将上衣脱掉 趴在沙发上 我先给您针酒 好 容正清毫不犹豫地 他应了一声 接着迅速按照苏铁的要求 将上衣脱掉 趴在了包厢内的沙发上 抬眼望去 就见一个伤痕累累后背 出现在苏铁眼前 其中有刀伤 也有弹片击中的疤痕 还有很多分辨不出的痕迹 看得苏铁不由心生敬意 虽然他对容正清本人并不了解 但根据这些伤疤也能判断 对方年轻时 必定是一名冲锋陷阵的铁血军人 稍一迟疑 苏铁立刻捏起豪针 分别落在容正清腰部的三胶鱼 契海鱼 荒门 智氏 玄疏 等六个学位上 只见他每落一针 口中便念念有词 随之便有一刀绿色光团 顺着豪针涌入容正清的体内 直到15分钟后 针灸才算结束 虽然时间不长 但苏铁已然是满头大汗 像是经过一场长跑比赛一般 气喘吁吁 手臂发抖 苏先生 您没事吧 赵新城急忙上前 关切问道 没事 可能是针灸时太过专注 谢一会就没事了 苏铁摇摇头 盲摆了摆手 下意识又多看了容正清一眼 他刚才看似是在针灸那六个学位 其实是在掩人耳目 容正清的病根 是体内还有残留的蛋片 如果不能取出 即便暂时缓解疼痛 以后还是会旧病复发 刚才他大概探视了一番 根据容正清现在的身体状况 想要动手术取出蛋片 基本已经不可能 因此只能试着催动灵气 将那三块蛋片 直接从体内消除 这也是刚才他故意隐瞒实情的原因 毕竟有些事 并非是现代社会所能理解的 可惜他 还是小看蛋片的坚硬程度 15分钟 他几乎耗尽体内全部灵气 才勉强将一片蛋片消除 剩下的两片依旧纹丝不动 就在这时 容正清起身活动了一下腰身 顿时眼睛一亮 兴奋到 老赵 我的腰好像舒服多了 是吗 我早就说了 苏先生的医术极高 称得上神医 这下你相信了吧 赵新成急忙笑着说道 容正清连连点头 忙上前拉着苏铁 感激道 苏先生 太感谢你了 真是没想到 我这老毛病 竟然能还有治好的一天 他现在是打心眼里 对苏铁佩服 要知道 他这老毛病 可是请了省里的几名专家 都没能治好 结果苏铁上来就解决了 可见对方医术的确不凡 容书长 我只是暂时缓解您的病痛 不过只要您坚持针灸 不到一个月 基本就能痊愈 苏铁如实道 好 那就劳烦苏先生了 容正清连连点头 这时 赵新成忽然道 老容 苏先生治好你的病 你也不表示表示 至少请人家吃顿饭吧 一顿饭那哪够 苏先生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只要我老容能办到的 一定全力以赴 容正清 苏铁想了想 开口道 正好有件事想求容署长帮忙 就是不知道是否合适 第38章 苏小神医 第38章 苏小神医当然合适 苏先生 你快说到底是什么事吧 我就先帮老容做主了 赵新成拍着胸脯 大声保证道 容正清也是连连点头 笑道 不错 苏先生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只要容猛能办到 绝不推辞 苏铁点点头 这才道 临江药业的沈月灵 是我姐姐 她那边 原来是小沈那件事 这倒是有些不太好吧 苏铁的话还未说完 容正清脸上 渐渐浮现一丝为难 见状 赵新成顿时有些不悦 连忙大声道 老容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干脆 刚才你不还说了 只要能办到 绝不推辞 结果人家苏先生话 还没说完 你这就变卦了 亏你还是卫生署的一把手 就是 老容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 另外一名中年人 也开口责怪道 容正清缓缓坐回椅子上 眉头紧皱 口中连连叹息 看向苏铁的眼神 更是有些不好意思 老赵 这是 主要是 见此情形 苏铁连忙上前 笑道 没关系 容署长 要是不太方便 那就算了 虽然他也不轻 楚大师姐具体要办的是什么事 但既然容正清表示为难 他自然是不能抢求 毕竟不能因为给人治了病 就让对方办不想办的事 另外 苏铁对容正清印象不错 为人直爽 又没有关架子 在临江市卫生系统里 也是有名的清正联名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 而坏了对方的名声 何况就冲着对方背后的那些保家为国落下的伤疤 他也不好意思让对方为难 老荣 到底什么事 难不成是行贿受贿 还是其他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这时 赵新成好奇问道 苏铁也连忙看了过去 他之前也没细问 所以不太清楚 沈月灵到底想办什么事 不过 以他对临江药业的了解 应该也不需要做这种违法乱纪的勾当 容正清芒摇了摇头 苦笑道 没有这么严重 就是 临江药业最近想请我过去做个演讲 我没答应 不就一个演讲 你至于吗 赵新成顿时摇头 他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要真是违法乱纪的事 他自然不会再去劝对方 没想到就是一个演讲 容正清叹了口气 欲言又知道 要是之前小沈找我 我肯定就去了 主要是在这之前 天清和药业也邀请我过去演讲 被我直接拒绝了 清和 就是那个有名的无良企业吧 你拒绝是对的 但临江药业 可是咱们临江市的优秀企业 怎么能一概而论 赵新成板着脸 语气很是不悦 这时 刚才那名姓王的秃顶男子 忽然上前笑道 老赵 这你就不懂了 清和药业的老板 是咱们秦副市长的小叔子 原来如此 赵新成顿时恍然大悟 他虽然没在官场 但也清楚这里面的门道 人家秦副市长的小叔子 邀请你去演讲 你直接拒绝了 可以说 你清正联名 现在另外一家要起邀请你 你去又去了 这不是打秦副市长的脸吗 苏铁也是微微点头 这种事 他也能理解 于是盲笑道 没关系 既然荣书长您难办 那就算了 他本来也没报希望 只是试着问问 既然对方有困难 自然不会再强求 那可不行 人家苏小神医治好了你的病 你却言而无信 以后外面怎么看你 这是我帮你做主了 秦康明那边 我去帮你说 就在这时 刚才那名姓刘的背头男子 站出来大声说道 闻言 赵新成眼睛顿时一亮 急忙道 说得对 那就麻烦老刘 你去跟秦副市长说说 他深知 这刘正邦虽然不在官场 但父亲却是退休多年的老领导 更是秦康明的老师 有他出马 那必然没问题 容正清也立刻反应过来 连忙拱手道 那就劳烦刘兄帮忙了 老容 你这就见外了 今天苏小神医帮我治好了病 我还没感谢人家呢 正好你给了我这个机会 刘正邦笑呵呵的说道 容正清会议一笑 接着忙看向苏铁 笑道 苏先生 那你说的这件事 我就答应了 多谢容署长 苏铁连忙道谢 心中暗暗想着 大师姐帮了他这么多 现在也算是稍稍报了点恩了 可惜三师姐的恩情 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去还 苏小神医 你治好了我们的病 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感谢你呢 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 以后要是有别的困难 尽管来找我 只要我老王能办到 也绝对不含糊 这时 刚才那名姓王的秃顶男子 连忙笑呵呵道 另外一名身着膛装的老者 也附和道 不错 苏小神医要是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 千万不要客气 我也是 我也是 苏先生 还有我 经过苏铁刚才的一番诊治 他们对苏铁 可谓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也十分乐意结交这样的年轻人 毕竟到他们这个年龄 身上或多或少有点毛病 要是有这么一位神医当朋友 那可是意义非凡 只是面对这阵势 苏铁反倒有些不习惯 要知道 眼前这些人 要么是身价过亿的富豪 要么是身居高位的正鸟 现在却对他一个小辈如此客气 实在有些受宠若惊 好在很快 父亲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催问怎么还不下去 于是苏铁连忙跟众人打了个招呼 便匆匆开溜 苏小神医 您请刘布 有件事 我还想请你帮帮忙 刚走出包厢 苏铁就被随后赶上来的 那名姓刘的背头男子拦住 苏铁忙回头 疑惑道 刘总 有什么事 您说无妨 刘震帮苦笑一声 才道 是这样的 我岳父从去年开始 就经常失眠 有时候整晚都睡不着觉 请了几名省里的名医 也都没能治好 所以 我想请您出手帮忙看看 失眠 应该没那么简单吧 苏铁扫了刘震帮一眼 淡淡问道 刘震帮稍稍犹豫 才点头应道 的确 如果只是失眠 那倒也没什么 可除了失眠 我爸这几个月 还有梦游的习惯 而且 话说到一半 刘震帮忽然不再言语 脸色更加变得怪异起来 第39章 扬眉吐气 第39章 扬眉吐气 刘总 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 见刘震帮神情闪烁 苏铁不由有些好奇 刘震帮深深叹了口气 白手道 说起来有些可笑 我岳父这一两年来 每当睡到半夜 便会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哭声 小孩子的哭声 其他人也能听见吗 苏铁眉头不由一皱 刘震帮摇摇头 苦笑道 这就是怪异之处 只有岳父能听见 我岳母 还有我们都听不见 我怀疑他可能是得了妄想症 暂时我也不好判断 不如等见到老爷子再说吧 苏铁淡淡道 仅凭刘震帮的一番叙述 他也的确无法确定具体病因 只能初步猜测为精神方面的疾病 不过他总觉得 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所以没有明说 刘震帮连连点头 忙拱手道 既然如此 那就劳烦苏先生了 正好明天上午我没事 不如去接你 给我岳父诊治一番 苏铁自然没问题 立刻便硬了下来 刚才大师姐的事 要不是刘震帮帮忙 估计还成不了 现在对方寻求帮助 他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当即 跟刘震帮互相交换了手机号码 苏铁才匆匆回到楼下包厢 此时包厢内 苏家众亲戚的态度 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平时围在苏铁大伯苏志勇身边的那些铁杆粉丝 现在全部簇拥在苏铁父母一旁 一个个鳄鱼奉承 姿态甚是低微 就连向来紧随苏志勇步伐的二伯苏鸿光 也是早已掉转枪头 不断起身给苏铁父亲敬酒 看到这情形 苏志勇一家三口的脸色变得愈发阴沉 今天明明是他家请客 想借着苏哲考上研究生 在众亲戚们面前露露脸 结果反倒让苏铁占了便宜 只是让他想不通的是 苏铁一个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 怎么就攀上了赵新城这棵大树 那可是临江市有名的房地产大亨 身价10亿的顶级富豪 如果仅仅只是治好了对方孙女的病 也不至于如此客气吧 沉樱片刻 苏志勇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苏铁 你和赵总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认识你 哦 前两天他孙女中毒 生命垂危 恰好被我医治好了 苏铁随意回答了一句 听到这话 苏志勇顿时恍然大悟 他可听说过 这位赵总把孙女看得比命还重要 此番苏铁相当于救了对方孙女一命 人家自然十分感激 救命之恩 岂能倾现 原来是走了狗屎运 苏哲心中一阵叹息 只恨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去学医 要是医治好赵新城孙女的人是他 那今天露脸的可就是他了 就在这时 苏家其他亲戚们也纷纷议论起来 我早就说了 苏铁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现 果不其然 竟然救了赵总孙女的命 真是给咱们老苏家长脸了 那时当然 我也早就说过 苏铁选择学医是正经路子 我看将来前途 怕是不会在咱们在座的这些人之下 听到这些声音 苏铁忍不住摇头苦笑 就尬吹吧 刚才你们好像不是这样说的吧 不过看着父母满脸兴奋的样子 他也不好多说 只能埋头吃菜 不去理会 老三 没想到咱们家苏铁和赵总 还有这层关系 能不能让苏铁找个时间 帮我这个大伯 跟赵总引剑引剑 这时 苏志勇忍不住忽然开口道 他们这些包工头们 靠的就是房地产商赚钱 要是能跟赵新城这种地产大佬 拉上关系 就相当于找了一个强大靠山 那以后 他可真就发达了 苏忠亮冷冷一笑 不屑道 我们家苏铁哪有这本事 他就是个学医的 我看还是让苏哲去吧 人家一对的工资 比我们家苏铁一年挣的还多呢 文言 苏哲顿时脸一红 连忙干咳一声 深深低下头 他很清楚 自己有几斤几两 也就是 靠着他爸帮忙 才能拿这么高的工资 单凭个人本事 怕是连工作都难找到 老三 你别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再说了 我要赚了钱 那不也是孝敬咱爸妈 我看不如这样 要是真能成 我给你家一城的分红 苏志勇犹豫了一下 咬着牙道 只是帮忙说句话 就要给一城分红 一年可就是几十万 他着实有点肉疼 不过想到攀上赵新城这棵大树 能得到的好处 他还是忍了 苏铁 你就帮帮你大伯吧 咱们可都是一家人 这时 苏铁大伯母也连忙开口道 苏铁没有回答 而是回头看了一眼父亲苏忠亮 但笑道 爸 您看我答应 还是不答应 这个嘛 我要考虑一下 毕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苏忠亮明白 儿子这是让他借机出气 所以故意摆起了架子 见状 苏志勇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他堂堂苏家顶梁柱 什么时候 要去求一个 他从来没正眼瞧过的人 只是想到那些好处 还是抢挤出一丝笑容 忙道 老三 咱们兄弟之间还用得着分那么清楚 你就答应了吧 孙大哥今天求你了 既然你求我 那好吧 苏铁 你要是方便 就帮帮你大伯 苏忠亮这才说到 脸上笑容更是无比的玩味 自从双腿残疾后 这么多年来 他总算扬眉吐气了一回 尤其是 看到平时在他面前趾高气昂的苏志勇 今天却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 他就更是得意无比 苏家的这场家宴 就以这样的形式结束 到家后 苏铁又帮父亲针灸了一番 由于今晚消耗较大 回房间后 他便准备继续盘息吐纳 补充消耗的灵气 没想到就在这时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是大师姐沈月琳打来的电话 小笨蛋 容书长刚才主动打来电话 愿意来我们公司做演讲了 并且说是 看在你的面子 这是怎么回事 刚一接通 听筒里便传来沈月琳意外又惊喜的声音 晚点我再争取来一张 不过可能会很晚 大家明天再看吧 喜欢本书的 希望添加个书架 并给个五星好评 多谢大家的支持 第四十章 女人 你这是在玩火 第四十章女人 你这是在玩火苏铁不游有些意外 他没想到 容正清竟然会如此重视这件事 刚刚才拜托对方 现在就已经通知下去了 不错 是我求荣署长帮忙的 师姐可还满意 听着电话里 沈月琳开心激动的声音 苏铁不游的会心一笑 迟一片刻 他才将晚上在月江楼发生的事 简略跟沈月琳说了一遍 原来是这样 小笨蛋 师姐真的爱死你了 我原本都没抱希望 没想到你竟然还记得 这下总算能堵住董事会那帮白痴的嘴了 沈月琳语气极为兴奋 接着 他忙道 说吧 小笨蛋 想要什么奖励 师姐一定满足你 你帮了我那么多 我帮帮你也是应该的 何况你可是我师姐 我哪能找你要奖励 苏铁笑着答道 那可不行 必须有奖励 你这次可是帮了师姐一个大忙 快说吧 是想要跑车 还是别墅 师姐绝不还价 沈月琳不肯罢休 苏铁苦笑摇头 这大师姐可真是够土豪的 可惜 他对跑车别墅 着实没有太大兴趣 怎么 难不成想要师姐以身相许 如果你愿意 师姐马上洗好了 在床上等你 这时 电话那边的声音 忽然变得无比诱惑起来 苏铁只觉得 心脏像是被猫抓了似的 身体猛的一颤 脑海中自动浮现 沈月琳那火辣性感的身材 不由咽了咽口水 尤其是想到对方 那如凝脂一般 细腻滑嫩的皮肤 那挺拔诱人的风鸾 浑圆结实的小翘臀 玲珑雪白的玉卒 胸腹部更是瞬间 便燃起一团火焰 人世间 怎么会有如此完美的女人 迟一片刻 苏铁才忙干渴道 师姐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真不需要什么奖励 况且 我这也是举手之劳罢了 嘿嘿 看来你 真是惦记人家的身子 那这样吧 明天晚上你来我家 人家一定好好奖励你 沈月琳坏笑一声 直接挂断电话 苏铁顿时又是一脸黑线 女人 你这是在玩火呀 不把二十多岁的 寂寞小楚男当回事 势必会付出代价的 胡思乱想了一会 苏铁这才回过神来 此时他心中更加在意的 还是刘震帮岳父的病情 听对方描述 显然并非是 简单精神类的疾病 而是另有隐情 如果是在这之前 他自然不会多想 但经过这些天 又是泰玄金 又是灵气 他对这个世界 已然有了全新认知 自然考虑的 比以往更多一些 可惜没见到病人 一切猜想都是空谈 苏铁也没在细想 而是立刻盘膝 开始运转泰玄金 吐纳起来 第二天一早 苏铁醒来后 跟宋大海打了个招呼 便和刘震帮一起 直奔对方 位于临江市郊的岳父甲 一个小时后 总算到达目的地 海员别墅小区 虽然算不得 临江市价格最昂贵的存在 但却是最安全的小区之一 因为住在这里的 要么是退下来的老领导 要么便是商界大佬 因此 虽然还未见到人 苏铁基本已经猜到 刘震帮的这个岳父 绝对不是一般人 苏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麻烦你跑这么远 正好我爸还没醒 还能歇一会 下车后 刘震帮抹着额头上的汗 有些不好意思道 苏铁摇摇头 表示没关系 目光却在别墅四周扫视起来 苏先生 怎么了 刘震帮好奇道 苏铁摇摇头 笑道 随便看看 这小区环境还不错吗 说话之际 二人便来到一间 独栋别墅前 推开大门 就见一名衣着光鲜的青年 正和一名 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 坐在客厅沙发上闲聊 姐夫 你怎么来了 这位是 看到苏铁二人进门 刘震帮的小舅子沈运辉 连忙起身迎上前 目光却不由地在苏铁身上扫了一眼 刘震帮迟疑了一下 忙解释道 这位是我请来给咱爸看病的苏铁 苏小神医 还真是巧了 今天我也请了一位名医 过来给咱爸看病 咱们十三医院的韩医生 沈运辉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的中年人 笑着介绍道 什么 十三医院的韩医生 不会是我们临江市精神医学领域的开拓者 韩志平韩医生吧 听到沈运辉的介绍 苏铁立刻认出对方身份 他对韩志平这个名字一点也不陌生 正是他大学室有崇拜的对象 其对心理疾病的研究 即便放眼整个江南地区也是赫赫有名 号称临江市精神医学领域的开拓者 苏铁学的虽然是中医 但对其心理疾病治疗方面的造诣 也是极为佩服 不错 是我 中年人的语气有些冰冷 甚至连头都没有抬起 姿态甚是高傲 作为临江市精神科的明星级人物 他早已习惯崇拜者的目光 因此对于苏铁的激动反应 并未太过在意 韩医生 幸会幸会 我在上大学期间 拜读过的您的精神病史 实在是受益无穷 苏铁倒是没在意 而是连忙笑着继续说道 毕竟能见到这种级别的大佬 还是如此近距离接触 实在很不容易 哦 你也是学精神病学的 韩志平微微抬头扫了苏铁一眼 饶有兴趣道 苏铁迟疑了一下 忙如实回答道 不是 我是学中医的 呵呵 中医 韩志平冷笑一声 眼神中闪过一丝失望 接着继续闭上眼睛 不再理会苏铁 见此情形 苏铁顿时有些尴尬 只能坐在了一旁 姐夫 既然有韩医生出马 那就不用劳烦这位苏医生了 而且中医 怕是也治不好我爸那病 就在这时 沈运辉笑着说道 他倒不是针对苏铁 而是对中医实在不太信任 加上之前 他也请过几名中医界的大佬过来 结果连什么病都没看出来 刘正邦有些不悦 连忙到 苏先生的医术无庸置疑 况且 他们一个西医 一个中医 待会要是没有思路 还能互相商量 有什么不好 他对苏铁 可是寄予了极大希望 要是此次能治好岳父大人的怪病 他可就能在全家人面前露脸了 现在苏铁还未出手 沈运辉就让离开 他岂能同意 呵呵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 就在这时 始终闭眼沉默的韩志平 忽然冷笑一声 沈老的病 我已经有十足的把握 用不着这位苏医生 给我增加难度了 作者有话说 凌晨三点半 修修改改 一直不满意 现在总算好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 动动小手 给可怜的孩子 一个五星好评吧 第41章 刘正邦岳父的怪病 第41章 刘正邦岳父的怪病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不成觉得自己 医术天下第一 没等苏铁开口 刘正邦先不乐意了 他本来就有些 看不惯韩志平的傲慢态度 此时 对方又言语轻视苏铁 着实令他有些不满 韩志平面色不变 只是冷笑道 就因为在下医术 不是天下第一 所以才担心 骗子会在一旁碍事 影响我的医术 骗子 你说谁是骗子 刘正邦气的 直接站了起来 苏铁也是皱了皱眉 虽然他很敬重韩志平 但被对方称呼为骗子 心中也着实有些不满 既然这样 那就让苏医生 留下来旁观 韩医生 您看如何 见姐夫脾气上来 沈云辉也不好再坚持 只能干咳一声 忙跟韩志平使了个眼色 他可是知道他 这个姐夫的脾气 真将对方惹怒 那可就不好收场了 韩志平没有理会 甚至连看都没看苏铁一眼 只是微微闭上双眼 脸上依旧是一副鄙夷的表情 见此情形 苏铁不由苦笑摇头 他没想到 这韩志平对中医 竟然有如此大的意见 不过他也没太在意 毕竟这些年 外界对中医本来就存在极大误解 加上中医内部又有不少佣医 和一些招摇撞骗之辈 导致中医在整个医学界的名声 都比较差 韩志平作为精神心理疾病方面的领军人物 自然对中医也会有一些偏见 郑邦今天怎么也来了 就在这时 楼上忽然传来一道有气无力的声音 接着就见一名满头银发 身着鼻挺中山庄的老者 缓缓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只见他面色发青 纯色青紫 眼神迷离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没心处似有似无地悬着一道黑气 整个人的气色显得憔悴不堪 饶是如此 他举手投足之间 依旧难掩那股上位者的霸道气质 显然曾身居高位 不用介绍 苏铁基本也能猜到 对方便是刘振邦的岳父沈万成 韩医生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晚上睡不好 我只能白天睡一会 走下楼梯 沈万成便立刻望向韩志平 苦笑说道 韩志平这时也早已睁开双眼 忙站起身 恭敬道 沈老 您严重了 能给您治病 那是我的荣幸 我们张院长特意嘱咐了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治好您的病 哼 让老张费心了 不过我这病 怕是治不好了 沈万成叹息一声 缓缓坐在沙发上 语气显得十分无奈 他倒不是不相信韩志平的医术 而是这一两年来见过的医生实在太多 至今甚至连病因都没能找到 有弹劾医治 韩志平却一脸自信 连忙大声道 沈老放心 您的病我仔细研究过 现在已经有十足的把握 只要您配合 一个月之内 我保准您恢复正常 此话当真 沈万成脸色顿时一变 韩志平笑了笑 拍着胸脯 保证道 那是当然 要是治不好您的病 我明天回去就辞职不干了 好好 那就拜托韩医生了 沈万成激动无比 声音都有些发颤 这一两年来 每当睡到半夜 总能听到奇怪的哭声 以至于他很久都没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虽然不致命 但常年累月下来 着实折磨人 此番剑韩志平 信心十足 他自然难掩心中激动 爸 这位苏小神医 也是我请来给您看看病 这时 刘振邦连忙拉着苏铁 主动介绍道 苏小神医 也是三医院的大夫吗 沈万成抬头扫了苏铁一眼 好奇问道 刘振帮忙摇头道 不是 他是中医 不过医术极为了得 哼 中医怕是治不了 我这怪病 不过既然来了 在一旁跟着韩医生 长长见识也不错 据我所知 韩医生可是精神医学领域的专家 能观看他治病 可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沈万成淡淡一笑 没有太在意 他现在心思 全在韩志平身上 至于苏铁这么一个 岌岌无名的年轻医生 他实在无心去招呼 稍稍一顿 沈万成便立刻望向韩志平 急切道 韩医生 我这到底是个什么病 之前我在医院做过检查 各项指标都是正常 也吃过一些药 但一点效果都没有 很正常 一般精神方面的疾病 身体本身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韩志平微笑解释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爸得的是精神病 可据我所知 他大脑并未受过伤 怎么可能得这种病 刘正邦不解道 苏铁芒回答道 通常精神疾病 除了大脑受伤 药物中毒 还有可能是 长期精神过度紧张导致的 不错 精神疾病的病因有很多 如果我没猜错 沈老曾从事过 精神高度集中的工作 韩志平回头望向沈万诚 胸有成竹道 我年轻时在前线当过侦察兵 不过那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跟我这病有什么关系 沈万诚有些疑惑 韩志平笑了笑 回应道 那是因为当时您还年轻 身强体壮 没有对身体造成太大影响 现在年纪大了 问题才逐渐显现 原来是这样 沈万诚恍然大悟 这时 沈运辉急忙问道 韩医生 那我爸 这病该如何医治 很容易 心理疏导为主 药物治疗为辅 相信药不了多久 沈老就能恢复健康 这样吧 时间还早 不如找个安静些的房间 我先帮您做一个心理疏导 看看效果吧 见沈万诚还有些怀疑 韩志平忙开口道 沈万诚正有此意 连连点头 应道 那好 就去我书房吧 当即 二人起身便准备离开 等一下 就在这时 始终没有开口的苏帖 忽然站起身道 沈万诚不由一愣 忙回头望向苏帖 拍着脑袋笑道 苏医生 不好意思 刚才跟韩医生聊天 倒是忘了你 运辉 去得苏医生拿十万块钱 就当是诊金 不能让人家白来一趟 毕竟是女婿请来的 纵然没帮上忙 他也不好太过怠慢 沈老 我不是这意思 据我观察 您的并没有那么简单 苏帖急忙摆手道 沈万诚不由一愣 疑惑道 苏医生莫非有不同见解 沈老 您的病并非是的精神疾病 而是很有可能被人下了诅咒 苏帖犹豫了一下 沈生说道 第四十二章 医生 他也配 第四十二章医生 他也配 诅咒 小兄弟 你没再跟我开玩笑吧 沈万诚眉头忽然一皱 脸上表情渐渐变得严肃起来 眼神中更是闪过一丝不悦 他是物理学专业毕业 又当过多年的兵 向来对邪灵鬼怪之说 嗤之以鼻 现在 苏帖却在他面前 用这些旁门左道来威严耸听 哗众取宠 着实令他有些愤怒 我可以允许你医术不行 但你装神弄鬼 把我当傻子赖骗 那可就不能忍了 沈运辉也是不屑一笑 冷嘲热讽道 苏医生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拿这招骗人 过时了点吧 医生 呵呵 他也配 韩志平瞪了苏帖一眼 颇有些恨帖不成钢的架势 接着回头望向沈万诚 连连叹息道 真是没想到 终于沦落到这种地步 竟然搞起了装神弄鬼的把戏 刘正邦也是一愣 虽然他对苏帖极为信任 但若说他岳父的病是被人诅咒所得 着实有些可笑 面对众人质疑的目光 苏帖没有理会 而是继续道 沈老 请您相信我 我不是骗子 希望您能仔细想想 在您并发病前后 是否 小伙子 我说了 我不信这些东西 你要是继续在我家装神弄鬼 可别怪我不客气 沈万诚极为厌恶地摆了摆手 直接将苏帖的话打断 接着 他起身便要离开 爸 不如听苏先生把话说完 或许有道理呢 这时 刘正邦忙上前小声劝道 他虽然对这些旁门左道 也秉持着怀疑的态度 但他坚信 苏帖不会无缘无故乱说话 之所以这样说 必定有原因 歪门邪道 还能有什么道理 无非是胡说八道罢了 沈万诚哼了一声 接着又冷冷扫了苏帖一眼 立声道 正邦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若继续跟这种人来往 以后就不用进我沈家大门了 说完 他没再理会 而是直接跟韩志平 往书房走去 看着岳父离开的背影 刘正邦一脸窘迫 他还是第一次见对方 发这么大的脾气 着实有些不知所措 姐夫 不是我说你 你也知道我爸的脾气 平时最恨这些搞封建迷信的了 你还请个神棍过来 他不生气才怪呢 沈云辉有些幸灾乐祸道 刘正邦阴着脸 不悦道 如果在这之前 他自然不会相信苏铁的话 甚至会和沈云辉一起嘲讽苏铁 但经过昨晚之事 他坚信苏铁所言必有因果 只是岳父大人 已然大发雷霆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回头望向苏铁 满脸欠一道 苏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我岳父就这脾气 你千万别介意 不如这样 中午我请你吃饭 这边就交给韩医生吧 苏铁连忙摆手表示没关系 目光却不由落在了别墅的后花园 苏先生 实在抱歉 我去开车 你等我一下 见苏铁有些心不在焉 刘振邦连忙说道 等一下 今天我不能走 据我观察 沈老体内煞气极重 应该是被人盯上了 要是不及时解决 三天内必有生命危险 苏铁忙将刘振邦拦住 沉生说道 听到苏铁这话 刘振邦下的脸色一白 忍不住惊呼道 不会吧 有这么严重 危言耸听而已 这世上哪有什么诅咒 他无非是怕韩医生治好了 我爸的病 他的骗术会被拆穿罢了 沈运辉不屑一笑 依父早已看穿一切的神情 冷冷地望着苏铁 接着 他继续道 姐夫 别怪我没提醒你 赶紧让这小子滚蛋 否则待会我爸出来 看到他还在 你可真就惨了 文言 刘振邦顿时一脸为难 他知道沈运辉说的是真的 但苏铁的话 他却又不得不重视 思索片刻 他决定还是相信苏铁 于是忙道 苏先生 那你就留下 待会我再跟我岳父说说 苏铁微微点头 接着抬眼扫了扫别墅的后花园 好奇问道 这花园什么时候修的 看起来还挺新 哦 差不多有两年了 有什么问题吗 刘振邦不敢迟疑 忙如实回答 苏铁没有解释 而是起身沿着花园转了一圈 最终目光忽然落在 花园左侧的一座假山上 沉声道 刘总 想救你岳父的命 就马上派人将这座假山搬开 听到苏铁这话 站在一旁观望的沈运辉顿时急了 他一把拉住刘振邦 急切道 姐夫 你不会真相信这骗子吧 我劝你还是赶紧让他走 否则让我爸看见你胡搞 肯定又会发脾气 没关系 我相信苏先生 刘振邦坚定地说了一声 便立刻打电话 将几名身强力壮的手下叫了过来 稍作准备 一行人便准备将假山搬走 就在这时 韩志平和沈万诚二人 正好心理疏导结束 从书房内走了出来 看到苏铁还未离开 沈万诚顿时皱起眉头 沉声喝道 郑邦 他怎么还赖在这不走 要是再不走 我可就报警了 爸 这小子说想治您的病 就必须把假山搬走 没等刘振邦回答 沈运辉忙上前 冷笑说道 听到这话 沈万诚七的老脸一阵青一阵红 失声报和道 太不像话了 运辉 你马上给我打电话报警 今天必须把这骗子给我抓起来 他见过嚣张的骗子 但没见过如此嚣张的 竟然连他家假山都敢动 要是再这样下去 怕是连房子也敢拆了 爸 您就相信苏先生这一回吧 刘振邦硬着头皮 急声劝道 苏铁也忙上前 坚定道 沈老 请您相信我 您的病 并非是精神方面的疾病 而是另有隐情 请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沈老 既然这小伙子这么坚持 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不然他永远也不会死心 这时 始终没开口的韩志平 忽然道 说着话 他意味深长地 扫了苏铁一眼 他知道 想拆穿苏铁的骗术 首先要让刘振邦相信对方是骗子 因此 只要挪开假山后 什么也没有 骗术也就不攻自破了 沈万诚显然也明白韩志平的意思 他犹豫了一下 才冷声道 那好 我可以给他机会 但我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他证明不了 我一定会报警 苏铁点点头 接着回头 跟刘振邦使了个眼色 刘振邦立刻会议 迅速招呼几名手下 开始挪动假山 第43章 今日便让各位掌回见识 第43章 今日便让各位掌回见识 随着电钻声响起 周围的水泥渐渐被清理干净 由于假山本身体积不大 所以只要挤人合力 基本就能搬开 爸 看那小子煞有其事的样子 不会假山下面 真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沈云辉忍不住好奇问道 他原本也觉得很可笑 但见苏铁淡定自若的样子 心中着实有些动摇 不等沈万诚回答 韩志平笑着说道 小沈 这就是骗子们的套路 先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让你听起来 觉得很厉害的样子 然后不知不觉 就进了他的圈套 你看他一脸淡定 其实心里不知道 荒成什么样了 不错 这世上哪有什么诅咒 纯属胡说八道 也只有你姐夫 这样的人会相信 沈万诚也是冷哼一声 对这个女婿颇有些不满 听到岳父的指责 刘震帮苦笑一声 没敢说什么 心中这时也有些打鼓 要是今天假山下面 真有东西 那他绝对是大功一件 可要是苏铁判断错误 没有找到东西 那他以后在岳父大人 乃至整个家里的形象 可就彻底抬不起头了 爸 你也别这么说 我姐夫也是一时糊涂 归根结底 还是骗子太狡猾 沈运辉连忙帮着刘震帮说话 毕竟是自己的姐夫 他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 就坏了家庭关系 韩志平也忙点头 附和道 不错 刘总虽然在商界呼风唤雨 但毕竟还是有些年轻了 被骗子了解的不多 一次两次上当 错误就行 听到这二人的劝说 沈万诚的脸色 这才渐渐好了一些 接着 他狠狠瞪了刘振帮一眼 立声道 振帮 我不清楚这小子之前 对你做过什么 但听我一句劝 待会假山下面要是没有东西 你最好不要拦着我们报警 否则我绝不客气 不用劳烦沈老报警 要是假山下没有东西 我会主动投案自首 这时 苏铁忽然笑了笑 一脸的云淡风轻 其实走进小区的那一刻 他就发觉有些不对劲 海员别墅小区的玄址 虽然未必参照过风水学 但也是衣衫傍水 环境极佳 但他刚进大门时 就感觉到 一股似有似无的煞气 萦绕在空气当中 直到看到沈万诚时 见对方面露黑气 他便基本确定 对方的失眠幻听等一系列症状 并非是疾病所致 而是这煞气在作祟 只可惜 当时沈万诚等人连番干扰 他并未能立刻找到煞气的源头 后来看到这座假山 才彻底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哼 装得还挺大意凛然 实话告诉你 这假山修建时 我就在一旁 要是真藏有东西 我能不知道 就在这时 沈万诚忽然冷笑说道 说完 他回头望向沈运辉 冷笑道 运辉 我看不用等了 你现在就可以直接报警抓人了 苏先生 真让你猜到了 这假山下面 还真有东西 就在沈万诚的话音刚落 站在假山旁帮忙的刘振帮 忽然叫了一声 听到他这话满脸讥讽的沈万诚 韩志平三人 脸上的表情瞬间一将 皆都一脸诧异地看了苏铁一眼 苏铁一脸理所应当的表情 笑了笑 沈老 既然真有东西 那不妨过去看看 啊 沈万诚老脸一红 连忙应了一声 心中还充满疑问 这假山的的确确是他盯着修的 那些工人怎么可能在他眼皮子底下藏东西 他来不及多想 忙起身跟在苏铁背后 快步向假山走去 与此同时 刘振邦和几名手下 已经从假山下的水潭内 将一个密封的陶罐捞了上来 只见那陶罐上沾满污泥和水草 像是被埋在水下很久的样子 快打开看看 里面到底是什么 沈万诚皱了皱眉 急忙吩咐了一声 即便他不信这些旁门左道 可家里的假山下面出现这么个东西 他不得不重视起来 刘振邦看了苏铁一眼 见对方没反对 这才点点头 迅速戴上防水手套 将陶罐上的盖子打开 顿时 诡异的樱幕出现在众人眼前 只见在陶罐内 竟然有一只已然被风干的黑猫 在黑猫脑袋正中央 定着一枚七寸长短的铁钉 场面极为诡异 我去 这是什么情况 看到这景象 刘振邦下意识后退了几步 脸色瞬间被吓得一片煞白 沈运辉更是连忙转过头 不敢再去看第二眼 饶食他不相信这些东西 但看到这诡异的樱幕 还是有点心惊肉跳 沈万诚虽然没有开口 但脸色也是十分的阴沉 他活了这么大岁数 也算见过不少大世面 但还是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苏先生 这到底是什么 这时 刘振邦回过神来 急忙大声询问 听到他这话 沈万诚 韩志平等人的目光 也纷纷落在苏铁身上 苏铁摸了摸鼻子 若有所思道 这应该就是下诅咒的一种方式 虽然我没见过 但可以肯定 沈老的病就是这东西所致 纯属无稽之谈 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 这时 始终没有开口的韩志平 忽然大声说道 他研究精神心理疾病十几年 虽然暂时还不清楚 眼前的景象是怎么回事 但要说沈万诚的病 是这八杆子打不着的一只死猫引起的 他着实无法认同 可苏医生说 甲山下有东西 我们也的确找到了 这又如何解释 沈云辉不解道 韩志平不屑一笑 冷冷道 那还不简单 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 多半是这位苏先生提前埋的 不错 也有这种可能 沈万诚微微点头 脸色再次变得阴沉起来 刚才他太过急切 所以没能来得及思索 此刻经过韩志平的提醒才想起来 的确是有这种骗术 先是在他家甲山下埋些东西 然后过一段时间来 再装模作样地挖出来 这种骗术并不稀奇 见沈万诚被自己的话说动 韩志平更是自信 继续大声道 大家可以想一想 要真是诅咒 为何只有沈老有事 而其他人却一点影响都没有 不错 苏先生这又如何解释 沈万诚这时 也回头望向苏铁 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陈生 如果你说不清楚 那我可要报警了 面对众人质疑 苏铁不怒反笑 他深深吸了口气 摇头道 罢了 那今日在下 便让各位长长见识 第44章 破解诅咒 第44章 破解诅咒苏铁说完 便立刻取过手套戴上 然后把手伸进陶罐内 将黑猫的尸体翻动了几下 很快便取出一张黄纸 递给沈万诚 沈万诚迟疑了一下 盲接过黄纸扫了一眼 只见在纸面上 赫然是一行生辰八字 没错 这是我的生日 那要能说明什么 肯定是你提前放进去的 沈万诚皱着眉 一脸的不以为然 苏铁笑了笑 没有多说 而是忽然道 沈老 如果我没猜错 你现在耳朵里 就能听见那道哭声 而且比以往还要清晰 你 你怎么知道 沈万诚脸上肌肉 顿时一阵抽搐 连忙再次望向苏铁 刚才看到那桃冠时 他耳朵里的确听到了 小女孩的哭声 不过他也没太在意 毕竟这种症状 已经有一年多了 但现在竟然被苏铁一言道出 着实令他有些意外 最关键的是 经过苏铁这么一说 他才注意到 那哭声的确便清晰了许多 苏先生 看来我爸的病 真是这黑猫引起的 这时 刘振邦忍不住开口道 见岳父一脸骇然的表情 他就知道 苏铁说对了 苏铁点点头 接着回头望向一脸震惊的沈万诚 似笑非笑道 沈老 你现在是否信了我的话 我 我信了 苏先生 请出手救我 沈万诚不敢多想 连忙朝着苏铁恭敬一拜 要说之前苏铁发现 这假山下的黑猫 那还能说是提前埋的 可对方连他耳朵里 听到小女孩的哭声都能知道 他不得不信 苏先生 那这诅咒该如何破解 不如我把这黑猫烧了 这时 刘振邦急切问道 不行 即便烧了 煞气依旧存在 这样吧 你去取一张白纸 苏铁想了想 沈生说道 刘振邦不敢迟疑 连忙按照苏铁的吩咐 回到别墅内将白纸取了过来 接过白纸 苏铁直接平铺在地面上 接着咬破指尖 在白纸上画起了符号 此时若是有人仔细观察便会发现 在苏铁手指落下的一瞬间 指尖忽然闪过一道幽绿色光芒 这其实是他假借画符 将一股灵气附着在了纸面上 将浮化好之后 苏铁直接将白纸扔进陶罐内 只见到白纸刚落下 陶罐内忽然燃起一阵蓝色火焰 隐约能听见火焰内响起呜呜咽咽咽 如同有人哭泣的声音 甚是诡异 看到这景象 沈万诚等人面面相去 就连一直坚信苏铁是骗子的韩志平 此时也是一脸的惊诧 不到两分钟 火焰渐渐熄灭 陶罐内的黑猫彻底被烧成了灰烬 苏先生 这些东西该怎么办 这时 沈运辉连忙上前 皱眉问道 苏铁想了想 笑道 现在诅咒已经被我破除 就埋回原位吧 别 运辉 你给我拿出去扔了 这东西放在家里 我以后睡觉都睡不完安稳 沈万诚连连摇头 心中还是有些后怕 接着 他忙看向苏铁 急切道 苏先生 今天实在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 老朽怕是一辈子 也发现不了这东西 沈老 如果我没猜错 您现在耳朵里 已经没有那些怪声了吧 苏铁微微一笑 淡淡问道 听到苏铁这话 沈万诚这才反应过来 耳朵里的声音 的确已然消失 甚至连头都不晕了 顿时 他眼睛一亮 忙抓住苏铁的手 激动道 苏先生 老朽服了 刚才无知冒犯 还请您能原谅 他现在对苏铁 可谓是心服口服 这两年来 他被这病痛折磨得 痛不欲生 却束手无策 结果现在对方 随意出手便治好 可见对方的确有真才实学 沈运辉也兴奋无比 急忙上前拱手道 苏先生 我也向您道歉 还请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看到这情形 刘振帮得意一笑 忙道 爸 我没说错吧 苏先生可不是一般人 不错 不错 你这次也是大功一剑 要不是你的坚持 恐怕我今天真要冤枉了苏先生 沈万诚连忙笑着说道 就在这时 站在一旁的韩志平 皱了皱眉 轻声低难道 这到底什么情况 也没有科学依据啊 他到现在也没想通 一只死猫 怎么会跟沈万诚的精神疾病有关 苏铁笑了笑 淡淡道 韩医生 大千事件 无奇不有 崇尚科学固然没错 但科学能解释的事 也不过极少一部分 世间还有很多科学解释不了的事 相信您能懂这个道理 苏医生说的有道理 刚才的确是我太过偏激了 韩志平深吸一口气 连忙点了点头 虽然他依旧 还是不太相信诅咒一说 但就冲着苏铁如此轻易地 便治好了沈万诚的病 心中也是极为的佩服 想起自己刚才对苏铁那番羞辱 更是有些不好意思 忙一脸歉一道 苏医生 今天是我见识浅薄了 我为我的唐突向你道歉 韩医生无需介怀 这种事若是以往没见过 的确不太容易相信 苏铁白手笑道 要不是经历过洗髓丹 太玄京这些离奇之事 他也不会相信 世间真有诅咒邪术一说 又何况韩志平这等 对现代科学深信不疑之人 说话之际 沈运辉已然吩咐手下 将陶冠处理干净 苏铁这才和沈万诚等人回到别墅 就在这时 刘振邦忽然好奇问道 苏先生 那黑猫会是什么人放在我家的 能否查到 这就要问沈老了 看看他生病前 是否得罪过什么人 苏铁回头望向沈万诚 沈万诚皱了皱眉 摇头道 生病前我要么在家 要么就在外面旅游 没跟人有过矛盾 应该也不会有人想害我 这也是他之前 一直不信苏铁的原因之一 因为他根本想不到 会是什么人会害他 我想起来了 当时修花园 我跟包工头闹了点别扭 多半是因为这事 这时 沈运辉忽然大声道 怎么回事 刘振邦急忙询问 沈运辉叹了口气 沉声道 当时那帮王八蛋偷工减料 我就直接投诉给了上面 虽然最后和解了 但也罚了他们一笔钱 应该就是因为这件事 他们才想害我 我猜他们 可能是没打听到我的生辰八字 就用了我爸的 不错 修建假山时 填写的是我的信息 沈万诚这时也反应过来 忙开口道 苏铁这才点头 应道 看来很有可能就是那些施工人员干的 好在发现及时 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 他刚才注意过沈万诚的气色 要是再耽搁几天 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沈万诚也是一阵后怕 再次握住苏铁的手 急切道 苏先生 这次你可是救了老朽的命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 说完 他连忙示意了一眼沈运辉 第四十五章 有钱人的世界 第四十五章 有钱人的世界 苏先生 这是一点小意思 还请您能收下 沈运辉忙起身 将一个雕工细腻 外表古香古色的T红漆盒 放在了苏铁面前 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把钥匙 一张支票 以及一张印着皮修图案的卡片 沈老 您这是什么意思 苏铁低头扫了一眼盒子里的东西 有些不解 沈运辉笑了笑 盲解释道 苏先生 这些分别是位于 没装一套别墅的钥匙 以及一张五百万的支票 那张皮修卡 则是沈家内部发行 用来证明身份的凭据 凡持本卡 可以随意出入沈家旗下 任意娱乐场所 并可享受最尊贵的待遇 沈总 你不会是来跟我炫富的吧 苏铁故意调侃道 沈运辉连摆手 认真道 苏先生 您有所不知 我爸之前许过院 要是谁能治好他的病 就把这些东西 送给那个人当作枕金 现在这些东西 都是您的了 送给我 枕金 苏铁顿时一脸黑线 心中不由暗暗叹息 有钱人的世界 竟然如此的朴实无华 且不说五百万的支票 还有那张意义非凡的皮修卡 就说那套别墅 要知道 梅庄可是临江市 这两年最火的景区 那里的一套别墅 怕是没有三五千万 根本拿不下来 看似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包含的东西 价值至少在五千万左右 而自己只是随手治了个病 甚至连药都没有开 放在以前 他连想都不敢想 迟一片刻 苏铁才忙摆手道 沈老 不过举手之劳 我如何敢接受如此重的枕金 还请您快快收回 这怎么行 苏先生 你救了老朽的命 别说这些俗物 就算送出我沈家全部资产 我也心甘情愿 沈万诚急忙大声道 他这也是心里话 毕竟苏铁救的 是他的命 又如何是这区区别墅支票 能相提并论的 苏铁再次摇头 微笑道 沈老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这样吧 别墅和支票您收回 这张皮修卡我收下 您看如何 既然如此 那老朽就不抢求了 见苏铁态度坚定 沈万诚也不好再劝 只好叹息一声 心中对苏铁的印象 不由得又好了几分 成熟稳重 实力不凡 而且人品绝佳 这样的年轻人 他很欣赏 苏先生 梅庄度假村 正好也有我沈家的股份 正好这次重新开业 又增添了很多娱乐项目 您周末 可以带着女朋友 过去玩玩 这时 沈运辉笑着说道 我可没有女朋友 单身狗一枚 苏铁苦笑摇头 什么 苏先生还是单身 要不要老朽给你介绍一个 听到苏铁这话 沈万诚眼睛顿时一亮 他对苏铁着实喜爱无比 正愁没机会拉拢 刚才苏铁的话 算是给了他一个启示 要是他沈家的孙女 刘震帮忙笑道 爸 都什么年代了 现在讲究的是自由恋爱 况且 苏先生如此优秀 难道还找不到女朋友 需要您来介绍 说的也是 说的也是 沈万诚连连笑道 心中的想法 却又坚定了几分 苏铁倒是没在意 沈万诚的心思 心中还在盘算着 刚才沈运辉的话 他记得 母亲去年 就嚷着想去梅庄游玩 可惜当时不方便 只能暂时搁置 现在父亲腿伤 马上就能恢复 正好可以让老两口去玩玩 行了 时间已然不早 我该回去了 又跟沈万诚等人闲聊了几句 苏铁这才起身告辞 苏先生 我送您 刘震帮连忙准备起身 这时 沈运辉一把将刘震帮拦住 笑道 姐夫 我来送吧 今天我多次顶撞苏先生 就当赔罪了 呵呵 你小子还挺实相 刘震帮笑了笑 没有多说 正好他还有些生意上的事 要跟岳父大人交代 于是将苏铁送出大门 便直接回到客厅 郑邦 这小苏还真是不错 我看能小心挺合适的 他二人要是能成 那可就太好了 看着苏铁离开的背影 沈万诚脸上 还挂满期待的笑容 爸 您就别操这份心了 据我观察 这位苏先生 将来绝非持终之物 未必会看得上 咱们沈家这一亩三分店 刘震帮摇头苦笑 听到女婿这话 沈万诚本有些不服 但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叹息道 你说得对 不过凡事还是要试试 就交给你去安排了 见岳父大人一脸坚持 刘震帮只能点了点头 心中暗暗想着 说不定也只有苏铁 能想得住沈家的那个小妖精了 走出沈家别墅 沈云辉已然将车开在了门口 一辆黑色奔驰越野 外观极为拉风 刚一上车 沈云辉便主动向苏铁一拱手 满脸不好意思道 苏先生 今天实在抱歉 要不是您 我爸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沈总客气了 不过一点小事也 苏铁笑了笑 没有在意 沈云辉微微点头 笑道 苏先生大气 那个 其实我还有点小事 想请您帮忙 沈总但说无妨 苏铁微笑点头 其实 刚才他就猜到 沈云辉有事求他 因此并未感到惊讶 沈云辉欲言又止 半天才知之无无道 实不相瞒 是我身体有点小毛病 想请苏先生帮忙看看 哦 苏铁忙抬起头 将沈云辉大略扫视了一遍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接着 他才笑道 沈总 你最近经常腰酸腿疼 四肢发冷 还时不时的有点耳鸣 我没说错吧 我去 真是神了 你怎么知道 神医就是神医 竟然一眼就看出我的症状 我姐夫果然没骗我 沈云辉顿时一脸的惊讶 对方一无使用仪器检查 二无把脉 竟然脱口而出他的症状 着实令他有些意外 苏铁笑了笑 没有多说 心中却暗暗摇头 这沈云辉面色发黑 晦暗无光 肾虚严重到都写在脸上了 他自然一眼就能看出病症 不过他也没拆穿 而是忙道 这样吧 沈总 我给你开副药 你先试着服用 三天内基本就能见效 好好 沈云辉现在对苏铁 可是佩服之质 毫不犹豫地硬了下来 这时 沈云辉忽然想起另外一件事 好奇道 对了 苏神医 我老婆最近脾气暴躁 经常无缘无故对我发脾气 这病能医治吗 这个嘛 你的病治好 他自然也就好了 苏铁笑着答道 就沈云辉这甚虚程度 夫妻之间的生活 必定极为不和谐 到这个年龄 要是那点是再得不到满足 脾气自然会暴躁 沈云辉还有些不解 但见苏铁一脸认真 也没好再多问 接着 他忙将一张名片塞给苏铁 笑道 苏先生 这是我的电话 以后要是有用得着的地方 尽管吩咐 到他这种地位 愈发清楚结交苏铁的意义 虽然现在看来岌岌无名 但他相信 要不了多久 对方必定名震临江市 苏铁倒是没多想 结果名片扫了一眼 便直接塞进口袋 沈云辉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忙笑道 苏先生 我们去哪 临江要业 苏铁回答道 就在刚刚 他接到沈月琳的短信 要他去公司见面 大师姐吩咐 他自然不敢怠慢 只是令他疑惑的是 这个点 大师姐找他 会有什么事 第46章 师弟不就是拿来玩的 第46章 师弟不就是拿来玩的 临江药业总部 位于临江市城北的新城区 虽然并非处于市中心地带 但那两座相连 造型奇特的37层建筑 在整个临江市 也是极具知名度 站在大厦门前 望着人来人往的豪华大厅 苏铁不由感慨万千 沈月琳年龄不到30 却撑起一座如此庞大的企业 甚至与赵新城那般 酒精沙场的老狐狸相比 也不若分毫 实在令他佩服无比 我的师姐们都是神仙 我这个师弟又岂能荡一头猪 拖他们的后腿 苏铁心中暗暗想着 迟一片刻 他才给沈月琳发了一条短信 说他已经到楼下了 你来我办公室等我 我正在跟几名高层领导开会 马上就好 很快 沈月琳的短信就回了过来 不了吧 你们公司内部会议 我怎么能随意打扰 苏铁犹豫了一下 连忙回到 以沈月琳的身份 平时处理的事 必定是临江药业最重要的决策 虽然他知道 沈月琳自然不会担心 他会泄露出去 但那些员工们 却未必这样想 他可不想惹麻烦 不行 师姐想你 现在就要见到你 看到沈月琳的回复 苏铁顿时一脸黑线 你们霸道总裁 都是这么直白吗 一来二去 他只能按照沈月琳给的地址 直接来到位于 23楼的总裁办公室 敲开门 沈月琳正在跟几名 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交谈 苏铁眼神示意了一下 便直接坐在了一旁 老陈 我之前就说过 我一定能请容书长 来公司做演讲 现在他的确同意来了 那么这个项目 我说可以接 那也一定能接 沈月琳站在展板前 平静地望着面前 几名凌江药业高层 神情中没有一丝波澜 颇有掌控天下的架势 而那几名年过半百的高层 此时则一个个 犹如小学生一般 端端地坐在椅子上 丝毫不敢有半点疑意 看到这一幕 苏铁不又愣了愣 他和沈月琳相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发现 对方有如此霸气的一面 怪不得号称商界女王 果然有点意思 苏铁摸了摸下巴 忍不住又在沈月琳身上扫了一眼 渐渐眼神都有些挪不开了 今天沈月琳穿的是一身西装套裙 头发随意挽起 脸上化着淡妆 看起来干脸而又性感 特别是包臀裙下 那霜裹着黑色丝袜的美腿 更是充满欲解味道 太美了 这么一个极品大美女 到底会便宜哪个王八蛋 苏铁摸着下巴 心中还在盘算着 若是寻常女生穿着身衣服 绝对没有这份气质 就不说沈月琳举手投足间的 那股霸道气息 便是那妩媚到骨子里的身材 恐怕世间也难找出第二个了 尤其是那两座尺寸外观 恰到好处风轮 以及风腰下紧致而又浑渊的小翘臀 在西装套裙的衬托下 更是给人一种 禁欲系美女的感觉 完美 除了完美 苏铁一时间 还真想不出什么形容词 能来形容她现在的感受 好了 既然都没意见 那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就这样 你们先下去吧 就在这时 沈月琳忽然开口道 文言 那几名高层立刻应了一声 接着起身 又跟沈月琳打了个招呼 这才匆匆起身离开 碰 随着办公室门关闭的声音响起 沈月琳原本扳起的脸 瞬间没开眼笑 小笨蛋 师姐真的爱死你了 要不是你帮我 今天这事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沈月琳激动地叫了一声 接着忽然冲上去 给了苏铁一个大大的熊抱 苏铁顿时被沈月琳 这突如其来的拥抱 搞得有些窒息 加之胸前那酥软的触感 以及阵阵涌入鼻息的忧香 更是令她脑子有些发猛 双手一时间 有些不知道该放奶了 师姐 差不多得了 男女有别 迟一片刻 苏铁才连忙将沈月琳推开 倒不是她不想抱着沈月琳 而是怕再这样抱下去 她真就忍不住要犯罪了 沈月琳思毫不在意 又在苏铁脸上狠狠揉了几下 才哥哥笑道 怎么 跟师姐还见外 苏铁苦笑摇头 她可不是见外 而是身体不允许啊 心中却暗暗叹息 谁能想到 刚才还一本正经 训斥手下的霸道女总裁 转眼之间 就变成了一只性感小野猫 顿了顿 她才忙道 师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找我的小师弟吗 沈月琳白的苏铁一眼 接着直接坐在苏铁对面 顺势将手伸进裙子里 缓缓将裹在大腿上的丝袜吞了下来 看着那条血白圆润的大腿 渐渐显露 苏铁只觉大脑瞬间一阵冲雪 鼻血险些要喷了出来 别的她不敢说 但一个女人坐在面前脱丝袜 那绝对是世间最诱惑的事 尤其还是这么一个容貌和身材 都急凭到爆炸的大美女 最要命的是 顺着她这个角度看去 竟然似有似无地 能看到沈月琳的裙底风光 香吗 就在苏铁看得正如迷 一条丝袜忽然砸在了她的脸上 香 那可太香了 而且 还是女人的香味 苏铁只觉得大脑瞬间短路 片刻之后 才发现沈月琳的丝袜 已然顺着她的脸滑落在地 她顿时有点尴尬 连忙干咳一声低下头 怎么样 师姐的腿好看吗 沈月琳哥哥一笑 接着又将另外一条丝袜扔向苏铁 苏铁脸顿时一红 苦笑道 师姐 你能不能注意一点 我可是你师弟 师弟怎么了 师弟不就是拿来玩的吗 沈月琳捂着嘴轻笑一声 随即毫无顾忌地 将双脚撬在苏铁的腿上 见此情形 苏铁忍不住又吞了吞口水 沈月琳的双脚 白皙细嫩 圆润可爱 没有半点瑕疵 也没有一丝异味 甚至阴影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草药香味 可见 对方必定每天都会对着双脚进行保养 所谓粉雕玉镯 也不过如此 望着那双横在面前 如同花瓣一般可爱的仙仙玉卒 苏铁如同猫抓一般难受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师姐捏捏 就在这时 沈月琳忽然嚷道 苏铁不由一愣 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沈月琳 有些不敢相信 世间还有这种好事 怎么 嫌弃师姐吗 沈月琳撇嘴 有些不高兴道 苏铁连连摇头说没有 心中暗叹 如此美族 不知道多少男人想摸一摸 他又如何会嫌弃 当即立刻双手捧起 轻轻揉捏起来 沈月琳的脚面细腻滑嫩 如同婴儿的皮肤一般 摸起来手感极佳 苏铁只觉得浑身轻飘飘的 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心中更是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不过很快 他便稳住了心神 接着立刻催动体内灵气 开始用指尖 在沈月琳脚面上的穴位上游走起来 哦 好舒服 就在这时 沈月琳忽然发出一声低音 原本平静自然的脸色 立刻变得陶醉起来 他忽然觉得身体像是触电了一般 酥酥麻麻的 同时一股暖意 从脚心瞬间涌变全身 心中那股被压抑多年的情愫 竟然在这一刻 泛起了一丝涟漪 作者有话说 喜欢本书的 希望大家能加入书架 并给个五星好评 拜谢了 第47章 师姐对不起 我是乱案的 第47章 师姐对不起 我是乱案的 师姐 脚步是人体血管神经分布最为密集之地 足三阴 三阳经便再次相互贯通 并通过经络与全身连通 所以 你的身体哪里出了毛病 都会在脚上显现 话音刚落 苏铁的指尖 忽然落在沈月灵的内听穴上 接着笑道 不错 胃没问题 哦 肾也没问题 肝也不错 心脏很健康 一边说着 苏铁的手指 已然在沈月灵的太冲 涌拳 隐白等几个穴位上掠过 哦 有点痒 好痒 好舒服 就在这时 原本侧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的沈月灵 忽然再次哼叫了几声 她只觉得自己 如同置身于冬任暖阳之下 浑身暖阳阳的 加上脚上传来的阵阵酥麻感 心中莫名地生出一种 说不清到不明的期待和兴奋 哪里痒 苏铁下意识 抬头扫了沈月灵一眼 心中不由有些疑惑 通常来说 按摩脚底穴位 若是身体有病 只会感觉到疼 若是健康 便不会有其他感觉 痒 又是什么原因 听到苏铁的询问 沈月灵并未立刻回答 而是沉默了片刻 同时 一双粉拳紧紧钻在小幅位置 脸上表情专注 似乎在回味些什么 片刻之后 她才轻轻低难了一声 好像 像是那里 话还未说完 沈月灵猛然一个机灵便坐了起来 接着急忙慌张地望了苏铁一眼 脸颊更是瞬间一片羞红 心中暗暗庆幸 还好自己及时反应过来 到嘴边的话并未出口 否则那就太尴尬了 师姐 怎么了 是我按的不好吗 苏铁连忙问道 听到苏铁的询问 沈月灵更是窘迫无比 连忙摇了摇头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苏铁随便按摩了几下 身体就有了反应 不过 很快她便回过神来 立刻板着脸 轻横道 小笨蛋 跟师姐玩这一招 就不怕 被师姐强行扑倒 师姐 对不起 我是乱按的 苏铁嘿嘿一笑 沈月灵美好气地 白的苏铁一眼 大声道 我看你这是有备而来 一边说着 她话风忽然一转 轻笑道 不过 你这技术还真不错 的确按的师姐很舒服 相信你其他几位师姐也会喜欢 尤其是你四师姐 这样吧 我就准许你每周都过来给我按摩了 说着话 她连忙将翘在苏铁腿上的脚收了回来 心中暗暗叹息道 还好自己意志力坚定 否则再让苏铁按下去 恐怕真就忍不住了 苏铁倒是没多想 这样的好事 她自然不会拒绝 毕竟这双玉卒 就算捧在怀里 那也心甘情愿 只是好奇到 为什么四师姐会喜欢 哦 这个 你四师姐喜欢按摩 沈月灵支支吾吾的 嘴角却闪过一丝坏笑 苏铁也没多想 迟一片刻 才忙到 师姐 你今天叫我过来 不会就是为了让我给你捏脚吧 当然不是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师姐一定要好好感谢你 沈月灵微微一笑 接着又在苏铁脸上又揉了揉 才满意地坐了回去 师姐 我都说了 不用那么麻烦 你是我师姐 我帮你那是应该的 苏铁摇头道 沈月灵却皱着眉 反驳道 那不行 你帮我我这么大的忙 师姐要是没点表示 你其他几个师姐怎么看我 见沈月灵如此坚持 苏铁也只能答应了 好了 等我几分钟 我去换件衣服 你乖乖的 可别偷看 说完 沈月灵又在苏铁的脸上捏了几下 这才起身钻进办公室旁边的休息室内 看着敞开的门 苏铁忍不住苦笑摇头 既然不让人看 就把门关上 真当所有男人都是柳夏慧 好在定力不错 苏铁还是忍住了一堵玉体的冲动 直接低头玩起了手机 怎么样 世界好看吗 就在这时 换上一身橘红色紧身裙的沈月灵 踩着一双细长的高跟鞋走了出来 虽然没有刚才职业装那般正式严肃 但这样稍显休闲的装扮下 却更增添了几分温柔和妩媚 尤其是纤细腰之下 不断摇晃的小翘臀 在紧身裙的包裹下 显得更为性感诱人 师姐 你简直太美了 苏铁忍不住感慨万千 美吗 那师姐给你当小情人好了 说着话 沈月灵从包里掏出一只口红 轻轻抹了起来 那优雅撩人的姿态 那妩媚勾魂的眼神 苏铁只觉得浑身血液瞬间沸腾 心中暗暗叹息 自己要是真有这么一个小情人 怕是从此以后都不会再早潮了 走吧 跟师姐一起去看看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吧 就在苏铁正看得发愣 沈月灵直接上前挽起她的胳膊 便往门外走去 由于正是下班时间 所以公司楼上楼下员工都在门外 看到苏铁和沈月灵一同出门 顿时整个临江药业都炸开了锅 我去 你们看那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跟咱们沈总如此亲密 不会是沈总的男朋友吧 八成错不了 沈总可是咱们临江市有名的冰山美人 你们谁见过他对其他异性如此亲密 就是不知道 那小子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能得到沈总的认可 据我所知 沈总的要求极高 寻常富二代他根本看不上 我猜这小子绝对不简单 要么是哪个家族的继承人 要么是正界大佬的子弟 不过话又说回来 那小子还长得还挺帅嘛 要是追求我 我可能也会忍不住同意 女孩们纷纷猜测苏铁的身份 顺便对苏铁的外表一番评论 而男士们则早已是咬牙切齿 对苏铁颇有些夺妻之恨的感觉 哼 要是这一幕 要是被彭瑞轩看到 那就好玩了 这时 一名输着中分的青年 似笑非笑道 听到他这话 其他人的脸色 也立刻变得玩味起来 他口中的彭瑞轩 乃是沈月琳的狂热追求者 要是被对方知道 他的女神 现在正挽着另外一个男人的胳膊 怕是会立刻拎着砍刀冲过来 你还别说 刚才我看到彭瑞轩的车 就停在楼下 估计马上就到了 另外一名砸着马尾 穿着短裙的女孩 一副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表情 他这话一出口 原本满脸愁容的重男子 眼睛都是一亮 虽然他们也看不惯那位彭大哨 但眼前这小子 抢了他们的女神 自然不介意看到 彭大哨好好修理对方一番 林林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路上堵车 所以我来晚了 这是我送你的花 希望你能喜欢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公司大门外 忽然传来一阵叫嚷声 接着就见 一名西装革履的青年 捧着一束极为鲜艳的玫瑰花 快步冲了进来 第四十八章 师姐 你的车速太快了 第四十八章 师姐 你的车速太快了 林林 今晚我在维多利亚定了位置 据说他们那边 新来一位法国厨师 手艺很是不错 而且都是你爱吃的菜 待会一起去尝尝吧 对了 珍宝丽新到了一款钻石项链 我觉得很适合你的气质 要是喜欢 吃完饭我帮你买下来 就当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还有 不觉得说个不停 不用了 我还有事 沈月灵皱了皱眉 很是不耐烦地 将彭瑞轩递上来的鲜花 推到一旁 彭瑞轩微微一顿 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 不过很快再次恢复笑容 忙道 怎么 难道不喜欢玫瑰 那明天我给你 换成百合 香水百合 你一定喜欢 我说过 不用了 你能不能让开 我还有事 沈月灵的语气 顿时又加重了一些 接着绕开彭瑞轩 便要离开 好 那我明天不送花了 对了 你有什么事 我送你过去 今天我开的是 那款蓝色的兰博基尼 不知道你 彭瑞轩急忙上前 挡在沈月灵面前 笑着说道 不等彭瑞轩的话说完 沈月灵忽然抬起头 愤怒道 你有完没完 再缠着我 我就叫保安了 呵呵 我看他们谁敢动我 彭瑞轩回头扫了一眼 大厅门口的几名保安 轻笑了一声 听到他这话 众保安顿时大眼瞪小眼 接着纷纷低下头装 他们深知被沈月灵怪罪 最多也就被开除 要是惹了这位彭大少 怕是以后在临江市 都将无力追之地 你 你无耻 沈月灵顿时气的浑身发抖 半天一句话都没能说出口 玲玲 别生气了 位置我都定好了 给个面子吧 彭瑞轩得意一笑 颇有些胜券在握的架势 他堂堂彭大少 在临江市 那也是有一号的人物 想睡一个女人 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他相信 经过自己这一番狂轰乱炸 软硬兼尸 沈月灵基本已经被他降服 想到马上就要跟眼前 这个冰山美人共度凉消 他心中就说不出的兴奋 那个 你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就在彭瑞轩正胡思乱想之际 一道充满疑问的声音 忽然在他耳边响起 彭瑞轩微微一顿 这才注意到 在沈月灵身边 竟然还站着一个陌生男人 他不由皱了皱眉 冷声道 你是干什么的 临江药业的员工吗 我跟你们沈总说话的时候 哪有你插嘴的份 还不马上给我滚开 文言 苏铁动都没动 依旧手插裤兜 饶有兴趣地望着彭瑞轩 如同在看一只猴子 见状 彭瑞轩顿时有些火冒三丈 沉声呵斥道 小子 你没听见我的话吗 还不快滚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不好意思 我不太会滚 不如你给我示范一下 苏铁满脸歉意 冲着彭瑞轩轻轻一笑 听到这话 彭瑞轩的脸色 瞬间变得阴沉 他又扫了苏铁一眼 才看向沈月灵 似笑非笑道 玲玲 这小子不会是你的手下吧 竟然如此不懂规矩 难道不知道见到我 应该低下头说话 你要是交不好 我可以代劳 正好我手下那些兄弟 最近闲得没事 彭瑞轩 你别动他 他是 沈月灵眉头微微一皱眉 下意识将苏铁挡在身后 他知道 这彭瑞轩不是好惹的 真叫起真来 苏铁必定会惹上麻烦 我不是他的手下 而是他的男朋友 你要是识相 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 沈月灵的话还会说完 便被苏铁直接打断 他两步上前 直接将沈月灵挡在背后 一脸悠然地望着彭瑞轩 男朋友 彭瑞轩先是一愣 接着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小子 你觉得你配吗 实相的马上给我滚蛋 就这一身地摊货 别说是沈月灵的男朋友 就算说是沈月灵的跟班 他也不信 彭瑞轩 他的确是我男朋友 我会嫁给他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缠着我了 这时 沈月灵忽然上前坚定说道 接着顺势又挽住了苏铁的胳膊 彭瑞轩却一脸的不以为然 摇头轻笑道 林烈 你这套路我见多了 我敢肯定 这穷屌丝 就是你花钱过来的 你以为找个挡箭牌 我就会死心吗 说着话 他忍不住又扫了苏铁一眼 讥讽道 你说 你请演员 也请个像样点的 就他这穷酸样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不信是吗 沈月灵忽然笑了笑 接着 他忽然转过身 捧起苏铁的脸 重重地亲了一下 接着才回头 继续道 怎么样 现在你信了吧 你 你们 彭瑞轩愣了愣 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捧在手里的花 更是有点拿不稳 直接掉在了地上 自己追求大半年的女人 现在竟然跟了一个穷屌丝 这要是传出去 他彭大少立刻便会沦为 上层圈子里的笑柄 耻辱 简直是天大的耻辱 望着苏铁二人消失的背影 彭瑞轩深深吸了口气 片刻之后才转身离开 而就在这时 临江药业一楼大厅内 立刻爆发一阵喧嚣 临江市商界有名的冰山女王 竟然真的有了男朋友 还是一个岌岌无名的小子 还当众亲了对方 众人毫不怀疑 要不了几个小时 这条新闻便会传遍 临江市的每一个角落 与此同时 苏铁和沈月灵 已然走出临江药业 并且上了车 坐在副驾驶上 苏铁的脑子里 还是晕晕乎乎的 他甚至还能感觉到 脸颊上腻腻的口红液 由于一切来得太快 直到这一刻 他都还未能回过神来 怎么了 师姐不就亲了你一下 搞得好像我把你那个傻了一样 就在这时 正在开车的沈月灵 转头扫了苏铁一眼 轻笑说道 苏铁顿时一脸黑线 心中暗暗想着 我倒是想那啥 你也要同意才行 再说了 你可是我师弟 我亲下你的脸又怎么样 都说了 你是我男朋友 我不亲你 那该怎么证明 沈月灵嘟着嘴 满脸的义正言辞 苏铁不由苦笑 摇头道 什么叫只是亲了一下脸 我可是你的师弟 咱们男女有别 你还想亲啊 当然是你的小嘴 还是伸舌头的那种 沈月灵眯着眼 咯咯一笑 忽然朝着苏铁伸了伸舌头 刚刚回过神的苏铁 看着沈月灵粉嫩香软的舌尖 体内气血顿时又是一阵翻涌 鼻血险些喷涌而出 师姐 你的车速过于快了些 师弟快要晕过去了 那正好 待会师姐就把车开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把你那个啥了 作者有话说 十万字了 接下来的数据尤为重要 希望大家能给个五星好评 并添加书架 拜谢了各位 第四十九章 我的师弟简直太好吃了 第四十九章 我的师弟简直太好吃了对了 刚才那位彭大少是什么人 十多分钟后 苏铁才渐渐回过神来 连忙好奇问道 一个跟屁虫罢了 不用管他 提到彭瑞轩 沈月灵的语气很是厌烦 自从一年前在那场酒会上 见过对方一次 出于礼貌 跟对方喝了一杯酒 没想到就被缠上了 三天两头就往他公司跑 甩都甩不掉 着实令他头疼不已 迟一片刻 他忽然想起另外一件事 忙叮嘱道 对了 彭瑞轩他爷爷 好像是咱们临江市 退下来的一个老领导 据说有些背景 这次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打电话 知道了 苏铁随口应了一声 也没太在意 毕竟是现代社会 那彭大哨背景再深 视力再大 也不敢光明正大的胡作非为 大不了兵来降挡水来土掩 只要能给师姐解决这个麻烦 那就足够了 接着 他继续笑道 师姐 经过今天这件事 恐怕整个临江市的人可都会知道 你这个大美人 已经有了男朋友 难道你就不怕嫁不出去吗 怕什么 嫁不出去 那我就嫁给你好了 沈月灵回头扫了苏铁一眼 妩媚笑道 苏铁无奈摇头 心中暗暗想着 要真能将沈月灵这样的大美女娶回家 那她可真就死而无憾了 可惜 也就只能想想 就凭她现在一无成就 二无地位 如何配得上这位商界女王 换句话说 区区凡人 又如何敢惦记神仙 不过苏铁也不气馁 凭她如今的医术 她相信 早晚有一天 会有支其手的资格 怎么 看不上师姐吗 难道师姐还比不上你那位姓林的同事 见苏铁没有回答 沈月灵顿时撅起小嘴 一脸不服的样子 苏铁苦笑一声 连忙解释道 林若鱼只是我的同事 我对她可没有那方面的意思 而且 人家也未必看得上我 那你对师姐 有那方面的意思吗 就在这时 沈月灵的语气 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苏铁正了正 对方这问题问的 她一时半会 还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尤其是面对沈月灵那认真的表情 心中更是有种说不出的紧张 呵呵 管你什么意思 我是你师姐 你是我师弟 下辈子 下下辈子你 也要养周啊 车内稍一安静 沈月灵才笑着说道 苏铁连忙点头 坚定道 师姐 你放心 我会养你一辈子 说出这话 她又觉得有些可笑 人家身为临江药业总裁 坐拥近十亿的资产 又何须她来养 对了 师姐 你到底想给我什么奖励 沈云片刻 苏铁才忍不住好奇问道 沈月灵忙嬉笑道 不是说了 把我奖励给你 你要不要 师姐 别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苏铁急道 沈月灵板着脸 道 怎么 你都被师姐亲了 要是放在古代 我就是你的人了 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吗 苏铁苦笑摇头 这又哪跟哪啊 闲聊之际 车缓缓停了下来 苏铁抬眼扫视了一眼窗外 不由愣了一下 临江花园 师姐 我们来这做什么 苏铁疑惑问道 怎么了 你对这里很熟悉 沈月灵好奇道 苏铁摇摇头 忙笑着回答道 以前熟 现在不熟了 望着眼前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 苏铁心中思绪万千 十多年前 他家就住在这座小区附近 当时这边修建新小区 一家人还商量过 等以后有钱了 一定要在这里买套房 可惜没过几年 整个临江市的房价就直线飙升 临江花园 作为临江市环境最好的小区 房价更是直奔榜首 恰好那两年 父母所在工厂 又相继倒闭 一家人只能放弃买房计划 搬到现在的花园小区 上大学时 苏铁还曾想过 等毕业以后赚钱了 一定要给父母 在这里买套房养老 可惜始终没能实现 如今故地重游 着实感触颇深 他甚至还能想起 那天晚饭过后 和父母站在 刚打好地基的工地前 畅谈未来的画面 师姐 你不住在这里吧 片刻之后 苏铁才渐渐收回思绪 忍不住开口问道 转念一想 凭沈月灵的身份 住在这里 也的确也算不得 什么大问题 你害怕了 沈月灵冲着苏铁神秘一笑 接着又在苏铁的脸上 捏了几下 猜到 走吧 师姐不会把你吃掉的 听到沈月灵这话 苏铁反而有些怕了 真不知道这位大师姐 又有什么招数 今天她可是一滴都不胜了 稍一迟疑 她才连忙跟了上去 几分钟后 二人便来到位于 小区南侧的一栋别墅前 沈月灵掏出钥匙开门 苏铁跟在后面 直接走进客厅 华丽 宽阔 而且富丽堂皇 虽然早已预料到 这样的别墅 内部绝对十分豪华 但真正见到 苏铁心中依旧有些震撼 只是让苏铁疑惑的是 整个别墅的装修风格 并不像是女人住的 而且十分的心 都不像有人住过 连家具电器 也都是全新的 甚至还有几件家具 都还未拆封 怎么样 喜欢吗 就在苏铁正疑惑之际 沈月灵忽然笑着问道 苏铁不犹疑症 立刻反应过来 急忙道 师姐 这别墅不会送我的吧 哼哼 想得美 你现在可是身价上义的大老板 我干嘛要送给你 这是我送给叔叔阿姨的 这边环境不错 交通也十分便利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 都十分的方便 找时间让他们搬过来吧 沈月灵淡淡一笑 接着将钥匙扔给了苏铁 苏铁心中不由的意暖 他没想到沈月灵给他的奖励 竟然是给他父母买了一套别墅 还是临江花园的 虽然没明说 但他知道 之所以选择临江花园 对方多半也是花了心思的 对于这份细致如微的情感 苏铁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 时一片刻 他急忙道 师姐 谢谢你 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就打算这样谢我吗 沈月灵坏笑一声 忽然将脸伸到苏铁面前 望着眼前那张青橙面容下 娇艳欲滴的樱桃小嘴 苏铁不由吞了吞口水 忍不住善笑道 师姐 这样不太好吧 再给你一次考虑的机会 不然我可就要主动进攻了 还是不了吧 哎呀 师姐 别这样 我的师弟简直太好吃了 第五十章 女流氓 闭嘴 第五十章女流氓 闭嘴十五分钟后 苏铁才算将脸上的口红印擦干净 看着得意洋洋的沈月灵 她着实有些哭笑不得 或许对其他男人来说 这是天大的好事 但对她来说 实在是一种折磨 犹如面前摆满美食 却被告知明天要做手术 必须进食 否则必死无疑的那种感觉 痛苦 实在太痛苦了 不过 姐弟恋 的确很刺激吗 怎么样 师姐的稳计如何 沈月灵用手指 勾着苏铁的下巴 一副老气横丘的架势 苏铁苦笑一声 连忙摇头道 师姐 亲脸还需要技巧吗 你在跟师姐暗示什么 难不成你是想让师姐亲你的小嘴 那我来试试 也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高端操作 沈月灵坏笑一声 忽然附身上前 苏铁连连摆手 急忙道 师姐 今天就到这吧 开玩笑 轻脸 他都差点翻车 要是轻嘴 那还得了 迟一片刻 苏铁才认真道 师姐 无论如何 我还是想说 谢谢你 你对我这么好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小笨蛋 谁要你报答 等我不想干了 你仰我就行 沈月灵捏了捏苏铁的脸 微笑说道 苏铁沉沉地点了点头 心中也愈发坚定 自己一定要变强 不能让这些师姐们失望 好了 不过是一套房子而已 你再看看 还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 我派人过来处理 沈月灵揉了揉苏铁的脑袋 这才说道 苏铁连忙摇头 道 没有问题 我都看过了 都很好 相信我爸妈也会喜欢的 刚才她就注意过了 整个房间的布置 可谓是十分精细 就连小型家电 床上用品 乃至厨具 清洁用具 都一应俱全 而且 还都是适合中老年人使用的款式 甚至连拖鞋的尺码都正好合适 基本可以拎包入住 那好 既然没问题 就尽快把叔叔阿姨接过来 等我有空了 也会来看他们 沈月灵这才到 苏铁微微点头 心中还在想着 要是父母看到这房子 不知道会开心成什么样 尤其是父亲 拥有一套临江花园的房子 那可是他毕生的梦想 现在不仅拥有了 还是最贵 环境最好的别墅 看过别墅 苏铁直一请沈月灵 在附近吃了一顿海鲜大餐 随后又在江畔散了会部 这才依依不舍的分别 时间已经不早 与沈月灵分别后 苏铁便直奔大学城 接母亲回家 由于想给二老一个惊喜 他没有立刻将别墅的事告诉父母 而是决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洗漱完毕后 苏铁便照常继续给父亲针灸之腿 让他意外的是 短短几天时间 父亲的腿伤 竟然已然恢复一大半 甚至已经勉强能用拐杖走路了 起初他也没明白原因 后来才知道 这是其实是父亲每天坚持练习走路的缘故 通常来说 卧床两年多 就算双腿彻底治好 也好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才能恢复正常 但要是每天坚持锻炼 的确能加快恢复速度 只是过程通常会极为痛苦 不仅来自身体 还有经历反复失败后 对心理的打击 不过 这也从侧面显示 父亲想要重新站起来的欲望 有多么的强烈 想到这 苏铁心中对沈月灵又多了几分感激 要不是对方出现 送上那枚吸水单 他又如何有本事 能医治好父亲 一边给父亲针灸 苏铁忽然想起另一件事 忙道 妈 听说梅庄这两天新开业 咱们一家明天过去玩玩吧 这 我明天估计没时间 还是算了吧 李桂兰犹豫了一下 神情中有些期待 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他当然想去 但考虑到丈夫行动不便 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之所以说没时间 也是不想让对方产生心理负担 这时 苏忠亮连忙嚷道 贵兰 你不是一直都想去梅庄泡温泉 你放心 我能照顾好自己 那好 既然我爸都同意了 那明天咱们一起去 苏铁笑着硬了下来 针灸结束 苏铁又扶着父亲 在房间内走了几圈 这才回到房间 虽然一天都没歇着 但今天他却异常的兴奋 尤其是看到父母笑珠颜开的样子 心中更是无比的舒畅 叮咚 就在这时 手机忽然响了几声 是泰玄真人弟子交流群里发来的消息 看到聊天内容 苏铁顿时苦笑连连 大师姐 你竟然亲了我的小师弟 我要杀了你 三师姐发来一个愤怒的表情 二师姐也立刻回到 老大 你太没有人性了 我的小师弟 你凭什么乱亲 你知道我现在多难过吗 不错 大师姐就能为所欲为啊 那可是我的小师弟 我都还没亲过 你就杰族仙灯了 我不服 五师姐接着回到 紧接着就是一串愤怒的表情 加埃特大师姐沈月灵 嘿嘿 谁让你们不在临江呢 虽然只是亲了一下脸 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们知道小师弟的脸 有多好吃吗 大师姐发了一个流口水的表情 颇有炫耀的架势 三师姐立刻回了一个终止的表情 猜到 还好你识时误 只亲了脸 我先声明 小师弟的嘴是我的 小师弟的胸肌是我的 二师姐随之回到 五师姐软糯糯的回到 能亲的都让你们亲了 那剩下的就都属于我了 那就要问老四 老六和老七的意思了 你要能搞定他们三个 那剩下的都是你的 当然 那个地方是不行的 三师姐一本正经地回到 二师姐很快便发了一个问号 疑惑问道 你说的那个地方 是哪个地方 就是那个 哪个 女流氓 闭嘴 看着众师姐们的聊天内容 苏铁早已是一脸的姨母笑 心中也愈发想见到这几名师姐了 可惜三师姐 五师姐都在国外 二师姐如今又有事在身 至于四师姐 六师姐 七师姐 更是连话都没说过 即便想去见 也十分的困难 一来二去 苏铁也懒得再去多想 只能让一切都顺其自然了 胡思乱想了一会 他才盘膝 准备开始继续修炼太玄精 就在这时 苏铁忽然想起一件事 使用太玄精一道片里的医术 给病人治病 通常都需要体内灵气做支撑 寻常疾病那还好说 稍及手一些 灵气根本不够用 比如医治父亲的双腿 要是灵气足够 只要一天就能彻底治愈 但现在只能分数次进行 他想试试 看能不能在体内多储存一些灵气 作者有话说 谢谢大家的热情支持 我晚点睡 争取待会再来一张 不过 晚上网站不审核 可能要到明天才能放出来 所以大家早点睡 明天上午再看吧 也希望喜欢本书的 加入书架 并给个五星好评 拜谢 完了 第51章 故地重游 第51章 故地重游 简单将思绪理清 苏铁便立刻开始尝试起来 由于今晚给父亲针灸 已然将体内灵气消耗殆尽 所以一开始还是正常吐纳 并无特殊之处 直到快天亮时 苏铁忽然觉得 气海穴位置微微有些肿胀 才停了下来 这说明体内灵气已然聪明 以往在这种时候 他便会停止吐纳 但今天他只是稍稍停顿 便继续闭上双眼 开始修炼太玄精 只是很快 苏铁就不得不再次停下来 他发现 灵气虽然还能进入体内 但却只是顺着经脉游走一圈 然后再排出体外 根本无法进入气海穴储存 换句话说 气海穴就像是一只水缸 能装的水就那么多 一旦水装满 要是还想再继续装 便会溢出 看来 想储存更多灵气 只能将气海穴的容量变大 可该如何去做 苏铁心中充满疑问 他本想通过微信找老黄问问 可惜老黄至今还未联系到 问代师姐 又怕对方还没起床 万一打扰到对方 那可就不好了 一来二去 苏铁只能自己先琢磨 他忽然想起当时在那个梦里 在那片草原上 共有四本书 其中第二本是五道篇 难道增加气海穴容量的方式 是在五道篇内 苏铁心中暗暗想着 可惜当时他并未看到五道篇里的内容 便醒了过来 之后也未能再次梦到 所以这也只能是一种猜测 罢了 还是找机会问问大师姐 苏铁暗暗想着 正好时间已然不早 他便直接起床 今天要带父母去梅庄游玩 他还要提前准备一番 上午九点 苏铁一家还未出发 梁振山便早已将麦巴赫 送到了楼下 毕竟去的是梅庄 距离临江市区 有十几公里的距离 附近的腿脊虽然大有改善 但依旧还是不太方便 开车是最佳选择 没想到的是 这反而让老两口 一路上都是惶惶不安 苏铁 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 这车好像要好几千万 你万一弄坏了 我们家可怎么配得起啊 母亲李贵兰一脸担忧道 苏中亮也是微微点头 附和道 不错 苏铁 这车稍微差点七 恐怕都要几万块钱的修理费 我知道你是怕我不方便 下次还是不要借了 听着父母 你一句我一句 苏铁着实有些哭笑不得 迟一片刻 他才连忙道 这次是特殊情况 下次我爸腿 要是彻底好了 我们就坐大巴车过来 心中却暗暗想着 区区一辆车就接受不了 要是告诉你们 你儿子现在掌握着一家 年盈利上益的企业 不知道又会是什么表情 由于还未想好 如何跟父母解释这件事 苏铁决定还是暂时隐瞒 否则老两口 怕是接下来几个月 都会睡不着觉了 就在这时 苏中亮开玩笑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 豪车坐着就是舒服 等以后咱家有钱了 也买一辆 爸 你要是想坐 以后我每天都开着这辆车 带你出门 苏铁忙道 苏中亮连连摆手 急忙道 算了 算了 坐人家的车 我可不自在 万一奶碰坏了 我们拿什么陪人家 那我好好挣钱 微笑说道 一家三口欢声笑语 一个小时后 总算到达目的地 由于手持皮修卡 苏铁一家所到之处 基本畅通无阻 而且如沈运辉所说 全城都享受着最尊贵的服务 原本父母还有些怀疑 好在苏铁及时解释说是 找借了朋友的贵宾卡 才算搪塞过去 一路吃喝拍照 临近傍晚 一家三口才准备回家 返程路上 老两口坐在后排 欣赏今天拍的照片 苏铁则专心开车 心中不由暗想着 上次陪父母出来游玩 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或许对其他人来说 这都是些很平常的事 但对他来说 实在太过难得 自从父母所在工厂倒闭 家里就很难听到笑声 直到两年前 父亲腿受伤 更是雪上加霜 如今那个温馨美好的家 又回来了 我一定要强大起来 好好守护这一切 想到这 苏铁握着方向盘的手 不由用力了几分 车一路飞驰 快到临江花园时 苏铁停了下来 爸 我记得我们家以前就住这里 不如下去看看 苏铁提议道 苏忠亮犹豫了一下 点头道 可以 已经有十多年没来过了 不知道那边都变成什么样了 见父亲同意 苏铁便立刻将车停在附近停车场 接着 一家三口便往临江花园方向走去 当年我们住在这里时 这小区还未建成 没想到现在附近 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苏忠亮感慨万千 李贵兰也连忙点头道 不错 当时苏铁才上初中 一转眼就已经大学毕业开始上班了 实在是太快了 爸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你说过 想在这里买一套房子 这时 苏铁忽然笑着问道 文言 苏忠亮深深叹息一声 苦笑道 当时房价还没那么贵 我们产的效益也不错 如果不是 算了 说那么多也没用 现在这里的房子 怕是买不起了 是啊 据说陵江花园房价 已经飙升到了好几万了 我们这辈子 怕是住不起了 不过可以努力攒点钱 给苏铁买一套 当作婚房 李桂兰附和道 听着母亲的话 苏铁心中一阵温暖 这就是父母 无论何时 心中想的都是自己的孩子 即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 也想把最好的留给子女 爸妈 其实 苏铁迟疑了一下 准备将那个喜讯告诉二人 哟 这不是老苏吗 怎么来这了 苏铁的话还未说出口 一道洪亮的声音 忽然从背后传来 接着 就见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从一旁走了过来 苏铁亮不由一愣 下意识又将中年人打量了一遍 片刻之后 才惊讶到 你 你不是老顾吗 作者有话说 凌晨两点半 第三更 第52章 老友相见 分外眼红 第52章老友相见 分外眼红老顾名叫顾德明 是苏铁亮多年的老同事 自从工厂倒闭 他们一家搬到江苑小区后 就再也没联系过 没想到 今天又在这里见到了 不过老友相见 苏铁亮却没有半点喜悦 他跟这个老顾当年在单位里 就一直明争暗动 想争个高下 有一年还当众打了一架 如今再次见面 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不错 不错 腿残疾了 眼睛还可以 还能认出我 顾德明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 语气中充满戏谑味道 接着 他将苏铁一家再次打量了一番 才似笑非笑道 怎么 带儿子来临江花园买房子 想了解什么 可以直接问我 正好我家在这边全款买了三套 各种户型我都比较了解 他故意将全款两个字加中了语气 颇有几分炫耀的姿态 毕竟临江花园的房子 在整个临江市也极为有名 房价更是居高不下 能全款买三套 足以让对方有炫耀的资本 三套 还是全款 听到顾德明的话 苏中亮心中暗暗则舌 据他了解 临江花园的房子 基本都是大户型 一套没有个二三百万 根本拿不下来 三套至少要六七百万 他记得当年这老顾 跟自己混得差不多 怎么现在忽然变得如此有钱了 这时 苏中亮忽然注意到 这老顾衣着也是极为的鲜亮 名牌西装 名牌皮包 手腕上的金表 更是价值不菲 跟他印象中的那个老顾 完全不是一个人了 前几年包了几个工程 挣了点小钱 我这人你也知道 不太会花钱 只能买几套房 似乎猜到苏中亮的疑问 顾德明连忙笑着解释 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只是这话听在苏中亮夫妻来耳朵里 却显得无比的刺耳 大家同样都是常理出去的 人家已经在临江花园 全款买了三套房 他们却连只能挤在江苑小区 那破旧的房子里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 哼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还是怀念那时候 在工厂上班的日子 穷是穷了点 但快乐呀 你说是不是 顾德明拍着苏中亮的肩膀 笑呵呵地说道 苏中亮却一脸地吃了苍蝇的表情 明明知道这老顾是故意在自己面前炫耀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干笑傅喝几声 就在这时 苏铁也忽然想起这老顾了 当年他爸在临江市古安城 发现一把温征明的扇子 店主出价一万三千块钱 恰好当时苏铁生病住院 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 最后只能找老顾借 结果老顾借口说 没钱 接着自己去古安城 把那扇子买了下来 因为这件事 苏铁记得父亲心疼了大半年 后来还跟顾德明打了一架 而他心中也愧疚了很久 要不是因为自己住院 父亲也就不会错过那把扇子 怎么样 老苏 既然想买 那我就带你们进去看看 不得不说 这临江花园的房子虽然小了点 但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像你们这些陌生面孔 又穿得破破烂烂的 门卫连门都不会让你们进 这时 顾德明连忙继续道 文言 苏忠亮顿时又是一阵窘迫 下意识将穿着旧款皮鞋的脚 往后缩了缩 今天一家出去玩 穿的已经是最好的衣服了 但比起老顾的华丽服装 的确显得有些寒酸 不了 我们在外面看看就行 家里还有点事 马上就要走了 迟疑了一下 苏忠亮连忙干渴道 还看房子 他现在只想马上离开这里 急什么 马上我女儿 女婿就到了 一起去我家喝杯茶 正宗的雨前龙井 你回家哪喝得到 顾德明连忙大声道 开玩笑 当年被当众打了一顿 他一直没能报仇 今天见面 没有让这老苏颜面扫地 岂能善罢甘休 说话之际 一辆外观华丽的奔驰 缓缓停在众人面前 接着就见 一名衣着光鲜 外表俊朗帅气的青年 和一名穿着淡黄色长裙的 年轻女孩 从车内走了出来 爸 他们是什么人 不会是来给咱家 打扫卫生的吧 怎么还有个残疾人 这多不方便 青年扫了苏铁三人一眼 语气有些不悦 顾德明连忙摆摆手 笑着责怪道 什么打扫卫生的 这是以前跟我一起 工作过的苏伯伯 说着话 顾德明回头冲着苏忠亮审笑道 老苏 这是我女婿和女儿 孩子们不认识你 你别介意 不过你们这穿着 也的确会被误会 没事 苏忠亮哼了一声 脸色早已变得铁青 他当年在工厂 好歹也是副厂长 现在竟然被当作 打扫卫生的 心中着实窝火 尤其是看着顾德明翁序 那高高在上的架势 更是火冒三丈 顾德明却一点没在意 反而脸上笑容更盛 这时 他忽然将目光落在苏铁身上 笑着问道 苏铁 你还记得我吧 几年没见 竟然长这么大了 现在在哪工作 哦 我在市里一家中医诊所上班 苏铁顿了顿 连忙如实回答 当中医好 现在人都讲究养生 那应该能挣不少钱吧 顾德明微微一笑 试探性地问道 苏铁忙摇头 笑道 我就是一个实习生 没多少钱 每个月四千多吧 四千块钱 那可以了 刚毕业就能拿这么多 比我们家顾炎强 整天就知道待在家里 什么都不会干 也不能说家里有钱 就堕落了不是 还是穷人家的孩子 早当家 顾德明眯着眼 笑着说道 听到这话 站在一旁的顾炎扭捏了一下 小声道 爸 你别胡说 我不还给李俊的公司管账吗 每个月就管那百十来万的账 你还好意思说 顾德明笑骂了一声 眼神无比的得意 说着话 顾德明拍了拍苏铁的肩膀 小声道 小苏 当年要不是炎炎遇到李俊 恐怕现在已经嫁给你了 爸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看得上他 顾炎脸色一变 十分嫌弃地扫了苏铁一眼 虽然两个人不熟 但他也知道这苏铁家里什么条件 父亲残疾 母亲在大学城卖包子 他可不想嫁给这样的人家 李俊也不由地看了苏铁一眼 不过只是摇摇头 便继续低头玩手机 像这种穷小子 他根本没有在意的必要 看到这情形 苏忠亮夫妻二人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几点 说他们也就算了 现在连带着他们儿子也被讥讽 着实有些难以忍受 见状 顾德铁心中一阵窃喜 接着忙摆手 笑道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那个 老苏 去我家坐坐吧 顺便看看房子 不用了 顾叔说 我们还有事 还是改天吧 这时 苏铁看了一眼时间 忽然上前说道 顾德铁倾笑一声 不屑道 你们能有什么事 哦 我准备带我爸妈过去看看房子 苏铁如实回答道 顾德铁皱了皱眉 疑惑道 想看房子 正好跟我一起进去 没有我带着 你们肯定会被门卫拦住 不错 临江花园小区的住户 可都是有钱人 像你们这样的穿着 保安肯定不会放行 李俊这时也附和道 心中却暗暗想着 就这穷酸样 说不定会被保安当成小偷 直接扭送派出所 苏铁淡然一笑 摇头道 不了 我要带我爸妈看的是别墅区 普通住宅区 就不用看了 第53章 赌约 第53章赌约什么 你们要去看别墅区 听到苏铁这话 顾德铭顿时愣了一下 临江花园普通住宅区和别墅区 那完全就是两个世界 寻常人甚至连大门都进不去 要是苏铁他们真要过去看 那他可就看不到笑话了 不过很快他便反应过来 连忙笑道 小苏 你可真会开玩笑 你们看别墅有什么意义 又买不起 再说了 那里可不是公园 任由你们闲逛 不错 别墅区的住户 都是咱们临江正商两届的大佬 所以 安保极为严格 如果不是那里的住户 甚至连大门都不能靠近 就算我出面 也无法通融分毫 李军淡淡说道 心中对苏铁一家更是鄙夷 对于这种没钱 还喜欢到处乱看的穷屌丝 他很是看不上 不是闲逛 我是想带我爸妈看他房子 如果合适 过两天就搬过来住 苏铁忙到 还搬过来住 搞得好像你买得起似的 顾德铭铁撇嘴 语气更为不屑 苏铁也不生气 只是笑着回道 不是好像买得起 而是已经买好了 别逗了 你知不知道这别墅多少钱一平米 就算你家倾家荡产 恐怕连的厕所也买不起 站在一旁的顾炎 实在有点听不下去 忍不住哼了一声 一个街边卖包子的穷鬼 竟然敢说 自己买了临江花园的别墅 这实在是他最近听过 最好笑的笑话了 老苏 不是我说苏铁这爱吹牛的毛病 跟你还挺像 就是吹的有点没分寸了 以后可要注意点 一定要有常识 顾德铭也忍不住笑起来 面对这妇女二人的嘲讽 苏忠亮气的老脸通红 忍不住大声道 老过 你别瞧不起人 难道就不允许我们家苏铁 买这里的别墅 老苏 不是我打击你 临江花园最差的别墅 也要十万一平米 就凭你家苏铁一个月四千多的工资 多少年才买得起一个厕所 顾德铭连连摆手 一脸嫌弃道 这时 一直没开口的李俊 轻笑道 有没有钱先不提 据我所知 临江花园的别墅 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除了有钱 还要有地位 如果不是在政商两界 有些实力的人 人家根本不会卖 不错 不知道你家苏铁 是咱们临江市 哪个大公司的老板 顾德铭脸上 讥讽意味更浓 不等苏铁开口 顾言讥讽道 爸 你别这样说 说不定人家做梦的时候 还真就买了一套呢 他这话一出口 顾德铭和李俊 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如同在看猴子一般 看着苏铁一家 苏铁面容始终平静 只是但笑道 看来顾叔叔 不太相信我的话 那不如这样 咱们打个赌 你看怎么样 怎么打赌 顾德铭不由皱了皱眉 苏铁微微一笑 解释道 如果我真 买了这里的别墅 顾叔叔就把你家里 那把文正铭的扇子 给我罢 你看怎么样 文正铭的扇子 还惦记着呢 好 我答应你 可如果你没买 那就 罢了 我看你家也没几个钱 不如这样吧 你老苏不是 擅长写博客大字 就劳烦给我也写一副 让我挂在家里欣赏 就写我不如顾德铭六个字 顾德铭 一副稳操胜券的架势 听到这话 苏忠亮气得差点吐血 这老顾 简直杀人诛心 怎么 不敢吗 顾德铭眯着眼 得意一笑 苏忠亮脸色一沉 心中怒火上涌 不过他没敢立刻回答 而是忙回头看向苏铭 要是别的事 他肯定会跟顾德铭尼叫高下 但这种赌局 实在没太大希望 那可是临江花园的别墅 苏铭怎么可能买得起 爸 相信我 我们一定能赢 这时 苏铭握了握苏忠亮的手 沉生说道 看到儿子这坚毅的眼神 苏忠亮心中莫名的 也燃起了信心 于是连忙大声道 老顾 我跟你赌 好好 老苏 你果然有种 不过很可惜 你已经输了 就等着留写字吧 顾德铭脸上 已然乐开了花 苏铭忍不住摇摇头 淡淡道 顾叔叔 咱们谁输 谁赢还不一定呢 你也准备好那把扇子吧 说完 他转身和母亲 一起搀扶着父亲 便往别墅区方向走去 看着苏铭那无比坚定的目光 顾铭心中莫名有些打鼓 忍不住小声问道 爸 那姓苏的 不会真买了那里的别墅吧 放心吧 临江花园37套别墅的主人 我都认识 有海峰集团的宋总 丁林科技的王总 还有云发地产的杨总 我可没听说过 还有姓苏的 李俊冷笑一声 语气充满嘲弄意味 顾德铭也连忙应道 不错 他家 要是真买得起别墅 至于穿得那么寒酸 无非是故弄玄虚罢了 在他看来 就凭苏铁一家的条件 除非中了彩票 否则根本买不起这里的别墅 这场赌约 他拥有百分百的胜率 说话之际 一行人 已然走到别墅区的大门前 如李俊所说 这别墅区 比起普通住宅区的安保 更为严格 门前两名身材魁梧的保安 如同两尊门神一般 直挺挺地站在大门两侧 在他们身后 还有十名保安 正分成两队在一旁待命 小桌 我看不如就到这吧 再往近走 可就真有麻烦了 顾德铭扫了一眼 别墅区的大门 有些担忧 他可知道 这里的保安有多么的恐怖 要是胆胆硬闯 那些保安们 立刻便会蜂拥而上 最关键的是 由于这里住户 都是正伤两届的大佬 就算保安把你打了 你也只能自认倒霉 苏铁却一脸的不以为然 笑道 顾叔叔 你要是怕了 可以认输 呵呵 好言相劝你不听 那你去吧 我倒要看看这么多保安 你怎么进得去 顾德铭有些不悦道 苏铁笑了笑 没有再多说 而是继续搀扶着父亲 往别墅区门内走去 看到这情形 李俊眉头一皱 连忙道 爸 咱们还是先别近了 万一招惹到那些保安 可就不好了 不错 先看看再说 顾德铭微微点头 站在原地未动 心中还在想着 待会要是那些保安动手 他绝对不能管闲事 否则惹祸上身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爸 你快看 他们竟然进去了 就在顾德铭正低头思索 该把苏忠亮的那幅字 挂在哪个位置 耳边忽然传来 女儿顾言惊讶的声音 第五十四章 我会帮你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第五十四章 我会帮你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怎么可能 是被保安打出来了吧 顾德铭冷笑一声 连忙抬头望去 顿时 脸上的笑容瞬间一僵 只见这时 苏铁一家三口 已然慢悠悠地走进大门 而门前那两名威严霸道的保安 甚至连问都没问一下 仿佛面对的 真是这里的住户 不可能吧 这 这小子到底怎么进去的 顾德铭满脸疑惑 苏忠亮一家的情况 他太清楚了 别说别墅区 就算旁边的普通住宅区 也买不起 这时 李军若有所思道 爸 您先别急 我觉得 说不定他们真是 点点为大老板家里打扫卫生的 不然保安肯定会阻拦 对 有这种可能 差点被那小子给唬住了 顾德铭微微点头 觉得这个想法 倒是靠谱一些 只是心中莫名的有些不安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说话之际 顾德铭三人 也跟在苏铁一家背后 走进别墅区 顾叔叔 还不认输吗 苏铁回头望向满脸疑问的顾德铭 但笑问道 顾德铭撇撇嘴 不谢道 只是进个大门而已 可不代表你买得起这里的别墅 我还在省政府大楼上过厕所 难不成就能说我是省里的高官 苏铁也没在意 只是笑道 既然顾叔叔还是不信 那咱们就往里走 正好陪我爸喝杯茶 说完 他上前搀扶起父亲 继续往小区内走去 我 我可不想给老顾写字 走在青石板小路上 苏忠亮心中莫名的有些紧张 他这辈子还没向谁低过头 要是真给顾德铭写了那几个字 下半辈子也就没脸再见人了 他了解这老顾的性格 今天一旦他们输了 对方必定会大肆宣扬 让身边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件事 想到那种后果 苏忠亮更是焦虑无比 爸 你放心 咱们不会输 苏铁微微一笑 接着回头扫了一眼顾德铭 继续道 我会帮你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好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苏忠亮沉沉地点了点头 一边说着 三人继续往小区深处走去 看着苏铁轻松自如的样子 古德铭心中愈发地忐忑起来 这小子该不会真中大奖了吧 文言 李俊盲笑道 爸 你放心 我早就说过 想买这里的别墅 仅仅有钱是不行的 还要有地位 有身份 就算他真中了一个亿 人家也不会卖给他 况且 这里的所有住户我都认识 根本没有他这好人 他要买了这里的别墅 我以后跟他姓 见李俊如此肯定 顾德铭心情也是稍稍缓和一些 他这个女婿 虽然年龄不大 但在临江市年轻一辈中 还是有些实力的 说的话也比较可信 五分钟后 一行人便来到位于小区南侧的一栋 三层花园别墅前 小苏 你说的别墅 不会就是这栋吗 顾德铭指着别墅大门 略带调侃的语气问道 不错 就是这里 苏铁淡淡道 听到这话 李俊差点没笑出声 忍不住讥讽道 苏老弟 你确定你没走错路 据我所知 这栋别墅 可是临江药业沈总的 虽然他没过来住过 但你不能说 就是你的吧 之前的确是他的 但现在他送给我了 苏铁如实回答 我去 这吹牛的水平 我真是自愧不如 你确定你没在搞笑吗 李俊捂着肚子 哈哈大笑起来 就连顾德铭妇女二人 也忍不住连连摇头 苏铁 你知道沈总是什么人吗 人家可是身价十一的大老板 在整个临江市 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会送你别墅 顾德铭讥笑道 心中暗暗想着 人家沈总是什么人物 会把别墅送给你这个傻鸟 人家怕是连看都懒得 看你这个穷屌丝一眼吧 顾言也是一脸的鄙夷 暗自庆幸 还好当年遇到的是李俊 而不是这苏铁 否则怕是会后悔一辈子 就在顾德铭一家 毫不客气地 对苏铁冷嘲热讽之际 就听见咔的一声响 别墅大门忽然打开 接着 就见苏铁将一串钥匙 收入口袋 看到这一幕 顾德铭三人的笑声 戛然而止 皆都是一脸茫然的望向苏铁 以及已然敞开的别墅大门 顾叔说 既然来了 那就进去喝杯茶吧 苏铁缓缓回身掺起父亲 不紧不慢道 闻言 顾德铭又是一愣 迟一片刻 才愣愣地点了点头 只是身体 却如同僵在了原地 爸妈 看来顾叔叔他们不好意思 那咱们先进去吧 苏铁眯着眼笑了笑 旋即搀扶起父亲 直接走进别墅 坐在客厅沙发上 顾德铭的脸色 还是无比的阴沉 李俊和顾言二人 更是如同小媳妇一般 一句话都不敢说 老过 那把文正铭的扇子 你要是舍不得 那就算了 就当今天这个赌约不存在 就在这时 苏忠亮忽然笑道 不用了 我愿赌服输 一把破扇子 我还是说得起的 顾德铭冷哼一声 接着回头看向女婿李俊 沉声道 愣着干什么 快去把那把扇子 给你苏伯伯取过来 爸 那可是 您最喜爱的一把扇子 就这样 看着岳父大人铁青的脸色 李俊有些担忧道 顾德铭猛地一拍桌子 怒喝道 少废话 马上丢取来 见岳父大人发脾气 李俊也不敢说什么 毕竟自己刚才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 苏铁根本买不起这里的别墅 来 顾叔叔 喝茶 我不懂茶 也不知道这明前茶 跟你的雨前茶相比如何 凑合着喝吧 这时 苏铁端来几杯茶 笑着说道 闻言 顾德铭老脸又是一阵通红 你小子这乃是不懂茶 你这是在打我的脸啊 奈何今天他们理亏 也只能强行将火器压了下去 等李俊将扇子送过来后 顾德铭赶忙借口家里有事 怒气冲冲地离开 老顾 别急着走 我送送你 扇子我可就收下了 要是想看随时过来 反正咱们两家以后离得也不远 苏忠亮连忙撑着拐杖追上去 故意大声嚷道 好了 人都走了 李贵兰有点看不下去 连忙小声提醒道 痛快 真是太痛快了 这老顾狗眼看人低的毛病 还真是一点没变 当年抢走了我这把扇子 没想到今天又到我手里了 苏忠亮得意笑道 看着父亲咄咄逼人的架势 苏铁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他了解父亲的性格 要是面对其他人 断然不会如此 也就遇到顾德明这种多年的死对头 才会这般 虽然的确显得有些不依不饶 但也只怪顾德明先找麻烦 叮铃 就在苏铁正思索之际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竟然是白成夜打来的 苏铁心中一动 暗想着 不会是恩纪堂出什么事了吧 稍一迟疑 他连忙接通 第55章 一人养生会所 第55章 一人养生会所苏总 刚刚咱们恩纪堂的几名老先生 给我打来电话 说 这两天想找您探讨探讨药方 您看方便吗 电话那边 白成夜的语气有些迟疑 苏铁微微一皱眉 连忙好奇道 探讨药方 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研制出新药了 不是 是咱们恩纪堂的几个旧方子 老先生们想跟您聊聊 看看这些药方 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 白成夜忙解释道 苏铁心中不有冷笑 这乃是探讨药方 显然是来试探他医术的 要是他对药理一窍不通 那些老先生们 立刻便会反客为主 占据整个恩纪堂的话语权 将他这个老板 沦为他们的打工仔 这种套路 他见得多了 不过他也没拆穿 只是淡淡笑道 行啊 那就明天吧 就在我办公室 正好我也想见见 恩纪堂的这些顶梁柱们 好好 那我就跟他们说了 白成夜忙硬了一声 接着 他忽然道 对了 苏总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之前答应过我的那件事 当然记得 正好明天让白姐一起过来 探讨完药方 我顺便 给他把把卖 苏铁笑着说道 白成夜犹豫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道 苏总 白姐他那个病 不太方便去恩纪堂 还是劳烦您去找他吧 这样 那待会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明天过去一趟 苏铁随口应了一声 心中不由思索着 这白姐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竟然还不方便 去恩纪堂 难不成真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病 在他印象中 通常只有妇科病 或者有关性方面的疾病 病人才会羞于其耻 不愿找医生坦白 不会吧 他看起来不太像是那种女生 苏铁摸了摸下巴 心中忽然 对着白姐更多了几分好奇 就在他正胡思乱想之际 出门送顾顺昌一家的父母 回到别墅 一进门 李贵兰就急忙拉住苏铁的手 急切道 苏铁 这别墅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找哪个朋友借的 苏中亮也连连点头 附和道 不错 刚才老顾在 我没好问 这房子到底什么情况 听老顾女婿说 这房子好像有钱 都买不到吧 爸妈 你们喜欢这房子吗 苏铁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李贵兰善笑一声 小声道 当然喜欢 这么好的房子 谁会不喜欢 刚才我扫了几眼 后面 好像还有个大花园 平时还能种点菜什么的 而且 这里距离大学城也近 以后去卖包子 就不用起那么早了 闻言 苏铁不又有些想笑 都住在临江花园别墅里了 竟然还在想着种菜 卖包子 恐怕也是 世间少有了 不过这也能看出来 母亲是真喜欢这别墅 好了 别幻想了 咱们可住不起这种房子 要是能买得起 后面的住宅区 我就心满意足 苏中亮急忙将李贵兰打断 苏铁笑了笑 忽然正色道 爸 我妈这不是幻想 这房子就是给你们的 要是喜欢 今晚就能搬过来 以后都住在这里 后面的花园 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苏铁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见苏铁一脸认真 李贵兰连连摇头 满脸的不幸 苏铁直接交到是地点母亲 微笑道 妈 我说的是真的 以后这房子 就是你和我爸的了 至于这房子具体怎么来的 我以后会慢慢跟你们解释 他倒不是不想跟父母 说实话实说 而是事情的确太过玄幻 即便说出来 父母也不会相信 倒不如暂时先隐瞒着 还能避免很多麻烦 可 可这房子 李贵兰还是有些 没能接受这个现实 这时 苏中亮忙上前 大声道 行了 我相信咱儿子 他这房子 一定是通过正规渠道得来的 等他想好该如何告诉我们 再跟我们说吧 要是放在以前 他肯定也不会相信 毕竟 这可是临江花园的别墅 可自从苏铁通过针灸 治好他的腿后 他对自己这个儿子 可谓是充满信任 仿佛对方身上出现 任何不可能的事 他都能接受 况且 自己儿子是什么品性 他心中也有数 对方绝对不会去做坏事的 见丈夫如此笃定 李贵兰也只好点点头 暂时选择接受这一切 虽然心中还是有些疑问 但很快便被喜悦所冲淡 当即 苏铁又跟父母商量了一下 决定还是明天再搬过来 虽然别墅里的东西一应俱全 但就房子里 也有很多不能丢下的 比如一些老照片 还有一些值得留念的东西 回去路上 老两口坐在车后排 讨论着以后花园里种些什么 甚至还因为不同意见 而闹起了别扭 不过最终还是父亲妥协了 看着老两口满脸喜悦的样子 苏铁也不由得欣然一笑 到家之后 苏铁立刻便给大师姐打了个电话 再次表示感谢 谢什么谢 叔叔阿姨喜欢就好 我看他们那边距离市区有点远 要是有辆车会方便一些 这样吧 我让老三买辆车送过去 不然他又怪我没通知他了 沈月灵连忙回道 苏铁连忙摇头 苦笑道 不用了 车的事 我去解决就行 给我这个亲儿子 一次尽孝的机会吧 心中不由暗自叹息 一动别墅就够父母疑虑的了 要是再来辆豪车 恐怕又要解释一通 挂断电话 苏铁忽然发现 手机上多了一条信息 是白晨叶发来的一个地址 一人养生会所 怎么有点耳熟 苏铁扫了一眼 手机屏幕上的地址 心中暗暗想着 很快他便想起来了 这家养生会所 在临江市名气极大 之前他身边不少同学 也去消费过 算是知名网红店了 养生会所 难以启齿的疾病 有点意思 苏铁不用摸了摸下巴 嘴角闪过一丝邪恶的笑容 上午九点半 苏铁吃过早饭 便按照白晨叶给的地址 直奔一人养生会所 刚走进会所大门 他便被一群 正跟着音乐节奏 缓慢做着瑜伽动作的 年轻女孩们 吸引了目光 只见那些女孩们 统一穿着紧身瑜伽服 做着复杂的瑜伽动作 将她们充满青春气息的身材 完美地展现出来 着实性感迷人 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进来的 苏铁正看得入迷 这时背后忽然传来一阵娇和 她连忙回头 眼睛顿时一亮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更新了 冲了 第五十六章 手滑了 你信吗 第五十六章手滑了 你信吗 只见在苏铁背后 是一名身材高挑 外表冷艳的年轻女孩 她上身穿着一件黑色 洛气素身衣 下身则是一条紧身小短裤 雪白鲜长的美腿 直接暴露在空气之中 脚上则是一双白色运动鞋 充满着青春气息 轻盈紧致的衣料 完美贴合 在她风润恶挪的身体上 勾勒出一条性感迷人的曲线 完美 太完美了 苏铁心中赞叹不已 这女子的身材 比当红很多模特都要优秀 风腰美臀 相机玉骨 比例堪称黄金分割 虽然外表看起来稍显鲜瘦 但却没有丝毫病态感 反而给人一种强烈的运动美 尤其是那双结实饱满 且肌肉线条清晰可见的美腿 更是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看得出来她是经常健身之人 如此身材 恐怕就连大师姐与之相比 也要逊色几分 苏铁摸着下巴 暗暗思索着 不过整体相比 大师姐还是要略胜一筹 眼前女子虽然形体完美 但可惜皮肤稍差一些 眼神也缺少了几分灵动 虽然与寻常女子相比 已然极为不错 但终归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能有沈月琳那般土豪 能每天都用珍贵药沐浴 也保养得极为到位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谁允许你进来的 就在苏铁正看得入迷 女孩灵力且充满杀气的声音 再次传了过来 苏铁这才回过神来 芒干咳一声 微笑道 哦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 找什么人 你是不是没长眼睛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牌子上写的是什么 女孩秀眉紧锁 语气极为的不耐烦 如同面对仇人一般 仿佛下一秒 就会与苏铁动手的架势 苏铁不由一愣 盲顺着对方手指方向望去 只见在广告牌上 赫然写着男士 只不四个大字 不好意思 我没注意 你们这些男人烦不烦 我都说了 对你们没兴趣 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缠着我了 没等苏铁的解释出口 女孩便很是厌恶地将她打断 苏铁顿时又是一愣 有些没明白什么情况 由于片刻 才忙继续解释道 这位小姐 我真是来找人的 哼哼 不用找借口了 你这种套路我见多了 一天有几十个过来 跟我说是找人的 其实心里什么想法 我很清楚 实话告诉你 我对你没兴趣 可以走了吧 女孩双手抱在胸前 眼神无比的冷漠 她叫李梦婷 是艺人养生会所的瑜伽老师 由于身材外表优秀 每天都会有各种公子哥 过来追求她 着实令她头疼不已 刚刚还来了一个 偷看她换衣服的 幸好及时发现并报了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正在气头上 没想到转头又遇见一个 她自然没有半点好脸色 苏铁这时也反应过来 对方多半是误会了 于是盲笑着解释道 这位小姐 你别多想 我的确是来找人的 你们这应该 有个叫白杰的吧 哼哼 小姐还挺灵通 连我们老板的名字 都打听到了 不过没用 你要是没事 就马上滚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不然我马上报警 李梦婷冷哼一声 接着又将苏铁打量一番 眼神中的厌恶 变得更加浓郁 对于这种死皮赖脸 且毫无廉耻之心的男人 他很是鄙视 苏铁不由皱了皱眉 对方三番五次的冒犯 甚至无视他的解释 着实令他有些不悦 但他也懒得再解释 便准备下次再过来 就在这时 他忽然想起另外一件事 忙回头道 对了 如果我没看错 你身体应该有病吧 你才有病 你全家都有病 听到苏铁这话 李梦婷顿时气得小脸通红 连忙大声嚷道 追求不成 就骂他有病 这是什么奇葩 苏铁愣了愣 顿时苦笑摇头 刚才他观察李梦婷的身材时 便注意到 对方的腰臀位置的骨骼 有点奇怪 应该是健身姿势错误导致的 本是好意提醒 没想到又被误会了 他抢笑一声 忙道 小姐 你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你的腰和屁股有点问题 需要尽快按摩治疗 你给我闭嘴 臭流氓 不等苏铁的话说完 李梦婷早已气得火冒三丈 又骂他有病 又当众言语戏弄他 还想摸他屁股 这如何能忍 当即挥起粉拳便朝苏铁面门砸去 他虽然是瑜伽教练 但也练过几年的跆拳道 已经是黑代级别 因此 这一拳挥出速度极快 请客之间便要砸在苏铁的脸上 苏铁脸色微变 连忙闪身躲过李梦婷的一拳 接着反手拉住对方 葱白如玉的手臂 顺势一拽 便将李梦婷拉进怀中 小妹妹 哥哥好心给你指出疾病所在 你却如此对我有点太没良心了吧 苏铁在李梦婷的脸上轻轻捏了一下 有些生气道 说着话 他迅速将手落在李梦婷的后背 顺着脊椎不断往下滑落 准备给对方找出骨骼错位的位置 他知道 要是今天不解释清楚 这个变态的骂名怕是要背定了 臭流氓 你干什么 快把你的脏手从我身上拿开 发觉苏铁的手在身后乱摸 李梦婷顿时机的花容失色 连忙不断挣扎 只是令他没想到 苏铁的手臂就像一把铁钳 竟然将他死死地锁住 丝毫不能动弹 眼看对方的手就要摸到他屁股 李梦婷早已是心急如焚 他心中一横 身体猛然一发力 想要振脱开苏铁的束缚 苏铁此时正专心致志地 寻找李梦婷骨骼错位的位置 由于对方忽然发力 触不及防之下 手臂一滑 竟然一把抓在了对方的屁股上 虽然隔着紧身小短裤 但苏铁依旧能感觉到 那片圆润和饱满 甚至还有一丝属于少女的温度 那个 我说我手滑了 你信吗 感受着怀中少女身体轻轻颤动 苏铁有些心虚道 作者有话说 求求给孩子一个五星好评吧 谢谢了 稍后还有一张 如果顺利 我晚上加班再来一张 第57章 被冤枉的滋味 第57章 被冤枉的滋味 死变态 我要杀了你 短暂寂静之后 一道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响彻整个会所 李梦廷红着脸 猛然转过身 朝着苏铁下身便是一脚 从小到大 他可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还从未受到过这种屈辱 不仅被当面连番羞辱 还被摸了屁股 这要是传出去 他以后还如何做人 苏铁早有预料 他手臂轻描淡写的一台 再次将李梦廷锁在怀中 同时 指尖迅速掠过对方腰间的几个穴位 猜到 小姐姐 脾气这么大 可是会加速衰老的 只是还未等话说完 便再也叫不出来了 他只觉得身体犹如过了殿一般 四肢忽然一阵酸麻 紧接着便彻底没了力气 只能倒在苏铁怀中 甚至连喊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 李梦廷心中顿时一阵慌乱 忙颤声问道 苏铁淡淡一笑 轻声道 没什么 只是想让你暂时安静一下 先听听我的解释 我不听 李梦廷哼了一声 被如此亲密地 搂住也就算了 竟然还不能反抗 他只觉得羞愤无比 恨不得用眼神杀死苏铁 又岂能听对方的巧言蛇变 与此同时 正在一旁坐瑜伽的年轻女孩们 也发觉这边的情况不对劲 纷纷围了过来 什么情况 那个男人是谁 竟然跟咱们李老师 搂得如此亲密 不会是李老师的男朋友吧 长得还挺帅 跟李老师挺般配的 不过大庭广众抱得这么紧 想当众撒狗粮啊 应该是李老师的男朋友 不然就凭他的脾气 怎么可能允许其他男人如此对他 众女生们笑着议论了一会 见李孟廷也没什么动静 便又都回到原地 继续跟着音乐做起了瑜伽 听到这些声音 李孟廷的脸上早已浮了一层阴霾 恨不得立刻将苏铁大卸八块 一是英明 今天算是彻底毁了 我不是流氓 也不是你的追求者 而是一名医生 今天是来找白姐给他看病的 刚才见你腰椎骨骼有些问题 所以才好心提醒 并无恶意 听明白了吗 苏铁平生解释道 李孟廷却根本无心去听苏铁的话 在他看来 这个混蛋说什么都是在狡辩 不过 自己是人家砧板上的鱼肉 他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轻轻点了点头 明白就好 我可以马上帮你恢复身体 但你最好不要再动手动脚 否则 苏铁话没说完 只是轻笑一声 接着迅速将指尖在李孟廷后背的穴道上掠过 随后才转身离开 不到一分钟 李孟廷便发觉身体恢复了力气 望着苏铁消失的背影 他恨不得立刻拎着菜刀冲出去 但最终他还是忍住了 想到对方那恐怖手段 他心脏现在还有些发颤 哇 随着一声震动 李孟廷忽然发现 手机上多了一条短信 正是白杰发来的 点开看到内容后 顿时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纯误会他了 他脸一红 忍不住轻轻低难了一声 那也是活该 竟然敢那样对我 再让我见到 我绝不客气 就在他正思索之际 会所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接着就见十多名魁梧大汉 拎着武器涌了进来 你们干什么 看到这阵势 李孟廷忙冲上前 急声叫道 还好意思问我干什么 你这个勾引人家老公的骚货 很快 人群中便走出一名 珠光宝气的中年妇女 她双手插在腰间 怒气冲冲地瞪着李孟廷 看起来极为凶悍 看清来人 李孟廷不由愣了一下 接着忙道 林姐 你说话放尊重点 谁都引你老公了 我连你老公是谁都不知道 这林姐是她的瑜伽学员 她曾去对方家里 上过几期的瑜伽课 不过很久都没联系过了 此时对方忽然带着人过来 着实令她有些意外 哼 不知道是吧 江万才这个名字 你该听过吧 林姐哼了一声 大声嚷道 李孟廷脸色顿时一变 江万才他的确知道 之前来骚扰过她几次 还派人送过花 但她一直没搭理 没想到 竟然是这林姐的老公 想起来了吧 就是你这个骚货勾引我老公 害得她要跟我离婚 今天我饶不了你 林姐指着李孟廷 便是破口大骂 被无辜冤枉 李孟廷顿时气得直跺脚 尸声吼道 就你老公那王八样 我怎么会看得上她 她算什么东西 你说什么 你敢说我老公是王八 来人 给我把这不要脸的 骚货衣服扒逛 登到街上去 林姐顿时火冒三丈 指着李孟廷大声叫道 随着她一声令下 站早已严阵以待的重大汉 立刻蜂拥上前 将李孟廷围在了中间 看到这情形 李孟廷顿时下的花容失色 连忙缩在了角落 她能看得出来 这林姐根本不是说着玩的 要是真被八光扔到街上 那她以后还怎么做人 想到这 她心瞬间凉了一半 住手 就在这时 一道红亮的声音 忽然在会所大门外响起 众人回头望去 就见一名青年 正踏步走了进来 怎么样 被人冤枉的自卫舒服吗 苏铁扫了一眼 可怜巴巴的李孟廷 幸灾乐祸道 刚才她离开会所后 见到这林姐 带着一众手下 从面包车上冲了出来 便觉得会出事 所以就没走 没想到果然出事了 其实她一直在门口看着 之所以没立刻出现 也是想给这李孟廷一个教训 现在她很是满意 怎么样 想让我救你 就求我吧 苏铁继续笑道 闻言 李孟廷心中立刻燃起一团怒火 但想到真会被八光 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哀求道 求求你 救救我吧 你是什么人 也敢多管闲事 这时 林姐忽然反应过来 忙上前大声问道 苏铁忙上前 笑道 她是我女朋友 我想 事情可能有些误会 女朋友 谁是你女朋友 死流氓 你敢占我便宜 听到苏铁这话 李孟廷气地 娇喝了一声 她就料到 对方没那么好心 来救她 果然被她猜中了 苏铁干咳一声 笑道 林姐 我女朋友就是这性格 你别理她 我看事情的确是有些误会 不如咱们借一步说话 不用了 你有话就快说 要是想多管闲事 别怪我不客气 林姐板着脸 冷冷说道 苏铁微微一笑 点头道 林姐 如果我没猜错 你和你丈夫 已经很久没有 那个了吧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求求大家的五星好评 第五十八章 是真的大 第五十八章 是真的大啊 那个 你说哪个 听到苏铁的话 林姐眉头不由皱了皱 接着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瞬间一红 下意识转头 看了一眼那几名手下 苏铁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小声道 林姐 我看还是借一步说话吧 好 你跟我过来 林姐犹豫了一下 才点了点头 很快 二人便来到会所旁的 一个小隔间内 确认门外那些手下 听不到他们对话 林姐这才一脸警惕地 望向苏铁 沉声道 你刚才的话 是什么意思 林姐 多余的话我也不想多说 你我都明白 我就问你 想不想 让你的丈夫回心转意 苏铁淡淡问道 闻言 林姐不由皱起眉头 有些怀疑地扫了苏铁一眼 好奇道 你有办法 当然 不过嘛 你外面那些人 还有刚才杂烂的东西 苏铁似笑非笑道 只要你真有办法 让我老公回心转意 我马上让他们离开 杂烂的东西 我也会双倍赔偿 林姐白白手 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她丈夫最近两年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对她冷淡了许多 不仅平时爱搭不理 就连那方面的事 也是极为敷衍 要是真有办法 回到从前 别说让她双倍赔偿 就算让她做任何事都愿意 苏铁微微点头 笑道 那好 我给你开了两个药方 一个是给你服用的 一个是给你丈夫服用的 保准不到三天 她便会重新回到你身边 并且比以前还爱你 说话之际 她迅速拿出纸笔 将药方写了下来 就这 林姐扫了一眼那几位草药名 心中有些怀疑 要知道 自从与丈夫感情产生隔阂之后 她尝试过各种挽回的办法 找过情感方面的专家 去庙里齐过院 甚至还去东南亚地区 请过古曼童 可惜一点用处都没有 现在 苏铁就拿两个药方 告诉她 能挽回丈夫的感情 她自然不太相信 苏铁没有解释 只是笑道 林姐 我说的天花乱坠 你也一定不会相信 关键还是要看成效 我是济世堂的医生 如果三天之内 没有我说的效果 你可以过来找我 好 如果三天之内 我老公还没有回心转业 我就砸了你的济世堂 林姐冷冷地撂下一句话 便拿起药方起身离开 将林姐一行送走 苏铁这才回到会所 看着缩在角落里 如同一只受了伤的小猫一般 不断瑟瑟发抖的李梦亭 她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刚才你不是挺凶吗 怎么现在怕成这样 迟疑了一下 她才忙上前 拍着李梦亭的肩膀 大声道 大兄弟 人已经走了 你没事吧 听到苏铁这话 李梦亭这才渐渐回过神来 她拍了拍胸口 长舒了一口气 想起刚才那帮大汉色咪咪的目光 她现在还有点后怕 要是今天真被八光扔到街上 她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就在这时 她忽然发现苏铁的眼神有些不对劲 顿时有些火大 忙哼了一声 吏色道 别以为你帮了我 我就会感谢你 用不着你感谢我 待会白杰回来 你跟她说一声 我来过就行 苏铁摇了摇头 心想这小妞 脾气还挺大 不过不得不说 身材真是可以 是真的大 苏铁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 在李梦亭被诉身衣 紧紧包裹的那两座风轮之上 停留了几秒 刚才只顾看对方整体气质 还有那双性感没腿 竟然没注意到这一点 迟一片刻 苏铁才接着继续道 大兄弟 你最近是否经常感到腰疼腿疼 有时浑身还会麻木无力 你 你怎么知道 听到苏铁这话 李梦亭不由愣了一下 对方说的这些症状 他的确有 而且最近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他本打算今天去医院看看 结果正好有时耽搁了 苏铁淡淡一笑 盲回答道 那是因为你练习瑜伽的姿势有问题 已经对腰椎有了一定的损伤 如果不及时纠正 很有可能会瘫痪 呵呵 你懂瑜伽吗 李梦亭顿时一脸的不以为然 他的瑜伽 那可是在国外 跟国际知名瑜伽老师学的 而且还获得过专业奖项 怎么可能有问题 在他看来 苏铁多半是威严耸听 无非是想趁机套路他 这种情况他见得多了 因此不等苏铁回答 他忙挥了挥手 不谢道 行了 你不用解释 我没兴趣 如果没有别的事 请你离开 苏铁不由又是一阵无语 自己好心出手救人 非但连句感谢没有 现在还要被赶走 这是什么事道 他也懒得再计较 只是淡淡道 既然你不信 那就算了 说完便直接转身离开 离开一人养生会所 已然临近中午 苏铁没有耽搁 而是直奔恩纪堂总店 刚走进办公室 白承业正好也到了 看到苏铁 他连忙迎上前 笑着询问道 苏总 我孙女的病怎么样了 别提了 他不在 过两天我再去吧 苏铁苦笑摇头 想起刚才的事 他还有点火大 白承业迟疑了一下 眼神中不由得有些失望 迟一片刻 才忙到 苏总 几位老先生们 马上就到了 这里有我总结的一些资料 你先看看 资料 苏铁愣了愣 忙结果扫了几眼 内容大概是对恩纪堂 几十种常见药方的总结 附带的还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虽然不算太详细 但足以充当教材 没有几十年的行医经验 根本写不出来 白先生 这是何意 苏铁好奇道 白承业叹了口气 无奈道 苏总 你出来乍到 还不清楚咱们恩纪堂的情况 今天这些老先生们过来 说是找你探讨药方 实则是试探你的医术 要是没点准备 镇不住他们 他们断然不会服你 他在恩纪堂也有几十年了 深知这些老家伙们的伎俩 若是换做别人 他自然不会去管 但他对苏铁印象不错 又的确是可造之才 因此他思索了许久 还是决定出手帮忙 苏铁却淡淡一笑 忙道 白先生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 这些就不必了 我自有办法 苏总 此事不容小觑 那些老先生们 可都是老江湖 而且在恩纪堂地位颇高 死翻他们连起手来 若是没有点准备 你根本招架不住 白承业急忙劝道 苏铁摆摆手 笑道 放心 我有分寸 白承业还想再劝 就在这时 几名身着糖妆 满头银发的老者 有说有笑地走进办公室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更新了 还没有五星好评的兄弟们 可以现在就给我吗 第59章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第59章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老白 不是说大家一起过来 你怎么先到了 不会是 想拍苏总的马屁吧 刚一进门 一名面容枯瘦的老者 便不悦道 文言 白承业脸色一沉 皱眉道 老王 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总有事找我 我先过来不行吗 行 当然行 您白神仪可是咱们恩纪堂的顶梁柱 想做什么都行 不过可不要忘了 当年你白家最困难的时候 是谁出手帮的你 另外一名山羊狐老者 冷笑一声 听到这话 白承业顿时哑然 他知道 这些老家伙们 是怪他前来给苏铁通风报信 奈何人家说的也是事实 他只能阴着脸 不去理会 苏总 我先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成老 致爹打损伤有一绝 这位是养老 专业而科 在咱们江南省也颇有名气 那位是 稍一迟疑 白承业才忙上前 将道场的各位老中医 分别介绍给了苏铁 苏铁则主动上前 一一打过招呼 健壮 那些老中医们也忙起身还礼 虽然他们心中看不上苏铁 但毕竟人家是老板 该有的礼数 还是要有的 只有一名拄着龙头拐杖 满头银发的老者 始终坐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 直接无视了苏铁 苏总 他叫赵济棠 咱们恩济棠老掌柜的弟子 也是元老级人物 擅长针灸 性格十分孤傲 您别介意 白承业忙 趴在苏铁耳边 小声介绍道 苏铁微微点头 没有太过在意 而是忙招呼着众人坐下 苏总 我等此次前来 主要是想跟你探讨一下药方 这也是恩济棠里来的规矩 刚坐下 那名姓程的老中医 便率先开口 说完 他迅速起身 将一个装订好的资料夹 放在苏铁面前 苏铁微笑点头 接着迅速翻开资料夹 大致扫了几眼 都是恩济棠之名的几种药 不知道 诸位想如何讨论 片刻之后 苏铁才抬起头 扫了一眼众人 性成的老者淡淡一笑 忙道 苏总 相信也能看出来 这些都是老方子 有些可能已经不太适应时代 有些则本身就存在瑕疵 所以希望苏总能帮大家指出问题所在 听到他这话 苏铁不由有点想笑 这些药方 那可都是经过几代人 乃至十几代人磨练出来的 即便真有瑕疵 也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现在竟然让他指出问题 显然就是在故意刁难 好在他早有预料 因此并未在意 只是淡淡道 这些药方没问题 尤其是这位六君子汤 更是治疗费需九颗的绝佳良药 听到苏铁的夸赞 刚才那名王姓老者得意一笑 这六君子汤 是他祖辈流传下来的秘方 明清时期 甚是还给宫里的王子公主们服用过 当年他王家 也是凭着这六君子汤 在恩纪汤内占据了一席之地 还有这灵溪丹 更是妙不可言 应该是治疗中风的最佳良药 我记得 还是咱们恩纪汤的招牌吧 苏铁继续评价道 不错 苏总果然好记性 坐在白城叶身边 一名留着八字胡 身穿古旧糖装的老者 微笑点头 眼神中难言喜色 刚刚提到的灵溪丹 正是他家的祖传秘药 对了 还有这 等一下 就在苏铁正准备评价下一个药方时 始终闭目养神的赵继糖 忽然睁开双眼 直接苏铁的话直接打断 苏铁面色不变 只是笑道 赵老 你有什么事吗 苏总 今天我等轻你过来 是想听听你对这些老方子的意见 而不是想听你的夸赞 如果说来说去 只是几句没用的废话 那就太令我等失望了 赵继糖冷冰冰道 他这话一出口 办公室内瞬间便安静下来 当众打断老板的话 并斥责对方的话是废话 也就只有这位赵老友这胆子了 因此 一众老中医们纷纷露出敬佩的目光 老赵 你这话什么意思 那些股方本就没有问题 你却让苏总指出问题 岂不是故意为难 白诚也有些看不下去 连忙大声道 赵继糖很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冷横道 苏总要是连药方看不明白 那我建议 以后恩继糖 还是交给我们这些电行来管理吧 不错 咱们恩继糖是一管 苏总连药方都不懂 那我也觉得 最好还是交给我们来管 否则以后出了乱子 那可就不好了 刚才那名姓程的老者 也起身附和道 我同意赵老的意思 我也同意 很快 一众老中医们纷纷起身 要求苏铁 让出管理恩继糖的权利 看到这情形 苏铁心中不有冷笑 他早就料到 今天过来会是这结果 所以 此时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只是从容不迫地坐在沙发上 悠然地望着众人 道士一旁的白成叶 已然急得焦头烂额 急忙拉着苏铁 小声劝道 苏总 我早就说了 他们来者不善 我看不如这样 你先离开 我来善后 不用了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苏铁摇摇头 接着忽然抬头望向众人 大声道 各位老先生 这些药方 我的确看不出问题 但这似乎并不能说明 我不懂医术 何况世间药方成千上万 各位老先生 就敢保证自己没有不懂的 听到他这话 嚷得声音最大的几名老者 顿时欲色 苏铁的话的确有道理 即便医术再好的神医 也会有知识盲区 何况他们这些普通医生 话不能这样说 苏总你 既然是咱们恩纪堂的老板 那就必须在医术上 比我等懂得更多 否则如何担得起如此重任 赵继堂冷哼道 苏铁微微一笑 点头道 赵老说的有道理 不过 谁又说 我懂得没有你们多 他这话一出口 办公室内顿时一片哗然 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小辈 竟然敢声称 自己对医术的了解 比他们这些从医几十年的老中医还多 着实十分可笑 就连白成液也是摇头不止 苏铁的医术的确不错 也是可造之才 但要说比在座的这些老家伙们 懂得还多 实在有些自大了 看来苏总对自己的医术很自信 那可敢于我等比上一比 就在这时 赵继堂忽然意味深长道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还没有添加书架的快加入书架了 另外 感谢各位兄弟的打赏 太感谢了 过几天单独列出来感谢 哇 第六十章 年轻人不讲医德 第六十章 年轻人不讲医德不错 苏总既然觉得自己在医术方面 比大家懂得多 而我等又不服 那不如比试比试 始终面带微笑的王姓老者 也急忙开口复合道 说着话 他眼神和赵继堂示意了一下 露出一丝得意笑容 来之前他们就料到 警用那几个药方说是 肯定拦不住苏铁 毕竟背后 还有白成业这个中医界的大佬帮忙 所以他们便想到 跟苏铁比试医术这种方式 只要苏铁同意比试 那三角猫的医术 必定会输给他们 若苏铁不敢比 那其实也就相当于直接认输了 对 苏总你可敢与我等比试 苏总 你若不敢比 那就光明正大的承认 医术不如我等 很快 其他人也纷纷起身叫嚷起来 丝毫没有把苏铁这个 N级堂的老板放在眼里 苏铁轻轻摇摇头 心中忽然明白 为何之前N级堂的老板 会甘心将祖业卖出去 就这帮老家伙 咄咄逼人的架势 寻常人还真奈何不了 要是把他们全部赶走 那N级堂也就完了 完全听他们的 那他们 必定会变本加厉 今天要管理权 明天就要开口要其他权利 他这个老板 也就会被彻底架空 苏总 看来你 还是有些自知之明 知道医术不如大家 那我建议 还是将权利交给大家吧 见苏铁始终没开口 赵继堂得意笑道 苏铁摇了摇头 淡淡道 敢问各位老先生 打算如何与我比医术 很简单 你随便挑选我们其中的一位 一个人说疾病 另外一个人说药方 谁打不上来 谁就算输 苏总科大 那名王姓老者 连忙回答道 这个 怎么听起来 好像不太公平 苏铁略意思索 笑着说道 赵继堂不屑一笑 冷冷道 怎么 苏总刚才不是 还对自己的医术 十分自信 怎么现在就不敢比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都是些老年人 我正值年轻 让我跟你们比试记忆力 是不是有点 我年轻人不讲医德的感觉 苏铁笑呵呵地解释道 他这话一出口 办公室内顿时又是一片哗然 好大的口气 老夫五岁学医 七岁便能背诵上千种药方 如今虽年事已高 记忆力减退 但张口也能说出几千种方子 苏总你 可是有些小瞧人了 不错 老朽也是自幼学医 又行一几十年 但凡科的方子 即便是宫廷秘方 我也是信手拈来 苏总可敢与在下比试一番 他们这些人 哪个在中医界 不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现在却被一个年轻人轻视 还是在他们最擅长的领域 着实愤怒男人 更有脾气大的 已然主动上前 要求挑战苏铁了 苏铁连连摆手 笑道 看来各位老先生 都对自己的记忆力很自信 那今日我便与你等比试比试 不过规矩还是要改改 我看不如这样 你们说疾病 我来说药方 苏总好大的口气 是不是有点太小瞧大家了 听到苏铁这话 赵季堂有些不悦 其他人也都是冷笑连连 苏铁这样改变 完全等于自寻死路 还是那句话 药方成千上万 谁又能保证自己 全部牢记于心 人中归是人 不是神仙 苏铁面色不变 只是笑道 赵老先生 我的话还会说完 既然比试 那就要有筹码 我看不如这样 如果我输了 以后恩纪堂的大小事物 都由你等说的算 可如果我赢了 以后你们都要听我的 可敢答应 有何不敢 我答应了 赵季堂猛然站起身来 大声说道 我也答应 还有我 其他老者 也纷纷起身 表示愿意跟苏铁比试 在他们看来 苏铁不过刚毕业的学生 就算真懂些医术 知道的药方 也不过几百种 能记住的 恐怕也就几十种 对他们这些 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来说 根本不在话下 倒是白成业 早已是眉头紧锁 连忙拉着苏铁 小声劝道 苏总 此事万万不妥 你这样做 岂不是把恩纪堂拱手让人了 他也不太相信 苏铁有剩的希望 毕竟人的知识是有限的 人家急病张口就来 而你的药方还要去想 这如何比得过 苏铁淡淡一笑 白手道 白先生多虑了 既然老先生们想玩 那今天就玩玩吧 玩 苏总还真是很自信 那就先由老朽 来与你较量较量 这时 刚才那名姓杨的尔科老先生 忽然站出来 朝着苏铁拱了拱手 苏铁微微一笑 示意让姓杨的老者提问 小儿可喘 该用何方 杨姓老者连忙大声问道 苏铁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道 简单 参赴龙母汤便可 人参 龙骨 牡蛎 除此之外 还能用牛黄清心汤 牛黄 朱砂 谈笑之间 苏铁便将治疗小儿可喘的 十几种药方 一字不落地说了出来 见此情形 原本带着嘲弄意味的重老者 脸上笑容渐渐收敛 这对药方的掌握 可不像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 哼 不过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罢了 初学者应该都知道 姓杨的老者哼了一声 接着继续道 小儿上阴腹腺 该用何方 这个也容易 连煤汤即可 黄连 恶骄 苏铁神情淡然 再次说出 治疗小儿上阴腹腺的十几种药方 小儿麻疹 又该何方医治 姓杨的老者 与其明显有些着急了 苏铁依旧从容不迫 淡淡达到 西河流饮便可 取西河流 银花 水间当茶水服用 还有 姓杨的老者 已然是满头大汗 虽然他嘴上依旧不服 但心中 对苏铁 已然是佩服无比 对方刚才所说的那些药方 全部正确不说 有几种 甚至早已失传多年 这份医术造诣 着实不凡 坐在一旁观战的其他人 此时也都是面色凝重 看向苏铁的眼神 更是早已没有了 刚才的轻视和不屑 反而眼神中 渐渐闪过一些欣赏 就连白成叶 也不由得暗暗则舌 他本以为苏铁 只是擅长针灸 没想到对药方的掌握 也如此出色 他甚至都有点自愧不如了 他若不服 那一切都还未结束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更新了 喜欢这本书的 帮忙加个书架 并给个五星好评吧 谢谢了 第61章 中一届的百科全书 第61章 中一届的百科全书老杨 你行不行 还是让我来吧 苏总 敢问头痛 该用何方 见杨性老者招架不住 坐在白成叶身后 一名面容白净的老者 起身急切问道 苏铁笑了笑 淡淡道 刘老 这问题看似寻常 实际很刁钻 头痛的病因太多 而且各不相同 要是细咎 怕是有上百种药方 呵呵 请苏总回答 姓刘的老者得意一笑 颇有些奸计得逞的感觉 苏铁微微点头 接着朗声道 医治头痛 要看具体情况 若是风寒头痛 可用穿胸茶条散 穿胸 经界 若是头部撞伤后头疼 可用通壳活血汤 赤勺 红花 短短十分钟不到 苏铁便将头痛 按照不同情况 不同医治方式 无意遗漏地说了出来 并且条理清晰 层次分明 苏总 我来问你 苏总 还有我 其他按捺不住的老中医 也急忙起身 向苏铁提问 而且 问题一个比一个复杂 一个比一个难以解答 苏铁始终面色不变 回答起来毫无迟缓 可谓是对答如流 如同闲庭信部 信手拈来 好 刚才提问的那名流姓老者 忍不住朝着苏铁 竖起了大拇指 其他老中医们也是纷纷面露赞赏之色 随着苏铁说出答案 不断发出贺彩声 真是没想到 咱们苏总的中医造诣 竟如此高深 问来问去 好像都没有他不知道的 简直就是中医界的百科全书 何止百科全书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 苏总刚才说的很多药方 那都是古迹中提到过的 连我也只是一只半解 但他却分析的有条有理 着实令我拨云见日 毛色顿开啊 经过连番提问 一众老中医对苏铁的态度 逐渐从重视变为佩服 甚至还有几人对苏铁 已然心生仰慕 恨不得马上向苏铁 请教一些中医相关的难题 看到这情形 白成叶心中又惊又喜 他着实没料到 苏铁还有这一手 别说那些老家伙们 便是他 此时心中对苏铁 也是无比的佩服 他总算明白 对方为何自信 那是因为 人家真的很有实力 他来不及细想 而是连忙起身 大声道 各位老先生 世间疾病成千上万 何时才能问完 我看也没必要 再继续问下去了 苏总的实力有目共睹 相信足以领导大家 听到他这话 一众老中医们 纷纷点头称事 我认输了 苏总不愧是苏总 就凭掌握这么多药方 我成某也愿意 为他马首是瞻 这时 那名姓程的老者 忽然起身 朝着苏铁拱手示意 另外一名姓里的老中医 也迅速起身笑道 我也服了 以后愿听从苏总吩咐 我也是 我也服了 不到五分钟 十几名老中医中 已经有七八人主动起身 表示愿意服从苏铁的安排 至于剩下的 也有一大半对苏铁赞叹不已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资历极身 又或者是 紧随赵济堂不乏的 始终端坐在椅子上 一言不发 哼 要是会被几个药方 就算医术高深 那满大街都是神医了 这时 始终坐在那里 纹丝不动的赵济堂 冷哼一声 听到他这话 白成夜心中一冷 沉声道 赵老 在座的老先生中 已然有一大半认输了 您还不认输吗 我为何要认输 就凭他会被几个药方 难道就能指挥我们这些 行医几十年的前辈 赵济堂不屑一笑 很是不以为然 坐在他身边 那明信送的老者 也微微点头附和道 白老 咱们行医之人 终归还是要将理论用在临床上 若是只会纸上谈兵 那有什么意义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 我再去找几个病人 让苏总给大家 再展示一番 白成夜有些不悦道 苏铁刚才一番展示 在中医界 已然能称得上名医级别 加上一手流云针法 虽不说胜过在座的所有人 却也能位列前五 结果赵济堂 还是阴阳怪气 着实令他心中不爽 不好了 出事了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一名身着白大褂的年轻人 忽然冲进办公室 慌什么 出什么事了 白成夜眉头一皱 冷声喝问道 年轻人脸色一白 接着忙上前 急忙道 白老 楼下有个孩子可雪 情况十分严重 我们都没办法 您快下去看看吧 可雪 具体什么症状 马上带我去看看 阳性老者面容一沉 忽然站起身 急声问道 他是二科方面的专家 因此对小孩子的病极为敏感 这时 苏铁迅速起身 望向众人道 情况危急 我看大家还是都下去吧 说不定能帮上忙 众人自然没有意见 行医之人 治病救人 那是头等大事 至于这边的争论 完全可以暂时放在一旁 当即 一行人迅速下楼 刚走到一楼 就听见大厅内 传来一阵女人的哭诉声 大夫 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求求你们了 他要是有点什么事 我也活不下去了 接着 就见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抱着一名六七岁的小男孩 正跪在几名年轻医生面前 小男孩脸色通红 不断剧烈咳嗽 嘴角全是血沫 看起来情况十分危急 老杨 你去看看 赵季堂眉头一皱 忙沉声说道 杨姓老者自然不在话下 随口应了一声 便迅速上前 将中年妇女搀扶起来 安慰道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医治你的孩子 先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 医生 求求你救救我孩子 求救你了 中年妇女此时 已然有些失去理智 根本听不见杨姓老者的询问 只是不断哭诉 见状 杨姓老者眉头微微一皱 只好先观察小男孩的舌胎 眼白等情况 接着才迅速抓起小男孩的手臂 开始把脉 看到这情形 站在一旁的年轻医生 忍不住上前询问道 赵老 这孩子到底什么情况 小儿咳血 要么是外感风热 造邪灼伤肺落 要么就是牢卷过度 脾气受损 脾不通血 气不涉血 导致的咳血 但通常脾气受损 还会出现便血的症状 那孩子没有 所以应该就是外感风热 造邪导致的 赵季堂扫视了一眼小男孩 淡淡说道 他话音刚落 阳性老者忙回头 沉声道 赵老说得不错 的确是外感风热造邪 灼伤肺落 所导致的咳血 闻言 一众老中医 顿时忍不住连连感慨 赵老就是赵老 仅仅看过几眼 便对病人的病因 做出正确判断 这份实力 可不是年轻人能比的 不错 苏总虽然药方记得多 但临床方面 跟赵老相比 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 得意一笑 接着他下意识扫了一眼苏铁 见对方面露一色 似乎还在思索他刚才那番话 心中的不屑更加浓郁 年轻人终归还是年轻人 你记得上万种药方又能如何 行医之人 终归还是要看临床 要是不能治病 那你便毫无用处 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拿什么跟我斗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求求大家 给孩子一个五星好评吧 完蛋了 第六十二章 你永远可以相信那个男人 第六十二章 你永远可以相信那个男人好了 老杨 既然病症已然清楚 那就马上给孩子医治吧 稍一沉吟 赵季堂才开口说道 杨姓老者连连点头 接着迅速拿出纸笔 准备写下医治的药方 等一下 就在这时 始终一言未发的苏铁 忽然踏不上前 将杨姓老者拦住 杨姓老者不又愣了一下 疑惑道 苏总 你莫非有不同见解 孩子病情复杂 我建议反复诊断 不要轻易下定论 苏铁皱着眉头 沉声说道 杨姓老者脸色一变 有些不愿道 苏总 难道你在怀疑我的医术 虽然你见识广博 大二科方面 老朽还是有些把握的 何况连赵老都证实了我的诊断 难道他老人家还能错 他在中医二科界 颇有些威望 门下弟子 更是有几人在精灵中医院任职 现在苏铁 却对他的诊断发出质疑 的确令他有些恼火 这相当于在怀疑他的能力 要是别人也就算了 一个大学毕业没几年 一直在小诊所 当实习生的小辈质疑他 着实无法接受 真是没想到 咱们学识广播的苏总 看了半天 就得出这个不痛不痒的结论 既然怀疑我和老杨的诊断 那就请你说说 这孩子到底情况如何 这时 赵济堂也有些不悦道 苏铁连忙白手 从容道 赵老刚才所说的没问题 通常小儿渴血 也就那两种情况 不过 热伤费落导致的渴血 血量较大 舌红台黄 而这孩子的症状 是痰中加血 所以应该是殷须火旺 火胜受费 所导致的渴血 听到苏铁这话 赵济堂眉头顿时皱了皱 似乎想到了什么 接着快步上前 给小男孩把了个脉 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 赵老 怎么样 应该不会错吧 阳性老者有些疑惑 急忙询问道 心中暗暗想着 苏铁一个初学者 又无丰富的临床经验 不过是远远地看了几眼小男孩 怎么可能准确无误地 诊断出病情 其他老中医们 此时也都纷纷望向赵济堂 等待他的回答 要是苏铁真说对了 那岂不是说 一个二科界的专家 一个中医界的老前辈 两个人加起来 还不如一名小辈的眼力 不错 的确是殷须火旺之症 沉默许久 赵济堂才极为不情愿地 说了一声 赵老 何以见得 阳性老者急忙询问 赵济堂顿了顿 陈生解释道 通常热伤费落之症 脉浮贤贤术 而阴虚火旺 则脉向细数 这孩子的脉向窄而快 正是阴虚火旺之症 苏总的诊断是正确的 说完 他忽然望向苏铁 淡淡道 苏总 敢问此症该如何医治 阴虚火旺 硬从滋阴降火着手 分别真久费于于 中府 太西等学位 其中真次费于于 中府两学 可滋费阴 清肺火 而真次太西学 肺因得润 虚火的降 可血自然变止住了 苏铁坎坎坎 赵济堂点点头 似笑非笑道 既然苏总已经说出医治方法 那就请出手吧 这 赵老 还是我来医治吧 苏总年纪上轻 真久恐怕不熟练 万一 阳性老者忙上前小声说道 虽然苏铁刚才展示的中医学时 的确令他佩服不已 但真久毕竟是技术活 还是面对情况危急的病人 他实在太放心 让一个新手去医治 赵济堂挥了挥手 事宜让他不要出声 接着才望向苏铁 沈肖道 苏总既然对自己的医术很自信 那区区真久 自然不在话下 何须我等插手 老赵 你这就有些过分了 你明明知道 孩子身体虚弱 若是真久手法不熟练 反而会有危险 竟然还要求苏总出手 这不是故意刁难 白诚也有些看不下去 忙上前大声嚷道 赵济堂不屑一笑 淡淡道 老白 你可不要乱说 咱们恩济堂的规矩 谁诊断谁医治 既然病人是苏总诊断的 那自然该由他出手医治 你 可是 白诚也顿时哑然 恩济堂的确有这条规矩 目的是 防止在医治过程中 医生之间会因为见解不同 而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延误病人病情 赵老先生说的有道理 既然是我诊断的 那就由我来医治吧 这时 苏铁欣然一笑 直接踏步上前 便准备动手 白诚也盲将苏铁拦住 小声劝道 苏总 这孩子年龄偏小 身体又十分虚弱 针灸难度较大 寻常针法 或者流晕针法 都不太适合 你经验毕竟不足 我看不如还是我来吧 没关系 相信我 苏铁自信一笑 接着拿起针袋 放在小男孩身边的暗台之上 便开始准备针灸 只见他轻轻捏起一枚豪针 飞速刺在小男孩后背的废鱼穴上 这一针落下不到两分钟 原本咳嗽不断的小男孩 情况顿时缓解了不少 脸色也逐渐恢复正常 苏铁没有停止 而是继续捏起豪针 在小男孩其他几个穴位刺下 奇异的是 在苏铁每次下一针时 在豪针尾部便会出现 一道金色凤尾残硬 短暂显现 随之消失不见 这 这是凤尾针 看到这一幕 一名满头银发的老者 瞳孔猛然一缩 忍不住惊呼一声 他也是恩纪堂元老级别的医生 擅长针灸 刚才见苏铁骑手 便觉得有些奇异 直到看到这一幕 顿时便认出 对方施展的 正是针灸界赫赫有名的凤尾针 这凤尾针 乃是一种极为高深的针灸手法 对治疗身体 还处于发育阶段的儿童 尤其有效 但由于针法复杂多变 且难度极高 所以 中医界会此针法的医生 寥寥无几 据他了解 如今整个江南省 有一名还是精灵 顶级豪门大族的座上宾 他没想到 苏铁竟然也会这一手 而且看手法 甚至十分娴熟 着实令他心惊不已 就在这时 一旁其他几名 擅长针灸的老先生们 也纷纷议论起来 很快 一名头发梳得油光赠亮的老者 皱了皱眉 摇头道 凤尾针我有幸见过一次 好像不是这样的 但又有点像 老周不是也见过 快跟大家说说 不错 只是看起来像 但与凤尾针 还是有些差别 或者是其他普通针法 那名姓周的老者 也是轻轻摇头道 其他人几名 见过凤尾针的老中医 也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这一说法 我就说嘛 苏总年纪轻轻 怎么可能会 这等高深的针灸手法 而且还施展得如此娴熟 看来多半是山寨版 刚才那名满头银发的老者 叹息一声 语气颇有些失望 而就在这时 众人中威望最高的 白成叶和赵继堂二人 却始终一言未发 只是深深地注视着苏铁 短暂沉默之后 二人忽然一口同声道 这的确不是凤尾针 而是 失传数百年的金凤神针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还没有加入书架的 快添加了 第六十三章 这小子还是人吗 第六十三章 这小子还是人吗 听到这二人发话 原本聚在一起 讨论的众位老中医的目光 立刻齐刷刷地望了过来 皆都露出疑惑的神情 金凤神针又是什么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针灸界还有制度针法吗 不知道 我也没听说过 白老他们所说的 金凤神针跟凤伟针 又有什么关联 二者名字如此相像 难道真是山寨版的凤伟针 几名对针灸 较为擅长的老中医 接连发出疑问 而不太擅长针灸之人 也都望向白成叶和赵继堂 等待他二人的解答 赵老 白老 您二位说的是 针灸界十大奇数之一的金凤神针吧 就在这时 刚才那名满头银发的老者 忽然上前急声道 说着话 他下意识回头扫了一眼苏铁 接着连连摇头苦笑道 这怎么可能 金凤神针早已于明末战乱而失传 世间会此针法之人几乎绝技 况且 此针法极为复杂玄妙 号称能起死回生 便是行医几十年的名医 也未必能学会 苏总年纪轻轻 又如何能掌握 他倒不是轻视苏铁 而是金凤神针实在太过耀眼 若能习得此针法一二 便可在针九界 乃至整个中一界 占据一席之地 甚至开宗立派都不成问题 苏铁若是真会金凤神针 怕是早已明镇江南 又如何会岌岌无名 放心 我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的确是金凤神针 召集堂皱了皱眉 有些不耐烦道 说着话 他忍不住再次抬头扫了一眼 苏铁洛真的手法 心中又是一阵翻涌 他年轻时 在北方某个村落 曾见到一位老先生 施展此针法 救了一名奄奄一息的小孩子 当时令他震撼不已 回到临江后 他也尝试过练习这种针法 奈何资质太差 又无名师指点 始终无法入门 不得已只能放弃 虽时隔几十年 那玄妙无比的针法 他一直铭刻于心 因此 刚才看到苏铁骑手落针 他便一眼认了出来 只是令他不解的是 当时那位老先生 乃是中医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号称国医圣手 经手过的病人不计其数 他老人家能施展那等玄妙手段 实在是情理之中 苏铁不过是一名大学毕业 没几年的年轻人 亲手医治的病人 恐怕也就几十人 却也能施展出来 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最令他感到不解的是 他发现苏铁的运针手法 比他见到的那位老先生 还要随意 还要娴熟 就好像已经将这套针法 施展过几万遍一般 轻而易举 信手拈来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赵继堂忍不住连连摇头 直到此刻 他还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一切 与赵继堂相比 白承业心中的震撼 更是十倍不止 他可是亲眼见过 苏铁施展流云针法 虽然没有金凤神针传的玄妙 但也是针九界十大奇术之一 要知道 十大奇术掌握其一 便可开宗立派 现在苏铁一下施展出两种失传针法 而且还都如此熟练 白承业着实有种惊为天人的感觉 这小子还是人吗 难道是神意下凡 最关键的是 他心中莫名有一种感觉 苏铁的实力远不止于此 看来 我还是太小看他了 白承业深深叹息一声 许久之后 才回过神来 看到赵继堂目瞪口呆的样子 他不由有些想笑 心中暗想着 要是这老家伙 知道苏铁还会流云针法 不知道会惊成什么样 就在众人围在一起讨论之际 针九已然结束 只见小男孩脸色渐渐恢复正常 咳嗽的频率和力度 也逐渐减轻 嘴里更是不再吐出血沫 明显病情已经得到控制 好了 没事了 苏铁捏了捏小男孩的脸 笑着跟旁边的中年妇女说道 听到苏铁这话 中年妇女扑通一声 便跪倒在地 紧紧地拉着苏铁的胳膊 泪流满面道 一声 谢谢您 太谢谢您了 苏铁忙将中年妇女搀扶起来 笑道 没关系 治病救人 本就是行医之人的职责 不过以后千万要注意 别让孩子太过劳累 回去服用些起居地皇丸 七天基本就能痊愈 好 多谢大夫 谢谢您了 中年妇女 又是拉着苏铁一阵感谢 看着这母子二人安然离去 围观在一旁的顾客们 立刻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神医啊 真是没想到 恩纪堂的年轻医生中 还有医术如此高明的 以前怎么没见过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以后我生病了 也要找他 不错 这年轻大夫的医术真是了得 而且 人还挺帅的 风度翩翩 谁家女儿要是能嫁给他 那可真是有福了 顾客们一边夸赞苏铁的医术 渐渐有点偏离了话题 甚至有几名大妈 已经按捺不住 上前主动找苏铁要电话 给自家女儿找对象了 看到这情形 苏铁无奈摇头 连忙几句话应付过去 这才回头望向赵季堂等人 淡淡问道 赵老 不知道刚才我那雕虫小记 能否入得了您的眼 这 赵季堂老脸顿时一红 那可是金凤神针 他这辈子都学不来的本事 这都是雕虫小记 那他所学的针灸手段 又算得了什么 你小子 杀人诛心啊 迟一片刻 他连忙低下头 苦涩道 苏总 老朽服了 从今日起 老朽愿为您马首是瞻 若有吩咐 在所不辞 苏总 我也服了 我老王平生在针灸上没服过谁 但今天我是真服了 那名满头银发的老者 也连忙大声道 我也服了 从今日起 我愿听苏总安排 还有我 我也服了 刚才没表态的几名老者 此时也纷纷上前 表示愿意服从苏铁 开玩笑 连金凤神针这种失传多年的奇术 都能施展得淋漓尽致 他们又如何能不服 如何敢不服 苏铁淡淡一笑 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只是抬手道 大家不必如此 以后恩纪堂的大小事物 还需要大家群策群力 你们是老前辈 晚辈刚才有哪些话过分 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 苏总 您太客气了 刚才老朽也有失礼之处 我向您道歉 还请您能原谅 听到苏铁主动道歉 赵纪堂着实有些无地自容 人家胸襟如此宽阔 反倒显得他们这些老家伙们 有些不像话了 好了 既然各位老先生 都愿意听从我的安排 那眼下正好有几件事 关咱们恩纪堂的大事 我想跟大家商量商量 就在这时 苏铁忽然开口道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哇 第六十四章 有备而来 第六十四章 有备而来 由于刚才苏铁的经验表现 此时他在众人心目中 俨然已是一言九鼎的存在 因此一发话 正窃窃私语的一众老中医们 立刻便安静下来 苏总 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只要合理合法 老朽全力支持 赵纪堂率先起身 大声表明态度 不错 苏总 只要对我恩纪堂有利的是 我等全力支持 刚才那名姓杨德尔科老先生 也是连连点头附和 他语气极为攻签 看向苏铁的眼神 如同面对师长一般 充满敬意 苏铁连忙抬手 示意二人坐下 接着才微笑道 还是药方的事 前些天我看了一下 咱们恩纪堂的几款招牌药 虽然效果都不错 在市面上也获得过不少赞誉 但弊端也有很多 若是不及时调整 早晚会被淘汰 说着话 他从货架上 取出一个白色小药盒 继续道 就比如这款四神丸 乃是治疗肾阳腹泻的良药 也是咱们恩纪堂的畅销药品之一 但药效终归 还是差了那么点 与惠仁堂的温肾止血汤 更是无法相比 但若是加入 一味大金刀草 效果可以提升一倍 还能抵消一些副作用 还有这款魔妖丸 是治疗寒湿腰疼的方子 可其中的云台子 却不利于儿童和孕妇 若能换成麒麟支 便可避免这些问题 对了 还有这款 苏铁面带微笑 侃侃而谈 短短十几分钟 将恩纪堂货架上 十几款畅销药 做了一个简单的评价 并指出其中问题 随着他的评说 医管内的气氛 却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原本和颜月色的众位老先生 脸色也愈发阴沉 苏铁刚才提到的那些药 有一部分是他们祖传的方子 有些则是大家共同研制出来的 现在却被苏铁当面指出有问题 心中难免有些不悦 要不是刚才见苏铁 的确有真本事 他们早就拂袖而去了 苏总 您指出的这些问题 的确存在 不过 您刚才所说的大金刀草 麒麟支 观音岁 要么早已绝技 要么市场价格极为昂贵 若用来制成药品 价格至少要翻几十倍 乃至上百倍 根本不现实 陈鹰片刻 赵济棠才忽然开口 见赵济棠发话 其他几名老者 也纷纷起身表示 改药方的这个想法虽然好 但的确不现实 不错 我们恩济棠向来也恩责天下 既是苍生为己任 若是将要价提升到 只有富人才能消费 岂不是自砸招牌 另外一名姓左的老者 也连连摇头叹息道 苏铁面色不变 只是笑道 大家无需多虑 那几位珍稀药材 我会去想办法 保证价格不会太高 制成的药品 也一定会坚持原价 听到他这话 一众老中医们 再次围在一起 小声议论了一回 片刻之后 赵济棠才起身道 苏总 我等刚刚商量了一下 药方也不是不能改 只是成本不能增加 成品药也不能涨价 您若能保证 那就改 那好 给我半个月的时间 我会解决药材的问题 苏铁自信一笑 拍着胸脯保证道 事实上 他早就有改药方的想法 不过一直担心 这帮孤傲的老先生们会反对 若是他们不同意 那即便他奉上药材 也无济于事 这几天 他正愁没机会提起这件事 没想到这帮人主动送上门 被他来了一招反客为主 现在一切都顺理成章 众人所担忧的问题 他也早就想过了 而且早就有了解决办法 在《泰玄经》一道片中 便有培植草药的方法 刚才他提到的那几位草药 更是入门级别 凭他现在的实力 完全不在话下 唯一的难题在于 他需要一片种植草药的场地 根据《泰玄经》一道片里的记载 想要种植上品药材 必须选择阴阳协调 且灵气充沛之地 这样的场地 苏铁暂时能想到的 就是临江花园附近 一山傍水 又远离工业园区 正是种植药材的最佳场所 可惜那附近寸土寸金 想要大面积种植药材 实在有点不太现实 不过他也不担心 临江是三万多平方公里 又三面环山 总能找到合适的地方 一众老中医们 却丝毫没当把苏铁的话当回事 毕竟对方提到的那些药材 实在太过稀有 连他们这些跟药材商人 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手 都没有低价渠道 苏铁又如何能找到 终归还是太年轻 做事有些理想主义啊 赵济堂扫了苏铁一眼 也忍不住轻轻叹息一声 他也没多说 在他看来 苏铁已经很完美了 天若宠之 亦必乏之 也许欠缺 只有遭受几次打击 才会得到成长 到那时便能更加完美 倒是始终一言未发的白成叶 看向苏铁的眼神 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要知道 就连老掌柜面对这帮老家伙 也都束手无策 苏铁谈笑之间 便令众人臣服 还让他们心甘情愿地 同意更改药方 着实不可思议 若是以往 谁敢提出改药方 这帮老家伙 怕是早就闹起来了 但今天他们一个个纵然心中不愿 但最终还是硬了下来 这说明 苏铁已经将微信立了起来 他忽然有一种感觉 苏铁早就知道 赵济棠等人会联手对付他 只是故意不动声色 来了一招将计就计 怪不得他从一开始便从容不迫 原来早已有了十足的把握 想到这 白成叶心中忍不住 又是一阵叹息连连 不仅医术惊为天人外 城府更是深不可测 这样的年轻人 着实令他有些不寒而栗 只是令他不解的是 苏铁提到的那些珍稀药材 又该如何解决 苏铁倒是没在意众人的想法 将一众老先生送走之后 他便在楼下待了一会 一边给年轻医生们讲讲课 一边给文训赶来的病人们诊治 直到下午三点多才算忙完 由于恩纪堂内有白成叶坐镇 也无需他操心 苏铁便准备回去帮父母搬家 没想到就在这时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忙接通 就听见听筒内传来一道爽朗的笑声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厚颜无耻地求求 大家的五星好评 第65章 奇怪的病人 第65章奇怪的病人苏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现在给您打电话 没打扰到您工作吧 电话那边 沈云辉的声音充满恭维 苏铁笑了笑 淡淡道 没有 正好准备休息 沈总找我有事吗 也没别的事 就是上次您给我开掉我吃了 效果真的太妙了 我感觉我又重新回到20岁 就连你嫂子都只夸我厉害 嘿嘿 兄弟你懂吧 沈云辉难眼激动 甚至还有些得意 听着听筒里 传来沈云辉夸张的笑声 苏铁顿时一脸黑线 我懂啥 我可啥也不懂 顿了顿 苏铁才接着问道 对了 嫂子怎么样 最近应该不发脾气了吧 哼 那是当然 她现在对我可是服服帖帖 百依百顺 不过也要感谢苏先生 是您帮我提升了家庭地位 沈云辉半开玩笑的语气说着 看起来十分轻松 苏铁笑了笑 没有多说 沈云辉这病 本就在她掌握之中 有这结果实属正常 迟疑了一下 她才继续道 沈总 你找我应该还有别的事吧 不愧是苏先生 果然料事如神 的确有点是想麻烦你 我有个朋友得了一种怪病 想请您出手看看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我马上带她去祭祀堂找您 沈云辉连忙道 苏铁抬头看了一眼时间 距离祭祀堂关门还有一回 便道 那行 你等我几分钟 我马上就到 挂断电话 苏铁跟白晨叶打了个招呼 便直接打车前往祭祀堂 刚从出租车内下来 苏铁一眼便看到 沈云辉和一名 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 从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内 走了下来 奇怪的是 那中年人头不舞得 严严实实的 尤其是脖子上 更是缠着一圈丝巾 看起来极为怪异 苏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一趟 沈云辉快步迎上前 主动跟苏铁握了个手 满脸歉一道 苏铁微微一笑 白手道 行了 小事一桩 先进去再说吧 好 沈云辉忙应了一声 接着回头 跟身边的中年人嘀咕了几声 接着二人才 跟在苏铁的背后 来到祭祀堂的一间办公室内 进门之后 沈云辉才指着那中年人 介绍道 苏先生 这位是咱们临江市临业署的 彭书明彭书长 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就是他病了 哦 彭书长你好 苏铁随口应了一声 老沈 这就是你说的苏神医 还挺年轻的 而且 这还是家诊所 看起来好像不太正规吧 彭书明打量了一番四周 语气中有些疑虑 他一直听沈云辉 吹苏神医的医术有多好 本以为苏铁 至少也是临江市知名医馆的大夫 没想到就在这三流诊所工作 心中着实有点失望 苏铁不由笑了笑 淡淡道 彭书长多虑了 我们记事堂虽然规模不大 但也是有正规营业执照的 不相信你可以去查 就是 老庞 你连我都信不过吗 赶紧跟苏先生 说说你的病情吧 沈云辉连忙催促道 彭书明犹豫了一下 才点头道 苏医生 我这病说也说不清楚 你还是自己看吧 说完 他连忙将围在脖子上的纱巾摘掉 并且将领子拉了下来 苏铁抬眼望去 顿时皱了皱眉 只见在彭书明的脖子 锁骨 后背处 长满了像鱼鳞片一样的斑痕 又红又肿 中间还夹着密密麻麻 被指甲划出的血痕 看得人直起鸡皮疙瘩 苏医生 我得这病已经有半年多了 开始只有一小片 我也没在意 没想到后来越来越多 而且也越来越痒 直到前几天 整个脖子后背都长满了 又疼又痒 白天还好 特别是一到晚上 躺下之后 就更是痒得难受 彭书明满脸苦涩 忙向苏铁 介绍自己的病情 苏铁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接着又上前仔细观察了一下 彭书明上那些斑痕的情况 猜到 小问题 应该是慢性单纯性苔藓 什么 什么 苔藓 彭书明愣了一下 苏铁笑了笑 忙解释道 就是神经性提炎 中医里又叫射领窗 病因是由于湿热 孕于肌肤部的外泻 长久之下 使得内风化造 肌肤湿养 所以采取了险病 只要从泻热驱风 调气离血入手 便可医治 听到苏铁的这番介绍 彭书明和沈运辉 都是一头雾水 苏先生 您就说 老彭这病 到底该如何医治 你有几成把握 沈运辉有些急切道 彭书明也连忙道 对 我最关心的是 我这脖子 多久能恢复正常 过几天 我还要去省里 开一个重要会议 需要上台讲话 如果这样上去 实在有点不合适 其实也是由于迫在眉睫 否则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同意 让苏铁这么一个 急急无名的年轻人 来给他医治 苏铁倒是没在意 思索片刻 才道道 问题不大 针灸加把火罐 在辅佐药物治疗 三天内基本可以恢复 三天 苏医生 你这有点夸张了吧 彭书明连连摇头 愈发怀疑苏铁的能力 他这病 可是找了是中心医院 几名皮肤科的专家 都奈何不了 苏铁一个小诊所的大夫 却敢说三天治好 这不是夸夸其谈吗 苏铁笑了笑 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 没有多做解释 通常治疗皮肤病 如果病人不信任医生 医治起来必定十分痛苦 所以他并不强求 这时 沈运辉连忙道 老彭 我相信苏先生的医术 他既然说三天 那一定没问题 你还是试试吧 再说了 你现在想去精灵的医院 也来不及了 那好吧 我就试试 彭书明犹豫了一下 只能点点头 勉强同意 距离开会时间只有一周 他也的确来不及 再去找其他医治方法 只能硬着头皮 死马当活马医了 苏铁却没急着动手 而是淡淡道 彭书长 待会医治时 可能会有点疼 你要是害怕 我建议还是算了 哼 小乔人是吧 我一个男人还怕疼 你随意动手 彭书明有点不愿 哼了一声 既然如此 苏铁便不再多说 而是迅速起身 从工具盒内 取出一个外形 类似锤头的工具 怪异的是 在那锤头之上 竟然还镶着 七只极为锋利的短针 令人有些毛骨悚然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晚安 第66章 梅花针疗法 第66章梅花针疗法 看到这稀奇古怪的工具 彭书明脸色顿时一白 身体下意识后痒了一下 急忙道 苏医生 你这到底是医疗用具 还是刑具 不会是想用这东西 给我挠痒吧 他本来对苏铁 就有点不放心 结果上来 就是这么一个怪异的东西 心中不由 又多了几分抗拒 大惊小怪 这叫七星针 又叫梅花针 治皮肤病的 没等苏铁回答 坐在一旁的沈运辉 先有点不耐烦了 他皱了皱眉 不约道 老鹏 你好歹也是 署长级别的人物 怎么治起病来 婆婆妈妈的 哼 现在中医骗子那么多 他一个小诊所的医生 我能不担心吗 万一 彭书明嘀咕了一声 话说到一半 见沈运辉面色阴沉 他没好再继续说下去 而是盲低下头 开始假装摆弄手机 心中却暗暗想着 这苏铁要是是中医院的医生 那他当然会无条件相信 可对方不过是一个 小诊所里 岌岌无名的大夫 他岂能放心 小诊所怎么了 小诊所就不能有神医吗 我告诉你 苏先生的医术 根本不在是中医院 那些医生之下 沈运辉忍不住大声嚷道 接着 他忙看向苏铁 满脸歉一道 苏先生 老鹏就这性格 您千万别介意 我代他向您道歉 没关系 反正还未开始医治 鹏书长要是信不过我 完全可以去找别的医生 苏铁无所谓的笑了笑 老鹏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这病除了苏先生 整个临江市 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医治 你要是不相信 现在就可以去试试 沈运辉哼了一声 彭书铭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倒不是他信了苏铁 而是实在也没其他选择 临江市治疗皮肤病的医院 他都去过了 都没有很好的医治方法 要么需要长时间调养 要么干脆直言无法根治 他也只能暂时 将希望寄托在苏铁身上 当即 他迅速按照苏铁的要求 脱掉上衣 将后背和脖子 完全裸露在外 苏铁这才上前 再次详细观察了一番 彭书铭皮损的情况 确认于刚才诊断无误 便迅速用药酒 给彭书铭后背和脖子 进行了一遍仔细的消毒 彭书长 接下来可能会有点疼 你忍一忍 苏铁又叮嘱了一句 便直接拿起梅花针 开始在彭书铭后背皮损的外边缘 顺时针方向 向中心位置扣刺皮肤 我去 还真有点疼 还有点痒 这是什么治疗方法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彭书铭忍不住开口叫了一声 他本以为就是普通针扎的疼 所以根本没在意苏铁的提醒 没想到随着治疗开始 他只觉得 后背和脖子 如同被几千只蚂蚁饰咬一般 又疼又痒 难受至极 这叫梅花针疗法 能起到活血通落 温精养脉的作用 开始时会有点疼 你忍一忍 马上就好 苏铁淡淡解释道 好 你尽管动手 我还能忍 彭书铭咬了咬牙 沉声说道 虽然心中对苏铁 依旧还是有些怀疑 但毕竟治疗已经开始 他也只能在心中说服自己 暂且相信对方了 苏先生 你尽管扎便是 老彭刚才说了 他一个男人 还能怕疼 坐在一旁看热闹的沈运辉 故意调侃道 苏铁轻轻摇头 没有多说 他知道得皮肤病后 被针刺的滋味 要不是反复叮嘱过几次 怕是这彭书长 早就顶不住了 此时无非碍于面子 才强忍着痛苦罢了 他没有停歇 而是继续用梅花针 扣刺彭书铭后背 和脖子上皮损的位置 直到15分钟后 才慢慢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 只见彭书铭后背 和脖子上 已燃渗出不少血珠 看起来极为圣人 苏先生 他这是什么情况 要不要处理一下 看到这情形 沈运辉神情不由 变得凝重起来 连忙问道 苏铁白白手 解释道 这是体内毒血 排出去就没事了 说着话 他望向彭书铭 但笑道 相信彭书长后背 和脖子上的刺痒感 已经减轻了不少吧 闻言 彭书铭连忙点头 他后背和脖子上 的确没有那么痒了 本以为是错觉 苏铁这么一提醒 他心中燃起一丝希望 忙望向苏铁 激动道 苏医生 真没想到这什么梅花针 还真是有点用 梅花针只能暂时缓解病症 想要彻底治愈 还要用火罐倾泻血分邪热 然后扶走针灸 药膏 才能彻底治愈 苏铁忙解释道 这神经性疲炎 看似寻常小病 但其实医治起来十分的复杂 而且容易反复 这也是彭书铭 始终没能治好的缘故之一 彭书长 你忍一忍 接下来我要把火罐 可能会更疼一些 苏铁一边取出火罐消毒 一边再次叮嘱道 彭书铭微微点头 有了先前的效果 他对苏铁也生出一些信心 当即沉沉点了点头 苏铁没有迟疑 而是拿起一枚火罐 用打火机烧一加热 接着迅速落在彭书铭后背 和脖子上的皮损位置 只见火罐刚落下 刚刚清理干净的皮肤表面 再次渗出血珠 与刚才不同的是 靠在椅子上 接受把火罐的彭书铭 这次非但没有喊疼 反而一脸享受的模样 甚至都快睡着了 神了 苏先生 我现在一点也不痒了 是不是已经治好了 片刻之后 正闭目养神的彭书铭 忽然抬头兴奋地望向苏铁 其实在第一枚火罐落下不久 他便发觉 后背那种刺痒感消失了 不过他没敢确定 于是又反复确认了几次 才确定的确是真的 苏铁摇头笑道 只是治好了镖 想要彻底根治 还需要针灸 好 苏医生 你打算如何医治 我都听你的 彭书铭兴奋地点点头 看向苏铁的眼神 更是充满敬意 他现在对苏铁可是无比的信任 别说针灸 就算再奇怪的治疗方式 他都愿意医视 苏铁倒是没在意 而是缓缓彭书铭身上的火罐取了下来 接着望向旁边的沈运辉 挥手道 沈总 麻烦你帮彭书长清理一下的毒血 我去给豪针消毒 大家一起动手 能快一点 好 交给我 沈运辉毫不迟疑 连忙接过纸巾 便开始清理彭书铭后辈的鲜血 老沈 真是没想到 这苏医生年纪轻轻 医术如此了得 彭书铭胆慨万千 他实在没想到 自己这顽疾 竟然是被一个小诊所的大夫治好的 沈运辉不屑一笑 一脸自得道 我早就说了 别看苏先生年轻 但医术绝对不在十一月那些名医之下 何止不在他们之下 我可比他们强多了 听着这二人的议论 苏铁无奈一笑 捧河扁 就在这一瞬间 他没有多说 接着迅速取出豪针 准备进行消毒 没想到这时 病房的门忽然被推开 接着就见满头大汗的宋大海冲了进来 他快步上前拉着苏铁 小声道 苏总 外面出事了 你快出去看看吧 作者有话说 实在抱歉 今天感冒了 多睡了一会 所以 这一张更得有点晚 马上去写下一张 争取早点更新 第67章 彭大哨的报复 第67章 彭大哨的报复 怎么了 苏铁疑惑问道 宋大海有些警惕地 扫了一眼沈运辉和彭书铭 才低声道 咱们辖区派出所的韩所长 说 你把病人给治出问题了 现在就在外面 要带你去派出所问话 什么病人 苏铁脸色顿时一沉 心中暗想着 难道是刚才在恩纪糖治病时 开错了什么药 苏先生 出什么事了 需要不需要我帮忙 正靠在椅子上玩手机的彭书铭 好奇问道 苏铁摆了摆手 笑道 没事 可能是有点误会 我出去看看 劳烦彭书长再等我一回 行 有事直接叫我 彭书铭跟苏铁眼神示意了一下 便继续回头跟沈运辉闲聊 他现在可是心情大好 晚期得到医治 几天后的开会也不用担心 可谓是一身轻松 韩所长 我看这是应该是误会 苏铁的医术我还是了解的 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错误 济世堂大厅内 张亮正拉着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 满脸堆笑地解释着 韩鹏飞冷哼一声 猛地将张亮推开 不耐烦道 少废话 马上让那信苏的小子出来 今天谁敢阻拦 我连他一块带走 见此情形 和苏铁刚走过来的宋大海 忙小跑上前 陪着笑道 韩所长 您别生气 这小子不会说话 你有事跟我说 宋大海 别怪我没提醒你 包庇罪犯也是违法的 你要是不想担责任 就马上让他信苏地出来 韩鹏飞双手抱在胸前 语气极为冰冷 宋大海连连点头 接着掏出一根烟 递给韩鹏飞 笑道 韩所长 您别生气 先坐下谢议会 我去给你倒杯茶 老宋 我可不是故意找茶 你们诊所那个信苏的医生 把人治进了医院 现在病人家属要求抓人 我必须秉公处理 你要是再敢阻拦 我只能把你们诊所也封了 韩鹏飞把烟挂在耳朵上 沉声说道 韩所长 你说 我把人治进了医院 可有证据 就在这时 苏铁忽然上前 大声问道 韩鹏飞愣了一下 忙将苏铁打量了一遍 才望向宋大海 疑惑道 他是什么人 我就是你找的苏铁 我想知道 我什么时候 把谁治进了医院 病人家属在哪 我想见见他 苏铁不卑不亢道 韩鹏飞不屑一笑 冷冷道 病人家属现在不方便见你 具体情况 跟我们去派出所 你自然会知道 说完 他回头扫了一眼 站在背后的两名便衣 立刻上前 准备抓苏铁的胳膊 等一下 韩所长 今天要是拿不出切实的证据 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苏铁脸色一变 沉声说道 不错 韩所长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你抓人可是要讲证据 最起码 也要让我们先见见病人家属 确认一下情况吧 张亮也连忙上前附和道 韩鹏飞犹豫了一下 接着转身 向停在门口的警车招了招手 就在这时 警车内忽然冲出一名 衣着仙亮 外表骏王的青年 正是苏铁之前 在临江药业见过的 彭瑞宣鹏大哨 他快步走进诊所 指着苏铁 便大声嚷道 姑父 就是这小子 给我爸胡乱开的药 你快把他抓起来 这不是彭大哨吗 我什么时候给你爸开过药了 你可有证据 苏铁不由皱了皱眉 心中已然有了分寸 他想起大师姐跟他说过 这彭大哨不会善罢甘休 今天这一查 显然就是对方蓄意报复 彭瑞宣冷哼一声 大声嚷道 姓苏的 你还想狡辩 我爸今天上午吃了你开的药 中午就进了医院 现在还在抢救 这是你脱不了干系 今天上午 你没搞错吧 我上午根本不在计时堂 怎么给你爸开药 听到彭瑞宣这话 苏铁更是觉得好笑 他上午去了医人养生会所 就没给人看过病 又如何给人开药 显然是无稽之谈 想到这 苏铁不由暗叹 这彭大哨为了报复他 还挺舍得下血本 连自己父亲都搭了进去 真是够坑爹的 哼哼 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 所以我保留了单句 上面有你的名字 彭瑞宣得意一笑 连忙从口袋取出单句 迅速递给身边的韩鹏飞 苏医生 人正俱在 你还想抵赖 马上跟我们走一趟 看到彭瑞宣拿出单句 韩鹏飞声音顿时洪亮了许多 其实 刚才他心里也有点没底 毕竟他这个大救哥 可是林业署的署长 怎么可能来这小诊所治病 现在单句在手 自然是底气十足 这单句是伪造的 我也有不在场证据 你没理由抓我 苏铁扫了彭瑞宣一眼 如同在看一只猴子 不紧不慢道 宋大海也忙上前 陪着笑道 韩所长 苏铁上午的确不在诊所 怎么可能给人治病 我看肯定是误会 韩鹏飞脸色一冷 皱眉道 宋大海 你少给我废话 别人做伪证 可是犯法的 我劝你 最好别多管闲事 否则今天连你一块抓 说完 他回头扫了苏铁一眼 冷哼道 苏医生 我劝你乖乖地跟我们走 拒捕的话 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说完 站在他身后的两名便衣 当即上前 必要动手 韩鹏飞 你想干什么 二人还未动手 诊所内忽然传来一阵冰冷的声音 接着就见 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快步冲了出来 正是沈运辉 刚才他见苏铁一直没回病房 就猜到出事了 于是连忙赶了出来 果然如他所料 看清来人 韩鹏飞不由愣了一下 接着忙上前 笑道 辉哥 你怎么在这 我们正在办案 待会我请你吃饭 吃什么饭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运辉直接上前挡在苏铁面前 冲着韩鹏飞大声嚷道 韩鹏飞迟疑了一下 这才发觉情况不对劲 他干咳一声 疑惑道 辉哥 这姓苏的小子是你朋友 我问你 他犯了什么罪 你凭什么抓人 沈运辉因着脸 与其更为愤怒 这个 韩鹏飞支支吾吾的 有点没明白沈运辉的意思 他不过是 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 可惹不起沈运辉这种大佬 要是对方硬要保苏铁 他今天怕是没法抓人了 只是想到 还在医院抢救的大舅哥 韩鹏飞还是硬气起来 他犹豫片刻 沉声道 辉哥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这小子把人治出了问题 我要是不抓 那怎么行 苏先生把谁治出了问题 你可有证据 沈运辉回头看了苏铁一眼 冷声问道 在他看来 凭苏铁的医术 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多半是被冤枉的 这时 站在一旁始终没敢吭声的彭瑞轩 硬着头皮上前 小声道 沈叔叔 我能作证 我爸就是吃了这姓苏的开的药 现在正在抢救 你说你爸 听到彭瑞轩这话 沈运辉气得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晚安 没有五星好评的 求求给可怜的作者一个了 第六十八章 你开心吗 第六十八章你开心吗 彭瑞轩 我再问你一遍 你确定 你爸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沈运辉忍着心中愤怒 冷冷地望着彭瑞轩 再次沉声问道 是 是啊 怎么了 面对沈运辉的质疑 彭瑞轩着实有些心虚 他本来计划的天衣无缝 先是谎称 他爸正在急救 然后让韩鹏飞出面 就算日后事情澄清 苏铁这佣衣的形象 也无法抹去 职业前程必定会被彻底断送 却不料 关键时刻却冒出了个沈运辉 彻底搅乱了他全部计划 他深知 这沈运辉跟他爸来往密切 自己这点手段 根本骗不了对方 要是被对方看出端倪 那可就麻烦了 因此必须速战速决 想到这 他连忙稳住心神 坚定道 沈叔叔 我真没骗你 我爸的确在医院抢救 不信 待会我带你去看 好好好 沈运辉连连点头 脸上笑容 更是变得无比玩味 心中暗暗想着 要不是刚才 他还在跟彭叔明 坐在一起闲聊 恐怕真就信了 彭瑞轩的鬼话 他没有直接拆穿 而是继续问道 你爸得的是什么病 什么时候得的 我怎么没听他说过 这 好像是发烧 我也记不清了 反正 就是车这小子 开的要出的事 沈叔叔 我爸 可是你的好朋友 你一定要我做主啊 彭瑞轩支支吾吾的说着 心中更是有点发虚 迟疑了一下 他忙回头望向韩鹏飞 急道 姑父 你不会因为这小子 是沈叔叔的朋友 就不敢抓了吧 谁说我不敢抓 正因着脸 站在一旁的韩鹏飞 听到这话 顿时有点火大 他哼了一声 接着快步上前 沉声道 辉哥 今天我必须 把这小子带回去审问 否则对不起我这身衣服 他大小也是个所长 现在却被沈运辉 接二连三地拦着 不让抓人 这要传回所里 还不被那帮下属笑话死 你急什么 我也没说不让你抓人 你先等一下 我还有点事要问 反正你们这么多人 还怕苏先生跑了不成 沈云辉有些不悦道 那怎么行 我 不等韩鹏飞的话说完 沈云辉忙白手将其打断 周梅道 行了 区区一点小事 还要歌求你不成 大不了 晚上我请你吃饭 你再给我几分钟 我真有事要问 说完 他继续望向彭瑞轩 似笑非笑道 既然你爸住院了 我这个当朋友的 是不是也该问候一下 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 沈叔说 这就不用了吧 我爸可能还在急救 应该没时间接你的电话 听到沈云辉这话 彭瑞轩的心脏 瞬间悬到了嗓子眼 开玩笑 这是要是被他爸知道 那还了得 就他爸那脾气 还不直接扒他一层皮 没关系 我先打着试试 沈云辉冷笑一声 没有理会彭瑞轩 而是直接掏出手机 拨通了彭叔明的电话 他一直就看不惯 彭叔明的这个儿子 平时仗着家里有点背景 飞扬跋扈 让任何人放在眼里 以往吃喝玩乐也就算了 今天既然敢陷害苏铁 他岂能轻易把休 苏铁 这到底什么情况 看到这情形 站在苏铁身旁的张亮 一头雾水 苏铁笑了笑 轻轻摇头道 我暂时也不清楚 不过 你等着看好戏就成了 好戏 什么好戏 我的好哥哥 你都快被警察抓走了 竟然还有心情看热闹 张亮无奈摇头道 心中着实有点替苏铁着急 苏铁微微一笑 没有多解释 虽然他也有点没搞明白状况 但看沈云辉的表情 基本能猜到 对方已然知道 彭瑞轩是在说谎 之所以没拆穿 八成是另有计策 与此同时 彭书铭正在靠在病床上 悠闲地玩着手机 享受这份难得的快乐时光 就在这时 他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看到是沈云辉打来的 他不由愣了一下 但还是立刻接通 你说什么 我吃错了药 正在抢救 彭瑞轩说的 好 我知道了 马上出去 只见彭书铭脸上表情 以肉眼可见 变得速度 瞬间变得无比冰冷 他顺手抄起力 在墙角的一根棒球棍 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 便冲出了病房 沈叔说 那个 这边要是没事 我还是先去医院吧 说不定我爸那边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看到沈云辉真拨通了电话 彭瑞轩连忙急声道 他现在已经没有半点 报复苏铁的心情 只想赶紧开溜 别急 你爸说他真病了 就在医院 沈云辉迅速手机收了起来 故意装着惊讶的样子 听到这话 彭瑞轩先是一愣 接着立刻松了口气 虽然他不清楚 他爸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但他知道 他的计划还没失败 于是立刻又充满底气 忙大声道 沈叔叔 我没说错吧 我爸就是吃了这小子 开掉出的事 你一定要帮忙 将他绳之以法 行 没问题 不过 我觉得还是要问问你爸的意思 沈云辉急讽一笑 彭瑞轩愣了一下 谁道 我爸正在住院 应该没时间过来掺和这事 还是让我姑父 先把这小子抓起来再说 不错 惠哥 既然事情已经清楚 你就别插手了 让我把这小子带回去审问 韩鹏飞也连忙上前 急声道 不用了 你大舅哥说他亲自来处置 沈云辉淡淡笑道 听到这话 彭瑞轩只觉得 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 狮声惊呼道 沈叔叔 你说什么 我爸要来 是的 听他的语气 应该就快到了 你开心吗 沈云辉笑了笑 接着回头扫了一眼 济世堂深处 就在这时 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声 忽然从诊所内转了过来 彭瑞轩 你这个小兔崽子 老子今天废了你 声音刚落地 接着就见光着膀子的彭叔鸣 拎着一根棒球棍 从济世堂内冲了出来 他面色铁青 如同附着一层寒霜 令人不寒而栗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更新了 下一张很快就来 第69章 傅辞子笑 第69章 傅辞子笑看到这景象 彭瑞轩脸色瞬间煞白 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他爸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不过他也没心思去细想 而是拔腿便要逃跑 他很清楚 就冲他爸那脾气 今天要是不打断他一条腿 怕是不会善把甘休 只是很快 彭瑞轩还是放弃了 刚跑出没两步 他便觉得 小腿已然软得没了力气 心中更是慌乱无比 不由地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爸 那个 您怎么在这 看着迎面走过来的父亲 彭瑞轩脑子里嗡嗡作响 还未等他一句话说完 彭书鸣一记耳光 便重重地抽了过来 啪 就见彭瑞轩左脸 立刻肿起一道通红的手印 嘴角也渐渐溢出了鲜血 小兔崽子 我看你是想气死我 彭书鸣一脸恨铁不成钢地 指着彭瑞轩 手臂气得直发抖 不仅报假警 诬陷人 还谎称他正在医院抢救 今天这事要是传出去 他这个林业署的署长 怕是立刻便会沦为 林江市政务系统的笑柄 他彭家以后 在林江上层圈子里 也将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想到这 他反手又是一记耳光 只见彭瑞轩那张俊朗的脸 瞬间肿成了猪头 甚至连两颗门牙都被打了下来 看起来极为滑稽 爸 我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这次吧 我再也不敢了 彭瑞轩连连哀声求饶 心中还在疑惑 自己的父亲 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难不成是谁走落了风声 彭书鸣丝毫不理会彭瑞轩的求饶 而是朝着彭瑞轩又是脊脚 片刻之后 才喘着粗气 回头望向苏铁 满脸歉一道 苏先生 实在对不起 是我教子无方 你放心 我绝不会饶了这小畜生 苏铁一脸茫然地点了点头 心中还有些恍然 他实在没想到 彭瑞轩的父亲 竟然就是彭书鸣 他忽然明白 为何刚才沈运辉听到彭瑞轩说 他父亲正在医院抢救时 表情会如此的怪异 想到这 苏铁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这彭大哨的运气 实在有点太差了 即便再早来几个小时 或者晚来几个小时 都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一时间 他心中不由暗暗思索 要是今天这事 让大师姐知道 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老彭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家这小王八蛋 必须好好教训 你就是不听 今天竟然还敢诬陷苏先生 要不是刚才我出来的及时 恐怕苏先生 已经被带走了 沈运辉一脸愤愤不平 不断在旁边煽风点火 彭书铭沉沉地点了点头 当即领起棒球棍 在彭瑞轩后背 又重重地抡了几下 姑父 救我 救救我 彭瑞轩急忙 抱着脑袋缩在地上 不断发出哀嚎 听到彭瑞轩的求救声 早就愣在一旁的韩鹏飞 不由正了正 他迟疑了一下 才上前将彭书铭拦住 疑惑道 哥 你 你不是在医院抢救吗 怎么在这 你这个蠢货 我要真在医院抢救 家里人能不通知你 真是个猪脑子 我看你这所长 也是干到头了 彭书铭正在气头上 听到韩鹏飞这话 劈头盖脸 就是一通怒骂 韩鹏飞顿时一脸委屈 小声道 可小轩说 他要是说我死了 你是不是也信 他让你吃屎 你吃不吃 彭书铭亲着脸 丝毫不给韩鹏飞留情面 见大舅哥大发雷霆 韩鹏飞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乖乖地站在一旁 等着对方发落 他算是看明白了 今天他是被彭瑞轩给利用了 原本还想借机 在大舅哥面前露露脸 好在网上爬一爬的 没想到既然出了这事 怕是他这职业生涯 也就到此为止了 想到这 他忍不住狠狠瞪了彭瑞轩一眼 恨不得将对方活吃了 行了 行了 再打下去 真就出事了 就在这时 沈运辉忙上前 将彭书铭拦住 彭书铭着脸 指着彭瑞轩怒道 老沈 你别拦着我 我今天必须废了这小畜生 老庞 你好歹也是知识分子 教育孩子可不能用暴力 我看不如这样 正好小韩也在 就让他把小萱带回所里 好好教育上十天半个月 沈运辉阴阳怪气道 听到这话 彭瑞轩差点没骂出声 他还以为沈运辉是真心为他求情 没想到 竟然出了个这所主意 明显是故意整他 不过 面对正在怒火中的父亲 他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低头盘算着 以后该如何报仇 不错 这小子是该抓 彭叔明微微点头 接着回头望向韩鹏飞 冷声道 听见没有 这小畜生寻衅姿势 你马上把他给我抓起来 行 就听您的 韩鹏飞本就对彭瑞轩有些不满 正愁没法教训对方 此刻自然是毫不留情 当即 他立刻朝着身边的几名手下一挥手 大声道 还愣着干什么 马上把他给我带走 听到命令 正在一旁看热闹的两名便衣 迅速上前 将彭瑞轩驾进了警车 直到这时 韩鹏飞才忙望向彭叔明 苦涩道 干 今天这是怪我 是我未经核实 误信了小轩的谣言 我向您道歉 你不用向我道歉 你该道歉的是苏医生 彭叔明哼了一声 韩鹏飞连连点头 接着转头望向苏铁 一脸不好意思道 苏医生 对不起 今天是我的疏忽 我向您道歉 还请您能原谅 罢了 也希望韩所长以后办事认真一些 苏铁冷冷 说了一声 既然彭瑞轩已经被抓走 反正也没闹出大事 也算是给彭叔明一个面子 是 苏医生说的是 我以后一定注意 保证 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 韩鹏飞丝毫不敢怠慢 连忙点头 态度极为诚恳 能让他大舅哥和沈运辉 如此重视的年轻人 显然绝非烦泪 他又岂敢怠慢 这时 沈运辉忽然笑道 小韩 关口头道歉有什么用 来点实际行动 我记得附近社区 最近在评优秀诊所 你应该懂我意思吧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晚安 还没有五星好评的 求求了 第七十章 更大的平台 第七十章更大的平台优秀诊所 这是我知道 正好我有个哥们的老婆 就在社区 我一定帮记事堂拿下 韩鹏飞立刻拍着胸脯 大声保证道 要是帮记事堂 拿下一个小小的荣誉称号 能消除大舅哥心中的怒火 那何乐而不为 迟疑了一下 他连忙继续道 对了 除了优秀诊所 还有社区名医荣誉证书 我保证记事堂的每一位医生 都能得到 听到韩鹏飞这话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记事堂 一众医生们 顿时一阵欢呼 据我所知 社区名医这称号 特别难得 好像必须要拥有极大的名气 还要有一定背景 才有资格参加评选 而且竞争特别激烈 我同学在广仁堂待了三年多 都没能选上 不错 难度是不小 我朋友争取了五年 最后凭着岳父 跟社区某个领导有点来往 才勉强得到 前几天还在微信群里 跟大家显摆 现在我也有了 等证书发下来 我也要炫耀一把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事还是要感谢苏医生 要不是他 就凭咱们自己 怕是一辈子也得不到这证书 众医生们 纷纷眉开眼笑 看向苏铁的眼神 更是充满感激 尤其是几名新来的女时习生 更是一脸崇拜地望着苏铁 颇有些以身相许的意思 看到这情形 彭叔明脸上怒涩 这才消退了不少 他冷冷地扫了韩鹏飞一眼 沉声道 今天这事 我就不跟老爷子汇报了 你回去给我好好反省 至于济世堂的优秀诊所 社区名义 你最好给我稳稳地拿下 要是以后有什么神医荣誉称号 给我这位苏老弟也来一个 好好 我马上就去办 韩鹏飞连连点头 心中这才松了口气 他也不敢再逗留 当即连忙声称 所里有事 赶忙起身开溜 看着绝尘而去的警车 彭叔明这才回头 一脸窘迫地望向苏铁 苦笑道 苏医生 今天实在让你见笑了 我这儿子 被家里的老爷子给关坏了 等回去以后 我一定好好收拾他 老鹏 你要是舍不得 就送我那去 一定要好好管教这小兔崽子 今天幸好是苏先生给你面子 换做其他较真的人 一定会闹到市政府去 到那时 怕是连你也脱不了干系 沈运辉冷冷道 彭叔明连连点头 他明白沈运辉这话不假 一旦苏铁计较起来 他这个对子女管教不利的罪 一定是免不了 到那时停止处分 怕都是轻的 更何况 人家治好你的怪病 你儿子反倒来诬陷人家 这事要是传出去 他彭家必定会被冠上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的形象 想到这 彭叔明忙拉着苏铁 再次道歉连连 彭叔长 事情既然已经解决 你也无需再自责了 咱们现在继续针灸吧 苏铁没有太计较这事 只是淡淡说了一声 彭叔明连忙点头 应道 好 好 那就麻烦苏医生了 说着话 一行三人这才起身回到包厢 彭叔长 针灸时也会有点疼 你忍一忍 很快就好 苏铁叮嘱了一声 便迅速捏起经过消毒的豪针 分别刺入彭叔明的驱驰 和骨 天书等几个穴位上 针刺这几个穴位 主要有解热抗炎 引热外出 扶症固表的作用 加上灵气的辅助 基本能保证彭叔明三天内病症全消 十分钟后 针灸彻底结束 苏铁没有停歇 而是将豪针再次消毒 并放回针袋 接着将一瓶三黄膏递给沈运辉 让他帮彭叔明涂抹 才算停了下来 我去 老鹏 你背后的皮血 好像没了 就在这时 沈运辉忽然惊呼一声 文言 彭叔明脸色一变 连忙拿起镜子 仔细观察起来 只见他脖子 后背上原本密密麻麻的皮血 果然消退了不少 虽然不至于全部消退 但已然减轻了十之八九 神医 真是神医啊 苏医生 你是怎么办到的 彭叔明顿时一脸震惊地望着苏铁 如同在看神仙一般 虽然刚才他就见识到了苏铁的医术 但实在没想到 对方竟然如此之强 短短不到一个小时 就将他后背的皮血消退大半 简直能撑得上医学奇迹了 老鹏 我刚才就跟你说了 苏先生的医术十分了得 你还不相信 现在怎么样 沈运辉得意一笑 一副一切尽在掌控的表情 彭叔明连连点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接着才忽然道 苏医生 就凭你这医术 完全可以去市里那些大医院就职 何必屈居于此 不错 苏先生 凭你的医术 若是待在这小诊所内 实在是有些埋没了 更是广大病人们的遗憾 你想想看 要不是我推荐 今天老鹏这病 怕是真就治不好了 沈运辉也连忙复合道 苏铁笑了笑 摇头道 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又无名师推荐 哪家医院会要我 还是算了吧 这你无需担心 我跟市中医院的 徐世成徐副院长有些来往 我把你推荐给他 你看如何 彭叔明赶紧说道 行啊 那就有劳彭署长帮忙了 苏铁笑着硬道 他学医初中 就是为了治病救人 要是能去市中医院那种大平台 去救更多的人 自然也是好事一件 何况市中医院 本就是广大中医学子的梦想之地 能去那里当医生 也是他的心愿之一 那好 我待会就跟老徐打个电话 彭叔明忙点头 将事情定了下来 众人正闲聊 彭叔明的手机忽然响了几声 他扫了一眼 连忙接通说了几句话 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阴沉 当时是你来我家 求我把麒麟山那片地成包给你 我才同意的 现在你又不要了 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之前所有情况我都跟你说了 是你说没问题 现在又跟我说路不好走 山上石头太多 你好意思吗 你们这些商人 真是无间不商 老子以后再相信你 就是挑狗 彭叔明愤怒地说了几声 便直接把电话挂断 扔在了一旁 第71章 别怕 有我在 第71章别怕 有我在老彭 出什么事了 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看着刚刚还满脸笑容的彭叔明 忽然如此失态 沈运辉不由有些好奇 苏铁也忙抬起头 看了过去 是我一个大学同学 搞种植的 想承包一片山地 正好麒麟山有合适的空地 我就把机会给他了 没想到这小子现在又不想要了 彭叔明脸色铁青 拿起手机又回了几条短信 才怒气冲冲地解释道 不就这点事 你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 沈运辉笑着说道 彭叔明阴着脸 气呼呼道 要是以往 他不要也就算了 可昨天我已经把消息发给了市里 市领导们也都很支持荒商开发 并且还在大会上表扬了我 结果他现在告诉我不想干了 让我怎么交差 文言 沈运辉无奈摇头 苦笑道 可惜我不搞种植 不然那片地 我就帮你拿下了 算了 算了 我再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再联系到其他种植户 彭叔明白白手道 就在这时 一直没开口的苏铁 忽然好奇道 彭叔长 你说的是麒麟山哪个位置的山地 麒麟山南路 靠近青衣江 环境很是不错 除了交通不太方便 其他都没问题 甚至还有县城的围墙 彭叔明忙回答道 听到他这话 苏铁顿时有了兴趣 麒麟山气势流转 磅礴向前 乃是临江式的龙脉 而南路更是龙血所在地 若能在那里种植草药 必定事半功倍 想到这 他连忙继续问道 大概有多少亩地 价格如何 有二百多亩 每亩一年租金一百七十五块 全部费用加起来 一年十来万 不过咱们临江市 对开发荒山也有补贴 说着话 彭叔明不由看向苏铁 好奇道 苏医生 难不成你对承包山地有兴趣 不错 我想承包点荒山 用来种植草药 苏铁如实回答 此话当真 彭叔明顿时眼睛一亮 兴奋道 苏医生 你没开玩笑吧 种植草药 那可是咱们是重点扶持项目 是领导一定会全力支持 你要是真有想法 我去帮你办个项证书 上面的扶持 我也可以帮你去申请 到时候修路 清理山地 我也有熟人 费用绝对最便宜 行啊 那就多谢彭叔长了 苏铁连忙笑着硬道 心中也是一阵兴奋 承包山地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虽然价格低 但各项程序都要去走一遍 等彻底办好证件 恐怕要大半年时间 他刚才还在为这件事发愁 没想到 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如果有彭叔明 这个林业署署长出面 那一切就会简单得多 而他只用出钱就行 苏医生 你太见外了 该说谢谢的是我 今天你不仅治好了我的病 还得我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改天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彭叔明兴奋地抓住苏铁的手 激动说道 苏铁连忙摆手 笑着说没事 心中还在想着 是不是该找个时间去麒麟山看看 那行 具体情况 我先去处理 等一切妥当 我再跟你联系 彭叔明微笑说道 苏铁自然没意见 当即又跟彭叔明和沈云辉 大概了解了一番麒麟山附近的情况 时间已然不早 二人这才起身告辞 就在走出济世堂大门时 沈云辉忽然将苏铁拉到一旁 神秘笑道 苏先生 我爸这几天一直嚷着想见你 要是有时间 麻烦你来我家一趟 顺便吃顿饭 你看如何 行啊 那我找时间去一趟 苏铁随口应了一声 也没在意 此时他心思全在种植草药上 只有把这件事解决 更改药方的事 才能彻底定下来 而接下来更大的计划 也才能更好地推进 因此 送走沈云辉二人后 他便立刻拨通刘金山的电话 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苏总 您说什么 您想承包山地种草药 这实在有些欠妥 而且 咱们恩纪堂也没有懂这个的 我看要不要再跟百老他们商量商量 电话那边的刘金山 对于苏铁这个决定 颇有些不解 他虽然 不懂草药种植 但也知道 干这一行的困难之处 由于前期投资巨大 而且难度极高 要是没有经验 恐怕五年十年都无法回本 苏铁笑了笑 淡淡道 放心 这件事 我已经想好了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那 那好吧 不过您刚才说的那些草药的种子 很多都比较稀有 恐怕一时半会很难买到 而且 价格怕不会太低 您给我一段时间 刘金山由于片刻 才说到 苏铁应了一声 接着道 价钱方面不用担心 主要是种子的成色 一定要好 好 我这就去办 刘金山立刻应了下来 事情敲定 苏铁这才算是松了口气 看着时间已经不早 便准备休息一会 然后去大学城接母亲回家 就在这时 放在桌子上手机 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震动声 苏铁忙扫了一眼 竟然是沈月琳打来的 于是连忙接通 好奇道 大师姐 找我有什么事 苏铁 我的一个客户忽然昏迷不醒 现在正在是医院抢救 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也没醒过来 你快过来看看 电话那边 沈月琳的语气十分急促 苏铁不又愣了一下 心中暗想着 大师姐也是老黄的弟子 难道不懂医术 见大师姐语气急切 苏铁也来不及细问 忙安慰道 大师姐 你别担心 我马上就到 市中心医院一楼急诊室前 沈月琳握着手机 心急如焚地望着病房外的红色指示灯 心中已然是一团乱麻 此时病房内正在抢救的 是他一位极其重要的客户 要是对方今天醒不过来 那林江药业 怕是要遭受灭顶之灾 沈小姐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我妻子不能喝酒 你怎么能出现这种失误 她要是出了事 我明天就会开新闻发布会 让你们林江药业付出代价 这时 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男子 忽然从外面冲进来 指着沈月琳 就是一阵大喊大叫 沈月琳一脸自责 急忙解释道 克雷森先生 今晚是我们的失误 我会负责到底 可 可我也不知道 杨小姐连啤酒都不能喝 再说了 是她自己要喝酒 又不是我让她喝的 还敢狡辩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一定是你 极度她能嫁给我 所以才想害死她 她要是出事了 我饶不了你 老外操着一口 不太流利的中文 不断大声叫嚷 沈月琳脸色凝重 她想反驳 但想到病房内 正在抢救的病人 却一点反驳的力气 也没有 只能任由对方无端指责 心中更是十分的无助 别怕 有我在 就在沈月琳症 心力交瘁之际 一道温和的声音 忽然她在耳边响起 还未等她反应过来 冰凉无措的小手 便被一双温暖的大手 紧紧地握住 第72章 你那么普通 为何如此自信 第72章 你那么普通 为何如此自信 沈月琳身体微微一颤 连忙抬起头 就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站她面前 那身影不算高大 也不够伟岸 但却仿佛一座坚实的墙壁 能给她带来无限的安全感 小笨蛋 你总算来了 短暂迟疑之后 沈月琳直接扑进苏铁怀中 她执掌临江药业以来 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样棘手的情况 明明上一秒 大家还在聊天 下一秒 对方便昏死了过去 而且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 依旧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饶食她常年身居高位 但刚才面对 克雷森的连番质问 着实还是有些崩溃 要不是苏铁的到来 她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苏铁微微一笑 轻轻抚慰着沈月琳的头发 小声安慰道 师姐 别害怕 有我在 不会出事的 可她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要是我当时拦住她 没有让她喝奶杯酒 她也就不会出事了 沈月琳轻轻抽气 语气无比地自责 克雷森的夫人 跟她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也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 对方若是真出事 临江药业会遭到报复 都是小事 她这辈子 怕是都无法原谅自己 感受着怀中轻轻颤抖的身体 苏铁心中也不由地跟着一颤 那个霸道孤傲的商界女王 竟然也有如此柔软的一面 片刻之后 苏铁才拍了拍沈月琳的后背 继续安慰道 没事 我会想办法治好她的 真的吗 沈月琳忙抬起头 一双通红的双眼望着苏铁 充满期盼之色 那是当然 你师弟我可是神医 苏铁伸出手 擦了擦沈月琳眼角的眼泪 微笑道 看到对方那和煦且坚定的目光 沈月琳忽然感到 浑身暖洋洋的 原本紧绷的心脏 也不由地舒缓许多 她轻轻点了点头 接着又钻进苏铁的怀中 搂着对方腰部的手臂 更加用力了几分 仿佛只有这样 自己紧张的心 才能稍稍缓和一些 沈小姐 你在干什么 我妻子还在病房那生死难料 你却在这里谈情说案 你太令我失望了 我马上要给我的记者朋友们打电话 将你这散漫的态度告诉他们 就在这时 刚刚打完电话的克雷森 忽然上前 指着沈月琳大喊大叫 沈月琳迟疑了一下 连忙将苏铁推开 胡乱擦了擦眼泪 有些不好意思道 克雷森先生 对不起 他是我师弟 也是一名医生 你妻子的病 他一定能治好 他能治好 克雷森扫了苏铁一眼 有些怀疑道 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 有没有国外留学背景 你导师是什么人 获得过什么国际性的奖项 克雷森先生 你问的这些问题 对抑制你妻子的疾病毫无意义 还是先跟我说说他的情况吧 听着克雷森一连串的质问 苏铁有些不耐烦 直接抬手将其打断 克雷森眉头一皱 冷横道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连你的底细都不清楚 又如何能相信 你能治好我妻子 何况 谁能保证你不是沈小姐请来 想毁灭证据的 毁灭证据 什么意思 苏铁愣了一下 有些没明白 对方为何会这样说 你不用装了 我现在已经能肯定 我妻子忽然晕倒 就是被这位沈小姐害的 她派你过来 不就是想毁掉 留在我妻子身上的证据 所以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你们得逞 克雷森一副早已看穿一切的表情 十分警惕地望着苏铁 苏铁更是一头雾水 下意识回头扫了一眼沈月灵 沈月灵贪了贪手 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表示 她也不清楚 对方为何会这样想 你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 你老婆是我师姐害的 苏铁好奇问道 那还用证明 她明显就是嫉妒我妻子 能嫁给我这样的好男人 所以才在明知道 我妻子不能喝酒的情况下 还丝毫不加阻拦 克雷森冷哼一声 大声说道 见对方一脸义正言辞的样子 苏铁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这老外也有点太过自信了吧 就凭沈月灵的气质和外表 追求她的男人 怕是能直接排到大英帝国 她又如何用得 为了这么一个毫无亮点的男人 而心生极度 还涉及杀人 顿了顿 苏铁才干咳道 克雷森先生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师姐她 你不用解释 我心中有数 她就是想害死我妻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她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是永远也不会接受她的 克雷森猛地一挥手 将苏铁的话拦住 由于克雷森的声音极大 因此很快便引来是中心医院 不少医生护士们的围观 不到五分钟 周围就站满了人 不会吧 临江药业的沈总 竟然为了追求一个老外 设计杀死了对方的妻子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我看有点假 那个老外外表平平 也没什么特殊之处 除非她是 国外某个大家族的子弟 否则评沈总的长相和地位 又如何看得上她 面对这些依润声 沈月琳也有点无奈 她秀眉微皱 沉声道 克雷森先生 我对你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希望你不要多想 呵呵 你的眼神欺骗不了我 你就是对我有意思 不然晚宴时 你为何勾引我 克雷森冷冷地扫了沈月琳一眼 很是不屑 她这话一出口 现场又是一片哗然 堂堂临江药业的沈总 无数男人心目中的冰山女神 竟然主动勾引一个男人 这信息着实有些劲爆 沈月琳也是一阵火冒三丈 猛然起身 大声道 克雷森先生 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我什么时候勾引你了 你不记得 那我提醒你 当时你单独向我敬酒 还小声夸赞了我 别以为我不清楚你的心思 克雷森哼了一声 双手直接抱在胸前 听到这话 苏铁顿时有些无语 忍不住苦笑道 克雷森先生 你明明那么普通 为何却能如此地自信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克雷森眉头一皱 又有些不解地望向苏铁 苏铁摇摇头 懒得多解释 只是沉声道 实话跟你说了吧 像你这样的男人 在我们华夏就是垫底的 我师姐怎么会看得上 你这种货色 还是不要自作多情了 哼哼 你们华夏男人 一副病烟烟的样子 恐怕都满足不了 女人的需求 如何能跟我比 克雷森讥讽一笑 接着低头 将苏铁打量了一番 并且故意比了一个小拇指 作者有话说 更新了 更新了 下一张很快就来 第73章 师姐 你笑起来真好看 第73章 师姐 你笑起来真好看 面对克雷森的无差别扫射 还未等苏铁反驳 站在一旁围观的几名 临江市中心医院的男医生们 已然面露怒涩 他娘的 这狗东西 竟然敢说老子小 有胆子跟老子试试 让他知道 什么叫人间大炮 一名身材魁梧 满脸落腮糊的男医生 忍不住直接骂出了声 另外一名体肤有黑 浑身肌肉的男医生 也附和道 不错 他要是敢跟我试试 我保证 让他三天下不了床 其他几名年轻气盛的实习生们 更是撸起袖子 颇有动手的架势 要不是被年长者拦住 恐怕一拳 已经砸在了克雷森的脸上 啪 就在众人正议论之际 一道清脆的声音 忽然传入众人耳朵 抬眼望去 就见克雷森捂着红肿的脸 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苏铁 惊讶道 你 你竟敢打我 你这个病夫 啪 苏铁抬手又是一记耳光 不同的是 这次抽的是克雷森另外半张脸 只见克雷森的脸上 立刻出现两道红肿的手印 由于他皮肤白皙 因此看起来更为明显 着实有些滑稽 克雷森先生 刚才那第一道耳光 是教你如何尊重人 尤其是尊重我们华夏人 第二道耳光 是让你长长记性 好好记住 还第一道耳光的原因 苏铁单手背在身后 平静地望着克雷森 淡淡说道 克雷森丝毫没有理会苏铁的意思 他捂着脸 喘着粗气 怒气冲冲地瞪着苏铁 忽然发出一声咆哮 你敢打我 今天我必须让你付出代价 话音一落 他举起拳头 朝着苏铁面门 便砸了过去 克雷森在国外当健身教练 又练过几年拳击 因此对自己的实力很是自信 尤其还是面对苏铁 这样体型偏瘦的东方男子 在他看来 就算让他打十个都不是问题 只见他这一拳 轰触又快又狠 十分的刚猛有力 仿佛下一秒 便能将苏铁的脑袋直接打爆 小心 围观人群中 一些年轻女护士们 看到这阵势 顿时惊叫连连 纷纷攥紧担紧拳头 在心中为苏铁祈祷起来 苏铁则不慌不忙 站在原地动都没动 只是冷冷地望着克雷森 眼看克雷森那一拳 便要砸在他脸上 他忽然一个闪身躲过 接着抬手猛然抓住克雷森的手腕 顺势用力一推 咔嚓 就听见一声脆响 克雷森魁梧的身体 轰然倒在地上 立刻抱着胳膊 发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 再也爬不起来了 看到这情形 围观的一种医护人员们 立刻爆发一阵叫好声 解气 太解气了 真是没想到 这小伙子看起来挺瘦的 没想到竟然这么能打 那老外连他一招都没接住 真为咱们华夏男儿争气 不错 的确是挺爽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看那老外 好像还有点拳击的底子 实力不弱 就连我也未必能拿下 没想到那小伙子 竟然轻易便将对方打败 看来八成也练过 坐在椅子上的沈月灵 看到这一幕 心情也是颇为畅快 他早就看可雷森不爽了 奈何他一个女人 也奈何不了对方 现在看到对方 被苏铁打得满地爪牙 也不由地笑了起来 师姐 你笑起来真好看 苏铁小声道 闻言 沈月灵脸一红 接着白了苏铁一眼 娇臣道 看来今晚真想去我家了 算了 算了 苏铁连连摆手 心中暗暗叹息 面对这么一个性感小野猫 他可不能保证 每次都能克制得住 万一没忍住破了房 那可就出大事了 胳膊断了 我的胳膊断了 你竟然敢打我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一定不会 就在这时 倒在地上的克雷森 忽然抱着胳膊 大声嚷了起来 放心 只是脱臼了 苏铁不屑一笑 接着才淡淡道 克雷森先生 还是跟我说说你妻子的病情吧 不然 他可真就没救了 未等克雷森开口 急诊室的大门 忽然被人推开 接着就见 一名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身着白大褂 风度翩翩的青年医生 从里面冲了出来 他风风火火地 来到沈月灵身边 急声道 月灵 病院情况十分复杂 我们临江市的医疗条件有限 无法查出病情 我建议马上将他送去 精灵市医院进行医治 什么 送去精灵 沈月灵脸色微微一变 张言点点头 沉声道 不错 只能出此下策 不过你放心 我在精灵市医院也有熟人 可以陪你一起去 说着话 他有意无意地 在沈月灵身上扫了一眼 心中有些激动 灵江市商界有名的兵美人 他又如何能不动心 可惜平时根本无极可乘 现在对方遭遇麻烦 正是俘获美人芳心的最佳时机 他又岂能错过 等一下 不如先让我看看 就在张言正想入飞飞之际 一到不合时宜的声音 忽然打断他思绪 他眉头一皱 忙回头扫了苏铁一眼 有些不约道 你是什么人 好像不是我们医院的吧 难不成是三医院 或者五医院的医生 前来接手病人 可有证明 都不是 我是纪士堂的医生 苏铁摇摇头 连忙如实回答 纪士堂 没听说过 私人医院吧 我们这里试试中心医院 怎么能让你一个 三流医院的医生来治病 我劝你赶紧走人 否则待会保安来了 可不会跟你客气 张言冷哼一声 语气十分的不屑 他还以为 苏铁是逝离哪家 大医院的青年才俊 来跟他抢沈月灵的 没想到就是个 私人小医院的医生 他自然不放在眼里 再说了 让你这么一个 三无医生来治病 人家病人家属 也未必同意 张言冷笑一声 接着回头 准备继续劝说沈月灵 精灵是他的地盘 只要沈月灵愿意过去 他就有一百种方法 将对方拿下 苏铁没有多解释 来的克雷森 淡淡问道 克雷森先生 我现在要去救你妻子 你有意见吗 没 没有 克雷森连连摇头 一脸忌惮地扫了苏铁一眼 即便对方语气平和 但他依旧不敢小觑 尤其是想到 刚才对方那恐怖实力 更是一个不字 也不敢说 苏铁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才回头望向张言 淡淡道 张医生 病人家属已经同意了 现在可以带我去看病人了吗 作者有话说 晚安 求求大家的五星好评 第74章 你做不了主 就由我来做 第74章 你做不了主 就由我来做 你说什么 病人家属同意了 张言愣了一下 有些怀疑地 扫了一眼 站在不远处的克雷森 他刚刚可是见识过 这老外有多挑铁 到医院之后 挑三拣四半天 才从急诊科 十几名医生中 选中了学历和资历 都叫好的他 所以他才想用这个理由 去搪塞苏铁 结果没想到 对方现在竟然会同意 让一个无名小辈 去医治他的妻子 迟一片刻 他才回头望向苏铁 冷冰冰道 那也不行 这不符合我们医院的规定 况且 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万一患者出了事 我可担不起责任 我说了 我是济世堂的医生 病人若是因为我的医治而出事 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苏铁沉声说道 大言不惭 你可知道 患者是什么人 那是沈小姐的朋友 身份何其尊贵 你又算什么东西 你担得起责任吗 张言冷哼一声 语气极为不耐烦 说完 他便继续低头看诊断报告 不再去理会苏铁 他堂堂临江市急诊科副主任 年轻一辈中的翘楚 又岂能跟这种 私人小医院的三流医生扯皮 岂不是显得很掉价 苏铁不由皱了皱眉 病人情况紧急 每耽误一秒 都有可能危及生命 这张医生却为了一己之私 接二连三的阻拦 着实令他有些愤怒 要不是现场人多 影响不好 他早就不客气了 张言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是我专程请来给杨小姐治病的 你凭什么拦着不让 这时 坐在场椅上的沈月灵 忽然发觉情况不对 连忙大声质问道 是 什么 他是你请来的 张言顿时一愣 他还以为苏铁是想讨好沈月灵 自告奋勇前来的 没想到 竟然是被沈月灵邀请来的 而且看沈月灵的驾驶 好像还挺维护对方 着实令他有些不解 迟疑了一下 他才忙陪着笑道 沈小姐 既然是你请来的医生 我们自当放行 不过此事 关乎我临江市中心医院的声誉 我一个小小的急诊科的副主任 可做不了这个主 你做不了主 就由我来做 张言话音刚落 人群中忽然响起一道洪亮的声音 众人连忙抬头望去 就见身着白大褂 满面红光的孙正修 带着中心医院的几名中年医生 踏步走了过来 苏先生 好久不见啊 苏先生 咱们又见面了 待会我还有点中医方面的问题 想请教你 不错 我最近研究中医 也遇到点困难 正想去济石堂找您解答呢 没想到您竟然亲自来了 还未等孙正修开口 跟在他旁边的几名中年医生 先上前拉着苏铁 寒暄起来 苏先生 请教中医 听到这些声音 张言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张开的嘴 半天都没能合上 眼前这些几名医生 看似衣着朴素 实则可都临江市医学界的老前辈 即便放眼整个江南省 那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现在他们对一个 岌岌无名的小辈 竟如同面对师长一般 着实令他有些怀疑人生 而最关键的是 对方好像还是一名中医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向来最反对中医的那帮老家伙 现在竟然学起了中医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张言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要不是亲眼看到 就算打死他 他也不会相信这一切 苏先生 原本刚才我还在跟大家商量 是否去济石堂亲你过来 没想到你倒先来了 真是太好了 孙正修忽然上前 一把握住苏铁的手 十分激动到 苏铁微微一笑 接着忙道 孙院长 病人是我师姐的朋友 他打电话叫我过来 想让我帮忙看看病情 不知道是否方便 方便 当然方便 有你出面 我可就放心了 孙正修连连点头 看向苏铁的眼神 更是充满欣赏 他这倒也不是客套话 而是对苏铁医术的绝对信任 毕竟连赵新城孙女 那种十万火急的情况 苏铁都能令其起死回生 又有什么疾病难得住对方 苏铁微微点头 接着忙道 既然如此 孙院长 时间已然不早 刚才又耽误了一会 还是先让我看看病人吧 好 我去开门 孙正修立刻应了一声 随即主动上前 帮苏铁打开了急诊室的大门 见此情形 张言顿势有些坐不住了 苏铁忽然插这么一手 他趁机接近沈月灵的计划 怕是会前功尽弃 想到这 他急忙上前 将苏铁一行拦住 大急声道 孙院长 您这样做 不符合咱们医院的规定 况且 这姓苏的 又不是咱们医院的医生 万一病人出了事 怕什么 苏先生的医术无庸置疑 要是出了事 由我担着 孙正修眉头一皱 抬手将张言的话打断 与其颇有些不悦 张言平时那盛气凌人的架势 他都看在眼中 早就有些看不惯了 此番又处处为难苏铁 他自然不会给对方半点好脸色 那 那好吧 见孙正修态度坚定 不过很快他便回过神来 病人的情况他早就看过了 情况十分复杂 就凭中医那点手段 根本无济于事 一旦苏铁治疗无果 最终还是只能采纳他的意见 苏先生 张医生年轻气盛 若是冒犯了你 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走进急诊室 孙正修才连忙小声说道 苏铁微微摇头 表示没关系 接着将目光落在了病床之上 正昏迷不醒的女子身上 那女子年龄约莫三十出头 五官端正 容貌娇好 只是脸色异常的白 甚至白得有些泛轻 看起来状态极差 苏先生 我先跟你说说 病人的基本情况吧 稍稍一顿 孙正修才忽然开口道 根据病人家属介绍 患者曾有过酒精过敏的经历 而且也曾因为喝酒而昏迷不醒 因此 我们一开始都怀疑 它是酒精过敏导致的昏迷 不太像 通常酒精过敏之人 身体局部潮红 四肢湿冷 而且血压 血压应该是正常的 苏铁探了探女子的脉搏 淡淡说道 孙正修点点头 沉声道 的确 患者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 包括血肠硅 血清免疫球 蛋白含量 都没有问题 也没有酒精过敏的迹象 但 但就是醒不过来 苏铁微笑道 孙正修苦笑一声 无奈道 不错 我都怀疑 是不是我们的仪器坏了 真是奇怪 我行医几十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刚才我跟几位同僚开了个小会 大家一起探讨了一番病人的情况 也是一无所获 所以才打算请你过来帮忙看看 不知道苏先生可曾见过这种病情 或者说 有没有什么思路 苏铁没有回答孙正修的疑问 而且缓缓来到病床边 详细观察了一番女子的眼白 口腔 以及面部一些情况 就在这时 他的目光 忽然被女子左手手腕上佩戴的 一只翡翠手镯 吸引了目光 第75章 名气 第75章名气 孙院长 看来这小子也诊断不出个所以然 还是听我一句劝 尽快将病人送往精灵 请那边的专家联合会诊 否则再耽搁下去 必定会出事 见苏铁一直没发话 张言连忙上前大声道 他早就料到 苏铁会一无所获 毕竟连他们急诊科的几名专家 动用最尖端的医器 研究了一个多小时 都没能看出病人的病因所在 现在苏铁 仅凭肉眼繁胎 还有中医那点老掉牙的手段 又如何能创造奇迹 想到这 他继续道 孙院长 您若同意 我马上去叫车 正好精灵那边 我也有熟人 我可以全权负责 小张 你急什么 没看见苏先生正在给病人诊治 能不能不要打扰他 见张言上蹿下跳 孙正修有些不耐烦道 张医生 既然你治不好病人 就站在一旁 好好学学苏先生是如何医治的 要是不想学 也可以出去 不错 你不想学 别人还想学呢 万一打扰到苏先生治病 你担得起吗 其他几名中年医生 也对张言有些不满 纷纷开口讨伐起来 文言 张言顿时有点火大 他堂堂临江是医学界 年轻一辈的翘楚 现在竟然被一个无名小卒比了下去 着实有些无法忍受 晨音片刻 他冷哼道 哼 我只是怕病人毁在拥医之手 明明还有的痣 结果却因为某些自私自利的人 而耽误了性命 正聚精会神盯着苏铁的孙正修 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一变 忙回头大声道 张言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某些人自私自利的人 你在寒沙摄影什么 没什么 孙院长想培养自家小辈 我一个小小的急诊科副主任 又能说什么 张言瘫了瘫手 直接坐在一旁 开始玩起了手机 在他看来 孙正修就是想借机培养苏铁 要不然其他医生们 又为何会如此的捧场 你 孙正修顿时期的脑血栓差点饭了 指着张言 半天一句完整话都没能说出来 他为临江市中心医院 勤勤恳恳大半辈子 到头来竟然被污蔑自私自利 着实气得够呛 张医生 看来你对我的意见很深吗 就在这时 苏铁忽然回头望向张言 淡淡笑道 哼 我只对是不对人 某些庸医可不要自作多情 张言轻笑一声 连看都没看苏铁一眼 这时 站在孙正修身旁的 一名中年医生 忍不住沉声道 张言 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先生的医术无庸置疑 之前赵总的孙女 好了 刘主任 八百年前的事 您就不要再提了 不就是那小子 瞎猫撞上死耗子 治好了赵新成的孙女 陈霄早就跟我说过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您老说说 除了这件事 他还有什么成见 张言撇了苏铁一眼 语气更为不屑 那名姓刘的医生张了张嘴 顿时哑口无言 他和苏铁相识不久 还真不太清楚 对方是否还有其他医学成就 既然张医生提到了陈医生 那你应该知道 当时我治病时 他曾说过 我要是能治好病人 他就辞职走人 你可敢跟我打这个赌 苏铁面色不变 只是笑着问道 文言 张言脸上笑容一僵 不由低头沉默 虽然他并不认为 苏铁有医治好 这名患者的能力 但要是 让他拿前途来当赌注 着实还是有些心虚 毕竟陈霄背景深厚 即便离开是中心医院 还有别的出路 他可没有 既然不敢打赌 就马上丢出去 要是再敢打扰我治病 休怪我不客气 苏铁面色忽然一沉 忽然冷冷说道 他声音不大 但语气却冰冷彻骨 张言听在耳朵里 便如同瞬间置身于 北极冰原一般 后心一阵发凉 尤其是看到 苏铁那冷漠的眼神 更是心惊肉跳 仿佛自己胆胆说一个不字 便会死在对方的眼神之下 因此他没敢吭声 只是又忌惮地扫了苏铁一眼 才赶忙仓皇 退出急诊室 直到这时 孙正修才忙望向苏铁 小声询问道 苏医生你可有把握 孙院长放心 我会全力以赴 苏铁脸色再次回复平和 坚定说道 孙正修微微点头 接着拍了拍苏铁的肩膀 正色道 那好 我们就先在外面等着 若有吩咐 尽管招呼 说完 他立刻带领着几名下属 离开病房 听着急诊室大门 传来关闭的声音 苏铁这才转身来到病床前 他将那女子 再次打量了一番 才将目光落在对方 左手手腕的翡翠手镯之上 只见那翡翠手镯 晶莹剔透 纯净细腻 品质极佳 乃是正宗的玻璃中 可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 在那手镯内部 竟然萦绕着一丝 似有似无的血痕 不断流转飘荡 看起来极为诡异 果然是名气 苏铁脸色微微一变 刚才看到这手镯时 他就感觉到 有一股浓郁的阴煞之气 附着在表面 当时他便猜测 这手镯很有可能 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 现在看到这血痕 基本印证了他的想法 此等凶物 固然美妙绝伦 可佩戴余身 又如何能不受影响 苏铁心中暗叹 《太玄经》一道片中记载 阴煞之气侵入身体 轻则疾病缠身 出现幻觉 重则昏迷不醒 气血逆流而亡 这女子身体本就虚弱 经过这阴煞之气的入侵 早已是命悬一线 若是按照张言所说 送往精灵 怕是半路就没命了 她没再多想 而是连忙取出随身携带的针带 平铺在病床边的桌子上 接着心念一动 迅速捏起一枚豪针 直接刺入女子的百慧穴 百慧穴 乃是人体各经脉汇聚之处 能通达阴阳脉络 连贯周身经穴 想要清除对方体内的阴煞之气 从此处入手最佳 豪针刺入 苏铁的手并未离开 而是用大拇指和食指 紧紧地捏住豪针中部 不断转动 与此同时 丝丝灵气顺着豪针 从女子的百慧穴 迅速涌变全身经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就见原本面色煞白的女子 脸色逐渐恢复正常 呼吸也均匀起来 虽然还未苏醒 但基本已经无碍 直到半个小时以后 苏铁这才停了下来 他深吸一口气 接着忙将豪针取回 只是没想到 豪针刚离开女子的百慧穴 立刻变成漆黑色 接着瞬间化为粉碎 苏铁脸色一变 心中不由暗暗吃惊 这阴煞之气竟如此厉害 纯刚打造的豪针 竟然都抵挡不了轻视 若是将这阴煞之气 搜集起来当作武器 恐怕能无往不利吧 苏铁叹息一声 没有细想 而是迅速将目光 落在那只翡翠手镯之上 刚才他只是清除掉了 女子体内的阴煞之气 而这翡翠手镯 才是根源所在 若是不解决 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因此稍作休息 苏铁便忙将女子的手镯取下 准备继续驱散煞气 与此同时 病房外的众人 还在焦急地等待 由于急诊室内 始终没有消息传出 众人的情绪都有些焦虑 尤其是几名负责医治 女子的急诊科医生 更是叹气声不断 在他们看来 孙正修今天的这个决定 实在有些草率 连他们都奈何不了的病人 现在竟然让一个 岌岌无名的年轻医生去医治 实在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要是治好了也就罢了 治不好 岂不是砸了他们急诊科的名声 奈何对方是院长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在一旁生闷气 就在这时 一名手持公文包 外表文质彬彬的青年 和一名两并斑白 身着堂庄的老者 忽然出现在急诊室的走廊 并向孙正修一行 快步走来 第76章 小诊所的三流医生 第76章小诊所的三流医生 这二人虽衣着寻常 但气质着实不凡 尤其是那名堂庄老者 更是神采异议 举手投足间 随着他们的出现 急诊室门前 焦急等待的众医生们 立刻小声议论起来 那不是是中医院的 元老院长吗 他不是已经被 金陵大学医学院 聘为教授了 怎么今天有时间 来咱们中心医院 莫非是病人家属请来的 很快便有人 认出了老者的身份 另外一名急诊科的医生 兴奋道 要真是如此 那就太好了 元老的医学造诣极高 不仅精通中医 对西医的研究 也极为深刻 号称血管中西 他老人家若能出马 这病人有救了 更有一些年长者 已然主动为身边的小辈 科普起这位 元老先生的光辉事迹 元孝廷 江南省医疗协会 创始人之一 临江市中医院的老院长 如今虽然退居二线 但在医疗界的地位 依旧举足轻重 他神乎奇迹的医治手段 更是闻名整个江南省 并连续多年 获得国家级医学类的大奖 因此 看到他出现在这里 临江市中心医院的 一众医生们纷纷面露喜色 尤其是急诊科的那几名医生 更是兴奋地站了起来 他们原本还在担心 凭苏铁那三脚猫的功夫 会不会耽误病人的病情 现在有袁孝廷亲自出手 自然无需多虑 元老 您今天怎么有兴致来我们这 要是有什么事 直接派个下属过来通知医生便可 何须亲自来一趟 这时 孙正修也反应过来 他迅速起身 快步迎了上去 朝着袁孝廷恭敬地行了一礼 虽说 他身为中心医院的院长 单论级别 跟袁孝廷是平级 但面对这种得高望重的老前辈 他丝毫不敢怠慢 稍稍一顿 他才忙回头扫了一眼身边的年轻女护士 提醒道 愣着干什么 快去给元老倒茶 小孙 我今天过来可不是喝茶的 而是有重要的事要办 袁孝廷抬手将女护士拦住 声音渐渐变得严肃起来 孙正修不由一愣 有些好奇道 不知元老有何吩咐 说着话 他有意无意地扫了一眼 站在袁孝廷身边 那名手持公文包的青年 好奇道 元老 这小兄弟 不会是你新收的弟子吧 以前好像没见过 哼哼 我可没这福分 小许是咱们理事长的助理 袁孝廷连忙摆摆手 笑着介绍道 孙院长 久仰大名 听到袁孝廷介绍自己 徐浩忙冲着孙正修 微笑点头示意 接着主动伸出手 孙正修立刻跟青年握了握手 谦虚道 许助理客气了 我哪有什么大名 不过是虚名罢了 倒是你 年轻有为啊 他这倒也不是公为 年纪轻轻 便能做到市长助理这个位置 显然不是凡人 他可以断定 至少三年之内 对方便会得到高升 未来至少也是市长 或者省议级别 若再有些许机遇 直接进入燕京 也不是问题 就是不知道跟苏先生相比 孰优孰劣 孙正修心中不由有些走神 小许 具体情况 还是由你跟孙院长说吧 这时 袁孝廷的声音 忽然打断了他的思绪 许昊应了一声 接着迅速望向孙正修 询问道 孙院长 请问你中心医院 是不是接受了一名 姓娘的女病人 不错 杨小姐正在急诊室抢救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难道她是你的朋友 孙正修迟疑了一下 好奇问道 许昊摇了摇头 忙道 不是 她是理事长朋友的女儿 什么 理事长朋友的女儿 孙正修顿时一阵冷汗 她猜到那名女子身份特殊 却没料到 对方竟然还有这等来头 许昊微微点头 沉声道 杨小姐的父亲 是理事长的至交好友 得知此事之后 她十分关心 要不是省里 有一个重要会议要开 她已然亲自过来了 孙院长可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 明白 明白 我们中心医院 一定会竭尽全力 将杨小姐的病治好 孙正修急忙拍着胸脯保证 开玩笑 理事长亲自过问的病人 她又如何敢轻视 那好 既然孙院长已然派出医生 给杨小姐医治 那我和元老就先在一旁等候 若是有需要 随时吩咐 许昊淡淡说了一声 便和袁孝婷 准备找位置坐下 徐助理 你千万不要相信她的话 他们根本就没有用心 医治我妻子 我要求马上转院 就在这时 克雷森忽然冲上前 拦在许昊面前 大声嚷道 许昊眉头微皱 忙将克雷森打量了一番 疑惑道 你失 徐助理 你不记得我了 我们之前在机场监工面 我是杨雪的丈夫 克雷森一边卖力地比划 一边向许昊自我介绍 闻言 许昊愣了一下 接着忙道 原来是克雷森先生 你放心 中兴医院 是我们临江市最优秀的医院 随院长 也一定会派出最好的医生 去医治你的妻子 徐助理 事情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 他们请来医治我妻子的那名医生 根本就不是他们这里的 而且刚才还打伤了我 克雷森急忙大声道 说着话 他迅速将衣服脱掉 把脱臼的胳膊 展示给许昊看 见此情形 许昊面容顿时一沉 忙回头望向孙正修 皱眉道 孙院长 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他对着傲慢无礼的克雷森 也没有半点好感 但对方毕竟是市长好友 女儿的丈夫 现在被人打了 他也不能坐视不理 徐助理 误会 都是误会 刚才苏医生和克雷森先生 的确有点小冲突 但苏医生的医术无庸置疑 还请你能相信他 孙正修急忙上前 小声解释道 接着 他下意识回头扫了一眼张颜 不用猜他都知道 克雷森的这番话 一定是张颜教的 果然 张颜此时正一脸得意的望向这边 发现他的目光 才迅速低下头 假装挽起了手机 听克雷森先生的意思 你说的那名苏医生 他不是中心医院的 那是哪家医院的 三医院还是五医院 这时 许昊忽然问道 哼 都不是 就是一个小诊所的三流医生 不等孙正修回答 张颜连忙上前 轻笑说道 你说什么 小诊所的三流医生 一听张颜这话 许昊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 他回头望向孙正修 沉声质问道 孙院长 这是怎么回事 你可知杨小姐的身份 她可是咱们临江市政府 专程请来的贵宾 你竟然请一个小诊所的三流医生 来给她治病 到底是什么意思 许助理 误会 苏医生虽然是小诊所的医生 但医术绝对信得过 许昊阴着脸 猛的一挥手 将孙正修的话打断 大声命令道 孙院长 你还是去跟理事长解释吧 现在马上让他信苏的出来 换元老进去 第77章 谁说中医不行 第77章 谁说中医不行 且慢 我还有话说 稍一迟疑 孙正修迅速上前 将许昊和袁孝廷拦住 急声道 许助理 还请听我一句劝 苏医生的医术 绝对不在我等之下 他若治不好杨小姐的病 我甘愿辞职走人 他知道 苏铁现在多半已经到了医治的关键时刻 若是袁孝廷等人贸然闯入 必定会对治疗造成影响 万一出现意外情况 后果不堪设想 不错 我也能证明苏医生的医术 相信只有他能医治好杨小姐 我也能证明苏医生的医术 我也能 很快 其他几名中年医生也纷纷起身 开始为苏铁说话 呵呵 你们还真敢说 中医把麦针灸推拿 那三脚猫的功夫 也敢称医术 恐怕他姓苏的小子 连病因都找不到 与其耽误时间 倒不如尽快将患者送往精灵 请精灵那边的医生 与我们中心医院的医生 联合会诊 这时 张言不屑冷笑 听到他这话 正低头沉思的袁孝廷 脸色骤然一变 冷哼道 张医生 你这话有事偏颇了吧 中医乃是我华夏医学之精髓 不知道救活了多少病人 如何不能称为医术 袁老先生 我不是针对您 您的医术我还是清楚的 张言干咳一声 连忙陪着笑 他刚才太过激动 竟然忘了 袁孝廷也是一名中医 虽然在他看来 对方也不过徒有虚名 但毕竟在中医界 颇有些地位 他可不敢轻易得罪 袁孝廷冷哼一声 转头没再理会张言 接着望向孙政修 好奇道 小孙 那位苏医生是何许人也 莫非是精灵市中医院的苏晨 又或者是宁州苏老神医的孙子 在他印象里 江南省中医界年轻一辈中 姓苏的医生 稍有些名气的 也就这二人了 都不是 是一个 袁老 您若信得过我 就给苏医生一次机会 孙政修陈生道 见对方态度如此坚决 袁孝廷只好点点头 接着忙道 小许 我看不如先让那位苏医生医治 若是实在不行 我再出手也不迟 他其实心中并不太看好苏铁 毕竟病人情况复杂 经验薄弱的年轻医生 很难胜任 但见张言如此轻视中医 着实令他有点不爽 此番也是有意给苏铁一个机会 想让对方给中医争上一口气 既然袁老这样说 那就再等等 不过半个小时以后 要是还没动静 必须立刻换人 许昊犹豫了一下 才沉生说道 随着许昊拍板 众医生这才各回各位 继续望着急诊室的大门 焦急地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急诊室内依旧没有一点动静 起初众人还能勉强稳住心绪 时间一久 渐渐有些坐不住了 孙院长 那位苏医生 怎么还没消息 他到底行不行 理事长都催问了我好几次了 许昊看了一眼手表 很是不耐烦的 另外一名急诊科的医生 也是急升附和道 不错 孙院长 已经过去快两个小时了 怎么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面对众人质疑 孙政修哑口无言 他也不清楚病房内的情况 哼哼 我早就说了 中医也就骗骗老年人 搞搞养生什么的 拿出来治病 纯属笑话 说不定那心疏的小子 早就翻窗户跑了 看到这景象 张言有些幸灾乐祸的 就是 中医到底行不行啊 我看还不如听张医生的 将患者送去精灵 哼 我早就说过 中医根本就不是算作医术 充其量就是医学经验 连现代仪器都检测不出病因 就凭把脉 又能看出什么 随着张言的话一出口 本就对中医有诸多疑问的 急诊科重医生 立刻忍不住抱怨起来 听到这些话 袁孝婷心中着实有些不适滋味 若是平时 谁敢质疑中医 他早就发脾气了 但现在病房内始终没有消息 他也没底气去反驳 只能将怒火强压在心中 心中忍不住暗暗叹息 要是最后 那名姓苏的小辈 非但没能治好病人 还耽误了治疗时间 中医的脸面 可就要丢尽了 想到这 他着实有点后悔 刚才意气用事 不该轻易相信人 谁说中医不行 就在这时 急诊室紧闭的大门内 忽然传来一道洪亮的声音 接着 就见身着一名白大褂 身材高大的青年 踏步走了出来 小笨蛋 他怎么样了 这时 始终躲在人群背后 默默为苏铁祈祷的沈月灵 快步迎上前 关切问道 放心吧 他没事了 苏铁轻轻拍了拍沈月灵的手臂 微笑安慰道 听到他这话 孙政休紧绷的心 顿时缓和了一些 接着他忙上前 再次确认道 苏先生 你说杨小姐的病已经治好了 不错 他已经没事了 谁若不信 可以进去看看 苏铁抬头扫视了一眼中人 淡淡说道 听到他这话 张言第一个先冲进病房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连现代仪器都检测不出的疾病 苏铁 仅凭中医那点手段 竟然能将病人治好 其他医生们也不甘示弱 纷纷抱着怀疑的思绪 迅速涌入病房内 只见病床上的女子 面色已然恢复正常 呼吸也趋于平稳 虽然还会彻底苏醒 但显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看到这情形 围观在一旁的众医生们 立刻一阵沸腾 尤其是急诊科的那几名医生 更是满脸不可思议的望向苏铁 太神奇了 没想到这怪病 还真让他治好了 咱们华夏医学果然不大精深 连现代仪器都无法诊治的病人 竟然都能医治好 实在是大开眼界 不错 以往说我小看中医了 看来以后 我也要找机会学一学 他们这些人 基本都亲自经手过那女子的病情 因此对各种情况更为了解 刚才他们一帮人聚在一起讨论了半天 甚至连临江市其他几个医院的同僚 拉过来探讨 都是一无所获 现在苏铁仅凭一己之力 便将病人治愈 他们又如何能不惊奇 更有甚者 已然有几名急诊科的医生 主动找到苏铁索要电话 并预约时间 想要学习中医了 苏铁自然是来者不拒 他知道彻底扭转整个社会 对中医的偏见实在不太可能 但小范围的改变 还是有机会的 就在众医生围着苏铁提问之际 刚刚回过神的克雷森 忽然冲上前 抱着病床上 渐渐苏醒过来的女子 激动道 亲爱的 你 你终于醒了 我还以为 我没事了 克雷森 我想知道 是谁救了我 我要亲自谢谢他 杨雪轻轻地哼了一声 急忙小声问道 文言 克雷森不由愣了一下 下意识回头望了一眼 站在一旁的苏铁 有些不好意思地干咳了一声 是苏先生救了你 这时 孙正修盲指了指人群中的苏铁 跟杨雪介绍道 苏先生 杨雪盲顺着孙正修的手指方向望去 最终将目光落在苏铁身上 顿时激动道 苏先生 谢谢您救了我 我现在还无法下床 等我身体恢复 一定要重谢您 杨小姐 重谢就不必了 趁此机会 我想让你跟大家澄清一件事 苏铁脸色微变 忽然开口道 第78章 小奶狗变小狼狗 第78章 小奶狗变小狼狗 听到苏铁这话 病房内众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望了过去 苏医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 想让我帮忙澄清 杨雪有些不解 他苏醒过来到现在 除了知道是苏铁救了他 至于其他事 还是一无所知 因此对苏铁这话 有些莫名其妙 苏铁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回身将站在人群背后的沈月灵 拉到杨雪面前 才继续道 杨小姐 你晕倒前曾喝过酒 能否跟我们说说 是怎么回事 哦 这是啊 当时我和月灵聊得开心 就喝了一杯啤酒 怎么 我的病与喝酒有关吗 杨雪有些疑惑地望着苏铁 苏铁摆摆手 接着扫了克雷森一眼 似笑非笑道 不是 我只是想让克雷森先生知道 沈小姐并没有谋害你 什么 月灵谋害我 杨雪顿时摇头不止 没好气道 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可是多年的好姐妹 她怎么可能害我 而且当时她还劝过我 让我别喝酒 说着话 她忙望向克雷森 皱眉道 克雷森 是不是你冤枉月灵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 改改你是非不分 自以为是的性格 你就是不听 还不马上向月灵道歉 杨雪虽大病出狱 但气场十足 一番话出口 克雷森如同饭错的小学生一般 只是唯唯懦懦 半句反驳的话也不敢说 但杨雪批评完后 克雷森才忙望向沈月灵 满脸通红道 沈小姐 对不起 刚才 是我误会你了 希望你能原谅我 不用了 沈月灵随手一挥 如同驱赶苍蝇一般 看都没看克雷森一眼 而是扭头来到苏铁身边 她堂堂临江药业总裁 何曾受到过这种委屈 被冤枉不说 还被当众辱骂 是一个恶毒的女人 要不是苏铁到来 她怕是早就承受不住了 此时又岂能轻易原谅克雷森 被沈月灵直接无视 克雷森顿时有些尴尬 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有些不知所措 见此情形 苏铁忽然上前 冷声说道 克雷森先生 在沈小姐原谅你之前 有句话 我想再次重申 不管你在你们国家是什么样 来到我华夏 便要尊重我华夏人 另外 说实话 与我华夏优秀男儿相比 你真的很普通 她并非牙子逼豹 小肚鸡肠之人 但对克雷森这种傲慢无礼 且不懂尊重人的货色 自然不会有半点好脸色 面对苏铁的批评 克雷森却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 而是连连点头称是并不断向苏铁道歉 要是别人说这番话 她断然不会理会 甚至可能大打出手 但这话出自苏铁之口 她不敢轻视 对方那惊人的武术和医术 实在令她佩服不已 若非碍于病房内不太方便 她甚至都有败苏铁为师的冲动 小笨蛋 谢谢你 其实完全没必要 我也没在意 这时 沈月灵忽然将苏铁拉到一旁 小声说道 虽然令克雷森当众难堪 她心中挺爽的 也颇有大仇得报的感觉 但看着苏铁为她的事如此费心 心中着实有些不太好意思 苏铁明嘴微笑 接着轻轻抓起沈月灵白皙的小手 一字一句道 师姐 对我来说 很有必要 无论如何 我都不允许 你受半点委屈 听到苏铁这话 沈月灵心头忽然一暖 她忽然从眼前这个男人身上 嗅到了一丝奇怪的气息 小奶狗秒变小狼狗 竟然还有点攻气十足的感觉 不过 的确好暖啊 好想再抱抱她 苏医生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请问杨小姐的病 到底是如何引起的 难道真的跟酒精有关 就在沈月灵思绪乱飞之际 一道突如其来的询问 将她打断 抬头望去 只见一名戴着大矿眼镜 外表呆萌可爱的女医生 正满脸崇拜地望着苏铁 苏铁轻轻摇头 笑着回答道 不是 根据我的诊断 她昏迷的原因 并非是酒精所致 而是肝气郁节 上扰轻翘引起的 那为何我们医院的仪器检测不出问题 难道真是仪器太落后了 这时 孙正修也忍不住上前好奇问道 苏铁白白手 侃侃道 孙院长 凭您的医学造诣 应该知道 世间疾病千万种 能被仪器检测出来的 实在是少之又少 所以查不出杨小姐身体的问题 实在很正常 她回答得十分含混不清 甚至有点故弄玄虚的感觉 倒不是不信任孙正修等人 而是煞气之说 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 与其浪费时间解释半天 倒不如换一种 更加令人幸福的答案 不错 不错 现代医学医器 的确有诸多局限性 很多疑难杂症检测不出来 也是正常 是我等用惯了医器 反而有些依赖了 果然 孙正修顿时一连恍然大悟的模样 连忙拍着脑袋 笑着说道 说着话 他忍不住摸着下巴 胆凯道 在这方面 中医的确有独到之处 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就在这时 其他几名急诊科的医生 也忙为在苏铁身边 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 苏医生 我还有问题想问 苏医生 我也有疑问 希望您能解答 苏铁面带笑容 从容不迫地回答着众人的问题 开始还是有关养血的病情 再后来便涉及到中医的各个方面 原本一众对中医极为排斥 甚至可以说反感的青年医生们 此刻听起苏铁讲中医 竟然一个比一个认真 甚至还有拿出笔记本记录的 看到这一幕 站在人群背后的袁孝亭 激动地手臂发颤 忍不住掏出老花镜带上 连连确认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中心医院的医生 学起了中医 这在如今新医为主的大环境下 简直就是奇迹中的奇迹 好好 太好了 有这等闲才 我华夏医学复兴有望了 他深深地注视着苏铁 不断发出感慨 眼神中更是充满欣赏 心中已然开始盘算 如何能将这等闲才收入麾下 而站在袁孝亭身边的许浩 若有所思 由于众医生们的兴致极高 直到半个多小时后 才在孙正修的劝说下 恋恋不舍地离开病房 苏先生 你看大家对你如此热情 倒不如就留在我们中心医院 这样大家都能过来 向你学习中医了 这时 孙正修半开玩笑道 苏铁微微一笑 默然不答 还是那句话 是中心医院 终归是西医的底盘 他若留下 只会自找麻烦 短时间来看 的确能改变一部分人 对中医的态度 但长远来看 必定适得其反 见苏铁没有接话 孙正修心中莫名有点失望 不过脸上却并未有丝毫变化 而是忙继续笑道 苏先生 今天你辛苦了 这样吧 晚上我请客 咱们飓风楼喝一杯如何 酒先不着急喝 还有件事 我想先问清楚 苏铁淡淡一笑 接着 他忽然回头 望向站在急诊室角落里的张言 似笑非笑道 张医生 躲那么远干什么 我记得你 可是杨小姐的主治医生 看到他醒来 你不高兴吗 姓苏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不会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侥幸治好了杨小姐 就想跟我宣传 你们中医吧 实话告诉你 我可没兴趣学 张言不屑一笑 苏铁讥讽一笑 冷冷道 中医可不是什么 阿猫阿狗都配学的 有件事 我需要你如实回答 刚才我给杨小姐 检查身体时 发现他体内有安眠药 是不是你给他服用的 第79章 是人 还是神仙 第79章 是人 还是神仙 什么 安眠药 这话 孙正修脸色骤然一变 连忙望向张言 陈生道 小张 苏先生的话 可是真的 我 我没有 你不许胡说 张言心中顿时咯噔一跳 整个人都有些慌了神 他刚才的确给杨雪 服用了一些安眠药 是因为怕对方忽然醒来 导致拿下沈月灵的计划 会泡汤 只是他事情做得十分隐秘 安眠药的剂量也极其细微 完全可以做到仪器检测不出来 没想到 苏铁竟然连这都能看出来 一时间 这个男人有点可怕 现代仪器检测 不出问题的病人 他能医治好 现代仪器检测不出的安眠药 他也能查出来 这尼玛到底是人 还是神仙 张言来不及细想 私自给病人服用安眠药 可不是一件小事 一旦上面追查下来 他被开除都是小事 甚至很有可能会坐牢 想到这 他急忙大声道 孙院长 这姓苏的小子纯属污蔑 他说 我给杨小姐服用了安眠药 可有证据 虽然他不清楚 苏铁是如何知道 安眠药 但他自信 苏铁一定没有证据 当时他避开了 所有同事和监控 安眠药也是他随身携带的 即便警察过来调查 也查不到他身上 苏铁面色依旧从容 他忽然笑了起来 张医生 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好 我让你死个明白 你千算万算 应该没想到 你给杨小姐服用安眠药时 在杨小姐的嘴角 留下了你的指纹吧 是 什么 听到苏铁这话 张言如同被人当头一棒 双腿易软 险些瘫倒在地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 他的确疏忽了这一点 只是他没想到 连指纹如此细微之处 也让苏铁发现了 不等张言辩解 苏铁冷冷一笑 忽然踏前一步 沉声道 张医生 你身为急诊科的医生 应该知道 在病人病情尚不清楚的情况下 擅自给病人服用安眠药 相当于谋杀 随时都会要了他的命 你到底居心何在 我 我没有 面对苏铁的质问 张言彻底方寸大乱 扑通一声 坐在了椅子上 整个人如同丢了魂似的 他十分清楚这件事的后果 杨雪是市长至交好友的女儿 市长必定会亲自调查此事 一旦证据做实 他撤职处分都是亲的 恐怕要将牢底坐穿了 想到这 他猛然坐起身 拔腿不要逃跑 保安 马上通知保安 给我拦住他 见此情形 孙政休急忙大声嚷道 闻言 站在一旁的克雷森 猛然起身 冷哼道 孙院长 不用叫保安了 交给我来吧 他不屑一笑 飞身便向张言逃跑的方向 追了过去 虽然在苏铁面前不堪一击 但毕竟也是炼家子 克雷森的速度 可不是张言能相比的 几分钟后 就见头破血流的张言 被克雷森揪着的领口 硬生生地从回廊 拖拽到众人面前 你这个佣衣 险些害死了我妻子 我饶不了你 说完 克雷森一巴掌 扇在了张言脸上 只见张言鼻血 瞬间喷涌而出 这位凄惨 围观众人却没有丝毫同情 对于这种人品低劣 败坏医生 名声之人 大家都恨不得 自己亲自动手 苏医生 我把这小子给您带来了 请您发落 克雷森将张言丢在苏铁面前 恭敬请示道 苏铁顿了顿 回头看向站在一旁 始终没开口的许浩 淡淡道 许助理 我对这方面的事不太熟悉 不如就交给你去处理吧 好 我马上通知警察署 派人过来 把人带走 他知道 对方这是给他在市长面前表现的机会 心中不由有些感激 迟疑了一下 他又跟苏铁抱拳示意了一下 这才匆匆离开 不到十分钟 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 便来到中兴医院 简单了解情况之后 迅速将张言带进警车 直接急驰而去 小伙子 你是叫苏铁吗 就在这时 一直在人群中看热闹的袁孝亭 快步来到苏铁面前 好奇问道 苏铁愣了一下 有些疑惑地望向袁孝亭 看对方这衣着不太像是中兴医院的医生 苏先生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临江市中医院的老院长 袁孝亭元老先生 相信你应该知道 这时 孙正休忙上前 微笑介绍道 苏铁顿时愣了一下 袁孝亭这个名字 他可太熟悉了 大学期间 他们教室正中央的题字 就是对方所做 据他了解 这袁孝亭在中医界的地位 堪称泰山北斗 即便如今已然退休 但也是备受敬仰 他也一直想登门拜访 没想到 今天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对方 袁孝 请问您找我有何指教 苏铁有些疑惑道 袁孝亭连连摆手 笑道 是这样的 刚才林业鼠的棚书长 和沈云辉那小子 给我打来电话 向我举荐你 想让我们中医院 给你安排个职务 我本打算明天一早见见你 没想到 今天竟然借中兴医院的地盘 来了得提前面试 的确有着是 袁孝亭的晚辈 是否有资格进入中医院 苏铁微笑问道 袁孝亭连忙拉着苏铁 难掩兴奋道 小苏 实不相瞒 你刚才的表现 我十分满意 你若愿意 我回去就通知院里 给你安排工作 其实彭树铭举荐的时候 他心中着实有些不乐意 毕竟这种走后门的年轻人 他很是看不上 何况还是彭树铭 和沈云辉这种世家子弟举荐的 多半也是顽固子弟 到医院也是混吃等死 此番亲眼见到 心中着实无比的喜爱 袁老 你这有点不地道啊 苏医生可是我先认识的 我早就有聘请他的打算 结果现在反而被你抢了个先 这时 孙正修发觉情况不太对劲 连忙上前道 他多次邀请苏铁 留在市中心医院 结果都被拒绝 原本他准备趁着待会一起吃饭 再好好跟苏铁谈谈 没想到 竟然让袁孝亭插了一手 心中着实有些不悦 袁孝亭轻笑一声 没有理会 他又岂能看不出孙正修的想法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可不是谦让的时候 是中医院这些年 被中心医院打得节节败退 好不容易有一个 能扛大旗的年轻人 他岂能让给孙正修 想到这 他急忙拉着苏铁 笑道 小苏 你若愿意来我愿 除了院长副院长 剩下的职务任你挑选 不 你要是想当院长 我也可以想办法给你安排 一边说着 他故意扫了孙正修一眼 比起经济待遇 中医院能给苏铁的 自然比不过财大气粗的中心医院 但职务方面 那就另当别论了 元老 听你这话的意思 好像我们中心医院 舍不得优待人才是的 那我也说一句 苏先生若是愿意留下 我甘愿让闲 孙正修顿时有点慌了 连忙上前大声说道 让闲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也能让 小苏若来我愿 我还可以帮你加入医疗协会 区区医疗协会 不入也罢 苏先生 你若来我愿 我可以帮你进入省卫生系统 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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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保证将来的是 你小孙还没进卫生系统吧 话不能这样说 我们中心医院就是有优势 有利于年轻人发展 苏先生 听我一句劝 留下来吧 看着临江市西医第一的医院 和中医第一的医院 两名德高望重的院长 现在为争夺苏铁 而丝毫不顾形象 还为离开的几名医生 顿时连连则舌 大丈夫 当如是啊 第八十章 不够诚意 第八十章 不够诚意小孙 你们中心医院 本就人才集结 每年又有大批优秀人才涌入 何必跟我们中医院 这间小庙抢人 见孙正修不肯相让 袁孝廷急得直跺脚 好不容易遇到一位 学识人品俱佳的年轻人 堪称中医界的希望 他实在不想 就这样拱手让给中心医院 孙正修得意一笑 淡淡道 袁老 此言差矣 您老这话 恰恰说明 我们中心医院的环境 更利于苏先生 这等青年才俊发展 将他留在中医院那种地方 岂不是耽误了人家 您于心何忍 小孙 你这话什么意思 论个人发展 我们中医院也不差吧 何况小苏是中医 到我们中医院 完全是学以致用 有什么不好 反倒你们中心医院的中医科 谁不知道 去那就相当于养老 袁孝廷连忙大声反驳道 孙正修笑了笑 淡淡道 既然中医院这么好 那为何现在的年轻人 宁愿来我院养老 也不愿意去中医院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妈 被戳中软肋 袁孝廷顿时气得老脸通红 正欲发脾气 孙正修忽然抬了抬手 将他直接打断 袁老 实话跟您说了 要是换做其他人 我定然不会跟你老相争 但苏医生 另当别论 今日我绝不会相让 哼 那我也跟你说实话 小苏我要定了 你若不同意 老朽今日就不走了 袁孝廷哼了一声 直接一屁股坐在了长椅上 一副要与孙正修对抗到底的架势 看到这情形 苏铁着实有些哭笑不得 他没想到因为自己 竟然让两位老先生 闹起了别扭 孙院长 袁老 你们正来争去 是不是应该问问苏先生的意思 人家也没说 要去你们医院吧 就在这时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许浩 忽然开口笑道 文言 袁孝廷脸色微微一变 忙起声望向苏铁 满脸堆笑道 小苏 刚才我说的 你好好考虑考虑 苏先生 你已经在我们中心医院就过两次人了 说明跟我们这里有缘 我看你 还是留下来吧 孙正修也快步上前 拉着苏铁 急声劝道 苏铁无奈摇头 两位都是医学界数一数二的人物 而且态度也都十分谦和 他一时间 还真是有点 不知道该如何抉择了 由于片刻 他才望向孙正修 正色道 孙院长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但之前我已然答应过朋友去中医院 所以只能让你失望了 思来想去 他决定还是选择中医院 因为他清楚 想要扭转中医的现状 必须先从中医院入手 否则仅凭他一人之力 即便拥有神仙般的医术 也很难改变整体环境 那好吧 听到苏铁的话 孙正修心中顿时空落落的 虽然他早就料到 像苏铁这样的青年才俊 金钱地位根本不是对方的志向所在 反倒整个中心医院 当前对中医的态度 才是阻拦对方的根源所在 但被直接拒绝 心中依旧有些不适滋味 此等人物 若是去了市中医院 要不了几年 便会将市中医院 在临江市的地位提升一大截 甚至超越中心医院 也不是不可能 奈何苏铁已然做出决定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冲着袁孝廷一拱手 极为不情愿道 袁老 恭喜你愿喜的人才 随院长 客见 客见 袁孝廷得意一笑 忍不住又将苏铁打量了一番 心中更是满意无比 片刻之后 他才继续道 小苏 我看不如这样 反正中医院的病人也不多 不如你在中心医院野间的职务 这样也算是给孙院长一个交代 就是不知道 孙院长是否愿意 说着话 袁孝廷笑呵呵地望向孙正修 他对孙正修的医术和医德 还是颇为欣赏 实在不想因为今天这事 而产生矛盾 虽然他清楚对方的心胸 并不会为此而记恨他 但他也着实有些不忍 看到对方如此失落 愿意 我当然愿意 苏先生 你可有此意 孙正修脸色微变 急忙看向苏铁 眼神中充满期待 虽然不能将苏铁真正留在中心医院 但对方能挂个名 也算是给了他一丝安慰 苏铁笑了笑 毫不犹豫到 孙院长若不介意 我当然可以 不过 我平时还有些自己的事 恐怕不能每天都来医院上班 虽然纪食堂和恩纪堂那边 都无需他去操心 但种植草药的是迫在眉睫 他也的确没有太多时间来医院 这个好办 你每个月来两三天就可以了 至于待遇方面 按照正常职工发放 孙正修大手一挥 语气极为的兴奋 他原本都没抱希望了 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此时心中着实激动不已 想到这 他忙道 小苏 那我这就去安排 待会先别急着走 晚上 咱们一起出去吃顿饭 跟苏铁说了一声 孙正修这才匆匆离开 直到这时 袁孝亭才望向苏铁 眯眼笑道 小苏 刚才忘了问你 你想来中医院担了什么职务 你若有兴趣 其实 院长也不是不可以 现任院长是我的学生 他若知道你的实力 一定会心甘情愿地让闲 袁老 你严重了 院长我可担不起 我看不如这样 现在院里哪个课室有空缺 我去补上就行 另外 还是那句话 我平时还有其他事要忙 恐怕不能每天都去院里上班 苏铁连忙道 袁孝亭摆手 笑道 放心 此事 我想过了 就按照孙院长说的 你每个月来两三天就行 万一遇到特殊情况 又或者其他医生 有奈何不了的疾病 你过来搭把手便可 那行 多谢袁老 苏铁微微点头 忙硬道 不用谢 再谢就见外了 行了 我这就回去安排 明天上午你过来一趟 我带你熟悉熟悉院里的环境 袁孝亭拍了拍苏铁的肩膀 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送走袁孝亭不久 孙正修便将一切安排妥当 由于中心医院本就有中医科室 所以他直接给苏铁安排了一个科室主任的头衔 对于这个任命 苏铁着实有些受宠若惊 他深知 是中心医院对科室主任的选拔 有着极高要求 不仅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两篇论文 还要获得过国家级的科研奖项 而他不过是临时聘请来的 甚至可以说 就是一个临时工 根本就没有资格当这个主任 他原本想拒绝 奈何孙正修执意如此 他只能勉强接受 由于时间还早 苏铁上楼熟悉了一番办公环境 随后在一众医生的吉利邀请下 前往飓风楼吃了顿饭 这才回到中心医院 与大师姐一同离开 小笨蛋 今天太谢谢你了 走在岩浆大道上 望着波光玲玲的江面 沈月灵紧的锦铃口 忽然开口道 苏铁忙将外套脱掉 给沈月灵梯上 故意开玩笑道 师姐 光说谢谢 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够诚意 第81章 法尔赛文学顶级大师 第81章法尔赛文学顶级大师 那你想怎么样 师姐以身相许 你又不要 沈月灵忽然停下脚步 抿着小嘴 回头望向苏铁 笑着说道 苏铁笑了笑 忙抬头准备回话 只是还未等他开口 便被眼前的一幕彻底惊呆了 只见沈月灵披散在两肩的头发 随着江峰吹拂缓缓飘荡 加上背景中那一轮明月 令他整个人 如同月宫走出的仙子一般 清新脱俗 美妙动人 尤其是 令人沉醉 所谓的回眸一笑百媚声 大概也不过如此 啊 我要死了 苏铁只觉得心脏狂跳 面对沈月灵 竟然有种说不出的冲动和紧张 这便是仙女吗 嫦娥仙子下凡 怎么了 师姐有那么丑吗 不就是说想嫁给你 你至于吓成这样 沈月灵被苏铁看得有些不自在 连忙羞眉一皱 狠狠在苏铁的手臂上掐了一下 苏铁顿时连连叫疼 接着苦笑道 师姐 你是凡尔赛文学讲得主吧 就你刚才那番话 要是让那些当红小花们听见 还不直接自杀 什么意思 沈月灵有些不解地望向苏铁 苏铁撇了撇嘴 笑道 师姐 你是真不知道自己有多美吗 连你都说自己丑 别人还怎么活 呵呵 算你会说话 沈月灵顿时反应过来 脸颊上不由闪过一丝红霞 心中暗暗想着 这小狼狗 竟然越来越会撩人了 这还得了 对了 你刚才那句话 要是让你三师姐听见 他应该会先杀了你 然后再杀了我 不会吧 三师姐会忍心杀我吗 嗯 应该不忍心 我猜他会先杀了你 然后再自杀 江岸上的冷风 夹杂着欢声笑语 苏铁二人便沿着小路 渐渐来到江滩前 沈月灵紧紧缩在苏铁怀中 望着道玄在江面上的那轮明月 心中忽然萌生一个想法 时间要是永远停止在这一刻 那该多好 对了师姐 你也是老黄的弟子 难道他没有教过你医术 就在这时 苏铁忽然好奇问道 老黄 沈月灵迟疑了一下 才干咳道 你说的是师父吧 他教给每一个弟子的本事都不一样 并未传授过我医术 是吗 那他教给你的是什么本事 苏铁连忙问道 沈月灵顿了顿 忽然道 挣钱 挣钱 苏铁愣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沈月灵认真的点了点头 解释道 师父教了我很多挣钱的方法 灵将药液 就是在他帮助下创建的 好吧 没想到老黄还有这本事 那师父有没有教过你太玄经 苏铁继续问道 沈月灵摇摇头 叹息道 当然没有 不过 我对修炼打坐没兴趣 即便他让我学 我也懒得去学 文言 苏铁心中不由有些小失望 原本他还打算找沈月灵 问问有关太玄经修炼的一些事 见对方这情形 八成也不太清楚 便没再多说 对了 你若想了解太玄经 可以等你七十姐出关后问他 他一定知道 这时沈月灵忽然道 苏铁随口应了一声 也没在意 毕竟相识这么久 他还从未跟七十姐说过话 还不知道何时能见面 二人一边闲聊 一边冒着冷风 一直走到临江渡口 就在这时 沈月灵忽然接到公司打来电话 要回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 这才恋恋不舍地与苏铁分别 苏铁也没停留 而是立刻打车前往大学城 准备接母亲下班 前往大学城的路上 苏铁忍不住将藏在口袋里的那枚玉佩取了出来 看着玉佩之上 那雕琢精妙的朱雀图案 他心中忽然对老黄的身份 更是充满好奇 老黄 太玄真人 苏铁思索了很久 也没想明白这一切 最终只好罢休 虽然他不清楚老黄的身份和意图 但他知道 修炼太玄精至今 对他身体并未造成有害 反而令他体力和力量都得到了提升 最关键的是 还能治病救人 那又何乐而不为 至于那些疑问 苏铁相信 总有一天他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一来二去 他也没再多想 此时更加令他感兴趣的是 明天一早去世中医院 又会遇到什么样的病人 上午七点 苏铁刚醒来 袁孝婷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说是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欢迎仪式 袁老 欢迎仪式就免了 我一个新人 这样招摇 实在有些欠妥 苏铁苦笑摇头 心中暗叹 这袁老也太热情了点 那不行 画篮都准备好了 你不能让我退回去吧 再说了 凭你的实力 应该有这种待遇 袁孝婷信誓旦旦道 见对方极力要求 苏铁也不好拒绝 只能勉强硬了下来 随后 苏铁跟袁孝婷抱了到达时间 便匆匆起床洗漱 接着直接打车 前往市中医院 临江市中医院 创建于建国初期 至今已然有六七十年的历史 即便放眼整个江南省 也极为有名 尤其十二科和内科 更是在中医界 一支独秀 苏铁记得大一时 全班同学曾被导师 带来参观过一次 当时他便曾幻想过 某一天 自己能否坐在那里 给病人治病 当时只是随便想想 他没想到 今天那个梦想真的实现了 着实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哄 苏铁正胡思乱想 出租车忽然来了个急刹车 忽然停了下来 他连忙望向窗外 疑惑到 出什么事了 堵车 没看到吗 司机不耐烦道 苏铁这才注意到 前方的确堵起了一条 长长的车队 好像是有什么领导 来咱们临江视察 也不知道什么级别 竟然还把路封了 排场真够大的 似乎猜到苏铁的疑问 司机又抱怨了几句 闻言 苏铁顿时有些心理 照这样堵下去 怕是今天无法准时到达了 叮铃铃 苏铁正心急如焚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是袁孝廷打来的 他忙接通 就听见听筒内 传来一道有些歉意的声音 小苏 实在抱歉 刚才部队 有一位老领导 路过咱们临江 邀请我和院里的几名医生 过去给他治病 所以 欢迎仪式应该是没有了 没关系 正好我现在被堵在了半路上 应该也赶不上欢迎仪式了 苏铁笑着回了一句 一边说着 他下意识抬头扫了一眼 扬长而去的车队 暗想着 此时坐在某辆车内的 八成就是袁孝廷所说的 部队劳领导了 欢迎仪式不会缺 等我回去再办就是 不过现在只能劳烦 你自己先去院里 现任院长侯建博是我学生 我已经安排他迎接你了 你到了以后 直接去院长办公室 他会安排你入职 袁孝廷急忙继续道 好 我知道了 苏铁随口应了一声 这才挂断电话 就在这时 出租车渐渐发动起来 25分钟后 总算到达目的地 临江市中医院 第82章 皮肤科的第一位病人 第82章皮肤科的第一位病人 由于之前来过几次 因此 苏铁对中医院的布局并不陌生 下车后 他便立刻沿着中医院的银杏小路 来到位于南侧的行政大楼前 根据袁孝廷介绍 现任院长侯建国 就在五楼的办公室 敲开门 办公室内气氛有些严肃 戴着黑矿眼镜 身着蓝色衬衣 头发极为稀疏的侯建国 正站在办公桌前 跟几名年轻医生 谈论病人的病情 病人乃是消可病 久治不遇 伤音好气 谈热郁郁护节 足于落脉 形成微型正假 可以按摩劳工学和泳泉学 药物方面 他侃侃而谈 思路清晰 有理有据 而一旁的年轻医生们 也极为认真 不断用笔记录重点内容 见此情形 苏铁没有上前打扰 而是站在一旁稍坐等待 直到谈论空隙 才忙上前自我介绍道 侯院长 我是 没看到我们正在研究病人的病情 你有什么事 就不知道待会再说 连这点规矩都不懂 你是哪个客的 苏铁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侯建国直接打断 他冷冰冰地扫了苏铁一眼 便继续跟那几名年轻医生 讨论病情 将苏铁直接晾在了一旁 见此情形 苏铁不由皱了皱眉 心中暗想着 这侯建国的态度 也有点太差了吧 但他也懒得计较 便直接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继续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直到半个小时以后 那几名年轻医生 才起身离开 这时 苏铁才重新上前 继续道 侯院长 我是元老介绍过来的 他让我 行了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这件事 你的简历带来了吗 侯建国直接坐在沙发上 伸了个懒腰 很是不屑地瞥了苏铁一眼 语气很是不耐烦 对于这种脱关系 进中医院的年轻人 他心中很是瞧不起 要不是自己老师极力推荐 他根本不会搭理 因此现在见面 自然不会有半点好脸色 简历 元老没跟我说过 我就没准备 苏铁愣了一下 连忙回答道 你连简历都没有 让我怎么给你安排工作 中医虽然没有 细分的那么详细 但像你这样刚毕业的学生 不可能什么病都懂吧 我怎么知道 该把你分到哪一刻 一听苏铁连简历都没准备 侯建国心中 更是有点火大 在他看来 苏铁这完全就是态度问题 仗着有老院长推荐 就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中 将来进入中医院 八成也是 混吃等死的类型 苏铁倒是没在意 只是淡淡道 我看不如这样 医院现在哪个科室缺人 让我过去就行 我基本都懂一些 基本都懂一些 口气还不小 你以为你是谁 话说到一半 侯建国似乎想起了什么 忽然似笑非笑道 这样吧 既然你什么都会 那就去皮肤科 我记得皮肤科那边还缺个主任 你看如何 这植物可不低了 由于有林江市皮肤医院的存在 中医院的皮肤科 在整个院内 都是垫底的存在 三两个月没有一个病人 那都是正常情况 原本他还有点发愁 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苏铁 毕竟这种刚毕业 屁都不懂的顽固子弟 放在哪个科室都是累赘 既然对方没要求 那皮肤科自然是最佳选择 反正你都行 那你就去皮肤科养老吧 苏铁却不清楚这些 只是淡淡道 行啊 那就皮肤科吧 对他来说 每个科室其实都一样 只要能用着老黄 交给他的医术 去治更多的病人就行了 等一下 有一点我还要事先跟你说明 咱们医院虽然是国企 但也要讲效益 每个月治愈的病人要有数量 如果想浑水摸鱼 那院里肯定会扣工资的 这也是元老定下的规矩 侯建国连忙说道 苏铁不由一笑 忽然道 扣工资是不是有点轻了 我看不如这样 如果我的任务不达标 可以直接把我开除 他一眼就能看出 这侯建国的心思 只是他有些不清楚 二人今天第一次见面 对方为何会对他 有如此大的恶意 好 不愧是元老推荐的年轻人 就是有脾气 那就按照你说的 如果任务不达标 就请苏医生自己离开 侯建国生怕苏铁会反悔 赶忙拍板将事情定了下来 心中忍不住哼了一声 就这种靠走关系进中医院的 岂能配得上医生这个称呼 要不是看在老师的面子 他早就派人将其赶走了 几分钟后 侯建国便将一杆证件 全部盖好了印章 苏铁接过之后没有停留 而是直接离开 看着远去的背影 侯建国心中一阵冷笑 傻貌 你自己吹牛 那就怪不得我了 一个月后 我保准你滚蛋 离开院长办公室 苏铁便拿着证明材料 直奔皮肤科 由于是中医院垫底的科室 所以位置极为偏僻 在中医院最深处 一栋二层小楼内 建筑整体十分破旧 据说还是上个世纪的建造的 苏铁到了以后 整个科室内 竟然连一个人也没有 四周也是破破烂烂的 显得极为破败萧条 科室主任办公室内 更是堆放着许多杂物 甚至都有点难以落脚 一来二去 苏铁只能自己动手清理卫生 医生呢 你们这没有医生 苏铁正在清理办公室的柜子 这时院子外 忽然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 抬头望去 就见一名身材高挑 脸上裹着杀精的年轻女子 正站在办公室前四处张望 你是来看病的吧 苏铁微微一顿 连忙起身招呼了一声 听到苏铁的话 女子这才注意到 办公室内的苏铁 她将苏铁打量了一番 有些疑惑到 你是这里的医生 不错 描述一下你的病情吧 苏铁淡淡应了一声 直接坐在了办公桌前的椅子上 并将女子大致扫视了一眼 虽然女子脸上裹着杀精 看不清容貌 但通过周身气息 以及声音 还有一些细节情况 对方的疾病 苏铁心中基本有了数 你就是中医院的皮肤科医生 你们再还有没有其他大夫 女孩再次将苏铁打量了一番 心中着实有些怀疑 对方这也太过年轻了 在她看来 那些医术高的老中医 通常不都是满头银发 仙气飘飘 像这样的年轻人 她心中下意识 便觉得有些不靠谱 没有 其他医生都有是出去了 现在这里就我一个 苏铁淡淡答道 听到苏铁这话 女孩心中更是萌生退役 中医院的皮肤科 本来就不怎么行 又是这么一个年轻医生 她着实有点失望 奈何来都来了 时间又着实紧迫 她也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硬着头皮上前 询问道 医生 请问我这病 你能不能医治 说完 她连忙将裹在脸上的杀金摘掉 第83章 女主播 第83章 女主播杀金摘掉 女孩的面容 便立刻出现在苏铁面前 清纯可爱 甜美动人 颇有些某当红女星的感觉 尤其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更是惹人恋爱 但是在女孩额头 脸颊两侧 以及下巴周围 竟然长满了又红又肿的青春痘 看起来极为不美观 被苏铁盯着脸颊看 女孩有些不好意思 连忙用杀金遮了遮脸 才望向苏铁 急声道 医生 请问我这痘痘能治吗 昨天晚上熬夜 又喝酒了吧 苏铁没有回答 而是抬头扫了一眼女孩 忽然反问道 听到苏铁这话 周盈盈脸色顿时一变 有些惊讶地望着苏铁 忍不住好奇道 你怎么知道 你舌苔发白 眼睛发红 正是脾胃湿热过重 肝火旺盛的症状 而引起这些症状的 最主要的原因 苏铁淡淡解释道 行了 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 就告诉我 我这痘痘能不能消去 需要多长时间 周盈盈有些不耐烦 直接将苏铁的话打断 昨天晚上 和几名好姐妹出去庆祝 没想到一觉醒来 她发现自己的脸上 长了十几个青春痘 连化妆都遮不住 要是平时也就算了 偏偏赶在今天 她正好有个十分重要的演出 着实令她有些崩溃 干她们这一行的 就是靠脸吃饭 要是下午 痘痘不能消下去 丢工作不说 违约金就够她受的 苏铁略一思索 忙回答道 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治疗 两三个小时 基本就能治愈 什么 两三个小时 医生你搞清楚 我说的是 将痘全部消去 而不是止疼 周盈盈顿时愣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要知道 她刚才去了临江市皮肤医院 那边的医生说 最少也要一周才能消除 没想到 苏铁竟然说 只要两三个小时 一时间 她对苏铁更是有些怀疑 毕竟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也太大了 相比起来 她还是更加相信 皮肤医院的医生 毕竟临江市皮肤医院 治疗皮肤疾病 在整个临江市 乃至江南省都出名的 反倒是中医院的皮肤科 着实没什么名气 要不是附近所有医院 她都去变了 她根本不会来这里 医生 你确定两三个小时就能治愈 周盈盈忍不住望着苏铁 再次询问道 苏铁微微点头 淡淡解释道 你这病其实并不严重 两三个小时足矣 当然你要是觉得时间太短不放心 可以选择多待一回 要是病情反复 我可以帮你继续医治 周盈盈心中还是有些怀疑 一来苏铁实在太过年轻 二来对方的反应 跟皮肤科医院医生的反应 出入实在有些太大了 盈盈 你怎么来中医院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治疗皮肤疾病 要去临江市皮肤医院 中医院的皮肤科 那可是咱们临江市最烂的 医生也都是三流货色 纯属骗人的 就在周盈盈徘徊不定之际 办公室门外 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 很快 就见几名花枝招展 年轻漂亮的女孩 从外面快步走了进来 刚才开口说话的那名女孩 身材高挑 穿着一件牛仔吊带包臀裙 下身则是网袜搭配马丁靴 身材性感火辣 气场十足 至于其他女孩 也都是衣着鲜亮 小语 你们怎么来了 皮肤医院那边我去过了 医生说 最起码要七天才能恢复 可我下午就有一场直播 怎么可能等那么久 周盈盈急忙起身 上前抱怨道 那你也不该来中医院吧 连皮肤医院都要七天 他们这里怕是要十天半个月 而且都不一定能治得好 刘诗雨一边说着 一边四处扫视了一眼 看着办公室内破旧的环境 心中更是嫌弃不已 周盈盈迟疑了一下 下意识扫了苏铁一眼 有些没底气道 苏医生刚才说 只要两三个小时就行 两三个小时 开什么玩笑 你这么多痘痘 两三个小时就能全消 她以为她是神仙 刘诗雨连连摇头 一脸看片子式的表情 再次扫了苏铁一眼 其他几名女孩 听到周盈盈的话 也都纷纷表示不幸 三个小时 这也太快了 怎么可能 就算国外 也未必有这技术吧 不错 连咱们临江市治疗皮肤病 最有名的皮肤医院 都要七天 她三个小时便能治愈 岂不是神医了 她要是神医 怎么可能待在这破地方 真当自己是世外高人 面对众女的质疑 苏铁面色不变 只是平静解释道 我说了 周小姐的病 只是小病 两三个小时足矣 我看你就是骗子 还两三个小时 我看交给你 两三个月都未必治得好 说完 刘诗宇哼了一声 拉起周盈盈 便要离开 周盈盈却有些犹豫不定 两三个小时就能治好痘痘 实在太有人了 见此情形 刘诗宇顿时有些急切 忙大声劝道 盈盈 你可千万不能相信这骗子的话 她说三个小时你就信啊 根本不可能的是 万一痘痘没治好 还给你毁容了 那可怎么办 就是 上个月 咱们公司一名女主播 就是信了中医 买了所谓的中草药面膜 说是能美白皮肤 没想到使用之后差点毁容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不错 咱们这些女主播 可都是靠脸吃饭 要是连毁容了 事业也就全完了 你可不能轻信她的话 其他女孩们 也纷纷拉着周盈盈 不断劝说 面对这情形 周盈盈心中纠结万分 下午的演出对她极为重要 是跟一名当红大主播同台出镜 若能成功 她的人气至少能提升两倍 可要是以这种形象出镜 她的前途 恐怕也就彻底完了 而且 之前就有人散播谣言说 她直播时美颜过度 今天她若是以这种容貌 出现在直播间 算是从侧面印证了那个谣言 必定会对她的前途 造成巨大影响 算了 让她试试吧 由于片刻 周盈盈很下心 大声说道 当即 她忙看向苏铁 陈生道 苏医生 你先跟我说说 你打算如何医治我的病吧 很容易 我给你列个清单 你去药房买点药过来 我再告诉你 如何使用 苏铁一边说着 一边拿起笔 很快就将十几种药材的名字 写了下来 周盈盈没有迟疑 迅速拿起苏铁开好的药单 直接前往中医院的药房 不到五分钟 便将列出的药材 全部买了过来 第84章 她又不是神仙 第84章 她又不是神仙苏医生 就凭这些东西 便能治我的病 怎么可能 看着手里 那堆全部加起来 还不到五十块钱的药材 周盈盈更是满腹狐疑 要知道 在临江市皮肤医院 挂个专家号 都要三五百 她怎么都无法相信 苏铁面色淡然 微笑点头道 药不再贵 而在对症 单身 生地 甘草 这些药材虽然常见 但都是治疗挫疮的最佳之物 一边解释 苏铁接过周盈盈买回来的药材 放入提前准备好的石臼中 迅速垂倒起来 几分钟后 石臼内的药材 便全部被倒成了碎渣 苏铁先将药材 导出的药汁和药渣 分别用小碗盛放 又取来竹签 棉签等一系列的工具 一切准备就绪 这才停了下来 周小姐 我现在帮你把药汁涂抹在脸上 苏铁看向满脸疑问的周盈盈 淡淡说道 周盈盈苦着脸 扫了一眼面前 小碗中的墨绿色枝叶 连连摆手道 苏医生 我可不要把这东西抹在脸上 你这到底是什么黑暗料理 真的不会毁容吗 哼 这可是原汁原味的中草药精华 不仅能驱斗 还能美白 比你们平时用的火山泥面膜 要好得多 苏铁随口回答道 美白就不必了 只要能驱斗我就谢天谢地了 周盈盈苦涩一笑 虽然心中对苏铁 依旧还是十分的怀疑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治疗 看到这情形 刘诗宇急忙上前 拉着周盈盈 小声劝道 盈盈 你可想清楚了 这些东西抹在了脸上 真有可能会毁容 没事 我想好了 周盈盈抿了抿小嘴 沉沉地点了点头 他也实在没有选择了 如果不接受苏铁的医治 虽然不用冒险 但前途和事业 也就彻底完了 可要是真能出现奇迹 那一切又另说 已然站在悬崖边上 左右都是一死 为何不赌一把 他也只能在心中祈祷 这位苏医生没有骗他 奇迹真的能出现 那好吧 听你打 见周盈盈铁了心 刘诗宇只能叹息一声 接着又狠狠瞪了苏铁一眼 大声喝道 我们家盈盈 要是出点什么事 我一定会报警抓你 我爸是临江市警察署的署长 他绝对不会放过你 随便你 苏铁随口说了一句 便没再理会 而是迅速取出棉签 开始给周盈盈的脸上 涂抹药汁 盈盈啊 你觉得怎么样 要是不舒服 就马上让他停下来 看着墨绿色的枝叶 涂抹在周盈盈的脸上 刘诗宇着实有些心急如焚 其他女孩也紧握着拳头 无比紧张地望着周盈盈 生怕出现半点问题 周盈盈倒是平和 他轻轻摇了摇头 诺诺道 没事 冰冰凉凉的 没什么感觉 那不就说明没什么用 大家都知道 通常涂抹药膏 脸上都会感到刺痒 这要水涂在脸上 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说明没有效果呀 刘诗宇急忙道 苏铁无奈苦笑 盲解释道 大姐 感到疼 那是因为皮肤对药物过敏 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这要涂着没感觉 说明正好适应她的皮肤 你少跟我说这些 你以为我不懂中医 刘诗宇哼了一声 一副了如指掌的表情 望着苏铁 苏铁也懒得再反驳 而是继续低头 给周盈盈涂抹药汁 好在周盈盈还算配合 不到十分钟 便涂抹结束 行了 接下来只要将剩下的药渣 用纱布敷在脸上 等待两个多小时 你脸上的搓疮 就能全部消失 苏铁长舒一口气 忙开口道 什么 还要把这东西敷在脸上 听到苏铁这话 周盈盈顿时又是花容失色 刚才涂抹那稀奇古怪的药水 已然耗费了她极大的勇气 现在却还要把这些 如同污泥一般的东西 抹在脸上 对于她这种 有点小洁癖的女生来说 简直比刀架 在脖子上还要难以忍受 只是见苏铁一脸坚定的模样 周盈盈也只能硬着头皮硬了下来 几分钟后 苏铁便将用石旧碾碎的药渣 均匀涂抹在了周盈盈的脸上 随即用纱布将她的脸缠绕了一圈 行了 待在一旁休息 时间到了 我会叫你 苏铁随口说了一声 便起身继续打扫卫生 看到这一幕 刘诗宇更是忍不住连连摇头 盈盈 你看这样像是名医吗 连地都要自己扫 哪家医院的名医是这样的 小雨 算了 反正已经让苏医生治了 就看她效果吧 周盈盈苦涩一笑 心中也有些没底 什么苏医生 她是不是医生都不一定吗 现在中医骗子那么多 说不定就是个卖假药的眼狼中 刘诗宇双手抱在胸前 轻哼了一声 她爸前些天就抓了两名卖假药的 自称是某位中医大师的嫡传弟子 研制出的药丸包治百病 后来查清才知道 连一天中医都没学过 所谓的神药也都是面团做的 因此在她看来 像苏铁这种爱吹牛的医生 基本都是一路人 想到这 她冷笑一声 不屑道 连临江市皮肤医院的医生 都要七天才能治愈 她既然说三个小时能治好 那不是吹牛是什么 她要是真能三个小时能治好盈盈 我愿意直接嫁给她 不错 三个小时也太夸张了 就算精灵那边的医生 恐怕也不敢保证 她要是真有这本事 我也愿意嫁给她 另外一名梳着双马尾 穿裙的女孩也捂着小嘴鸡笑道 苏铁只是笑了笑 没有理会这些生意 而是依旧继续清扫卫生 看到这情形 刘诗宇等人也无可奈何 只能坐在一旁 继续等待 由于皮肤科基本没有病人光顾 所以众女都有些昏昏欲睡 尤其是周盈盈 坐在那里也不能玩手机 听着音乐竟然睡着了 行了 时间到了 就在这时 一道温和的声音忽然响起 周盈盈猛然醒来 急忙看了一眼时间 疑惑道 这么快 不是说要三个小时 这才不到两个小时 药材成色不错 所以效果出乎我的意料 应该是差不多了 苏铁一边解释 一边上前 帮周盈盈将脸上的纱布解开 并缓缓用竹签 将对方脸上的药渣清理掉 行了 去卫生间清洗一下 应该就没事了 周盈盈点点头 急忙按照苏铁的指示 匆匆往办公室一旁的洗手间小跑而去 此时她心中对苏铁的治疗效果 既紧张又期待 这么快 到底管不管用啊 看着苏铁气定神仙的样子 刚才那名双马尾女孩 心中有些嘀咕 刘诗宇不屑一笑 我不是说了 她又不是神仙 怎么可能那么快治好 待会盈盈出来后 说不定她又要找什么理由搪塞 反正不管她说什么 只要盈盈脸上的豆媒消掉 咱们都不能放过她 啊 就在刘诗宇话音刚落 卫生间内忽然传来一声尖叫 第85章 登三轮的好腿 第85章登三轮的好腿小雨姐 盈盈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听到这声音 众女脸色纷纷大变 有几人已然吓得站了起来 刘诗宇眉头紧锁 狠狠瞪了苏铁一眼 大声吩咐道 你们把她看住 别让她跑了 我去看看盈盈 说完 她急忙起身 便要冲进卫生间 却不料 还未等她上前 卫生间的门先被推开 接着就见满脸兴奋的周盈盈冲了出来 她快步上前 直接给苏铁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激动到 苏医生 谢谢你 我脸上的痘痘真没了 感受着怀中香软胶躯 苏铁不由正了正 忙干咳咳道 周小姐 没事就好 这时 周盈盈才发觉自己失态了 她轻轻后退了两步 才快步来到刘诗宇等人身边 欣喜道 小语 苏医生的治疗方法 简直太神奇了 我脸上果然连一个痘痘都没有了 听到周盈盈这话 众女这才注意到 周盈盈脸上的青春痘 果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连痘印都没有留下 不 不会吧 这怎么可能 望着周盈盈光洁水润的小脸 刘诗宇有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两个小时 青春痘全消 在她印象中 在如今的医学界 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结果苏铁不仅做到了 甚至可以称得上完美 难道她真是神仙 想到这 刘诗宇忍不住回头又看了苏铁一眼 心中更是有些茫然 盈盈 我发现你不止脸上的青春痘消失了 皮肤也水润 光滑了许多 甚至还白了不少 简直就像化过妆了一般 另外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孩 也满脸惊讶到 周盈盈有些不敢相信 急忙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镜子照了照 果然如对方所说 最令她兴奋的是 她脸上之前晒出的色素般 此时竟然也全部消失 可以说 她现在的脸 便如同婴儿的皮肤一般 没有一丝瑕疵 神奇 简直太神奇了 这可比世界上最好的护肤品 都要强得多啊 周盈盈急忙来到苏铁面前 有些不好意思道 苏医生 真没想到 您的医术竟然这么高 刚才我要是有什么得罪之处 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没关系 不知者无罪 也感谢你相信我的医术 回去以后 多帮我宣传宣传便可 苏铁轻轻一笑 半开玩笑道 周盈盈连连点头 急道 苏医生 您放心 像您这样的神医 我一定会帮您多宣传 苏铁白手笑了笑 也没再多说 而是又叮嘱了周盈盈几句 让她平时注意生活习惯什么的 苏医生 我脸上有很多版 好像是遗传的 不知道能不能屈掉 就在这时 一名穿着露漆装的女孩 忽然来到苏铁面前 急声问道 没等苏铁回答 另外一名身材风鱼的女孩 也急忙拉着苏铁的胳膊 恳求道 苏医生 我脸上有很多痘印 特别难看 求求您帮我治疗一下吧 还有我 苏医生 您能不能让我变白一些 苏医生 我腿上有几处伤疤 是小时候得病留下的 不知道您能否医治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尤其对女孩子来说 更是如此 见周盈盈被苏铁医治之后 皮肤变得晶莹剔透 吹弹可破 众女早已是跃跃欲试 很快便将苏铁围在中间 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 当然可以 你们一个一个来 排好队 我给你们诊治 苏铁面色从容 淡淡说道 她声音不大 但却仿佛拥有极强的力量 以往心高气傲的众女孩们 此刻纷纷乖巧地 在办公室外排起了长队 你这是机体正气不足 外感风邪 静阴肌肤所导致的湿疹 用白鲜皮 土芙苓 肩主服用 便可治愈 你这是风枕团 可用生地 合手屋 当归 防风 你这是 苏铁端坐在办公桌前 不断开出药方 如数家珍 信手拈来 看到这情形 刘诗宇和刚才嘲讽过苏铁的 那名双马尾女孩 心中早已是后悔无比 她们皮肤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缺陷 自然也想求苏铁 也帮她们医治一番 但想起自己刚才那些 出言不逊的话 实在不好意思上前 苏医生 您能不能帮我 也医治一下 我后背有一条伤疤 是小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现在都不敢穿落被装 就在这时 双马尾女孩实在忍不住 小心翼翼地上前问道 见状 刘诗宇也鼓起勇气 急忙道 苏医生 还有我 我天生体毛旺盛 差不多两天就必须用脱毛膏 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帮我 可以是可以 不过 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 自己刚才说过 要是我能治好周小姐 就嫁给我 苏铁抬头扫了二人一眼 轻笑说道 文言 两人脸颊顿时一红 连忙羞涩地低下头 不敢支持苏铁 脸颊更是变得无比滚烫 好哥哥 人家知道错了 求求你就帮帮我吧 稍一迟疑 双马尾女孩忙上前 紧紧地搂着苏铁的胳膊 不断撒娇道 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柔软触感 苏铁不由一正 随即才到 帮你们也不是不行 但我有条件 真的吗 什么条件 我都愿意答应 即便是嫁给你 听到苏铁这话 刘诗宇急忙上前 语气难掩激动 他刚才大致观察了一番苏铁 虽然衣着较为朴素 但长相还真是可圈可点 若能稍加打扮 丝毫不输那些当红小生 加上衣术如此之高 能嫁给这样的男人 倒也不错 嫁给我就不用了 苏铁连忙摆了摆手 接着目光不由自主地 在刘诗宇 那双性感撩人的美腿上扫逝起来 短裙网袜搭配马丁靴 着实令人响如飞飞 苏医生 你想干什么 见苏铁一直盯着自己双腿看 刘诗宇着实有些不太好意思 他下意识用手挡了一下 心想着苏医生 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 苏铁摸了摸下巴 片刻之后 才淡淡到 这么好的一双腿 要是不去登三轮 那就太可惜了 正好我这边有些杂物 你帮我用门口停的那辆三轮车 送到保卫科 让他们帮忙处理了 第86章 小师弟 师姐有病 第86章小师弟 师姐有病登三轮 刘诗宇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好歹也是临江市有名的模特 哪干过这种粗活重活 只是想到苏铁那神奇医术 只能嘟着小嘴 极不情愿地印了下来 苏医生 我也去登三轮吧 我登得很好 从小就会 这时 那名双马尾女孩连忙上前 自告奋勇道 苏铁摆摆手 摇头道 也没多少活 有他一个人就行了 听你这嗓子 应该是唱歌的吧 你去门口叫号 好的 小哥哥 我这就去 双马尾丝毫没有迟疑 一口便印了下来 在他看来 只要能将皮肤变好 别说去门口叫号 就算苏铁做出一些过分的举动 他也勉强能接受 苏铁倒是没在意 而是继续给面前的病人诊治 苏医生 您的医术简直太神奇了 我表妹天生皮肤粗糙 您能不能帮他也医治一番 这时 一名经过苏铁的治疗后 效果极佳的女孩 急忙小声问道 苏铁点点头 但笑道 当然没问题 行医之人 治病救人乃是职责所在 只要不是大奸大恶之徒 我都可以医治 太好了 我这就打电话 让他过来 那名女孩激动跳了起来 连忙掏出手机 便开始拨打电话 苏医生 我闺女吃海鲜过敏 您能不能医治 苏医生 我朋友一到雨季就起湿疹 找了很多医生都无法跟治 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 苏先生 您几点下班 我有个朋友也想过来找你看病 能不能等他一回 刚刚被苏铁医治过的众女孩们 此时再次围在苏铁面前问个不停 不同的是 他们这次大多数都是帮亲戚朋友咨询的 时间还早 我暂时不会下班 你们要是有朋友想来治病 直接过来便可 苏铁微笑说道 有苏铁这句话 众女孩立刻便开始打电话 通知亲戚朋友们过来 一传十 十传百 不到半个小时 从各处涌来的病人 便将狭小的中医院皮肤科 堵得水泄不通 以往空无一人的长廊前 更是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与此同时 不断有被苏铁治愈的病人前来道谢 甚至还有送锦旗的 空置的桌子上 已然摆满了各种答谢小礼品 好在有刘诗宇他们几名女孩 主动留下帮忙 否则仅凭苏铁一个人 还真有点应付不过来 苏铁不知道的是 就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 他的名字 已经在临江市各大微信群 朋友圈里传了个遍 你们有没有听说 临江市中医院皮肤科 来了一位苏小神医 医术特别好 我的皮疹就是他治好的 前后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简直太神奇了 不错 我也听说了 我小侄女的雀斑 也是苏小神医治疗的 涂抹她配置的药膏后 几个小时就消退了一半 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苏小神医的医术 的确很厉害 比临江市皮肤医院 那些医生们强多了 而且据说 他人长得还挺帅 南郊大学城 某美时城内 一名卖凉皮肉夹馍的妇女 正用手机刷着朋友圈 就在这时 她脸色忽然一变 惊讶到 苏小神医 桂兰这不是你儿子苏铁吗 真没想到 这小伙子竟然有出息了 苏铁怎么了 听到对方提起儿子 李桂兰擦了擦手 连忙上前疑惑道 那名妇女忙将手机 递给李桂兰 笑道 你儿子现在已经是名人了 被称为小神医 都说他治疗皮肤病特别厉害 你说的是苏小神医吧 我刚才也看到了 是我远房 一个表姐发来的 据说他医术极高 没想到竟然是桂兰的儿子 看来我也认识名人了 改天能不能让他跟我喝个饮 一鸣路过的大妈 连忙激动道 行 行 当然行 李桂兰连忙笑着硬道 虽然对儿子忽然名气大涨 心中不免有些疑惑 但看到那么多夸赞的话语 心中还是颇有些自得 尤其是看到那些摊贩们 羡慕极度的目光 心中更是油然升起 强烈的自豪感 云山地产顶层 赵兴成一边刷着手机 一边喝着红酒 就在这时 他忽然脸色骤变 忙道 赵兵 你来看看 他们发的这个苏小神医 是不是苏先生 苏先生 赵兵愣了一下 忙接过手机看了一眼 顿时面露惊喜 还真是苏先生 没想到短短几天 他竟然有如此大的名气了 哼 我早就说过了 这位苏先生可不是一般人 你可要诚心与之相交 说不定咱们云山地产 哪天就需要对方帮忙了 赵兴成拍了拍赵兵的肩膀 急忙叮嘱道 赵兵丝毫没有疑意 而是沉沉的点点头 心中若有所思 海园小区 某栋别墅客厅内 爸 我早就说过 苏先生绝非池中之物 如今短短几天时间 已经明冻临江市 怎么可能看得上 小心那丫头 刘振邦刷着朋友圈里 与苏铁相关的 一系列文章和视频 有些心不在焉道 看着苏铁有此等影响力 他心中也颇为欣慰 仿佛苏铁是他亲哥们似的 沈万诚却阴着脸 很是不悦道 我早就让你撮合他俩了 你就是不听 现在可好 我不管 小心和小苏的事 我交给你了 要是办不成 以后别想进家门 好好 我这就去办 见岳父大人发脾气 刘振帮忙硬承道 沈万诚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接着轻难了一声 苏小神医 这个称呼真不错 实至名归啊 开往精灵的一辆高铁上 几名衣着光鲜 外表亲历的女孩 正聚在一起闲聊 你们有没有听说 临江市最近出了一位苏小神医 利用中医治疗皮肤病特别厉害 而且还能美白驱斑 等精灵的演出结束 我也要去找他帮我看看 我也听我姐说了 那位苏小神医的医术的确神奇 我打算过几天就去临江市 找他帮我治病 可惜找他治病的人实在太多 据说已经排到了两个月后了 就在这时 坐在不远处 一名戴着口罩 举止优雅的女子 回头扫视了一眼众人 眼角闪过一丝得意 接着 她掏出手机 点开微信 迅速编辑好一条消息 发送了出去 小师弟 师姐有病 快来给师姐治一治 师姐不想排队 作者有话说 今天三更 我终于淡发话了 配得上一个五星好评吗 第87章 严老的怪病 第87章 严老的怪病 临江市南郊 南西院小区最深处的一栋别墅内 容正卿和几名同僚 应邀前来拜会 从精灵来的几位贵客 同时到场的 还有临江市商界的几位知名人物 此刻 无论他们身居何位 身价几许 都恭敬地站在客厅两侧 目光全部集中在沙发上的两名老者身上 那两名老者 其中一人身着塘装 满头银发 颇有些先锋倒鼓的感觉 另外一名老者 衣着较为朴素 他双眼低垂 眉头微皱 看起来气色有些不佳 但即便如此 依旧难掩那股霸道气息 尤其是他举手投足之间的那股强大气度 更是给人一种极为压抑的感觉 元老 我爷爷得的是什么病 到底能不能治好 这时 站在沙发旁 一名身着鼻挺西装 外表恐无有力的青年 急忙大声询问道 闻言 元孝婷缓缓将手从老者的手腕上挪开 摇头叹息道 颜老的病太过奇特 从脉象上看 好像五脏六腑严重损伤 但通常伤到这种程度 恐怕早就 早就死了吧 见元孝婷没说下去 颜老忽然睁开双眼 冷笑了一声 元孝婷脸色一变 连连摆手 并迅速起身道 颜老 我也是猜测 您千万别见怪 千万别见怪 无妨 其实你说得不错 我这病的确如此 你能看到这一层 已经十分难得了 颜老微笑白手 示意元孝婷坐下 他知道自己的伤十分特殊 加上时间久远 能医治的可能性 本就很小 自从体内伤势加重以来 他已经寻访了江南省的各大名医 始终一无所获 元孝婷还是第一个能探查出 他体内病情的医生 因此 他心中对对方 还是颇为赞赏的 元老 我爷爷这病 真的没法治了吗 刚才那名西装青年 再次急声问道 元孝婷沉音片刻 苦涩道 凭我们临江市中医院的实力 颜老的病 的确无能为力 我看不如尽快送去精灵 说不定那边的医生有办法 无能为力 你们中医院是干什么吃的 都是一群废物吗 我颜家这些年可对你们不薄 你们就是这样报恩的 要是今天你们治不好 我爷爷的病 我让你们都滚回家养老 西装青年顿时爆炸 指着众人 便大喊大叫起来 听到他这话 元孝婷和站在一旁的 中医院几名医生们 脸色纷纷变得极为难看 连忙低下头 小五 不许胡说 还不马上向元先生 他们道歉 颜老眉头一皱 猛地一拍桌子 低声呵斥道 他虽然声音有些气力不足 但毕竟酒居高位 一言出口 如同泰山压顶 立刻令在场诸人为之一阵 西装青年 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连忙闭嘴 没敢再说下去 接着 他忙望向元老 有些不服道 爷爷 我说的也是实话 您操劳一生 不就是为了护佑 他们这些人 结果现在落下一身的伤 他们还治不好您的病 不是废物是什么 胡说八道 那是我应尽的职责 这不是你对元先生无理的理由 元老眉头紧锁 语气低沉 可是 没有可是 马上道歉 元老语气沉重 质地有声 丝毫不容置疑 见此情形 西装青年只能极为不情愿地望向元孝婷 低声道 元老 对不起 刚才是我无理了 没关系 元孝婷随口应了一声 心中也有些没底气 毕竟对方说的都是实话 他的确没有医治元老的能力 甚至连一点缓和的办法都没有 心中也是 十分的愧疚 想到这 他抬头望向元老 自责道 元老 其实一横说的也不无道理 这些年 您帮了我我中医院不少大忙 要是没有您 恐怕也没有我们中医院的今天 我等却连您的病都无能为力 的确有些无能 话不能这样说 我这病太过特殊 并非寻常医生 能医治 我看就算了吧 反正我也活够了 元老连连摆手 笑着说道 语气着实豁达豪漫 爷爷 您别这样说 宁州那边的苏老先生还没过来 说不定他有办法 他号称鬼手 一手的苏门十三真能治百病 医治您的病 自然也不在话下 就在这时 站在一旁的元一横忙 开口劝说道 元孝婷也是点点头 硬喝道 一横说的对 苏老先生的针灸术 放眼整个江南省 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相信他一定有办法 就在这时 站在一旁始终没开口的容正清 犹豫了一下 上前道 听小言少提到苏老神医 我倒是想起 我们临江市的苏小神医 他的医术也极为不凡 我看 不如趁着苏老先生还未到临江 请他先来试试吧 他对苏铁印象不错 也希望对方 能有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 因此 他虽然知道 向病重之人举荐医生 乃是大忌 好奇问道 容书长 你说的不会是苏铁苏医生吧 为等容正清回答 正低头沉思的袁孝婷 脸色顿时一变 容正清愣了一下 疑惑道 怎么 袁老先生 你也听说过苏小神医的名字 何止听过 我现在已经把他请到我们中医院了 而且我还打算培养他当院长 未来再举荐他加入中医协会 提起苏铁 袁孝婷语气颇为得意 仿佛苏铁是他自己家孩子一般 容正清笑着点了点头 十分欣慰道 袁老 你要是有这份心 那可就太好了 我原本还担心苏小神医这等奇才会被埋没 现在可好 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小容 袁先生 你们说的那位苏小神医 到底是什么人 看着这二人忽然如此兴奋 始终闭目养神的袁老 忍不住好奇问了一声 见他开口询问 在场其他几人的目光 也纷纷注视了过来 他们在临江市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这苏小神医的名字 还真未曾听说过 因此都十分的好奇 第88章 关系户 第88章关系户 其实我跟小苏认识没两天 关于他的具体情况 我了解的并不太多 只知道 他在一家小诊所当实习生 今天正式入职我们中医院 袁孝婷缓缓介绍道 小诊所当实习生 容书长你没搞错吧 竟然给我爷爷推荐一个实习生来治病 颜一横脸色一变 冷笑道 连袁老他们这些知名的老中医 都奈何不了我爷爷的怪病 一个实习生能干什么用 请他来吃饭吗 他虽然不懂中医 但也知道中医想要有所成就 首先必须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要是没有十年二十年的魔力 充其量也就是个学徒 更何况还是一个小诊所出来的 小颜少误会了 这位苏小神医并非寻常之辈 他的医术极为不凡 我的老毛病便是信得他出手医治 如今已然痊愈 并在未复发 容正卿急忙上前解释道 不错 小苏的医术的确极高 甚至不在我之下 而且奇招甚多 我不敢保证他百分之百能医治好颜老 但我确定他对颜老的病情 必定会有独到见解 袁孝婷也忙拍着胸脯 大声保证道 他虽未亲眼见过苏铁出手 但经过之前在中兴医院 听着苏铁给那些西医们 讲解中医知识 便能看出对方对中医的理解 已然有着极深的水平 所以他才敢极力推荐 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 既然已经请了苏老先生 现在又请个苏小神医 怕是他老人家会介意 颜一横却有些不悦 大声说道 这次为了请苏老神医 想在爷爷面前表现一番 现在容正卿却要请什么苏小神医 他心中自然十分排斥 听到他这话 袁孝婷也不由犹豫了一下 他知道那位苏老先生的脾气 医术虽然不凡 但向来自视甚高 若被对方知道他们请了他 现在又去请其他人前来 多半会心生不悦 若是苏铁能医治好阎老 那倒也罢了 若是治不好 对方必定不会轻易罢休 甚至还会给苏铁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倒是容正卿毫不犹豫 盲尘声道 没关系 苏老也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了 怎么会跟小苏一个小辈计较 反正他还有两三天才能到临江 不如就让小苏先给阎老看看 说着话 他冷冷扫了言一横一眼 对方刚才质疑苏铁的医术 他心中或多或少有些不服 此番也是有意 想让苏铁前来证明一番 阎老犹豫一片刻 点点头道 既然小荣和袁先生极力推荐 那不妨就让那位小苏过来看看 那好 我这就打个电话问问 看看小苏什么时候能过来 袁孝婷微微点头 忙硬了一声 今天他们中医院着实丢了不小的人 被人指着几两骨都不敢反驳 要是苏铁能治好阎老 他们也就能扬眉吐气了 因此心中也颇有些期待 当即 他连忙到一旁 拨通了侯建国的电话 与此同时 临江市中医院五楼会议室内 侯建国正靠在沙发上 跟几名同聊闲聊 侯院长 我听说元老给咱们中医院 推荐了一位年轻医生 据说医术极高 是不是有这事 一名身着白大褂 年龄约抹三十出头的女医生 笑着问道 另外一名榜大腰圆的中年医生 也忙复合道 不错 元老难得有看得上眼的后背 此次他推荐的青年才俊 医术定然不凡 看来咱们中医院后继有人了 什么狗屁青年才俊 就是个关系货 听到二人提起苏铁 侯建国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他冷哼一声 骂骂咧咧道 真不知道元老乃根筋错乱了 明明有正规考试面试渠道不走 竟然也搞任人为亲那一套 什么意思 难道元老推荐的那名后生不行 女医生不解道 侯建国猛地一拍桌子 大声道 需要靠走关系 才能进咱们中医院的年轻人 你说他能有什么本事 我早就说过 咱们中医院越来越不行 就是毁在这些关系货手里 一帮蠢货 连汤头哥都不会被 硬是塞到我手里 反而真正的好医生被排挤出去 再这样下去 我也不干了 文言 女医生也颇为感同身受道 不错 这帮关系货的确有些差劲 我们科室那小子 两个月了 连学位图还没记清楚 要不是看在他是刘主任的侄子 我早就把他赶走了 关系货的确可恶 元老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 而且我也没听说 他家有这好亲戚 中年医生有些疑惑道 侯建国哼了一声 嚷道 谁知道 也许是他哪个邻居的亲戚 或者是朋友的儿子 元老这人我了解 心肠很软 见不得人求他 或许就是哪个朋友上门求他 他不得已答应了下来 有可能是这样 可也没办法 既然是元老举荐的 谁又能说什么 总不能不收吧 中年医生苦笑摇头 侯建国脸色一变 冷笑道 收当然收 但我早有妙计 保准让那小子一个月后自己滚蛋 真的 女医生忙抬头望向侯建国 神情有些不解 侯建国得意一笑 当即立刻便将自己的计划 跟众人说了一遍 侯院长 你这招觉啊 竟然把那小子安排到皮肤课 看来要不了一个月 他自己就会走了 中年医生顿时朝着侯建国 竖起了大拇指 始终坐在一旁没发话的几名医生 也纷纷点头称赞 在他们看来 对待关系户就是要如此 叮铃铃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侯建国扫了一眼手机 连忙拿起接通 好奇道 元老 您不是给元老治病去了 有什么事吗 小苏应该已经到了吧 你让他下班后先别走 我有点事要请他帮忙 小苏 您说的是苏铁吧 听着电话那边 袁孝婷激动的语气 侯建国心中更是有些不满 他脸色瞬间一沉 冷冷道 元老 那姓苏的小子 到底是什么来路 至于让您如此关心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他是咱们中医院未来的希望 行了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待会我亲自回去一趟 元孝婷有些迫不及待道 侯建国文言更是不解 疑惑道 元老 您不是去给元老治病了 找他一个关系户做什么 关系户 什么关系户 元老的病有些棘手 我想请小苏过来看看 说不定他有办法 元孝婷回答道 您说请他去给元老治病 侯建国顿时愣了一下 还以为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找一个关系户 去给如此重要的人物治病 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第89章 苏小神医都不知道 第89章苏小神医都不知道 不错 不仅是我 连容署长也极力推荐小苏 要是他有办法治好元老 咱们中医院就能挣回这口气了 元孝婷深深叹息一声 容 容署长也推荐 侯建国更是满头问号 心中暗想着 这苏铁到底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 不仅能让元孝婷训私 还能让容正清甘愿为其冒险 要知道 那位阎老先生可非寻常之人 派去给他治病的医生 哪位不是中医界的知名大佬 现在却推荐一个年轻小辈前往 一旦出点什么事 后果着实不堪设想 苏铁又是中医院的人 上面怪罪下来 整个中医院都要被牵连 别的他可以不管 但身为中医院的院长 涉及中医院的集体利益 他不能任由元孝婷独断专行 想到这 他连忙道 元老 事关重大 我看还是让我带几个人去吧 说不定 我们能有好办法 你们不行 元老的病情极为复杂 连我都没有办法 你们去了也是白大 我看就让小苏过来 相信他一定可以 元孝婷连忙催促道 连您都没办法 那姓苏的小子 去了又能如何 就凭他那点能耐 就能医治元老 侯建国忍不住冷笑一声 心想去暗叹 元老不会真是老糊涂了 放着他们这帮民意不找 偏偏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辈 为了培养后辈 也太不把整个中医院的名声当回事了 元孝婷倒是不清楚侯建国的想法 只是急声道 小苏虽然年轻 但医术着实不凡 尤其是对中医的理解 丝毫不在我之下 行了 你少废话 马上去问问他有没有时间 我待会亲自回去一趟 那好吧 我这就去问问 见元孝婷有些发脾气 侯建国也不敢再说什么 只是随口应成了几声 心中却暗想 在皮肤科上班又岂能没时间 况且 若是让对方知道 能去医治元老这等大人物 恐怕就算死了爹 也会毫不犹豫地前往 院长 什么情况 看到侯建国脸色对劲 那名榜大妖元的中年医生 好奇问道 侯建国哼了一声 猛地坐回沙发上 怒道 也不知道元老哪根筋错乱了 竟然要请那小子去给元老治病 你说他何德何能 什么 请一个关系护给元老治病 元老最近是怎么了 他难道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 身份如此尊贵的人物 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 咱们中医院哪担得起 那名女医生秀眉微皱 语气也有些不悦 侯建国叹了口气 无奈道 罢了 元老发话 咱们也只能照办 正好今天没事 大家一同过去 也让你们见识见识 那小子是什么德性 当即 在侯建国的带领下 临江市中医院的几名领导 纷纷起身 一同有说有笑地 往皮肤科走去 没想到还未到皮肤科 就听见四处传来嘈杂声音 有几名年轻女医生 更是急匆匆地从一旁跑了过去 直接无视了侯建国等几名领导 老梁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看到这情形 侯建国脸色微微一变 站在他旁边的那颗梁主任 也是一脸迷茫 摇头道 不清楚 该不会是有急诊吧 别胡说 咱们中医院的皮肤科来病人都难 怎么可能有急诊 侯建国身后的骨科赵主任 摸着光秃秃的脑袋 皱眉道 其他几名医生 此时也都是一脸迷茫地 望着皮肤科门诊方向 都有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到三分钟 一行人便来到皮肤科二层小楼前 望着眼前的场面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只见向来安静的皮肤科门诊前 竟然排起了十几米的队伍 甚至连旁边的精神科门诊大门 都被拦了一半 最令侯建国等人恶然的是 排队的人群中 竟然还有几名医生 有中医院的 还有临江市其他几家医院的 到底出什么事了 不会是那小子治坏了病人 人家病人家属找上门了吧 侯建国摸着脑袋 脸上写满了问号 稍一迟疑 他连忙将正在排队的 一名青年医生拦住 急忙道 小王 出什么事了 院长 您还不知道吧 咱们皮肤科来了一位苏小神医 治疗皮肤病的水平极高 我正好下班 想过来找他给我看到我的脱发 姓王的年轻医生 笑眯眯地跟侯建国说了一声 便匆匆跟上了排队的队伍 苏小神医 治疗皮肤病的医术极高 侯建国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 要不是还能感受到凉风吹拂 他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连苏小神医都不知道 干什么吃的 朋友圈都传遍了 他的医术那是真高 我二婶的妹妹得的皮疹 经过苏小神医的医治 三个多小时就痊愈了 不错 我表姐也是 十多年的老毛病 苏小神医开了个药方 满脸疑问 排队的众人还以为他不认识苏铁 于是主动为他科普了起来 甚至还有几名大妈 向侯建国打起了广告 侯院长 这是怎么回事 望着坐在办公室内 气定神闲为病人们诊治的苏铁 刚才那名中年医生 忍不住小声问道 那名女医生也是苦笑道 侯院长 这可不像是关系户 看来元老推荐的 真是一位人才 是您怠慢人家了 侯建国张了张嘴 最终又咽了回去 他终于明白 向来严谨的袁孝婷 为何会魄力推荐一个小辈来医院 因为对方的确有这个资格 他来不及细想 连忙快步来到苏铁面前 挤出笑容道 小苏 刚才元老打来电话 想请你去给元老看看病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你这是班徒 俗称鬼剃头 多半是气血双虚 肾气不足 血于毛鞘导致的 白竹红花汤可治 苏铁没有理会侯建国 而是笑着跟面前的病人介绍病情 同时手中迅速给对方 写下了相对应的药方 被直接无视 侯建国脸色顿时一沉 但他知道 是他怠慢了苏铁 现在有求于人 只能硬着头皮 忙继续道 小苏 之前的确是我的错 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你 侯院长 你没看到 我在给病人治病 苏铁一边跟起身道谢的病人挥手示意 一边回头不耐烦地扫了侯建国一眼 接着才云淡风轻道 这样吧 等给这些病人们看完 你再来找我吧 第九十章 这秃子是谁 第九十章 这秃子是谁 小苏 你什么意思 这里少说 也有上百号病人 等你看完 岂不是要到侯年满月了 侯建国回头扫尸了一眼满院子的病人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不用猜他也知道 苏铁就是在故意刁难他 他大小也是个院长 主动过来求苏铁 已然是下了极大的决心 结果对方还不给面子 着实令他愤怒无比 苏医生 之前的确是侯院长怠慢了你 他也已经道歉了 你也就不要再耍性子了 万一耽误了阎老的病情 对你 对咱们中医院 都不是一件好事 不错 小苏 孰轻孰重 你要考虑清楚 阎老的身份 相信也不用我多说 一旦将他治好 比你在这里治好几百几千的病人多管用 站在侯建国身后的几名中医院的领导 也急忙上前软硬兼湿道 苏铁面色始终不变 只是继续给病人诊治 再次将侯建国等人无视了 见此情形 侯建国更是气得手臂发抖 他猛然将苏铁面前的病人推开 怒道 小苏 阎老身份尊贵 我建议你 还是去看看 这边的病人 可以交给其他医生处理 接二连三地被拒绝 还是当着这么多同事的面 他脸上着实有点挂不住 要不是看在袁孝廷的份上 他怕是早就通知保安 将苏铁架走了 苏铁脸色始终古井不波 只是抬头扫了侯建国一眼 冷冷道 侯院长 在我看来 所有病人都是一样 没有什么尊贵卑微一说 好 说得太好了 真不愧是小神医 医术品德 都配得上这个称呼 听到苏铁的话 早就对侯建国等人不满的病人们 立刻发出一阵喝彩 更有些病人 已然小声议论起来 这兔子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敢来打扰苏小神医 给大家治病 不会是来闹事的吧 我看像是来插队的 太不像话了 到底有没有用人管 要是保安不管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由于排了半天的队 众人本就有些心急 现在建侯建国屡屡打断 打断苏铁的医治 自然不会有半点好脸色 有几名身材魁梧的病人 甚至主动上前 将侯建国等人围了起来 颇有动手的架势 看到这情形 侯建国顿时有点心慌 连忙望向苏铁 急声道 苏医生 你可要想好了 是阎老请你去看病 你可不要不识抬举 侯院长 我说过很多遍了 在我眼中 任何病人都是一样的 想找我治病 那就排队 苏铁扫了侯建国一眼 语气瞬间凌厉了几分 好好 这是你说的 我就不信没有你 颜老的病就治不好了 面对群情积愤的病人们 侯建国也不敢再再说什么 只是猛然一挥手 立刻冲出人群 苏铁倒是没在意 而是继续给病人诊治 奶奶的 这小子年龄不大 没想到架子还挺大 走出皮肤科门诊 侯建国气得直跺脚 他堂堂临江市中医院的院长 在中医界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何曾受过这等羞辱 着实有些咽不下这口气 站在一旁的中年医生 苦笑一声 忙小声劝道 院长 他毕竟是元老请的人 我看您 还是先跟元老说说吧 罢了 我亲自去一趟 就不信元老的病 我就治不好 侯建国哼了一声 又回头狠狠瞪了苏铁一眼 这才气呼呼地离开 心中已然在思索 等自己 将那位元老的病治好后 再回来收拾苏铁 兰西院别墅内 袁孝亭和荣正亲二人 正眉飞色舞地 跟众人介绍苏铁的事迹 阎老 我敢保证 小苏对中医的理解 绝不在我之下 甚至远远胜过我 假以时日 必定会有大成就 袁孝亭笑着说道 荣正亲也连连附和道 医术方面我不清楚 但小苏的品性我很欣赏 为人成熟稳重 算是我见过的 年轻一辈中最优秀的 哼 听元老这话 我倒还真有点想见见 那位苏医生了 站在一旁的颜一横 冷笑一声 他在年轻一辈中 夸赞另外一名青年最优秀 心中或多或少 有些不乐意 而且也多有些不屑 在他看来 区区一个医生 就算再出色 又能如何 无非是给人看病的 严正峰也是白白手 笑道 袁先生 这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呀 年轻人还是需要多魔力 不过你也无需担心 我今天可以给他这个机会 无论他能否医治我的病 只要人品可以 我都会拉他一把 在他看来 袁孝亭和荣正亲 如此卖力地夸赞苏铁 无非是想求他帮忙提拔 因此心中或多或少有些不悦 要不是二人与他关系亲近 早就被他赶出去了 严老 您误会了 我不是这意思 袁孝亭苦笑摇头 心中暗自感慨 就凭苏铁的医术 早晚都有一跃而起的那一天 又和虚他人的帮助 好了袁先生 还是说说别的吧 这小苏到底如何 还是要等他来了再说 严正峰轻轻摆了摆手 将袁孝亭的话打断 就在众人闲聊之际 别墅大门忽然被推开 接着就见侯建国和中医院的几名医生 快步走了进来 怎么样 小苏怎么没来 袁孝亭扫视了一眼四周 疑惑问道 见袁孝亭如此关切苏铁 侯建国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他强忍着愤怒 冷声道 袁老 那小子说了 他还要给其他病人治病 没时间过来 什么 给其他病人治病 难道他不知道 是我爷爷请他过来的 严一横眉头一皱 连忙大声道 在他看来 任何医生得知 有机会给他爷爷治病 那还不马上推掉任何事前来 结果这姓苏的小子 竟然如此不识抬举 侯建国贪了贪手 冷笑道 我说了 但他说 袁老和普通病人没有什么区别 也要排队才行 好大的口气 他以为他是什么人 竟敢不把我爷爷放在眼里 我这就去找他 让他知道 什么叫天高地厚 袁一横呼的一下 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脸色也变得无比阴沉 他原本对苏铁就有些敌意 此番见对方竟然如此狂妄 心中着实火大 这时 严正峰抬了抬手 示意严一横坐下 接着才皱眉道 小五 苏医生说的也没错 我跟普通病人都一样 没有什么尊卑之分 可那小子也太猖狂了 严一横有些不甘心道 严正峰摇了摇头 冷冷道 罢了 既然苏医生看不上我这老头子 还是等苏老先生前来吧 他在江南省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不知道多少名医求着给他治病 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辈 架子竟然这么大 他心中自然也有些不满 严老 晚辈不才 也粗通些医术 不知能否让我先给您诊治一番 见此情形 侯建国瞅准时机 急忙上前恭敬道 第九十一章 明师高徒 第九十一章 明师高徒 建国 你想做什么 严老的病 可不是你能医治的 建侯建国忽然做出如此举动 袁孝廷脸色顿时一变 急忙冷声呵斥道 经过刚才一番诊治 他虽然无法确定严正峰的兵营所在 但却能感觉到 对方体内的伤十分蹊跷 根本不是普通医生所能医治的 侯建国是他的学生 医术如何 他很清楚 遇到寻常疾病 自然不在话下 但像严老这种怪病 着实有待伤阙 若是贸然出手 反而会误入歧途 最终酿成大祸 想到这 他忙将侯建国拉到一旁 继续劝说道 你有治病救人的心是好的 但严老的病 绝非你想象那般简单 切莫逞能 我看还是先请小苏过来看看 小苏 小苏 人家小苏不愿意来 能有什么办法 况且 我精灵中医大学毕业 又有二三十年的临床经验 难道医术 还不如一个出出茅庐的小子 听到袁孝廷提起苏帖 侯建国顿时有些气愤 想到他一个入室弟子 在自己老实心目中的地位 竟然还不如一个关系户 与其不免有些酸酸的 袁孝廷应着脸 沉声道 建国 你瞒不了我 小苏的性格我知道 绝不是那种瞒不讲理的年轻人 定然是你怠慢了他 所以他才不肯帮忙骂 被袁孝廷说中 侯建国老脸顿时一阵通红 连忙低着头 没敢吭声 袁先生 这位是何人 这时 始终没开口的严正锋 饶有兴趣地扫了侯建国一眼 好奇问道 严老 晚辈侯建国 乃是现任临江市中医院院长 袁老的弟子 侯建国急忙上前 自我介绍道 哦 原来是袁先生的门声 严正锋微微眯起双眼 接着微笑问道 小侯 听你的意思 有办法医治老小的病 晚辈不敢保证 一定有办法 总比那什么所谓的小神医要强一些 侯建国忙回答道 还不忘明朝暗讽一番苏铁 听到对方对苏铁出言不逊 容正卿眉头不由皱了皱 忙上前想要反驳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对方毕竟是袁孝廷的弟子 又是中医院的院长 当着严正锋和一众同僚的面 他也实在不太方便撕破脸 因此 只是冷冷地扫了侯建国一眼 便继续低头沉思 既然是袁先生的弟子 又有这份心 那就来试着帮我整治一番吧 这时 严正锋忽然道 侯建国心中一喜 立刻上前拱手道 多谢严老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说完 他便迅速坐在沙发上 开始给严正锋把脉 只见他微微眯起双眼 手指轻轻搭在严正锋的脉搏上 口中念念有词 似乎在盘算什么 看起来有些怪异 见状 严一横忍不住好奇道 侯院长 你这是什么招数 不会是什么法术咒语吧 小言少 你有所不知 这是我们侯院长自创的把脉手法 能观察到病人更深层次的疾病 有时候连现代仪器都检测不出的问题 经过他一把脉 就能轻易查出 站在一旁的一名青年医生 盲笑着介绍 眼神中更是充斥着浓浓的钦佩之色 呵呵 真有那么神奇吗 我可不太相信 人怎么能跟仪器相比 严一横摇了摇头 他对中医 终归还是半信半疑 寻常治病手法还行 像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基本抱着怀疑的态度 要不是家里人极力要求 他早就把爷爷送往国外医治了 侯建国面色不变 嘴角不由闪过一丝得意 片刻之后 他才缓缓将手挪开 云淡风轻道 盐老 根据您的脉相来看 应该是早些年身体受过极为严重的内伤 并且伤及五脏六腑 由于当时医治条件较差 所以治疗的并不彻底 导致如今病情愈发严重 我没说错吧 听到他这话 正闭目养神的严正风 眼睛顿时一亮 惊讶道 小猴 看不出来 你这医术还真不错吗 果然明示高徒 竟然如此轻易 便能诊治出我的病症所在 严一横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他没想到这侯建国名气不大 竟然真有点本事 连他爷爷当时医治的情况 对方都能看出来 面对严正风的夸赞 侯建国心中一阵自得 稍一停顿 才继续道 严老 我不仅能诊治出您的病症所在 还能医治您的病 哦 你说说看 严正风迫不及待道 侯建国点头 回道 您的病 我曾在一本古书上见过 想要彻底治愈 必须用百年野山餐 熬制成汤药服用 三日方可见效 只是 话说到一半 侯建国忽然顿了顿 苦笑道 只是百年野山餐 实在有些罕见 我们中医院也没有现成的 一时半会 怕是不好找 这你无需担心 我那正好有一根上百年的野山餐 是我去年在一个拍卖会上拍到的 本就是为了拿来 医治我爷爷的病 可惜我们都不会使用 因此一直存放在家中 我现在 就派人拿过来 一听能医治爷爷的怪病 严一横也来了兴致 忙跟侯建国说了一声 便立刻吩咐手下 将他家中的那根百年野山餐拿出来 很快 一名年轻女孩 便捧着一个檀木制作的盒子 来到众人面前 盒盖打开 里面果然存放着一根人参 大约有七八两的样子 五行俱全 橙色极佳 一看就是难得的极品 侯院长 你来看看 这人参是否能医治我的病 严正锋忙将木合递到侯建国面前 急切问道 可以 当然可以 这野山餐没有上百年 也至少有七八十年了 而且橙色着实不错 用来医治您的病足够了 侯建国连连点头 兴奋说道 想到马上就能用这只人参 医治好严正锋的怪病 他心中就激动不已 要知道 对方这病 可是请了江南省中医界 不少大家都奈何不了 连他师父袁孝婷也无能为力 他若能治好 将来被提拔到是其次 以后他在江南省中医界的地位 也能再上升一步 甚至能达到与自己的老师 平起平坐的程度 到那时 区区一个苏铁 他还不是想办就办 想到这 他立刻接过野山餐 便准备前去监药 等等 建国 听我一句劝 严老的病极为特殊 我不建议你如此草率 便做出决定 就在这时 袁孝婷忽然上前 将侯建国一把拦住 第九十二章 野山餐 第九十二章 野山餐侯建国 毕竟是自己门下弟子 纵然刚才对他多有不敬 但袁孝婷心中 还是不忍看着对方走上绝路 他行医几十年 深知面对严正峰这种级别的病人 若能治好了也就罢了 一旦出现变故 坐牢都是轻的 甚至有可能身败名裂 前途近毁 要不是苏铁真正拥有大能耐 他也万万不会推荐对方前来 侯建国却一脸不以为然道 袁老 我已然经过深思熟虑 而且有着十足的把握 一定能治好袁老的怪病 反倒是您 说着话 他不屑一笑 冷冷道 袁老 您是我们中医院的袁老 也是我的老师 您想给那信苏的小子表现的机会 我没意见 但今天不是时候 袁老的病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说完 他直接转过头 不再去理会袁孝婷 在他看来 袁孝婷就是想培养苏铁 所以才处处阻拦他 因此心中很是不满 怎么 袁先生莫非有不同意见 这时 袁正峰也发觉情况不对 不由皱了皱眉 好奇问道 袁孝婷犹豫片刻 忙道 袁老 人身乃是要中极品 百年野山餐更是如此 但服用时 对身体的承受度要求也极高 您年事已高 体内伤势又极重 根本承受不了野山餐的药效 到最后 能否医治您的病不好说 反而会对您身体有害 是这样吗 袁正峰回头望向侯建国 满脸疑惑道 袁老 我看是袁老多虑了 凭您的身体 区区百年野山餐的药效 根本不在话下 侯建国阴着脸 连忙大声道 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表现 自己的绝佳机会 他岂能轻易罢休 纵然有些冒险 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见状 袁孝婷更是有些恼火 忍不住指着侯建国 呵斥道 简直胡说八道 袁老身体如何 别人看不出来 你还看不出来 何况 是要三分毒 药效越强 毒性也就越大 稍有不慎 便是万劫不复 这道理 你不可能不懂 你可不能为了自己 而不考虑病人的情况 那又如何 我早有把握 若是阎老有什么闪失 我愿一命抵一命 侯建国冷冷道 一命抵一命 说得轻巧 你可想过 一旦出事 整个中医院都要跟着你完蛋 袁孝婷脸色铁青 压着声音 咬牙切齿道 听到这话 侯建国也不敢再继续反驳 只是站在一旁默不作声 袁老 我看你想多了 不就是一根人参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爷爷身体硬往得很 这时 炎翼横忙上前 笑着说道 毕竟侯建国使用的是他买来的野山餐 要是真能将他爷爷的怪病治好 那他也是大功一剑 自然不肯轻易放弃 袁孝婷无奈摇头 盲解释道 人参又称为地精 鬼盖 乃是百草之王 药效之强 寻常药材 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百年野山餐更是难得的灵物 即便壮年之人 也不敢轻易服用 又何况盐老如此虚弱的身体 什么灵物 袁先生 你太夸张了 不就是一块草药 能不能治我的并我不确定 但要说我扛不住药性 实在有些危言耸听 严正风连连白首 语气也多有些不悦 在他看来 袁孝婷多半还是因为推荐苏铁不成 所以故意找侯建国的茶 想到这 他回头望向侯建国 微笑道 小侯 你说说你的想法吧 侯建国点了点头 下意识扫了袁孝婷一眼 才硬着头皮上前 沉声道 刚才我给您把脉 发现您的五脏六腑都受到严重损伤 此等情况下 只有百年野山餐才能医治您的病 百年野山餐药效极强 使用起来的确有一定的危险 但若由我来监主 完全可以避免这些情况发生 况且 您的病十分特殊 若是始终瞻前顾后 那永远也没得治了 听到他这番介绍 严正风不由轻吕胡须 眼神中闪过一丝赞赏 他虽然不懂中医 但心中着实不太喜欢 袁孝婷畏首畏尾的性格 此番见侯建国侃侃而谈 心中也不由得有些心动 毕竟他这病已然拖得太久 若是再不医治 可能真就没得治了 倒不如趁此机会试一试 想到这 他忙道 小侯 那你说说 该如何监主这野山餐 由于百年野山餐 本就是不可多得的灵物 所以直接用清水监主便可 无需其他草药辅佐 至于具体操作 乃是我家族秘传 请书我不能透露 侯建国回答道 严正风轻轻点头 思索片刻 才长出一口气 啊 那好 既然你有信心 那我就信你这一次 当即 他立刻拿起那根野山餐 递到了侯建国的手里 严老 等一下 既然你执意如此 我看不如这样 先使用半只野山餐 若是真有效果 再使用另外半只 您看如何 陈阴片刻 袁孝婷忙上前 急声说道 半只 有区别吗 严正风扫了一眼侯建国 侯建国顿了顿 回到 药效会减半 其次 另外半只若保存不当 灵气外泄 也会造成浪费 不过总的来说 不会有太大影响 只要及时服用另外半只便可 那好 就按照袁先生所说 先兼煮半只吧 严正风沉阴片刻 才冲着侯建国说道 毕竟是多少年的老友 他也不好当着一众小辈 不给袁孝婷面子 此番也算是稍稍妥协了一些 那好 我这就去熬药 侯建国扫了袁孝婷一眼 颇有炫耀的姿态 当即拿起野山餐 便离开客厅 看着侯建国离开的背影 严正风才又笑了笑 淡淡道 袁先生 你这弟子还不错吗 果断 自信 跟你不太像 我很喜欢 袁孝婷苦笑一声 没有接话 心中却有些担忧 虽然药效减半 但他依旧不敢保证 严正风能承受百年野山餐的强烈冲击 奈何严正风执意如此 他也只能站在一旁继续等待 时间匆匆而过 一个小时以后 草药香气便弥漫整个别墅 侯建国将亲自熬制好的汤药 放在了严正风的面前 笑道 严老 这就是我为您熬制的汤药 您先试着服用 严正风点了点头 毫不犹豫 直接端起碗 一饮而尽 爷爷 您感觉如何 严一横忙上前 急声询问道 严正风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静静地靠在沙发上 似乎还在品味汤药的滋味 直到片刻之后 才笑道 不错 不错 喝完之后 浑身暖洋洋的 好像胃也没有那么疼了 那就是有效果 恭喜严老 侯建国紧钻的拳头 顿时松开 心中也长舒一口气 严正风也是满脸喜色 不由望向袁孝婷 意味深长道 袁先生 看来小侯的医术 还真有点清楚于蓝 而胜于蓝的感觉啊 事实证明你错了 文言 袁孝婷苦涩一笑 依旧没有说话 侯院长 真是没想到 你的医术竟然这么高 有时间能不能给我也整治一番 就在这时 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忽然开口道 不等侯建国回答 另外一名青年 也急忙道 不错 侯院长 待会有时间 也帮我看看 最近我浑身难受 也不知道什么毛病 侯院长 还有我 你可要帮我也看看 还有我 侯院长 听着这些声音 侯建国顿时有点 飘飘欲仙的感觉 刚才他随便扫了几眼 发现找他治病的人中 竟然有卫生系统的几名领导 若是平时 这些人怕是连理都懒得理他一生 今天却如此恭敬地求他治病 着实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 他忍不住扫了袁孝婷一眼 故意嘲讽道 袁老 看来不用请那兴苏的小子 也能治好袁老的病吗 啊 就在侯建国话音刚落 坐在沙发上的袁正峰 忽然捂着肚子 发出一阵惨叫 接着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 第93章 是要三分读 第93章 是要三分读看到这景象 兰西院别墅客厅内 正围着侯建国求医的众人 脸色骤然一变 爷爷 爷爷 您怎么了 您没事吧 哪里不舒服 严一横快步冲上去 一边拍着严正峰的后背 一边急声询问道 严正峰目光低沉 眉头紧锁 双手用力捂着胸口 嘴唇不断发颤 似乎想说什么 却又说不出来 看起来极为痛苦 快 快拿药 严一横迟疑了一下 连忙大声吩咐道 站在一旁的年轻女助理 立刻从茶几上的药箱内 翻出一个青花瓷药瓶 并迅速取出两枚黑色药丸 帮严正峰服下 这是精灵市中医院 特意根据严正峰的病情 开出的一种止疼药 虽然不能根治她的病痛 但在关键时刻 总是能缓解一些 只是今天严正峰服下之后 却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反而病情有些加重 吐血的症状 也丝毫没有减轻 侯院长 严老这是什么情况 你快去看看 这时荣正清忽然推了侯建国一把 沉生说道 侯建国服了服眼镜 忙回头向荣正清点了点头 才快步上前 探了探严正峰的脉搏 侯院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爷爷为什么会这样 严义恒这时也才反应过来 他一把抓住侯建国的手臂 急声询问道 这我也不清楚 侯建国望着依旧痛苦无比的严正峰 半天语无伦次 一句完整话都没能说清楚 他行医几十年来 还从未见过这等情况 甚至连严正峰的脉象 都有点搞不明白 你不清楚 我爷爷就是吃了你的药 才变成这样的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严义恒顿时气的脸色铁青 他猛地将侯建国推倒在沙发上 不要动手 若非周围几人拦住 恐怕他那一拳 已然砸在了侯建国的鼻子上 侯建国根本没有反抗的意识 只觉得浑身发软 脑子里一片空白 心更是变成一团乱麻 他虽然不清楚 严正峰为何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也不清楚 对方现在是何种状态 但他知道对方活不了多久了 或许是几分钟后 也有可能就在下一秒 一旦到那一刻 他也只能跟着完蛋 甚至整个临江市中医院 乃至江南省中医界都会被波及 而他也会成为千古的罪人 比起这样的代价 他甚至希望严义恒能打他一顿 或许那样心中才能好受一些 是百年野山餐的药效太强 严老身体承受不了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就在这时 袁孝婷忽然大声说道 他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 而是先上前 探了探严正锋的脉搏 确认病情 随即又在对方后背的几个穴位上 重重地敲击了几下 直到这时 严正锋紧皱的眉头 这才渐渐舒展 吐血的症状也逐渐消失 只是脸色依旧煞白 呼吸也有些无力 整个人异常地虚弱 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袁老 我爷爷怎么了 您能不能医治 求求您救救我爷爷 我求求您了 看到这情形 严义恒也顾不得去管侯建国 只是紧紧地忙挖着袁孝廷的手 不断哀求道 袁孝廷轻轻摇头 叹息道 我早就说过 严老的身体太过虚弱 根本不了百年人生的冲击 现在恐怕 恐怕什么 严义恒猛然抬头 接着一把揪着侯建国的领子 怒喝道 信侯的 我爷爷今天要是有点什么闪失 我要你的命 我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医治严老 侯建国下的浑身发抖 连忙大声向严义恒保证 只是心中却一点敌也没有 刚才给严正峰把脉 他根本查不出对方的病因所在 有弹和医治 稍一迟疑 他忙望向袁孝廷 急声道 袁老 求求您 快想办法救救袁老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 是要三分毒 用药食一定要谨慎 你就是不听 袁老现在的情况 我也无能为力 袁孝廷硬着脸 白手呵斥道 什么 你也没有办法 那可怎么办 侯建国顿时只觉得头重脚轻 险些栽倒在地 他深知 袁孝廷的医术 放眼整个江南省也能排进前三的存在 连对方都无能为力 那他真就完了 就在这时 容正清忽然上前 小声道 袁老 我看不如将苏小神医请来 说不定他有办法 对 对 怎么忘了苏小神医 他医术那么好 一定有办法 侯建国也急忙复合道 他现在也顾不得太多 只要能治好严正峰 就算让他去死 他都愿意 袁孝廷却冷笑一声 沉声道 袁老情况如此危急 我们将小苏请来 那岂不是害了他 所谓见贤不见医 严正峰的情况 他心中很清楚 就算神仙过来 怕是也难治 现在请苏铁过来医治 根本就是害人 若是治好了 有没有功劳还不好说 可要是治不好 那岂不是自找麻烦 可他要是不来 那我就 侯建国都快哭了 尤其是看着袁一恒那气势汹汹的样子 更是手足无措 他可知道 这位小颜少的脾气 要是严正峰真死在他手里 对方还不扒他一层皮 看到这情形 袁孝廷心中着实不忍 侯建国毕竟是他的弟子 又是中医院的院长 一旦出事 整个中医院都会受到牵连 可让苏铁前来冒险 他也实在无法接受 袁老 情况紧急 我还是建议 请苏小神医过来看看 不然再耽搁下去 严老真就完了 这时 容正清沉声劝道 他扫了一眼严正峰 继续道 袁老 您无需担心 我相信 以苏小神医的医术 一定有办法医治严老的病 即便最后医治不成 我也会护他周全 听到这话 袁孝廷极为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接着才道 建国 你马上回去请小苏 记住千万要诚心 否则我也帮不了你 我 我怕他不给我这个面子 要不然 还是你与我一同前往吧 想起苏铁之前的态度 侯建国有些担忧 我可丢不起这人 你自己犯了错 就自己解决 若是请不安小苏 就不用来见我了 袁孝廷哼了一声 一脸恨铁不成钢地 瞪了侯建国一眼 虽然是这样说的 但他还是阴着脸 拉起侯建国 便往别墅外走去 作者有话说 说一下 我这两天去外地了 每天是特别多 所以更新的确有点少 明天我回家 要坐一天的车 后天恢复正常 保证加更 真的 第94章 学会尊重 第94章 学会尊重下午四点半 临江市中医院皮肤科门诊前 依旧排着长长的队伍 而且不断有闻讯赶来的病人 甚至还有从精灵 乃至附近几个是开车来的 要不是有刘诗宇 周盈印等几名女孩的帮忙 苏铁一个人 根本忙不过来 我的天 这是什么情况 看到这一幕 袁孝婷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由于没有相关方面的明医 临江市中医院皮肤科 一直都处于末流 平时一个月 乃至几个月都无一人光顾 何曾有过这等景象 最令他感慨不已的是 他在排队人群中 竟然还看到 其他医院的几名同行 这种情况 他行医几十年 也就在几位当时名医那见过 但像苏铁这个年龄的医生 着实还是头一次见 年少有为 真是年少有为啊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 中医界有此等贤才 何愁不能复兴 袁孝婷忍不住连声感慨 心中更是有种说不出的欣慰 仿佛苏铁是他家孩子一般 侯建国却一脸难看 苦涩道 袁老 这么多病人 咱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袁老他还能撑得住吗 少废话 或是你惹的 自己去解决 我可没脸去求小苏 袁孝婷立刻收敛起笑容 冷哼一声 直接站在了一旁 见状 侯建国只能硬着头皮 小跑来到苏铁面前 陪着笑道 苏先生 求求您 帮帮我吧 袁老的病情十分危急 若是您不去医治 他恐怕就要没命了 我说了 想要治病 就先去排队 苏铁抬头扫了侯建国一眼 继续给病人写药方 见此情形 侯建国心中 着实有些火大 要是平时 他早就走人了 但想到还在病危中的严正风 只能咬了咬牙 继续道 苏医生 我真的知道错了 之前 是我有眼无珠 不识真人 您打我骂我都行 但 袁老的病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我们苏医生已经跟你说了 想要治病就去排队 你家人急着治病 这里哪个人不急 没等侯建国的话说完 刘诗宇忽然上前 大声呵斥道 他这话一出口 正在排队的一众病人们 也纷纷跟着叫嚷起来 就是 你哪来的 没听见苏小神医的话 想治病就去排队 不然就赶紧滚蛋 别耽误大家时间 这不是刚才那个兔子吗 怎么又来了 看来今天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是不行了 面对义愤填膺的众人 侯建国本就如火烧一般的心情 更是急得晕头转向 院长 我看咱们还是排队吧 不然苏先生是不会答应帮忙的 就在这时 跟随在侯建国身后的 一名年轻医生 小声说道 侯建国没有理会 而是回头望了望 那看不到头的队伍 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 险些一头栽倒在地 这要排起队来 要到什么时候 何况他中医院的院长 找手下员工治病 竟然还要排队 这要是传出去 他院长的尊严何在 只是看着苏铁那 无庸置疑的神情 他最终还是妥协了 他知道 要是排队 那还有希望 若是不排 就永远轮不到他 想到这 他只能拖着沉重的双腿 慢慢挪动到队伍最后 开始排队 他院长尊严是小 严正峰的病是大 中医院的存亡是大 傍晚的太阳 虽然不至于太炎热 但由于心情焦虑 侯建国已然是汗流加倍 脸上头上 更是如同洗过一般 看起来极为狼狈 纵然如此 他始终没有放弃的意思 因为他知道自己错了 既然错了 就要付出代价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排在前面的病人虽有减少 但依旧看不到头 不知道何时才能轮到自己 侯建国已然有些绝望 尤其是想到 此时正命悬一线的严正峰 他只觉得 心口忽然一阵剧痛 接着眼前一黑 便再无意识 昏昏沉沉之中 侯建国只觉得一丝良意涌变全身 原本燥热无比的身体 渐渐平和了许多 颈动的神经也逐渐放松 他真想就这样 好好地睡上一觉 只是一想到严正峰的病情 顿时猛然醒来 睁开眼 就见一道身穿白大褂的身影 正站在他面前 侯院长 你有点营养不合 阴阳失调的迹象 应急早补一心肺 滋阴降火 疏干养血 我给你开一副静心汤先服用 苏铁扫了一眼神情迷茫的侯建国 淡淡说道 侯建国迟疑了一下 急忙从病床上爬起来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大声哀求道 苏医生 求求您 快去救救严老先生吧 您再不去 他恐怕就没命了 不着急 先喝了静心汤再说 苏铁抬手 将侯建国搀扶起来 接着示意流失语 将熬制好的汤药 递给侯建国 侯建国犹豫了一下 虽然心中着急 但还是忍着性子 将汤药一饮而尽 怎么样 舒服点了吧 苏铁微笑问道 文言 侯建国这才意识到 一碗汤药下肚 他原本焦虑的心情 果然舒缓了许多 身体也渐渐变得清凉 脑子更是清醒了不少 太神了 苏医生 你刚才给我喝的是什么药 怎么跟我见过的静心汤不太一样 侯建国有些惊讶道 苏铁微笑解释道 寻常静心汤内 我又加了些麦门东和生地 麦门东 生地 侯建国皱了皱眉 心中盘散了一下 顿时 他面露惊讶道 麦门东具有清心除烦的功效 生地具有清热凉血的功效 加上静心汤 正好医治我的病 简直太妙了 说着话 他满脸敬佩地望着苏铁 就着随便一碗静心汤 便足以见得对方医术之高 着实远胜于他 他总算明白 为何袁孝婷和容正清 都极力推荐苏铁 因为对方的确有这个本事 稍一迟疑 他急忙道 苏先生 之前是我的错 您要打药罚 悉听遵便 只要您能医治严老的病 我就算给您当牛做马 把院长一直让给您 我也愿意 当牛做马就不必了 院长一直我也没兴趣 这样吧 你先出去跟排队的病人们道个歉 苏铁摆摆手 但笑说道 道歉 侯建国愣了一下 接着拍了拍脑袋 苦笑道 我耽误了大家治病的时间 是该道歉 马上就去 当即 他立刻冲出病房 几分钟后才回来 恭敬道 苏先生 我已经道过歉了 请问还需要我做什么 哦 去准备一些质量好点的豪针 苏铁芒回答道 豪针 做什么 侯建国有些不解 袁孝婷忍不住皱眉道 什么脑子 苏先生这是答应 帮你医治严老了 真的 侯建国顿时兴奋 无比激动地望向苏铁 着实有些不敢相信 苏铁微微一笑 没有多言 算是默认了 其实之前听侯建国说 是袁孝婷打来电话 请他去治病 他便没打算拒绝 之所以屡屡为难 就是有点看不惯对方 那嚣张跋扈的态度 准备给对方一点惩罚 现在目的达到 自然无需再多计较 建国 位置做得越高 越要知道尊重人 今日小苏算是给你一点小小的教训 你可要牢记于心 这时 袁孝婷忽然冷声道 侯建国丝毫不敢质疑 只是连连点头 接着望向苏铁 恭敬道 多谢苏先生教会 同样的是 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犯 教会不敢当 算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吧 苏铁白手说道 接着望向袁孝婷 忙道 袁老 外面那些病人 暂时交给你了 我跟侯院长去一趟 放心 我会处理好 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袁孝婷轻轻拍着苏铁的肩膀 微笑说道 一切安排妥当 苏铁这才拿起准备好的豪针 跟着侯建国直奔兰西院 第95章 老夫今日便教你几招 第95章 老夫今日便教你几招 苏铁和侯建国到兰西院时 客厅内多了几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 其中那几名年轻医生 围在沙发前窃窃私语 似乎在讨论些什么 另外一名满头银发的老者 则紧皱着眉头 翻阅着随身携带的医书 至于其他人 或者站在另外一侧小声议论 或者闭目养神 看起来情绪都不太好 唯一闲着的严义恒 也是如同丢了魂似的 坐在严正峰身边 望着面前的白墙 因此 苏铁二人进门 并未引起太多人注意 只有容正清快步迎上前 小声道 小苏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执意让侯院长请你过来的 你要是不愿医治严老的病 我这就送你回去 无妨 既然来了 我先看看吧 苏铁抬了抬手 表示没关系 接着又扫了一眼 那名给严正峰把脉的银发老者 总觉得对方好像在哪见过 哦 他就是宁州苏家的苏老神医 小苏 你们认识吗 容正清好奇道 苏铁摇摇头 苦笑道 宁州苏氏十三针 中医界谁不知道 不过他老人家 应该不认识我这么一个无名之辈 小苏 你过千了 你的医术 可未必在他之下 假以时日 必定明动滑下 容正清抓起苏铁的手 轻轻拍了拍 认真说道 接着 他才正色道 严老的情况不太好 苏老神医正在跟弟子们探讨医治方法 哎 估计也不理想 小苏你可有办法 苏铁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再次打量了一番 靠在沙发上面色惨白的严正峰 片刻之后 才摇头道 看气色 情况比较危险 不过具体情况 还是要把过脉才能知道 不用把脉了 五脏六腑严重受损 就算神仙过来 也治不好的 正低头研究严正峰病情的苏老神医 忽然抬头冷冰冰道 严一横立刻回过神来 急忙大声问道 苏老神医 我爷爷情况怎么样 您是否研究出医治他的方法了 小言少 严老的病情 我已然跟你说得很清楚 他体内本就有极为严重的旧伤 又被百年老山深的猛烈药效冲击 五脏六腑已然不堪重负 通知家里人 准备后事吧 苏同生挥了挥手 冷声说道 是 什么 听到苏同生的话 严一横显现没站稳 急忙大声恳求道 苏老神医 连您也没有办法吗 您的苏氏十三针 不是号称能起死回生 您快给我爷爷针灸一番啊 苏同生冷笑一声 迅速将茶几上的针袋收起 沉声道 小言少 不是我不救 而是严老的身体 实在虚弱不堪 我若给他针灸 他当场便会毙命 实话说了 若是没有那半节野山餐 严老的病我或许无法根治 但至少能保他三年之内无碍 但现在 可惜 用一害人哪 用一害人 他连连叹息了几声 接着回头瞪了一眼后见国 显然意犹所指 这时 站在一旁的几名中年人 也立刻明白苏同生的意思 顿时窃窃私语起来 没想到临江市中医院的侯院长 竟然是个佣医 还好我刚才没有让他给我推拿 不然我这腿怕是 要残废了 不错 亏我还那么相信他 谁知道竟然就这点水平 我马上打电话 让我老婆把从中医院买掉扔了 不然我吃了 恐怕也没命了 哼 我早就说过 临江市中医院 就是一帮混饭吃的佣医 自从元老退下来之后 就没有一个像样的 院长医术都这么烂 下面的那些医生可想而知 听到这些声音 临江市中医院的那几名年轻医生 脸色顿时无比难看 侯建国更是气得浑身发抖 中医院虽然一直被是 中心医院压一头 但在临江市 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何曾被人如此侮辱过 结果现在被骂还不能反驳 着实有些憋屈 都怪我 要不是我逞呢 不听元老的劝说 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侯建国满脸自责道 中医这些年本就备受偏见 中医院能建立起口碑 着实不易 结果因为他的失误 那些努力全部复制东流 想到这 他就恨不得抽自己几耳光 苏铁皱了皱眉 沉声道 侯院长 现在不是反思大会 还是先想办法治好元老的病吧 说完 他忽然踏步走到严正峰面前 准备给对方诊治 你是什么人 还未等苏铁动手 严一横猛然冲上前 大声喝问道 小言少 他是我请来给严老治病的苏小神医 也是中医院的医生 相信他一定有办法 容正清急忙介绍道 呵呵 神医 这年代 神医真是不值钱 阿猫阿狗 都敢自称自己是神医了 正在收拾药箱 准备离开的苏同生 不由冷笑一声 听到他这话 侯建国和容正清二人 脸上皆都露出一丝不悦 苏铁倒是没在意 而是朝着苏同生一拱手 淡淡的 苏老神医 晚辈苏铁 久养你的大名 神医不敢当 只是粗通些医术罢了 苏同生看都没看苏铁一眼 而是继续收拾药箱 姿态甚高 见此情形 容正清更是有些火大 急忙上前准备与对方理论 苏铁抬手将对方拦住 表示没事 随即转身继续看向严正锋 他大致观察了一番对方的脸色和瞳孔 便继续准备把脉 呵呵 不用看了 已经没希望了 苏同生扫了苏铁一眼 很是不屑道 苏铁微微一顿将把脉的手收了回来 接着望向苏同生 但笑道 苏老先生 您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早了 我倒是觉得 严老还有很大的希望 甚至痊愈也不是不可能 很大的希望 痊愈 苏同生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仿佛听到了十分好笑的笑话 片刻之后 才冷冷道 小伙子 看你年轻 今日老夫便教你几招 刚才你给严老把脉 应该能感觉到 严老的脉率无序 莫行散乱 如乌漏残低 两酒一滴 这正是无神之脉象 意味着神气涣散 命将不久已 此等症状 便是神仙下凡也难以活命 你如何医治 竟然还敢妄称 有很大的希望 甚至能令年老痊愈 我看你真是无知无畏 不知死活 作者有话说 坐火车回来了 赶紧更新 待会还有一更 第九十六章 谁说绝症 就没得知 第九十六章 谁说绝症 就没得知 苏同生单手背在身后 冷冰冰注视着苏铁 如同老师在训斥犯了错的学生一般 语气极为严厉 顿了顿 他才继续道 年轻人 医术不佳没关系 但若刚学的一招办事 就以为自己什么病都能医治 毫无敬畏之心 那就是雍医 你可明白 今日念你初犯 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及时改过自新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否则 我一定会将你清理出中医检 他声音不算太大 但由于气场十足 以至于整个兰西院别墅 客厅内的气氛 都便肃杀起来 有几名年轻医生 更是脑袋深埋 一副谨尊教会的姿态 苏铁面色始终平静 只是望着苏同生 坚定道 苏老神医 严老的病我的确能治 而且一定能治愈 好好好 那老夫今日可算是开眼了 你是中医界第一个 能医治真脏脉的医生 看来老夫有必要败在你门下 跟你学习医术了 见苏铁依旧坚持己见 苏同生顿时气地连连发笑 连我都医治不好 你却说能治 那岂不是打我的脸吗 站在一旁 苏同生的几名弟子 此时也是一阵冷笑 看向苏铁的眼神 更是如同在看傻子 真是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这小子到底知不知道 什么叫真脏脉 竟然连这种大话都说得出来 也不怕被人笑话 废话 他要真知道什么叫真脏脉 岂能说出这种妄语 显然就是个门外汉 不懂装懂的货色 就连侯建国 也诧异地望了望苏铁 眼神中有些迷茫 真脏脉是什么 跟苏老神医刚才说的 无神之脉 又是什么关系 荣正清好奇问道 侯建国犹豫了一下 盲小生解释道 真脏脉 通常出现在病人临死前 乃是元气衰竭 胃气已败的迹象 中医里又称绝脉 死脉 所谓真脏脉剑乃与之七日 而无神之脉 正是真脏脉的一种 说着话 他忍不住又扫了一眼严正锋 眼神中闪过一丝无奈 他猜到严正锋情况很差 但差到这种地步 着实有些没料到 纵然他对苏铁的十分信任 但像这种元气已然衰竭之人 恐怕真如苏同生所说 即便神仙前来也治不好了 那 那就是说 我爷爷真的没得救了 严一横轻难了一声 虽然听不太懂侯建国的介绍 但言语中还是能察觉出一些意思 他只觉得大脑一阵空白 接着双腿一软 直接瘫倒在沙发上 眼神中更是充斥着绝望 看到这情形 侯建国心中更是一沉 他望向苏铁 深吸一口气道 苏先生 苏老神医说的没错 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一命抵一命 苏铁没有理会侯建国 只是深深地注视着严正锋 眉宇间闪过一丝疑惑 他倒不是被苏同生的话吓到了 而是有些好奇 这严正锋受了如此严重的伤 竟然还能活着 要知道 就严正锋这种情况 即便换成一名经常锻炼的壮年之人 恐怕也要死十几次了 而对方非但活了下来 还撑到了现在 简直就是一种奇迹 要不是侯建国那半截野山餐 说不定对方还能活个两三年 小伙子 说大话的时候 还是要多长长见识 否则连真脏脉都看不出来 实在有些丢人现眼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看到苏铁眉头紧锁 苏通生还以为苏铁被他的话吓住了 顿时毫不犹豫 大声嘲讽起来 对于这种狂妄自大 夸夸其谈的年轻人 他很是看不上眼 现在看到对方傻眼了 他心中很是得意 哼 学了些皮毛 就到处称自己为神医 也不看自己配不配 苏通生身边 一名高个子青年 冷声指责道 另外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孩 也是冷冷附和 很正常 这才是真神医和假神医的差别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中医的名声就是被这种败坏的 你们这话什么意思 人总有看走眼的时候 苏先生的毋庸置疑 听到这些声音 侯建国着实有些愤怒男人 连忙大声嚷道 苏铁倒是没太在意 只是忽然笑道 苏老神医 谁说绝症就没的痣了 哼 口气倒是不小 中医界谁不知道 真脏脉代表的是什么 你拿什么痣 用你的嘴痣吗 由于心中对苏铁很是不满 苏同生言语中夹枪带棒 丝毫不加 掩饰自己的嘲讽 就连容正倾听的都有些火大 要不是看在对方是德高望重的老神医 早就出面教训了 苏铁则始终面色平静 只是侃侃道 真脏脉的确是中医界的绝症 但也未必就治不了 刚才我给阎老诊治了一番 发现他除了五脏受损严重之外 倒也没有其他情况 大脑和其他器官都是正常 只要将五脏修复 基本就能活下来 纯属废话 五脏俱损如此严重 如何修复 你以为是机器 换个零件就行 何况阎老身体极为虚弱 根本不能服用补药 苏同生冷冷摇头 的确不能轻易服药 但可以针灸 比如 哼 竟然敢在老夫面前提针灸 你以为我没想过 告诉你 比起用药 针灸对身体的要求更高 阎老已然虚弱不堪 连我都不敢轻易落针 难道你觉得自己的针灸手段 比我还高 苏铁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苏同生直接打断 别的方面他不敢说 但针灸一图 他在整个江南省 也能排进前三 一手的苏氏十三针 更是文明华夏 因此对苏铁的话 很是不以为然 甚至觉得十分幼稚可笑 苏铁没有多解释 而是摇头笑道 苏老先生 看来你对我能医治好 阎老的病 有着极大的怀疑啊 不是怀疑你 是中医界无人能有这个本事 阎老的病 已然无药可救 这是事实 就算神仙来了也难办 苏同生冷哼道 他这道也是实话 阳气外泻 五脏巨损 患者年龄又极大 这种情况 无论多么有名的医生前来 也都束手无策 也就苏铁是中医院的医生 要是换做他的弟子 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早就挨板子了 苏铁面色不变 饶有兴趣道 既然如此 苏老神医可敢 与晚辈打个赌 要是我能医治好阎老的病 你就满足我一个条件 你可答应 第97章 放心 我不会说 第97章 放心 我不会说什么条件 苏同生收拾药箱的手 迟疑了一下 不由回头扫了苏铁一眼 苏铁微微一笑 忙回答道 也不难 要是我能医治好阎老 你就加入我们中医院 你看如何 你说什么 苏同生脸色瞬间一沉 侯建国和中医院的几名医生 也是一脸古怪地望着苏铁 中医界谁不知道 苏同生当年便是 临江市中医院的医生 后来因为跟院里观念不合 愤然辞职回家 创建了宁州安人堂 并曾放言 永远不踏入 临江市中医院的大门半步 要是现在加入临江市中医院 那岂不是打自己的脸 现在苏铁以这个条件打赌 根本就是浓浓的挑衅 苏铁却仿佛根本不知道似的 只是笑着说道 苏老神医 你要是不敢 那就算了 老夫有何不敢 你若治不好阎老 又当如何 苏同生脸上闪过一丝冷意 深深地注视了苏铁 似笑非笑道 苏铁扬了扬脑袋 朗声道 任凭发落 好 要是你治不好阎老 你们临江市中医院 就改名为安人堂临江分店 你可做得了主 苏同生轻笑道 听到这话 侯建国顿时急了 连忙大声嚷道 苏老 你这可有点欺人太甚了 我们中医院好歹也是 小伙子 你要是做不了主 那就算了 苏同生直接无视了侯建国 只是望着苏铁 讥讽笑道 苏铁笑了笑 摇头道 那就这样定了 可是 苏先生 此事你可要考虑清楚 万一 侯建国顿时急切 连忙将苏铁拉到一旁 小声劝道 要是别的事也就算了 可涉及到中医院名声问题 他不敢小觑 更是不敢拿来当赌注 何况严正锋的病情 他看在眼里 已然是无药可治 他不认为苏铁 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苏铁却颇为轻松 只是笑道 侯院长 咱们临江市中医院的针灸 虽然不俗 但放眼江南省中医界 还是差了一点意思 要是有苏老神医加入 那就能与精灵中医院 平起平坐了 你不动心吗 动 动心 侯建国咧着嘴笑了笑 连忙应了一声 与精灵中医院平起平坐 他岂能不动心 要是真能办到 他在临江市中医院的院室上 也能留下一笔了 只是很快 他还是反应过来 苦涩道 可要是你输了 那中医院可就要改名了 放心 我不会输 苏铁拍了拍侯建国的肩膀 接着 他才望向苏同生 淡淡道 苏老神医 侯院长已然同意我们的赌约 那我现在就去给阎老医治吧 好好 那老夫今天倒是要学习一番了 说完 他回头冲着几名弟子笑了笑 语气的嘲讽意味极为浓郁 那几名弟子也相识一笑 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架势 苏铁依旧没太在意 而是踏不来到严正峰面前 再次检查了一番对方的眼白 口腔以及体温才回头吩咐道 小言少 麻烦你来帮阎老的衣服脱掉 我要针灸 严一横没有立刻上前 而是回头看了一眼苏同生 见对方没说什么 这才上前 按照苏铁的要求 迅速将严正峰衣服 全部吞了下来 苏老 你说这小子到底行不行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时 站在苏同生身边的那名年轻医生 小声询问道 苏同生冷笑一声 沉声道 我说过了 阎老五脏真气败露 喂 神 跟君无脉气 并邪深重 元气衰竭 便是一先下凡 恐怕也无力医治 凭他一个无名小辈 岂有奇迹出现 他话音刚落 苏铁已然捏起一枚银针 迅速刺入严正峰的雅门穴 雅门穴 蜀都脉 针刺此穴 有通洋开窍的作用 只见这一针落下 严正峰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 嗓子里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声 眉头更是紧紧皱起 显然痛苦难忍 看到这景象 本就对苏铁有些不信任的 颜一横急忙上前 大声叫嚷道 苏医生 你到底行不行 我爷爷怎么更疼了 苏铁没有理会 而是再次捏起三枚银针 分别落在严正峰的劳宫 三阴胶 永泉三个学位上 劳宫学又称为无理学 掌中学 位于手掌心处 鼠手绝音心包经 针刺此学 能清心热 安心神 搭配三阴胶 永泉两学效果更佳 随着这三针落下 严正峰原本捂着胸口的手 缓缓落了下来 凝重的表情也逐渐舒展开 显然心脏疼痛减轻了一些 见此情形 严一横顿时松了口气 失忆了一下 才回到椅子上 侯建国 容正清 以及站在一旁的其他人 也不由长舒一口气 他们虽然并非都懂针灸 但也知道 以严正峰现在的情况 苏铁每落下一针 都极为危险 能保证严正峰不出事 已然是万幸 还能缓解对方的病情 那就真是了不得的事了 有点意思 还真是有点意思 苏同胜摸了摸下巴 看向苏铁的眼神 也不由多了几分欣赏 听到他这话 刚才那名青年医生 忍不住低声问道 苏老 这小子使用的是什么针灸手法 我怎么没见过 哦 有点流云针法的影子 但又不太像 好像还杂揉了一些其他手法 不过 一道一图本就如此 没有固定的公式 适合病人便可 苏同胜微笑介绍道 流云针法 那不是失传多年的针灸奇数 他怎么会青年脸色一变 连忙回头望向苏铁 苏同胜摆摆手 道 不是流云针法 只是有流云针法的影子 不过他这个年龄 能有这等造诣 也的确不容易了 若是潜心钻研个十几年的一道 未必在我之下 说着话 他叹息一声 可惜严老已然病入膏肓 并非人力可为 罢了 今日也算是给他一点教训 希望他能记住 若是有缘 我倒是可以指点他几招 话说到一半 苏同胜声音戛然而止 脸上的表情 更是瞬间变得无比凝重起来 第98章 回扬九真 第98章 回扬九真苏老 怎么了 看到苏同胜脸色变化 站在一旁的青年医生 忍不住小声问道 同时 顺着对方的目光望去 只见苏铁手中豪针 已然落在严正峰的太西 中腕 环跳 三个穴位上 太西学 足少因肾经的圆学 所谓圆学 乃是脏腑元气经过和流止的数学 十二经脉各有一个圆学 可用来医治观察 所属脏腑的疾病 灵鹫九真十元 有云 五脏有极眼 应出十二元 因此 真次太西学 通常可用来医治肾脏疾病 也能了解患者的肾脏情况 而中腕学署 八脉之一的韧脉 用来医治胃部疾病 环跳学竹鼠足少养胆经 真次此学 健脾益气 随着这三针落下 严正峰的气色顿时好了许多 呼吸逐渐变得平稳有力 捂在腹部的手 也放回沙发上 虽然喉咙里 依旧还在发出阵阵痛苦的声音 但明显 比刚才要好得多 厉害 真是厉害 落针迅捷熟练 如行云流水 最关键的是 每落一针 都相互呼应 就这水平 恐怕我十年二十年都学不来啊 看到这一幕 那名年轻医生 忍不住叹息连连 侯建国也是称赞不已 他的针灸 虽然与苏同生无法相比 但在临江市中医界 那也是排得上号的 可跟苏铁这一手比起来 简直就是垃圾堆水平 苏小神医 神医之名 当之无愧 当之无悔啊 至于中医院的那几名年轻医生 更是早已目瞪口呆 他们见过针灸高手 但像苏铁这般高的 着实还是第一次见 我的天 真没想到苏医生 除了医治皮肤疾病是好手 连针灸也如此之强 恐怕都快赶上梁老了吧 哼 何止是赶上 你回去问问梁正贤 若是遇到严老这种情况 他可敢轻易落针 众青年眉飞色舞地讨论着 心中对苏铁 更是无比的佩服 尤其是 刚才见识过中医院皮肤科门诊前那一幕的医生们 此刻更是恨不得当场败入苏铁门下 而就在众人感慨不断之际 只有苏同生始终眉头紧锁 不断注视着苏铁 口中清难道 雅门劳工三英交 永泉太西中晚街 环跳三里和古病 此事回扬九真学 苏老 您在说什么 站在苏同生另外一侧 那名年轻女医生好奇问道 苏同生没有回答 而是自言自语道 接下来 他要针九的应该是足三里和古两学 足三里和古 您怎么知道 女医生更是满脸疑问 他下意识回头望去 只见苏铁的两针 果然落在位于严正峰小腿外侧的足三里学 以及位于守备的和古学上 对了 回扬九真 果然是回扬九真 真是没想到 当今中医界 竟然还有人会次等针法之人 看到被自己说中 苏同生脸色瞬间大变 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 更是激动的颤抖不已 如同看到世界奇观了一般 回扬九真 那不是指在传说中的真法 苏老宁不会看错了吧 那名年轻男医生挠了挠头 有些不解道 苏同生没有解释 只是连连摇头 已经兴奋的 有些说不出话了 回扬九真 真九界最神奇的真九术之一 比之流云真法 太极陆河真 还要玄妙数倍不止 数百年来 中医界不知道多少行医之人前赴后继 试图去窥探其奥妙之处 可惜都无功而返 而今天 他竟然亲眼见到有人施展了出来 便是现在让他立刻去死 他也无憾了 只是令他疑惑的是 苏铁施展回扬九真时的娴熟程度 根本就不像是这个年龄之人所能办到的 反而如同一名从已几十年 乃至上百年的老医生 莫非 真是一线下凡 苏同生吞了吞口水 看向苏铁的眼神 更是如同在看庙里的神像一般 变得无比虔诚 要不是周围人太多 他甚至有跪下磕头的冲动 苏老 您说苏小神医刚才施展的是 回扬九真 就在这时侯建国也反应了过来 急忙上前好奇问道 身为中医 他自然也听说过回扬九真 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只消通晓一二便可开宗立派 名扬天下 若能完整地掌握 简直能享受整个中医界的膜拜 因此 他心中的震撼 可一点也不比苏同生若多少 苏同生摸了摸下巴上的几缕胡须 似乎有些不太确定 片刻之后才叹息到 八九不离十 不 我确定就是回扬九真 临江市中医院果然藏龙卧虎 老朽佩服 我为我刚才那些胡言乱语 向侯院长道歉 说完 他低下头 朝着侯建国恭敬行了一礼 侯建国顿时愣了一下 他可知道这苏老神医 是多么的心高气傲 平时别说道歉 就算让对方说句软话都慢 此刻对方态度却诚恳 甚至还夸赞他们中医院 着实令他有些受宠若惊 一时间 他也来不及去思索 苏铁为何能通晓回扬九真这等神术 而是盲白手谦虚道 苏老先生客气了 实在太客气了 我们中医院 其实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没有 没有 我说的都是实话 有苏小神医坐镇 临江市中医院 可称得上江南省第一 苏同生再次叹息一声 才回头继续望向苏田 与此同时 真酒也已然接近尾声 只见靠在沙发上的严正峰 气色已然恢复十之八九 呼吸也逐渐平稳 显然已经脱离了危险 见此情形 严一横急忙上前 关切道 苏先生 我爷爷他怎么样 是不是没事了 差不多 我再给盐老开服药 按照我说的方法去服用 七天之内 基本就能痊愈 苏铁淡淡说道 接着 他拿起笔 迅速将药方写了下来 多谢苏先生 我这就去买药 严一横连忙接过药方 毫不犹豫地 便冲出了别墅 亲眼见到爷爷死里逃生 他现在对苏铁 可谓是极其信任 就在严一横刚走 苏同生快步来到苏铁面前 弯下腰 恭敬行了一礼 接着急切问道 苏先生 敢问您 刚才施展的那套真法 可是回扬久真 作者有话说 晚点还有一张 第99章 愿做苏先生门下走狗 第99章 愿做苏先生门下走狗 苏同生态度无比恭敬 仿佛面对的是一名长辈一般 甚至对苏铁的称呼 用的都是您 看到这情形 周围众人皆都面露诧异 纷纷不解地窃窃私语起来 要知道 无论年龄还是地位 苏同生那可都甩苏铁十条街的存在 即便袁孝婷清零 也未必能让对方如此态度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人 神情始终平静 因为他们知道 就苏铁刚才那番表现 足以令江南省中医界 任何一位名医扶手 他们之所以 没有上前拜见苏铁 并非是不愿意 而是因为 真的不够资格 苏铁也是 不由愣了愣 接着忙上前搀扶了一下苏同生 笑道 苏老神医 你太客气了 晚辈实在不敢当 苏先生 老神医这个称呼 万不可再叫了 老朽不够资格 从此以后 咱们江南省只有一位苏神医 那就是你 苏同生连连摆手 他这也的确是真心话 在他看来 苏铁会施展回扬九珍 称呼为神医 的确合理 而他那三脚猫的能耐 若同样称神医 岂不是被人笑话 即便他自己 也受之有愧 苏铁摇摇摇头 忙道 老先生过千了 你的 苏氏 针灸笔记 我上学时便拜读过 着实受益匪浅 你担得起神医这个称呼 反倒是晚辈 才书学浅 还差得远 是 什么 苏先生还读过老朽的书 那真是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啊 苏同生顿时有些惊讶地望向苏铁 如同一名得知 被偶像关注过的小粉丝一般 情绪异常激动 苏铁笑着点了点头 接着才道 苏老先生 刚才你问的问题 我可以回答你 我施展的确实是回扬九珍 闻言 苏同生脸色又是一变 纵然他早有论断 但此时苏铁亲自确认 依旧还是令他心中震撼不已 那可是回扬九珍 华夏医学界传说中的存在 他今天竟然亲眼见到了 他毫不怀疑 就凭这一点 便足以令很多中医界的大佬们 羡慕不已 迟一片刻 苏同生才低下头 有些不好意思道 苏先生 实不相瞒 老朽研究回扬九珍也有多年 可惜一直不得要领 不知道您可否 他吞吞吐吐的 话说到一半 便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了 毕竟回扬九珍 乃是医学界传说中的秘法 即使只掌握皮毛 便能受用终身 此等神术 自然是会的人越少越好 苏铁又如何能轻易指点他 苏老先生 你是想跟晚辈探讨回扬九珍吧 可惜我最近比较忙 正好这里有一份心得 你看完之后 还望不吝赐教 苏铁眯着眼 但笑道 说完 他迅速从口袋里 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笔记本 递给了苏童生 苏先生 苏童生愣了愣 忙接过笔记本 大致翻看了一眼 顿时眼睛都直了 只见在那笔记本上 完全记载了 回扬九珍的要点难点 以及诸多细微之处 甚至连不同情况如何落真 平时如何练习 都记录得十分详细 很快 苏童生便意识到 苏铁给他的 这哪是什么心得 完全就是一本 关于学习回扬九珍的秘籍 刚才之所以那样说 其实也是 为了照顾他老前辈的面子 想到这 他不由又多看了苏铁一眼 心中感慨不已 医术不凡 偏偏情商又极高 此等年轻人堪称完美 顿了顿 苏童生才急忙小声道 苏先生 此物实在太过珍贵 不知你有什么条件 尽管跟老小提 没条件 只要苏老先生用此逐多治病救人便可 今后无论传给后辈 还是门中子弟 都有你做主 苏铁淡淡说道 他很清楚 凭他个人能力 是永远无法医治所有病人的 倒不如将太玄经一道片里的绝学神迹 传给其他品德高尚的医生 因此 他其实早就准备好了这份 关于回扬酒针的笔记 原本是打算给中医院的 现在遇到苏童生这种 对针酒钻研更深 影响力更大的医生 自然交给对方更好 没 没条件 还能随意传授给后辈子弟 苏童生忍不住又吞了吞口水 看向苏铁的眼神 更是充满崇敬之色 要知道 就他手里这个笔记本 若是遇到石祸之人 恐怕就算出价十亿 乃至百亿也会被拿下 但苏铁竟然无条件奉送 片刻之后 苏童生才勉强回过神来 他立刻朝着苏铁 深深拘了一躬 激动得老泪纵横 连连大声道 苏先生品德高洁 请受老朽一拜 老朽院中其一生 做苏先生门下一走狗 就在众人说话之际 严正风渐渐苏醒过来 刚从生死中走了一回 他还有些迷茫 只觉得五脏六腑 似乎已经不那么疼了 原本紧绷的神经 也舒缓了许多 爷爷 您醒了 感觉怎么样 严一恒急忙上前关切问道 严正风摇了摇头 叹息道 还可以 胸口 暂时都不疼了 不过 恐怕也是治标不治本啊 爷爷 你放心 苏小神医说了 你体内的伤 已经被他治好 只要按照他的方法调养几天 基本就能痊愈 严一恒笑着说道 闻言 严正风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抬头望向苏铁 感激道 你就是元老他们提到的苏小神医吧 刚才谢谢你救了我 只是 一恒的话 可是真的 严老放心 你的伤的确 已经治好了 不信你可以深吸一口气 苏铁但笑道 严正风点点头 立刻按照苏铁所说吸了一口 顿时面露惊奇 他五脏六腑受损严重 以往若是稍用力吸气 肺部便会聚疼 随之咳嗽不止 但今天竟然一点是 也没有 这说明 他的病的确是好了 顿时 严正风有些不可思议地望着苏铁 要知道 来历可不简单 寻常医生根本治不好 苏铁却能医治 显然并非常人 想到这 他急忙疑惑道 苏小神医 你 你怎么能治好我的病 你莫非是 严老 敢问你是被何人所伤 苏铁没有回答 而是忽然反问道 作者有话说 其实这一章是昨天晚上十点多开始写 到凌晨两点半才写出来 勉强算昨天的三更吧 反正今天还能更三张 我尽量早些 也不用打赏加更 给个五星好评吧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第100章 陈年往事 第100章陈年往事 不错 爷爷 以前只听说 您这伤是在战场上落下的 但您也没说是哪场战役 被什么武器所伤 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吧 听到苏铁询问 严义恒也来了兴致 急忙上前笑着问道 严正锋迟疑了一下 似有难言之意 片刻之后 才摆了白手 干咳笑道 都是过去的事了 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 听到他这话 众人顿时都有些失望 原本还想听听严正锋当年的事 掌掌见识 结果对方却不愿意提起 更有人已然在心中思索 是不是严正锋受伤的事 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尤其是见向来雷厉风行的严正锋 此时却吞吞吐吐 无比心虚的样子 怀疑的意味更加浓郁 小言少 严老大病出狱 不宜劳神 过去的事 估计一时也记得不太清楚 还是以后再听吧 这时 苏铁忽然笑着说道 对 对 事情过去久远 我一时半会也的确有些想不起来了 改天 改天等我梳理好了 再跟大家详细地讲讲 严正锋也连忙复合了一声 随即有些感激地跟苏铁相识了一眼 苏铁倒是没在意 刚才他给严正锋治病时 便察觉出情况不对劲 虽然他还不清楚对方受伤缘由 但基本能猜到绝对是机密中的机密 加之严正锋语气敷衍 显然是有话不方便公开说 所以他才故意帮忙打了个掩护 那好吧 爷爷 等您伤彻底好了 再等我说说 严一横却没在意这些事 只是随口硬了一声 接着 苏铁将严一横买回来的药材 一一检查无误 才详细将这些药的监主方式 跟严正锋的护理医生讲解了一遍 苏小神医 多亏了你 否则老朽这条命 今日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 刚才跟家人商量了一下 我们准备过两天摆家宴感谢你 不知是否赏脸来一趟 就在这时 严正锋忽然笑道 行啊 正好最近我比较清闲 对方这是有事想问他 但碍于周围人多不好开口 才用这种理由 正好他也有些疑问 想问严正锋 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由于严正锋的病已无大碍 又有中医院的几名年轻医生守在一旁 一切结束后 苏铁便直接起身告辞 时间已然不早 他准备先回中医院 向刘诗宇 周盈盈等几名女孩道谢 然后再去大学城接母亲回家 没想到刚走出兰西院别墅 就被等候在大门前的苏童生一行叫住 就按照你说的 我愿意加入临江市中医院 苏童生心直口快 上来便直奔主题 苏铁愣了一下 连连摆手 笑道 苏老先生 我那就是一句玩笑 可当不得真 实在当不得真 那怎么行 老朽医术虽然寻常 但在中医界 也是顶天立地的人物 岂能言而无信 苏先生放心 进中医院以后 我没有任何职务要求 即便让我当一名基层医生 也不是不可以 苏童生坚定道 没等苏铁开口 侯建国早已迫不及待 忙上前笑道 苏老先生哪里的话 凭您的医术 完全能担任我院院长 您若有兴趣 我立马退位让贤 开玩笑 苏童生虽然没有苏铁医术高 但也是江南省中医界 赫赫有名的人物 现在对方主动要求 入职中医院 他又如何会轻易松手 说着话 他扫了苏铁一眼 心中暗暗感慨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这种时候 岂能随便客气 苏童生倒是没在意 而是白白手道 院长不敢当 我对行政之类的事 实在不懂 况且 有苏先生这等神医坐镇 我岂敢位居他之上 只要给我 安排一个普通职务便客 最好能让我给苏先生当个助理 那这样 正好我们中医院的神经内科 一直没有能挑起大量的科室主任 我便将这重任 交给苏老先生 您了 您看如何 见苏童生越说越离谱 侯建国急忙将对方打断 苏铁也反应过来 忙笑着附和道 不错 我们中医院的神经内科 的确差点火候 要是有苏老先生坐镇 必定能一扫颓势 既如此 那就按照侯院长所安排 苏童生心中虽然有些遗憾 但最终还是点头印了下来 众人正闲聊 这时容正清和卫生系统的几名领导 有说有笑地 从别墅内走了出来 看到苏铁 他急忙小跑上前 啊 小苏 好久不见 晚上去我家吃顿饭吧 上次你治好我的病 我还没感谢你呢 苏铁有些迟疑 但见对方兴致勃勃的样子 也不好拒绝 而且他总觉得 容正清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便印了下来 当即 侯建国带着苏童生 回中医院办理手续 他便坐上容正清的车 直奔位于城南的城市家园小区 小苏 其实关于严老的病 我倒是有所耳闻 车刚驶出停车场 容正清忽然开口道 苏铁不又愣了一下 盲抬头好奇地望向容正清 他就猜到 对方找他不是吃饭那么简单 果然如他所料 严老当年服役的是南江郡区 恰好我也在那边待过一段时间 像他受的这种伤 我有几个战友也遇到过 可惜 他们没有严老命打 不到一年便去世了 容正清沉声道 苏铁脸色顿时一变 盲好奇道 他们是被什么武器所伤 不是武器 具体受伤原因 我也不太清楚 之后没过多久 我就被调回了临江 便再未见过那种情形 容正清深吸了口气 脸色稍显沉重 显然 回忆起当年之事 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 见此情形 苏铁也没好再多问 心中却对严正峰受伤的原因 更加充满好奇 过去的事 不提也罢 对了 今晚你可要尝尝我的手艺 片刻之后 容正清才展颜笑道 行啊 正好我也有点饿了 苏铁笑了笑 连忙硬道 就在这时 放在一旁的手机 忽然响起一阵铃声 容正清急忙点了免提 就听见电话那边 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 老容 你赶快回来 我爸忽然晕过去了